只是在苦情剧树下喝酒 不曾想打断了屠山荣荣给狐足上课 但他却只能忍着你的封批行为 而这并不是荣荣的宽宏大量 是被你这个三等仆人打过屁股 屠山荣荣深吸一口气 压住心中的怒呼 你在这里喝酒 只会打断我讲解序言之法 别的仆人都在努力干活还摘 你只会整天在喝酒 但你却不听狐狸眼 再次将酒往嘴里灌 同时脑海里也响起酒剑仙系统声音 持续喝酒 体质加一 剑仅加一 灵力加一 听着系统的声音响起 你忍不住咧嘴一笑 喝酒提升实力真的太爽了 很快一坛子的酒被你喝完 随即你摇摇晃晃往荣荣那走去 荣荣姐 你还有酒吗 给我再整一坛来 回头记账上 看着你喝得烂醉如泥 屠山荣荣一脸的黑血 果断拒绝给你酒 因为你喝他的酒从来都不给钱 一句记在账上就打发了 如果能打得过你 他会毫不犹豫冲上去教训我 想到这些年你喝的酒 屠山荣荣就心痛不已 那些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就在这时 屠山雅雅循着酒香来到了这里 苏浩 你这个坏家伙 竟然偷偷喝酒不叫我 我要给姐姐说 让姐姐狠狠地打你的屁股 屠山雅雅双手插腰一脸的得意洋洋 雅雅姐 你来得正好啊 看到屠山雅雅来了 你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非常开心 身形一晃 瞬间出现在雅雅身边探出大手 他的无尽酒壶就到了你手上 你拔开瓶塞就是一阵蹲蹲蹲 见到自己心爱的大宝贝被抢走 正格易洋洋的雅雅顿时释话 他气急败坏地大喊道 坏家伙 快将酒壶还给我 而荣荣看着张牙舞爪 不顾一切冲向你的雅雅 心中顿时出现不好的郁闷 姐姐 快住手 你是打不赢这个三等仆人的 对于你的实力 荣荣可是亲身体验过的 那次你喝的烂醉 还到他那里找酒喝 不过被荣荣果断拒绝 结果他因为不给酒 就被你狠狠地打了屁股 最后只好含泪拿出几盘酒 才送走你这个烂酒鬼 当然荣荣也不是个吃亏的狐狱 在你清醒之后 就狠狠地压榨你偿还战 不过还是荣荣吃亏的时候比较多 因为你一天清醒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见到你的眼神越来越迷离 荣荣暗叫不好 此刻面对雅雅冲上来抢酒壶 以侧身躲避 然后稍微抬起手臂 就把雅雅夹在了嘎吱窝下 那场面实在是辣眼睛啊 荣荣已经捂住了双眼 实在没法看 不听妹妹言吃亏在眼前 说的就是屠山雅雅 其他的小狐狸见到这种情景 嘴巴都张成了欧字形 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 这种场面真的是太刺激了呀 大家都是几百岁的孩子 放开我 你这个坏家伙 被夹在搁置窝下的雅雅 一张脸上的通红剧烈地挣扎起来 两只小拳头锤在你的胸膛 咚咚作响 结果你没有感觉到什么痛 但雅雅的手却已经走 疼得他嗷嗷直叫 以那经过无数次强化的体质 可不是这个时候的雅雅能破坏的 姐姐姐 雅雅不断呼唤着红红 在雅雅的心里 红红是屠山的守护神 只要红红出手 这个坏家伙就能得到应有的教训 就在此时 一声轻叹从远处传来 随即红红的身影出现在苦情巨树下 作为极美貌和妖利于一身的他 完美的无可挑剔 苏浩 收手吧 他毕竟是屠山二当家 你今天喝酒的事情 我就不计较了 一向态度强硬的红红 却对你相当的和善 还用一种商量的语气说着 实际上红红也拿你没有办法 他曾经换上夜行衣 趁夜去试探你的实力 而在床上呼呼大睡的 竟然闭着眼睛和他打 一套毫无章法的王八犬 打得他怀疑胡生 之后他认为你如果认真起来的话 绝对会是一面倒的场景 当然这种丢脸的事情 红红是不会说出去的 从那以后对于你喝酒 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雅雅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你一个三等仆人 夹在夜窝之下 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出面 明里乎乎的你 下意识地松开胳膊 尽管你的神志不清 但是这么多年来 听从屠山红红的话 已经成为了本人 除了喊你不准喝酒之外 因为你还是婴儿的时候 是被三姐妹养大的 但谁也没有想到 你竟然是一个酒鬼 表面上虽然是刚满18的少女 却有着15年的酒 自身的实力 更是堪比妖皇级别 姐姐 坏家伙又偷偷喝酒了 这次你必须好好地惩罚她一下 其实雅雅不觉得 喝酒有什么问题 她平时也经常喝 有时还找你一起喝 但在她看来 你偷偷一个人喝酒 不叫上她一起 就是你的不对 可屠山红红能怎么办 她也很为难了 要是交手不用出权力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自己 收养的孩子打败 关键时刻 一个身体盔甲的 音乐守卫出现 大当家 屠山戒杯外 突然来了四个 不明身份的人 其中一个是 小孩躺在了戒杯内 要不要立刻驱赶他们 荣荣文言微微一笑 似乎想到了 破解目前僵局的办法 于是对着洪洪开口 既然这个三等仆人 违背了你的禁令 就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看就让三等仆人 戴罪立功 将那几个人驱赶出屠山好了 而洪洪心里则 悄然松了一口气 心里默默地 为荣荣的机制点赞 只是傻乎乎的 雅雅不满这个惩罚 姐姐 不能这么容易地 放过这个坏家伙 想到自己刚才 被夹在割之窝的画面 雅雅就想挖个坑把自己来了 不放过苏浩 这不是不放过自己吗 愚蠢的妹妹 你根本不知道苏浩 到底多么能打 洪洪直接无视了雅雅的情绪 苏浩 你可愿去驱赶那几个人 但是等了许久 也不见你回应红洪 觉得不对劲的 荣荣走到你面前 才发现你已经站着睡着了 早不睡晚不睡 偏偏喊你做事的时候睡 荣荣怀疑你是故意的 但是没有证据 他想了想 于是点起脚尖 凑到苏浩的耳边 醒醒 有酒喝了 闻言里猛然惊醒 酒在哪里 就在屠山戒杯前 荣荣轻声说道 他说起谎来十分的自然 很明显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话音未落一阵轻风呱起 你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巨树下 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屠山聚杯前 只见三个壮汉站在屠山外 而屠山戒线内 躺的一个白衣少年 他在赌胡妖 绝不会容忍有人跃剪 突然 一道流光从远处飞来 发出一声轰鸣 让东方月初不由的捂住耳朵 而玉面风君和虎鹤双仙闷哼一声 胸口像是被大锤击中一般 直接倒飞出去 等到烟尘散去 东方月初看清楚 插在地上的东西 不由的尸声惊叫一声 竟然是一把木剑 玉面风君捂着胸口大吼 阁下也是人子 为何要对我们出手 刚才从天而降的那把木剑 发出的威力 即便是玉面风君也感到心悸 要不是东方月初身怀东方血脉 实在是太过诱人 现在他早就跑路了 而苏浩摇摇晃晃的走了过来 酒泥酒在哪里 文言虎鹤双仙小心翼翼的说 这里没酒啊 要不阁下将地上的那个小物交给我们 然后我们请阁下去喝酒 尽管你看起来神志不清的样子 但高手只需要露一手 对方就能看出你的厉害了 东方月初回过神来 瞬间紧张起来了 他连忙说道 剑仙哥哥 他们骗人 我这里有 如果你帮我打推他们就请你喝酒 你认出了躺着的东方月初 突然笑起来 见此玉面凤君急了 阁下你千万不要听那小子胡说 那些钱本来就是我们的 但是被你一句话顶死了 可他喊我剑仙哥哥呀 虎鹤双仙面面相许 刚要拉下老脸喊你一声剑仙哥哥 可玉面凤君深情的声音却传出来了 剑仙哥哥 但你浑身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最久的你瞬间清醒了不少 快速来到玉面凤君眼前 啪啪啪几声传出 玉面凤君就挨了几个大鼻洞 滚 你蕴含凌厉的声波 震得他们三人的脑袋瓜子翁翁坐下 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荣蓉的邪恶笑声突然从远处传来 等等 涂山启示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而洪洪则霸气的走前一步 涂山我照当 懂 每次有外人闯进来 涂山洪洪总是这么一句话 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胡美话不多 见此玉面凤君三人不仅没有了反抗之心 反而任由荣蓉在脑袋上贴白条 接着拿出算盘霹里啪啦算好账单 玉面凤君是三千两 五鹤双仙一个是两千两 一个是一千五百两 就连作为孩子的东方月初也要给十两 你心里默默的吐槽了一句 但接下来你却傻眼了 因为荣蓉也给你算了一笔账 三等仆人 十八年来一共欠涂山一百三十万两 减去抓获四人的一百两 还欠一百二十九万九百两 荣蓉笑眯眯的开口说道 而你则一股凉气只冲天灵概 回去再找酒喝吧 只要喝醉了 就能什么都不想了 你默默的自我安慰起来 东方月初听闻更是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欠这么多 岂不是干到累死也还不完 可就是这么一句话 荣蓉就将主意打到了东方月初身上 你们人族不是有一句俗语 好像是救命之恩当以永泉相报 将你身上的银子都用来给剑仙哥哥还债 也不过分吧 东方月初将头还还底下 我愿意留在屠山替剑仙哥哥干活还债 你则古怪的看着信心满满的东方月初 这小子打小就聪明了 看来我的债务是后继有人了 而追杀东方月初的虎鹤双仙三人 只能含泪将银子交给荣蓉 由于抵完债还有剩余的钱 荣蓉想邀请几人进屠山消费 但几人打死也不愿意 最后将剩余的钱大方送给了 算是请你喝酒 当然这些钱并没有到你的手 也被用于抵债了 对此你只能养天长叹一生 欠债的人就是没有人权了 面对商业界最黑心的老板 你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东方月初有钱了 但酒醒后的你并没有拿他抵债 在屠山欠债 那就是一个无底洞 打罗斯这点钱不过是杯水车薪 还不够还利息呢 不如拿着这笔钱 在屠山先潇洒一番 想到这 你立刻带着东方月初进入温泉域 当然还要叫上个狐妖伺候 这还是你第一次在屠山消费 以前不是在喝酒 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 现在享受有狐妖姐姐伺候的温泉域 顿时让你感觉到以前都白活 但是蓉蓉却笑眯眯的在算账 豪华定制温泉域 两人一共消费百两银子 听到洗得澡居然要一百两银子 东方月初瞬间崩塌了三观 这笔住客栈贵多了 他也不敢不付钱 只能肉同的拿出银子交钱 而东方月初见识过你的剑术 每天缠着你要拜师 前提是给你偷偷带酒 漆黑的夜空下 东方月初殷勤的为你倒酒 你喝了几杯酒后 看着被厚厚的云层笼罩的夜空 突然笑了起来 小月初 你想看看今天的月亮人不圆吗 东方月初抬起头 看着黑暗的天空 一脸的猛逼 完全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则拿起放在地上的木剑 缓缓站起来 突然 你浑身爆发出今天的气息 顺手挥动木剑 漆黑夜空中瞬间出现一道剑光 厚厚的云层居然被展开消失无影 皎洁的月光从天空洒下 同时剑光消失在视野中 而在远处努力修行的红红 见到这一名 竟然呆呆地试试 整个屠山能做到一件破灵的 恐怕只有那个小则吧 他凌然的战役冲销而起 周围感受到这股强大妖力的狐狸 都全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很快这股战役被红红强行压了下来 自从三年前被你打败一次后 此刻感受到你还在不断变强 红红修炼起来更加的颠狂 与此同时 在屠山中找寻你的芽芽 还有在藏书阁处理事物的如鲁 也看到了这道剑光 两姐妹的反应各不相同 芽芽发了一会呆 然后拿起酒壶猛罐几口压压惊 一边撒开脚丫子狂奔 一边急促地大喊 姐姐姐姐 不好了 有人足高手潜入屠山了 而荣荣的眼睛此刻已经完全睁开 这个三等仆人 还总是带给我惊喜呢 熟悉她的都能发现 这是她争得最大的意思 嘴角也浮现出一母笑的 作为你的债主 当然希望你越强大越好 意味着压榨出的价值就越大 此刻 近距离看到你展出这一剑的东方月初 早已目瞪口袋 脑海中只有那道璀璨的剑光 这个便宜师傅再次刷新了她的世界观 东方月初无比激动地连声问道 师傅 你这一招叫什么名字啊 能不能教教我呀 但你却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你了 如雕像般静静地站立着 见此东方月初感到了不对劲 几步走到你的面前 才发现你竟然站着睡着了 还保持着刚才出剑的动作 悼念啊 这便宜师傅这都能睡着 此刻她就像一只失去了梦想的咸鱼 悔然在地上躺一 第二天 荣荣正在给狐妖们讲解序言之法 你则再次打断她上河 拿着一坛酒晃晃悠悠地走到荣荣前面 在你的后面还跟着东方月初这个跟铁中 手里也抱着一坛酒 荣荣姐 要不要陪我喝酒 而狐妖们则诧异地看着这一幕 这可不像是三当家一贯的作风了 荣荣看到喝得微醺嫩 无奈地摇了摇头 如果是先前她可能会训斥几句 可今是不同往日 你昨晚展出的那惊天意见 依然让她难以忘怀 要是耍起酒风来 不小心波及到了这些小狐妖怎么办 这些狐妖还只是没入行的红线仙 是没经历过战斗的狐妖 只要你不动手 那么一切都好说 现在你的实力摆在那里 或许能为红线仙保驾护好 前提是别喝酒误实 五等仆人 你不干活 成天围着三等仆人干什么 荣荣微眯着眼睛轻声质问 虽然拿捏不了你 但还是能拿捏东方月初这个小家伙 荣荣只能从她身上找回老板的尊严 我现在就去 放下酒坛东方月初路途讨好的笑容 随后又凑近你的耳边说了一句 师傅 今晚还是老地方姐 你懂的 说完之后像兔子一样跑得飞快 见到东方月初就这么离开 你有些怅然若失 难得找到这么有孝心的徒弟 却沦为了屠山最低等的徒人 被黑心的荣老板压榨着钢 实在是一言难尽 你忍不住为东方月初说话 荣荣姐 她还是一个孩子 你这么做良心不会痛吗 荣荣却露出了一点欢笑 只要进了屠山的人类 就是仆人 不管年龄多大都得给我当务 几句话就让你哑口无言 在屠山中你遇到争执 一般都是出手打一队 对方才会老实下来 可屠山荣荣不一样 她是以德服人了 说话更是滴水不漏 根本无法反驳 你叹了一口气 行吧 希望荣荣姐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对小月初下手轻点 但是你提到了面子 这让荣荣的嘴角 翘起了一个威胁 总是记账不还的臭酒鬼 你有什么面子 行吧 就看待你的面子 我会好好的关照她 在关照两个字上 荣荣还加重了语气 与此同时 东方月初哼着小曲走小路上 途中碰巧遇到了屠山雅雅 雅雅姐 真巧啊 几天不见 你越来越漂亮 东方月初笑着打了一声招 只是话音未落 雅雅的拳头就已经打在 东方月初身上 随即就传出几声 杀猪般的惨叫声 鼻青脸肿的东方月初 仰面栽倒在地 在地上不听的抽搐 她捂着脸声音带着哭腔 雅雅姐 你为什么要揍我 而雅雅双手插腰站着 没有理由 就是看你不爽 以后见你一次就揍你一次 直到我看你顺眼为止 其实真正的理由却是 东方月初整天对你纠缠不休 雅雅就看她不顺眼 紧咬牙关东方月初从地上爬起来 嘴唇动了几下 最终还是没有放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的这种狠话 因为害怕再被揍一次 此刻她下定决心 不管多么累 都要跟着师父学到真本身 这样就没有人能够欺负她了 而你此时由于实力的提升 就想着找人练练手 就像红线仙一样需要实战 可现在放眼整个屠山 能够做你对手的就只有红红了 当然南国的独黄欢都晴天 北山的室宽 也有资格做你的对手 至于奥莱国小金元就算了 在他面前你可能还是小弟 而你又是非常懒惰的人 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跑那么远 目前的最佳练手对象 就是屠山红红啊 老实说你还真有点怕红红 毕竟三岁喝酒 还不听劝 红红也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 她认为孩子不听话打坐完舌 所以三岁到十五岁 你都是在红红的拳头下长大的 直到十五岁的一个晚上 你在梦中打了一套王八拳 结果还将红红打退了 醒来后你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不禁松了一口气 还好只是一个梦 但就是从那以后 红红就不再找自己打拳了 直到现在你都还没有想到 难道他是察觉到那样教育孩子 是错误方法 似乎只有这个解释才是最合理 蹲蹲蹲 你喝了几口酒胆子也大了起来 于是踩着小木剑 摇摇晃晃的去找红红 不知不觉你已经遇见飞行 在整个屠山都转了几拳 却始终没有找到红红 这让你心里不禁有些难难 此刻躲在下面的红红 看着天上嚣张的你 好几次都想冲出去 像以前一样将你胖揍一顿 但最后还是忍住 他作为妖皇级的高手 如果刻意躲起来 还是有自信不让你发现他 直到自己的好妹妹雅雅 一蹦一跳在自己面前经过 这不是姐姐吗 你是在和谁捉迷藏吗 我能一起玩吗 他的大嗓门喊出这句话 已经引起了你的注意 至于大聪明雅雅这么容易发现红红 这就是他们姐妹的缘故 雅雅对于她的气息格外的敏感 此刻红红知道自己暴露了 她面无表情紧紧地盯着雅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种眼神让雅雅有些心慌 每次她犯错 姐姐就是这种表情叮着她 此时你的声音传来 红红姐 我正在找你啊 雅雅姐你也在啊 这不巧了吗 醉熏熏的你从小木见下来 热情地打着招 坏家伙 姐姐在这里 你可不要想着还把我夹在割枝窝下面 旁边的红红见你们俩在吵架快速开口 你们聊着 我先走了 见到红红要离开 你直接伸手拦住了她 红红姐 走这么急干什么 我还想找你打架吧 这一天不打架 我就浑身痒痒 文言雅雅一脸不可置信 坏家伙你是喝酒喝傻了吧 竟然敢挑战姐姐 让你平时嚣张 这次轮到姐姐来教训我 姐姐 快点打她呀 看了一眼幸灾乐祸的雅雅 红红面无表情地说道 想要和我交手 先打败我妹妹再说吧 还在幸灾乐祸的雅雅文言愣在原地 姐姐口中的妹妹不会是我吧 有没有可能指的是荣荣 姐姐 雅雅刚要开口眼前一花 红红的身影就不见了 你则黑黑一笑 雅雅姐 要不你先陪我练练手 只有打败了你 才能去找红红姐 见到你不断走上前 雅雅一急 直接肉疼地将无尽酒壶砸你脸上 随后趁机溜走 她早就知道你将主意打到了无尽酒壶上 只有这样她才不会挨一顿她 临走前还留下一句话 先借给你用几天 以后还给我 她准备回去就努力修炼 暗自发誓以后要将你按在地上摩擦 你则拿着酒壶愣在原地 没酒在手里没有去追击雅雅 扒开酒壶的塞 仰头就是蹲蹲蹲 晚上你出现在和东方月初约好的老地方 喝着无尽酒壶的酒大笑起来 只是很快 你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因为东方月初此刻鼻青脸肿 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她的手里还抱着一坛准备送你的酒 看起来显得格外可怜 小月初啊 你这是怎么了 谁把你毒打了一顿 难道没人知道你是我的徒弟吗 听东方月初慢慢道来 你才知道竟是自己的原因 原来在你抢了雅雅的酒壶后 她在回去修炼的途中 遇见了东方月初 于是雅雅就把她毒打了一顿 只为给自己出一口气 东方月初就成了这个冤大头 你沉默了片刻继续忽悠她 今天为师教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哲理 想要成为强者就必须得忍 忍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吾尔 你误了吗 东方月初她听懂了 但是不能理解忍不住开口 师父 像你这么厉害的人 欠狐妖这笔债根本不用还呀 要不我们还是跑路吧 不得不说东方月初的年龄虽小 但看时却很透彻 只不过她想跑路的想法 却让你有些惊讶 在原本的剧情中 东方月初是想尽了办法留在涂山 而现在不仅有狐妖整天喊她干活 还要遭到狐妖的毒打 看来是你出手就打 导致原来的剧情发生了偏离 但对你来说这些都是小事 只要你足够强 剧情偏离的再离谱也没关系 反正到了最后你会出手的 你沉生说道 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选择拒绝 你的回答出乎了东方月初的预料 此刻她满脸疑惑地看着你 觉得自己刚才听错了 难道你打算一辈子留在涂山还债吗 你并没有直接回答东方月初 深邃的目光看向远方陷入了沉思中 在你是婴儿的时候能活下来 全靠狐妖一族的怜悯之心 要不是涂山狐妖收留了自己 恐怕早就隔屁了 再加上抚养了18年的生活期 其中还有三姐妹对你的教母 其实说跑路就跑路的 要是想跑的话 你早就跑了不会等到今天 不管以后遇到怎样的艰难险子 都不能动摇你继续留在涂山 白嫖的决心 只要涂山不倒就白嫖到了 见到你的态度坚决 东方月初知道不能说服你了 但她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 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她认为师父是有着难以述说的苦用 不好对她明说 作为徒弟的心理明白就行了 终有一天她会带着师父脱离这个苦海 年幼的东方月初握紧了拳头 稚嫩的脸上满是坚定 我要实力 足以跑路的实力 一个声音在东方月初的心里不停的怒吼 接着她用无比激动的语气问 师父你昨天用的是什么招式 真的好帅呀 这招叫天地一见斩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时候 可以大喊一声 卧槽牛P 你对于这个徒弟耐心回答了他的问题 东方月初低声喊出 卧槽牛P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感觉喊出来 浑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了 随即满脸期待地看着 师父你能教我这一招吗 我也想我草牛P一下 文言你则摇摇头 见此东方月初露出满脸的失望 尽管她先前就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 可真的发生后还是很难过 但你却教了她另一招拔剑术 因为这天地一见斩 需要强大的体魄作为支撑 否则还没斩出去就会暴体而亡 而东方月初练习两天半拔剑术后 自信满满地找红红姐用出来 结果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伤养好后更是为了变强 每天拔刀上万次 不知不觉半年时间过去 大家都开始习惯东方月初的存在 这小子长得眉清目秀 说话又好听 那些狐妖小姐姐们都很喜欢她 而你每天的生活 因为东方月初的到来变得更加有趣 以前你是止步着喝酒 其余的事都不管 现在白天喝着熔熔姐的酒 听着熔熔姐的续缘课 晚上喝着徒弟的酒打徒弟 而雅雅将酒壶借给你后 就闭关修炼了 这次她为了把你按在地上摩擦 净意外的非常认真 起码在这半年之内 雅雅没有出现 你也只好勉为其难地 为她保管无尽酒 至于红红还是老样子 除了修炼就是在苦情剧树下 一做就是几个时辰 了解剧情的你知道红红的心结 就是失手杀了当年就自己的小道士 本来这个心结会被东方月初解决 但现在这小子每天拔刀上万次 完全没有去走剧情 你每次都想着帮忙 可红红总是在可以地躲身 这一天 你像往常一样在苦情剧树下喝酒 突然 城墙那边传来一声巨响 巨大的火球不断地打在城墙上 红红站在城墙上低头凝视着下头 只见一气到萌的人出现 而领头的正是金面火神 荣荣担心地看着自己的姐姐 姐姐 这次来的人如何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金面火神 很强 闻言荣荣的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姐姐她是非常了解 她不喜欢说谎 弱就是弱 强就是强 很强两个字 荣荣还是第一次从姐姐的嘴里听见 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要不要我去把三等仆人喊过来 她知道姐姐是骄傲的 同时守护屠山的心比谁都要坚定 喊一个曾经她收养过的孩子来帮忙 心里的那份骄傲 可能不会让姐姐答应 屠山洪洪沉默了片刻 缓缓点头 这次一气到萌的请来的人 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很多 不像先前的小大小猫 与屠山的安危相比 她作为大当家的荣辱 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有苏浩压阵的话 也能安心 听到屠山洪洪没有直接拒绝 屠山洪洪的心里就有数了 她笑眯眯地问道 姐姐 如果三等仆人 要是击退了这些臭道时 想了想面无表情地说道 伍百两不能再多了 整个屠山的财务大权 都交在了屠山荣荣的手里 她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在屠山洪洪看来 伍百两就已经很多 哎 姐姐 你还是太善良了 荣荣我觉得三百两都多了吗 屠山荣荣捂着嘴巴 轻声笑道 第十三章 伍百两高了 此刻 双手捧着石河 正好过来送饭的东方月初 将两姐妹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都听了进去 金面火神 她不知道是谁 但看这架势 肯定也是一个厉害人物 要不然 也不会想让她师父出手 只不过屠山的大当家 屠山洪洪 竟然用区区五百两 就让她的师父去拼命 至于三当家屠山荣荣 就更过分了 金面火神 加上这些道士 就值三百两银子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所谓的吃人不涂骨头的妖怪 就是这种吧 看到屠山荣荣脸上的笑容 一股凉气 从东方月初的脚底 直冲脑门 想要跑路的心更加坚定了 不行 我必须给师父讲 让她先不要出手 要不然就亏大了 嗯 出手也可以 但得加钱 只会心疼师父的东方月初 正要火急火燎的去找苏浩 她转身一看 却发现她的师父 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身后 差点下的东方月初当场去世 冷不丁的突然发现 身后站着一个人 换了谁也受到惊吓 师父 你走路都没有声音了吗 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趁着他们没注意到 你现在快走 这里有我 师父虽然厉害 但对方人多 更有金面火神助阵 胜负难料 东方月初 当然不希望苏浩冒险 蹲蹲蹲 苏浩似乎并没有听进去 东方月初的话 眼神迷离 脸色通红 她拿着酒壶 摇摇晃晃的 走到城墙边上 斜着眼看着金面火神 淡淡的评价道 五百两 高了 金面火神的耳力极好 将城墙上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听到了 她也是一个暴脾气 顿时变得怒不可遏 哪里来的酒鬼 乳秀未干的小子 竟敢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 老夫纵横江湖的时候 你还在赶着投胎呢 这什么人啊 竟然说她五百两都不值 伤害性不高 侮辱性极大 金面火神举起手里的墓障 急速的舞动 甚至带出了道道的残影 她的双眼 就像是跳动的火炬一般 在熊熊的燃烧 巨大的火球凝聚而出 最后在金面火神的头顶 会成了一片火海 封住火势 让火海更加增加了几分威力 其中蕴含的金人灵力 无论是人或者是腰都胆寒不已 口干舌燥 仿佛浑身的血液 都要燃起来一般 灼热的气浪一面扑来 不仅将城墙上的守卫逼退 就连涂山洪洪和涂山荣荣 都有些抵挡不住 退后了树步 涂山荣荣用双手使劲地抱住柱子 避免被气浪直接吹飞 她的脸色凝重 声音在气浪中断断续续 三等仆人 只是随便录的这么一手 就掌控了全场 就像是远古的火神一般 所在之处都会化成火域 别看涂山荣荣 平时经常压榨苏浩 但在危机关头 她首先考虑的是苏浩的生命安全 尽管苏浩一身反骨 桀骜不驯 时常惹她生气 可苏浩毕竟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 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去送死 师父 为了五百两银子 不值得啊 东方月初 整个人犹如树带熊一般 直接挂在了柱子上 还不忘苦口婆心地劝道 如果打不赢 就跑路吧 师父跑了之后 也不要管我了 等师父神功大成 再为徒弟我报仇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 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也不知道东方月初从哪里学的 张嘴就是一股绿林好汉的味道 还没有开始打 就觉得苏浩会输 涂山洪洪就在苏浩的身后 她看着一步不退的那个身影 咬紧了嘴唇 面对着炙热的气浪 就算是她也不得不退 可苏浩却一力不动 一定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不禁在心里不断地质问自己 她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苏浩还是一个孩子 守护涂山本就是她的责任 和苏浩毫无关系 从苏浩的身上 涂山洪洪似乎看到了 当初那个小道士的影子 心里的恨意填满整个胸膛 又是这样 她恨自己的无能无力 恨自己居然在关键时刻退缩 还比不上一个孩子 脑海中思绪翻涌 涂山洪洪最后什么也没说 直接一跃而起 她浅绿色的毛子 已经被染上了赤红 双脚刚离地 肩膀却被一只修长白皙的手 给按了下来 重新落到了地上 你 涂山洪洪的柳梅倒树 赤红的毛子 落在苏浩那张泛红的脸上 不禁愣住了 她发现此刻的苏浩 竟然露出了罕见的 几分认真的样子 清澈的眼神 荡漾着微光 洪峰姐 这么多年来 都是你挡在我的身前 这次就换我来吧 五百两银子 可是一笔巨款啊 过后你可不能赖账 迎面的热浪 让苏浩清醒了不少 要不然这个时候 她可能会失信大发 什么天下见仙三百万 见我也虚静低眉 什么手握日月摘星辰 世间无我这般人 或者遇见成风来 除摩天地间 但苏浩觉得 这些都不适合自己 她有自己的口号 蹲蹲蹲 喝尽天下美酒 干翻所有高手 话音未落 苏浩犹如大雁一般 乘风而起 犹如蜻蜓点水般 落在了一艘楼船的桅杆上 蹲蹲蹲 五百两 你的对手是我 尽管放火过来 苏浩一只脚站在桅杆上 另外一只脚盘在大腿上 旁若无人的仰头狂逸 根本不把金面火神放在眼里 卧槽 牛皮 东方月初 在城墙上大声叫好 这才是她心中真正的剑客 即便面对强敌 也谈笑自若 独自饮酒醉 见到仕途两人一唱一鹤 金面火神气的吹胡子 瞪眼惊 死酒鬼 老夫要将你烧成飞灰 她眼中跳动的火炬更加明亮了几分 随着雄魂的灵力灌入 火海还在扩大 有种席卷整个涂山的威势 就连河流中的水都开始蒸发 第十四章 玉剑术 涂山戒备外 一顶简陋的帐篷 走出三个面黄鸡兽的人 正是虎鹤双仙 还有玉面风君三人 他们在这里等待 饱受风吹日晒 忍饥挨饿 就是为了等到东方月初身上的银子花丸 被赶出涂山 哪里知道 这一等就是半年过去 这三个也是狠人 始终不离开 结果东方月初没出来 却再次看到了苏浩 整个人都不好了 正所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如果当初不是苏浩 他们早就得手 带着这小子离开涂山 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当然 在争夺的过程中 他们三人中肯定是要死人的 要么死两个人 要么死一个人 金面火神大人 烧死他 烧死他 这小子终于有人收拾了 真是大快人心 呸 什么剑仙哥哥 不过是一个死酒鬼罢了 在城墙上 听到三人谩骂的东方月初 不由的大怒 你们这三个手下败将 还敢在这里叫嚣 等到师父收拾了那个金面火神 我亲自过来教训你们 让你们尝尝我拔剑术的厉害 练习了半年的拔剑术 天赋一禀的东方月初 已经到达了入门的最低门槛 现在有点盲目自信 觉得自己能一次打三个了 经过苏浩不断锤打的他 早已惊飞悉 玉面风君冷笑一声 也是肉体凡胎能抵挡的 有金面火神大人出手 这小子必死无疑 最后只能被烧成渣渣 不 可能连最后连渣渣都不剩了 哈哈 说着说着 玉面风君捧腹大笑了起来 听到玉面风君的一番话 两姐妹的行程到了谷底 东方月初也是面如死灰 没有人比东方月初更了解纯质扬言 因为他就是东方家族的人 他娘东方秦兰也会用纯质扬言 但威力比其金面火神施展出来的远远不如 东方月初不由的想起了 苏昊出手救下自己的情景 在屠山为苏昊搓澡的情景 苏昊锤炼他体魄的情景 还有他为苏昊带酒的情景 这些情景如走马灯般 在脑海中闪过 难道师父今天真的在劫南逃了吗 不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东方灵族能够将自己的灵力 遗传给下一代 在江湖上的人看来 东方灵族就是香波波 谁都想咬一口 玉面风君和虎鹤双仙 都是因为他是东方灵族 才出手争搏 正当东方月初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分散金面火神注意 让他投鼠忌气的时候 热浪之中 却传来苏昊清朗的声音 纯智扬言 确实厉害 但我若用出这一招 五百两 你该如何应对 屠山苏昊 请五百两 将性命暂时交付于我 这番话 让东方月初的眼里 重新燃起了希望 想起了半年前 苏昊展出的那惊艳一剑 如果用那一招的话 连隔着这么远的云层都能劈开 更何况是眼前的火海呢 他是关心则乱了 他要用那一招了吗 屠山红红的脸上 露出了罕见的期待之色 当苏昊展出那一剑时 他正在山巅练拳 没有近距离地观摩道 如今正好看看自己与苏昊的差距 究竟在什么地方 屠山荣荣也是悄然松了一口气 嘴角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我倒是差点忘了 他还有那一招 天地变色 风起云涌 那是夺天地造化的一剑 所以 那一招到底是什么 金面火神惊异不定 他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谜语人了 这世间有什么招数 能对抗他的纯智扬言 宁眉沉思了一会儿 金面火神冷笑了起来 哼 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里虚张声势 羞辱老夫的代价 你现在就好好品尝一下 其中的滋味 还是你将性命交给我吧 他伸出墓障 为着苏昊一指 刹那间 庞大的火海 全部对着苏昊倾而下 苏昊将酒壶悬挂在腰间 双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在楼船上的道士们 还在翘首以盼 等着金面火神大杀四方 今天破了这屠山城 可手里的剑 却震战起来 发出轻烈的剑鸣声 啊 我的剑 可恶 他怎么自己动了 我快拿不稳了 师兄弟们 谁来帮帮我 只要是用剑的道士 都脸色胀红的 死死握住手里的剑 然而 这并没有什么用 坚持不了多久 还是脱手而出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那些剑全部 会聚到了苏浩的面前 这还没完 就连屠山城内的剑 也飞了过来 密密麻麻的 数都数不清 死 道西凉气的声音 此起彼伏 众人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妖术 居然如此厉害 此妖术一出 谁与争锋啊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根本不敢相信 不仅道士们惊呆 就连站在城墙上的两姐妹 还有东方月初也傻眼了 这好像不是苏浩 半年前用的那一招吧 声势似乎还要大一点 聚集在这里的少说 也有上千把剑 这场面实在是太过震撼人心 苏浩用出的正式御剑术 在契机牵引之下 可以将方圆术里的剑 化为己用 众人还沉浸 其中无法自拔 金面火神却狂笑起来 哈哈 让老夫说你天真 还是傻呢 老夫的纯智扬言 可是能淬炼法宝的 你用法宝来对付老夫 简直是可笑至极 听到金面火神的声音 众人如梦初醒 重新振奋了起来 对啊 纯智扬言 可是能克制法宝的 那他用这种妖术 就相当于没有作用吗 好像是这样的 反观屠山那边 则是一片愁云惨淡 苏浩此刻的心里 也是直呼卧槽 半醉半醒的他 刚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用出来了 这就有点尴尬 不过 苏浩是不会承认的 只见苏浩嘴角微先 轻笑一声 谁说我的剑 是为了对付你的纯智扬言 直接对付 你不是更好吗 看你的火快 还是我的剑快 话音未落 苏浩一边手掐剑绝 一边从容地躲避 奔涌而来的火海 上千道剑光 转瞬极致 就像是绚烂的烟火 第十五章 大战落幕 密密麻麻的剑 将金面火神团团围住 密不透风 这些剑的速度 确实比他的火要快许多 当金面火神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了 金面火神脸上的笑容 还没有扩大 就已经完全凝固 就像是一个小丑一般 显得有些滑稽 他的额头上 更是冒出了细密的冷汗 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 将自己笼罩 等等 我认输了 请阁下手下留情 纯质扬言尽管厉害 可也无法同时对付这么多把剑 如果有一把刺中了他的要害 就万事皆休 金面火神是一个惜命的人 他不敢躲 形势急转直下 楼船上的道士们面面相去 显然没有预料到 金面火神就这样败了 刚才还吹嘘自己的 纯质扬言有多么厉害 如今看来也适中看不中用 想到自己伤的话 输得更快 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见到最强大的金面火神 都被制服了 其他的道士也无心再站下去 正准备开船跑路 苏浩的声音却再次响起 要是谁敢跑 我的飞剑就先杀谁 于是大家都不敢动了 虽然屠山不杀人 但不代表着突然冒出来的酒鬼不杀人 尤其是对方处于醉酒的状态下 将其激怒说不定就会耍酒疯 卧槽 牛皮 东方月初趴在城墙垛上 兴奋的大声喊道 为担心不已 可转瞬之间 师父就凭借一己之力转危为安 甚至让那不可一世的金面火神 都低头认输 一句话 让那些道士们更是不敢动一下 这样的情景 只有卧槽 牛皮这几个字 才能表达出他激动的心情 旁边的屠山荣荣一脸的好奇 吴董不认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样陌生的词汇 屠山荣荣还是第一次听说 东方月初随口解释了一句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说这话的时候 东方月初一脸的嘚瑟 仿佛打败金面火神是他一样 屠山荣荣认同地点了点头 看着苏浩的背影 脸色有些复杂 确实卧槽 牛皮 他的心中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当看到苏浩不顾自身安危 被屠山挺身而出时 这道墙出现了一道裂缝 尽管很小 却确实存在 当年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不知不觉 已经成长到了这般程度 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屠山荣荣的心里 产生了几分欣慰 或许是该他放手的时候了 不能总是像小孩子一样管着他 楼船的甲板上 握着木杖的金面火神 甘笑一声 小兄弟 你看我都认输了 能不能将你的剑都收一收 自己处于上风 就是死酒鬼 如今形势不利 就是小兄弟了 不得不说 金面火神剑锋使舵的本领 也是一绝 嘴上这样说着 金面火神心里却想着 等下如何拿捏这个死酒鬼 他怀里 还有一颗能短时间 暴涨腰力的赤脸腰单 等到死酒鬼收剑之后 他就立刻扶下赤脸腰单 只手将死酒鬼焚烧殆尽 连整个东方家 都被他耍得团团转 更何况眼前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等宫入屠山 大火焚成 毫毛不留 当然这些道士 看到了自己认输的丑态 也必须杀死 金面火神想着想着 嘴角不由地露出了一抹笑容 突然眼前一花 只听清脆的巴掌声 接连不断地响起 他的那张老脸 却如猪头一般肿胀了起来 这还没完 一道剑光闪过 金面火神的衣服就变成了布条 身上只留下了一条底裤 法宝 丹药 符赚什么的落了一地 包括他心心念念的赤脸腰单 金面火神猛了 含糊不清地说道 你怎么回事 我都认输了 迎接他的是 穿透胸膛的一件 雪花在金面火神的胸口绽放 带着一种欺然的美 这一件不致命 但是让金面火神身受重伤 只听苏浩振振有词地说道 谁让你笑得那么难看 简直是找打 还有 我允许你认输了吗 再说了 这打架不见血 能交打架吗 你金面火神 颤颤巍巍的伸手指着苏浩 话音未落 仰头喷出大口的鲜血 破 脑袋一歪 直挺挺地羊躺在地上 就这么晕了过去 他是被气晕的 大战之后 需要处理的事情有很多 屠山荣荣 忙着去收那些道士的银子 用他的话来说 屠山起事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总得留下点什么吧 苏浩建议不要 那么直接谈银子 这样太俗 屠山是讲规矩的地方 将这笔费用改为精神损失费 城墙维护费 战败补偿费等等 对于苏浩的建议 屠山荣荣欣然接受 甚至能够举一反三 又设置了很多可以收费的项目 道士们精心准备的法宝 丹药 福赚品质都很不错 但现在都是屠山的了 由于苏浩的出手 改变了原本的剧情 东方月初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倒不需要他假死一次 就算暴露了 也没有什么 苏浩有这个自信乎他的周全 不过精面火神的结局 却没有改变 屠山荣荣邀请了他的好姐妹 翠玉玲前来屠山 然后翠玉玲就用了 水质易卒的换血大法 将精面火神的一身 从东方老家主夺取的灵血 用翠玉玲精心调制的 唾液药水给换走 据说这种药水 能够让大量失血的人 迅速造血 可想到这里面有翠玉玲的唾液 那就很难受了 要不是苏浩知道 翠玉玲的本体是什么 很难与眼前这个温柔美丽的女子 联系在一起 由于你的手 穿透我的胸膛的经典剧情 并没有出现 东方月初的初吻是保住了 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翠玉玲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 实际上 她的腹黑和屠山荣荣 有得一拼 在精面火神离开时 还不忘调侃对方 是一个不能运用神火的火神 又将精面火神给再度气晕 哦 差点忘了 屠山荣荣是翠玉玲的徒弟 那没事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嗨嗨 好像用在这里不太合适 这种话苏浩只能心里想想 希望她喝醉的时候 不要说漏嘴了 第十六章 一战成名 小苏浩 好久没见 有没有想姐姐 蹲蹲蹲 讨厌 你怎么不搭理姐姐了 蹲蹲蹲 哼 你这个没良心的小臭酒鬼 要不然 我们打一下 调戏失败 翠玉玲气的不行 又无可奈何 谁让她打不过苏浩呢 只能去找她的好姐妹 屠山哄哄聊天了 一气道蒙声势浩大的讨伐屠山 又有成名已久的金面火神助阵 最终还是败了 这个消息传回道蒙 引起一片哗然 众人大受震撼 依然不敢相信 金面火神是谁 在巅峰时期 那可是能与王权霸业争锋的人物 整个修道界传说般的存在 一手纯智扬言 用的是出神入化 据说金面火神出道以来 未尝一败 死在她手下的妖怪 不计其数 可以算得上顶尖高手 虽说最近几年隐居了起来 没有了什么动静 但江湖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传说 居然会在屠山折起沉沙 甚至变成了一介废人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难道屠山妖妇 已经厉害到如此程度了吗 一时之间 修道界人人自危 都怕屠山妖妇的反扑 那将是一场 席卷整个人类疆域的灾难 道蒙为此还紧急调派高手 前往屠山与人类疆域的边界作阵 逃回去的道士们 为了掩盖自己无能的事实 都在鼓吹苏浩的厉害 当金面火神大人凝聚一片火海 将要吞没整个屠山时 那个男人出现了 他很是年轻 看模样 不过二十岁出头 遇见乘风而来 一句喝尽天下美酒 单番所有高手 可谓是猖狂至极 金面火神大人看对方年轻 本不愿以大欺小 但对方实在是太过嚣张 居然说金面火神大人 甚至值不了五百两银子 这换了谁也不能忍啊 于是金面火神大人悍然出手 这小子竟会一种妖术 能够聚集周围的剑化为己用 我等尽管有心奋力拼杀 可手中无剑 屠乎奈何 最后靠着自身灵力 与屠山妖妇血战三天三夜 最终寡不敌众才黯然撤退 本来是他们主动投降 将一身的东西尽数赔偿 却说成经过了一番血战 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佩服不已 一些热血上头的小年轻 更是一份填膺 甚至提出要参加下一次 讨伐屠山的队伍 为金面火神前辈报仇血恨 在道士们的讲述中 大家自动将苏浩脑补成了嚣张跋扈 穷凶恶极之人 纷纷破口大骂 身为人族 却与屠山妖妇混在一起 真是不当人子 我等耻鱼为伍 他简直是人族的败类 如果有朝一日 我遇见此人 必定手刃起狗头 此子绝不能留 哎 道消魔掌 这天地何时才能安宁 魔头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魔头 一个剑魔 我被修饰 当以除魔味道为己任 诸位谁与我同去 我去 我也去 算我一个 哈哈 无道不孤也 屠山有一个绝世剑魔的消息 不禁而走 众人都想斩下剑魔的狗头 从而扬名立万 一时之间 八方风云齐聚屠山 关于剑魔的故事被改编后 变成了酒楼茶馆 说书人的谈资 越传越离谱 有人说他三头六臂 喜欢生吃人肉 有人说他有一把银血剑 每日必须屠路上千人 吸取精血 用于练邪功 还有的人 说他修炼的妖术十分可怕 一个眼神就可以杀人 达到了小儿夜题 听闻剑魔之名 就会止声的程度 南国黄都 年迈的欢都晴天坐在王位上 低头看着一份奏报 上面是关于精炼火神 围攻屠山的消息 喝尽天下美酒 赶翻所有高手 屠山的这个剑魔 真是好大的口气 我年轻的时候 都不敢像他这么吹 旁边的公主欢都洛兰笑嘻嘻地说道 口气是大了点 但他有这个本事啊 精炼火神这么厉害的人物 都被他打败了 但在我心里 父皇才是最厉害的 欢都晴天哈哈大笑 一脸宠溺地看着自己的掌上明珠 你呀 就会哄我开心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比我厉害的 肯定是有的 随后 欢都晴天冷哼一声 不过最近人族的盗盟 是越来越过分了 竟然屡次攻击妖族 前段时间 屠山那边的屠山融融提出的 成立妖盟的事情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但这妖盟的盟主之位 得先谈好有谁来做 欢都洛兰听闻 不由得眼前一亮 父皇 这次让我去吧 我还没有去过屠山呢 听说屠山那边 有一棵苦情巨树 很是奇异 人和妖 只要在树下许愿 就能转世续元 我还想看看 剑魔是不是真的长得三头六臂 这 欢都晴天一脸的为难之色 从南国到屠山 路途遥远 其中要穿过人族的疆域 他担心自己的女儿 半路上出事 好不好吗 父皇 见到欢都晴天犹豫不决 他的胳膊开始撒娇 欢都晴天最受不了的 就是这一套 连声答应 好好好 但这次让五毒太保 和你一起去 北进玉妖国 高大魁梧的石宽 盘腿坐在一个宫殿门口 仿佛雕塑一般 一动不动 这一座宫殿 是玉妖国公主以前的寝宫 自从玉妖国公主死去后 不管风吹雨打 石宽都坐在这里 就像是以前一样 作为公主的护卫 时刻护卫着公主 除非发生什么大事 否则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他的面前同样放着 关于金面火神围攻屠山的消息 梁九石宽缓缓缓开口 有趣 西西域 老沙皇坐在宫殿门口 呆呆地望着远方 不禁叹了一口气 我儿啊 你现在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屠山又出了一个厉害人物 连金面火神都摆在他的手里 恐怕拥有比肩大妖皇的实力 现在人妖两族视同水火 我们西西域 没有你作证 真的不行啊 话音未落 就看见几个沙狐族美女 阴阴厌厌地围了上来 皇上 你在这里叹什么气啊 不如我们陪皇上玩玩解闷吧 嘿嘿 好好好 老沙皇顿时没开眼笑 将刚才的忧虑抛到脑后 在数位沙狐族美女的簇拥下 老沙皇进入了宫殿里 有这个时间 在这里等着范云飞归来 还不如抓紧练一个小后 万一能起来呢 建模之名 自此传遍四方 第十七章 红红姐 我不是那种人 蹲蹲蹲 丁 宿主持续喝酒 体质加三 丁 宿主持续喝酒 剑计加三 丁 宿主持续喝酒 灵力加三 丁 恭喜宿主突破到剑宗二重 苦情据述下 苏昊抱着酒坛子 仰头狂饮 脑海中不断地响起系统的提示音 不知不觉已经突破到剑宗二重了 苏昊不禁在心里感叹 岁月是一种推进器 让他的级别越来越高 每一个大境界都分为九重 就是九个小境界 越到后面 提升一个小境界 所需的灵力就越多 升级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苏昊有些怀念 自己还是见识的那些日子 三天两头 就突破一个小境界 就问你惊不惊喜 旁边的东方月初 低眉顺眼 头上两根长长的呆毛 随风摇摆 一脸的讨好 师父 今天的酒怎么样 他搓了搓小手 很是期待地问道 还可以 苏昊点了点头 对徒弟的孝心表示了认同 见到苏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 东方月初犹豫了一会儿 突然咬牙说道 师父 其实我隐瞒了一件事情 关于我身份 其实东方月初 早就想给苏昊讲清楚了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趁着苏昊现在还清醒 甚至有点小开心 就想说出自己 小心翼翼隐藏的秘密 对于东方月初来说 将这个秘密告诉苏昊 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一般人知道这个秘密后 就会不顾一切地来抓他 就像是虎鹤双仙 和玉面风君一样 即便是风餐露宿 也在屠山外面 等了他足足半年 要不是金面火神来袭 东方月初都怀疑这三个 会不会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直到生命的尽头 苏昊摆了摆手 打断了东方月初的话 我知道 你不就是东方灵族的人吗 这么屁大点事 不用和我说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都是我徒弟 以后我照着你 蹲蹲蹲 在苏昊的眼里 东方灵族算个傻啊 还不如一谈美酒 东方月初一愣 心里突然有一股暖流喷涌而出 感动来得太快 就像山崩地裂 原来师父什么都知道 可却什么都不说 明知将他留在身边有危险 还答应收他为徒 无条件地信任自己 还将自己压箱底的拔剑术 倾囊传授给他 在东方月初的认知里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苏昊使用过拔剑术 就理所当然地觉得 这就是苏昊压箱底的绝招 只有这种绝招 才不会轻易地用出来 实际上是由于苏昊懒的拔剑而已 再说了 他的小木剑也没有剑锹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给苏昊的童年 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 当然 东方月初不问 苏昊也不打算说 此刻东方月初觉得 除了爹娘以外 师父就是对他最好的人了 想到与师父相处的点点滴滴 东方月初的眼眶不仅有些湿润 偷偷转过 被抹了抹眼角 不愿让苏昊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擦干眼泪后 他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东方月初是一个乐观派 总能很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 要不然 早就被仇恨蒙蔽了心智 师父 我们什么时候跑路啊 我听从外面回来的狐妖姐姐说 现在师父的名声大噪 尽管师父没有正式出山 可江湖上却流传着关于师父的传说 现在外面乱得很 乱世出英雄 这正是我们师徒大展拳脚的最好时机 东方月初从来没有放弃过跑路的想法 说着还掏出了一张自制的地图 好家伙 连路线都摸清了 东方月初带来的小包裹里 有着父母的牌位 一心想着找个风水宝地立下一关种 涂山第一个就被他排除在外 这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更何况将衣冠种立在这里了 当东方月初提出跑路的计划后 苏浩听得一个头两个大 他说了很多次 自己并没有跑路的想法 可东方月初却依然固执地劝说 是这里的饭菜不香吗 香 是这里的狐妖小姐姐不漂亮吗 漂亮 是今天的拔剑任务已经完成了吗 还没有 那还不赶紧去 哦 好不容易打发了东方月初这个小子 涂山红红手里提着一坛酒就来了 我知道你喜欢喝酒 就从蓉蓉那里给你带了一坛 涂山红红那清冷的声音响起的时候 本来还眼神迷离的苏浩瞬间清醒 腰身崩直 看着静静站在眼前的涂山红红 那双浅绿色的眼眸带着几分清亮 清风徐来 撩起他的发丝 似乎吹散了他身上的冷漠 多了几分柔和 刹那间苏浩愣住了 什么情况 红红姐 居然主动给他带酒喝 莫不是自己还在做梦 以前看到他喝酒 不打他一顿都算是好的了 苏浩有些牙疼 不知道红红姐什么时候到的 刚才东方月初喊他跑路的事情 有没有被听到 他想着要不要表明一下 自己绝对没有跑路的意思 涂山红红从不欠人恩情 这次你护卫涂山有功 说吧 除了那五百两银子外 你还想要什么 涂山红红坐在苏浩的身旁 将酒坛放下 他伸出手臂 似乎想要像小时候一样 轻轻抚摸苏浩的头 但最后还是停在了半空中 若无其事地收了回去 见到涂山红红的神情 苏浩感觉他是认真的 红红姐 不是你这样聊天的 你这么一聊 直接将天给聊死了 难道我苏浩 在你眼里 竟是那种邪恩图报的人吗 苏浩也放下了酒坛子 一脸真诚地说道 红红姐 我生是涂山的人 死是涂山的鬼 这辈子 我都不会离开涂山 为涂山出力 是我应该做的 不求什么回报 泛红的俊美脸旁 倒映在涂山红红 那双浅绿色的毛子里 涂山红红愣住了 显然没想到苏浩会这么说 他望向苏浩的眼神中 带着几分异样 微微垂眸 偏着头 不再去看苏浩 正要开口说点什么 苏浩却补充了一句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将我的债务全免了 第十八章 荣荣姐 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原本温馨的气氛 瞬间变得胶着了起来 涂山红红面 无表情地看着苏浩 让苏浩有些心虚 其实除了免除债务外 苏浩还想在涂山 拥有喝酒不给钱的特权 唉 这种半醉半醒的状态 就是有一点不好 连说真心话 都只能说一半 下一刻 涂山红红那清雅淡漠的声音 传入苏浩的耳中 那是你和荣荣的事情 我管不着 我欠你一个要求 你可以随时向我提出来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都会帮你办到 他缓缓起身 似乎不愿在这里久待 临走时还说道 对了 荣荣说 你平时在涂山闲的不行 荣荣让我帮你找一个活干 以后你就负责盯着牙牙 让他努力修炼 以后少在涂山惹是生非 啊 苏浩目瞪口呆 手里的酒坛都框当落地 要他去管那个暴躁罗里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那不得一天打他三顿 苏浩连酒都没心情喝了 立刻去找涂山荣荣 表示自己不想接这种活 谁知道涂山荣荣开了一个 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你负责盯着姐姐的期间 涂山的酒水免费 还有 你的徒弟东方月初 可以不用干活 你们三个可以一起修行 苏浩一听那挺好 连忙拍着胸脯说道 我可以盯着牙牙姐 直到天荒地牢也没问题 酒水免费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想为涂山 培养出一位高手 为涂山做贡献 将愚蠢的牙牙姐一手带大 那不至于涂山荣荣摆了白手 他很了解苏浩 知道苏浩无法拒绝这个条件 可苏浩干脆利落地答应 还是让涂山荣荣有些意外 其实涂山荣荣不太明白 为何红红姐要让苏浩 去监督牙牙姐的修行 这不是将两个大魔王 凑一块去了吗 整个涂山 还不得被弄得天翻地覆 或许姐姐这样做 有她的道理吧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涂山牙牙 还不知道这一切 几日后 她出关了 刚刚出来 涂山牙牙就双手插腰 仰天长笑 哈哈 我终于练成寒冰妖气了 坏家伙 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 将你动成人形冰棍 一百遍啊 一百遍 修炼半年后 涂山牙牙破关出 并修炼出了寒冰妖气 当日向苏浩发出挑战 寒冰妖气还没用出 就被苏浩夹在割枝窝下 一起逛了半个涂山城 大王叫我来寻杀 浪里个浪 喝得醉醺醺的苏浩 引含高歌 那叫一个大声 路过的大部分妖怪 都见证了这一幕 涂山牙牙则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全程低着脑袋 就怕被别的妖怪认出来 咫尺而后涌 从那以后 涂山牙牙成为了全涂山 除了涂山红红以外 修炼最勤快的妖怪 藏书阁的一个房间内 苏浩阳躺在桌子上 左手拿着无尽酒壶 右手拿着从涂山茸茸那里取来的美酒 左一口 右一口 喝得不亦乐乎 无尽酒壶里的酒 尽管含有充沛的灵力 但是喝来喝去都是一个味道 就像是甜食吃多了 也会腻味 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快速的提高实力 还得喝各种不同的美酒 口感越好 品质越高 所带来的效果就越好 这是苏浩多年来 亲身实践出的经验 以前他没有选择 涂山茸茸拿给他什么酒 就喝什么酒 回头记账上 现在他拥有了免费喝酒的特权 当然是专门挑贵的喝了 傻子才喝便宜的 这是常识 越贵的酒越好 当苏浩这么做之后 修炼速度果然有明显的提高 既然如此 他丝毫没有替涂山茸茸省钱的打算 上次人族大举进犯 落败后 给涂山茸茸贡献了大量的钱财 那几天 涂山茸茸脸上的笑容 就没有消失过 苏浩问他 具体倒了多少 他却笑而不语 当谜语人是吧 人与狐狸最基本的信任呢 他又不要涂山茸茸的钱 气得苏浩当着涂山茸茸的面 喝了一坛最贵的酒 后面的事情 苏浩不记得了 只是第二天没看到涂山茸茸 像往常一样 给小狐狸们讲课 据说是身体不适 苏浩还好心好意的去看他 却被拒之门外 得了 一片好心全当驴肝肺了 龙类的酒香 在整个房间内弥漫 甚至有些刺鼻 苏浩微眯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一人一胡 轻声说道 等一下还有半个时辰 就要考试了 你们抓紧点时间 今天的最后一名 就去给我洗衣服 哦 还我放了好几天的臭袜子 也一并洗了 他不洗衣服 绝不是因为苏浩懒 而是要激发两个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 高高堆起的书后面 东方月初和涂山芽芽 正在埋头苦读 奋笔集书 偶尔抬起头对视一眼 有无形的火花在碰撞 自从涂山芽芽 也加入修炼之后 东方月初 就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 迫使他更加的努力学习 以前师父 只有他一个徒弟 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可突然来了一个 跟他争宠 还是揍过他的涂山芽芽 瞬间压力就大了 东方月初那不服输的倔强 也完全被激发了出来 在这里的书籍种类繁多 浩如烟海 包含了人间界 还有妖界的各种知识 沉浸在其中的东方月初 就像是一块海绵般 在疯狂的吸收 作为东方邻族 他的血液中含有灵力 能在这样高强度的学习下支撑住 加上东方月初天赋也不错 学起来倒是很快 涂山芽芽被苏浩教训了一顿后 就哭着喊着去找涂山洪洪 希望姐姐为她做主 结果涂山洪洪闭关修炼了 这让涂山芽芽失望不已 然后涂山芽芽突然出现 告诉她以后要听苏浩的话 苏浩将监督她的修行 本来就失望的她 像是被晴天霹雳里击中 整只狐狸都完全傻掉 凭什么啊 三等仆人居然反过来 监督她这个二当家的了 还有没有规矩 她坚决不听 并放出狠话 我涂山芽芽铁骨蒸蒸 今天就算是被打死在这里 都绝不屈服于坏家伙的盈威 涂山荣荣轻飘飘的一句 一切都是姐姐的安排 就让涂山芽芽哭口无言 顿时熄火 天大地大 姐姐最大 她怂了 第十九章 师父 这些题我不会做啊 涂山芽芽可以为了姐姐 暂时收起那一身蒸蒸铁骨 屈服于苏浩的盈威下 尽管她平日里行事肆无忌惮 对于涂山洪洪的话 还是要听的 只是想到自己 刚刚惨败于苏浩的搁之窝下 连寒冰妖气都来得及用出来 转瞬间 还要忍气吞声的听苏浩的话 心里顿时难受的不行 别看涂山芽芽 先在表面上听话 乖乖地坐在这里学习 但心里憋着一股劲呢 想着终有一天 要将苏浩打败 将苏浩按在地上摩擦 用小脚丫 狠狠地踹苏浩的屁股 让苏浩也尝尝 被夹在搁之窝 寻游半个涂山城 是什么滋味 想到苏浩苦苦求饶的样子 涂山芽芽不由地笑出了声音 嘿嘿嘿 你笑什么呢 东方月初皱着眉毛问道 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悦 涂山芽芽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乃凶乃凶的 关你屁事 东方月初就不服了 你笑那么大声 干扰我学习 还这么理智气壮 涂山芽芽双手插腰 斜眼看着东方月初 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那个坏家伙 欺负自己就算了 毕竟她打不过 而且姐姐还要求她要听话 但对待身边这个小豆丁 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她坚信一条真理 那就是拳头大的 才有资格做主 就像姐姐一样 弱小的 只能沦为被欺辱的一方 是又如何 东方月初挺直腰板 仰起下巴 一脸的傲然 苦练拔剑术的她 自我感觉良好 已经不将涂山芽芽放在眼里 像她这种小狐狸 一剑可斩之 来啊 你过来啊 我就不过来 有本事你咬我啊 东方月初对涂山芽芽 做了一个鬼脸 将涂山芽芽气得够呛 只是碍于苏浩在这里 不好对东方月初动手 看到东方月初 和涂山芽芽斗嘴 苏浩顿时乐了 她并没有插话 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觉得每天的乐子 又增加了不少 其实 苏浩原先也是一个好学生 当初漂流到涂山 被善良的狐妖小姐姐救起 她就从小立志 要努力学习 长大后 为涂山的建设做贡献 但后来系统出现 让苏浩改变了想法 学文在乱世中 是救不了涂山的 于是她气闻喝酒 也劝不住 要不然今天 她也是一个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人物 放眼整个涂山 涂山芽芽 可谓是学识最晕博的狐狸 苏浩原称之为 行走的百科全书 如果不喝酒 专心研究的话 她大概能成为 像涂山芽芽一样的存在 嗯 大概是智囊二号 涂山狐妖背后的男人 但是 现在学也不晚 剑宗的精神力极其强大 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只要用眼睛扫一遍 就能记住 嘎吱 房门推开 脆发的涂山芽芽 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学得怎么样啊 刚才想到涂山芽芽 她就来了 还真是挺巧的 不过苏浩一点也不意外 这是涂山芽芽来查房了 除了检查涂山芽芽的 学习进度外 也是监督苏浩 有没有再认真完成 涂山红红交代的任务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她会收回苏浩 免费喝酒的权利 见到涂山芽芽来了 东方月初和涂山芽芽 也不斗嘴了 冷哼一声 同时偏过头去 苏浩从桌子上翻身坐起 手里拿着一张纸 递到涂山芽芽的面前 芽芽姐 你来得正好 我出了一套考题 想让你看看 哦 我看看 你出的都是些什么题 涂山芽芽露出饶有兴趣之色 她没有想到 像苏浩这样的酒鬼 也会出题 涂山芽芽拿起纸张一看 上面歪歪扭扭的字 宛如狗爬一般 让涂山芽芽的眉头微皱 但并没有多说什么 大概是苏浩合在了后写的 如果是清醒的状态 她的字绝不会这么难看 她只能努力的睁大眼睛去辨认 不禁念了出来 当续元的人邀双方 同时遇到危险 你会选择先救谁 要求保障续元双方的安全 如果续元的人爱上了别的人 你会怎么办 在不伤害续元双方的情况下 完成任务 如何让更多的人和妖 来到苦情巨树 进行转世续元 请列举至少十种方法 看了考题后 涂山芽芽半赏无语 你出的都是些什么题 她觉得里面的题 对于涂山芽芽 和东方月初这个年龄段来说 都有些超纲了 甚至还有一些 还涉及到了她的知识盲区 一般是高阶红线线 才会遇到的情况 当然本身的题目就已经有难度 后面的那些要求 更是将难度成倍的提升 通俗来说 就是她也不会做 涂山荣荣怀疑苏浩 是存心不让两个通过这次考试 这次苏浩难得正经了一次 当然是实战型的 别看这些题目看着很难 但实际上确实也很难 但是 我想通过这次考试 磨一磨学生的傲气 让学生明白 红线线不是那么好做的 要是有时间的话 荣荣姐也可以尝试一下 留在这里做这些题目 本来涂山荣荣还想继续劝说的 听了苏浩喊她做这些题 毫不犹豫地扭头就走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就不耽误你们了 在涂山荣荣走后 苏浩笑着将两份试题 摆在了涂山芽芽和东方月初的面前 涂山芽芽和东方月初都是摩拳擦掌 准备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 可看到第一道题目都傻眼了 师父 这些题我不会做呀 东方月初哭丧着一张脸 涂山芽芽的目光呆滞 口里喃喃自语 怎么会这么难 怎么会这么难 我以前学的怎么都用不上了 这是人能想出来的题目吗 苏浩呵呵一笑 你们不会做 关我苏浩什么事 到时就收卷 结果东方月初和涂山芽芽 在那里抓耳挠塞 等到时间到了 一道题也没做得出来 深受打击的东方月初和涂山芽芽 最后精神恍惚的 为苏浩洗完了衣服 第二十章 来自荣荣姐的提醒 上午是学习关于红线线的文化知识 下午是提升自身实力 免得以后出去任务完不成 还把自己丢在外面了 毕竟现在的人妖关系是很紧张的 这年头业务不好做 苏浩决定先从最基础的站姿开始训练 出去做任务的时候 都不是单打独斗的 讲究团队配合 绿油油的草地上 涂山芽芽和东方月初站的笔直 就像是一个标枪一般 目不斜视 一动不动 一张小脸绷得老紧 不站直不行啊 苏浩的手里拿着小皮鞭呢 如果谁的站姿不标准 就会拿出小皮鞭抽打 不知道小皮鞭上涂抹了什么 抽在身上 那叫一个痛 刚开始好动的涂山芽芽 根本就站不住 扭来扭去的 像是在跳秧的 红红姐将涂山芽芽 交到苏浩的手上 这是对苏浩的信任 苏浩当然不能惯着她 刷刷刷 几皮鞭下来 就多了几条青子的鞭痕 即便是以她的体质 都扛不住这种鞭打 疼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从小到大 她就没吃过这样的苦 气得她两眼发黑 不过尝到苦头后 涂山芽芽就不敢再动 她在心里不断的默念 五百年河西 五百年河东 末期狐利若 不是不报 收尾的 这个仇 她涂山芽芽记下了 至于东方月初 已经被苏浩调教了半年 早就习惯 每天晚上的体魄锤炼 比这个的强度 可要高得多了 看到涂山芽芽 这个凶乐的狐狸被惩治 心里别提多开心 她甚至控制不住的 笑出了鹅叫声 然后结结实实的 挨了苏浩一鞭子 可东方月初觉得直了 那叫一个扬眉吐妾 喝得醉醺醺的苏浩 摇头晃脑的 在一人一壶面前说道 打仗听指挥 挨打要立正 你们记住了吗 这什么跟什么 涂山芽芽 听得一头的雾水 完全不明所以 她是来修行的 不是来挨打的 还有现在有什么仗可以打吗 现在那些臭道士 全被你一个人打跑了好吗 破关出挑战苏浩失败后 从其他狐狸的口中 涂山芽芽得知了道蒙 大举进攻涂山 然后苏浩击败了 金面火神的事情 其实涂山芽芽的心里 还是挺感激苏浩的 但她就是不说 感谢和修行是两码事 不能混为一谈 她现在一天想着 如何将苏浩 动成人形兵棍 在涂山芽芽 思绪翻涌的时候 东方月初却已经中气十足的大声回应 明白 师父 听从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挨打立正 她的声音 虽然带着一些青涩和稚嫩 但是却坚定不移 嗯 苏浩满意的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还在发呆的涂山芽芽 见到苏浩看过来 涂山芽芽也连忙说道 好的 坏家伙 她觉得苏浩是在耍酒风 但是没有证据 嗯 苏浩的眉头一挑 好的 苏老师 还有呢 苏浩并不打算这样放过她 涂山芽芽满腔悲愤的喊了出来 听从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 挨打立正 战了三个时辰之后 涂山芽芽和东方月初都是头晕目眩 有些支撑不住 心想也该休息了吧 腿都骂了 谁知苏浩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了两个碗 在涂山芽芽和东方月初的头顶上 各放了一个 这什么操作 心态直接蹦了呀 涂山芽芽和东方月初一脸的猛逼 蹲蹲蹲 要是晚掉了 你们两个今天都不许吃饭 再战三个时辰 说完之后 苏浩也不管涂山芽芽和东方月初的反应 自顾自的到旁边喝酒去了 有狐狸将苏浩训练的情景给涂山芽芽汇报 就连涂山芽芽也不明所以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训练方式 想了一下 还是说道 等他训练结束后 喊他过来一次 我有事要说 眼看夜幕降临 苏浩才姗姗来迟 摇摇晃晃的走到了涂山芽芽这里 你的训练方法都是从哪来的 刚见到苏浩 涂山芽芽就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苏浩靠在房间内的柱子上 眼神迷离 我做事 你少板 涂山芽芽 他不知道当初的决定到底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但此刻见到苏浩一脸欠揍的样子 他真的想不顾一切的出手 可理智还是压过了感性 平常心 平常心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最近道蒙的高手 齐聚在涂山边界 好像是为你而来的 还有不少的探子混了进来 你最好小心一点 现在姐姐闭关 我平时又忙 顾不了那么多 苏浩击败金面火神所造成的影响 比涂山荣荣想象的要大很多 江湖上都在流传 苏浩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剑魔 说苏浩是人渣 是败类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那群修道人士 打着除魔味道的幌子 都想趁机踩着苏浩扬名 还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小年轻 也来凑热闹 聚集在涂山周围的 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明目张胆的 踏入涂山的势力范围 都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 苏浩一个人的威慑力 再加上姐姐 确实很强大 南国那边 谈祖建妖蒙的使者团也快到了 据说是南国的公主亲自领队 这也是一件大事 甚至是关乎妖族存亡的大事 长久以来 妖族各自为战 谁也不负谁 被道蒙逐个击破 损失惨重 所以祖建妖蒙 就显得迫在眉睫 涂山荣荣这些天 是真的忙得不行 就算是他 也感到焦头烂额 特意将苏浩喊来 就是希望他低调一点 不要再弄什么幺蛾子 苏浩豪迈一笑 正好 来一个打一个 来两个打一双 我苏浩的小木剑 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 没有人能从我手底下 全身而退 好吧 看来最久的苏浩 并没有听进去狐狸说的话 荣荣姐 还有什么事吗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如果有砍人的活 随时喊我 这一天不打架 就浑身不得尽 涂山荣荣无奈地挥了挥手 走吧 等有事在喊你 他跟一个酒鬼商量什么呢 越商量越来气 第二十一章 吹牛谁不会啊 距离涂山戒碑几里之外 有一个涂山镇 这个镇子不大 里面也就住着几百户人家 由于地处偏僻 方圆数十里 也只有这么一个镇子 平时来往这里的人很少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 只是最近几天 却有着不少的人进入这里 说是要为民除害 小镇的人都不明 所以 想着现在的生活挺和平的 哪里有什么祸害 尽管这里靠近涂山 妖怪众多 可涂山的那位大当家 却有一个规矩 就是不允许涂山的妖怪 去骚扰百姓 所以这么多年来 一直相安无事 小镇的人不明白 祸害到底是谁 但大家都识去的 没有多问 反正这些道爷 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惹不起 惹不起 这里的民风 还是挺淳朴的 住户们都不想招惹是非 全镇就只有一家客栈 名为来福客栈 此刻 在客栈内外 密密麻麻的 全都是人 就跟集市一样热闹 各种声音掺杂在一起 不绝于耳 掌柜的 还有没有客房 没有了 一间都没有了 我可以加钱 各位道爷 不是钱的问题 实在是刻满了没办法呀 头发稀疏的掌柜 面对眼前一群的道士 小心翼翼的说道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刚开始的时候 掌柜见到这么多人住店 心里还挺高兴的 这偏僻的地方 能有这么红火的生意 实属难得 后来眼瞧着人越来越多 掌柜就觉得不对劲了 每天都有人来问 还有没有客房 同样的回答 他说了无数次 有些脾气暴躁的道士 常常因为没有客房 而大发雷霆 现在莫说是客房了 就连柴房都住进了人 掌柜时刻担心着 这些道爷一生气 把自己给打了 他这身子骨 哪里进得住折腾啊 那怎么办 我们堂堂道蒙弟子 就这样露宿街头吗 大家都是来除谋味道的 睡在街头像什么话 可图山附近方圆石里 就这一个小镇啊 道士们吵吵闹闹的 脸色有些难看 这些进入小镇的 基本上都是修道界的道士 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要是被人看到露宿街头 这脸面往哪里放 别看聚集在这里的人这么多 实际上 现在来的基本都是凑热闹的 那些真正的高手 都还没有赶到 高手都是有格调的 不屑与道横低下的人在一起 总是独来独往 真心想挑战苏浩的高手 不会住客栈 直接就奔着屠山就去了 很多人千里迢迢赶来 就是为了看看传说中的剑魔 到底长什么样子 只是作为见证者 也足以让他们吹嘘很久 你们看 是玉面风君来了 还有虎鹤双线 听说几位与那剑魔交过手 不知那剑魔的实力到底如何啊 人群自动分离 让出一条道来 有人高声问道 坐在轮椅上的玉面风君 拿着白雨扇 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比起先前面黄鸡兽的样子 现在他的脉象就要好看多了 像是一个卓士家公子 在众多的道士中 异常的显眼 剑魔的实力当然是很强的 要不然金面火神也不会败 在下当时与剑魔交手上百招 可惜最后以一招之差落败 如今再来屠山 若有机会 倒是想再与那剑魔战上一场 谈起与剑魔交战的情景 玉面风君眼里似有回忆之色 唏嘘不已 其他人都竖起耳朵听着 不由地大声称赞 不愧是玉面风君大人 竟然能与那剑魔交手上百招 这次来屠山果然没有白来 能见到玉面风君这般人物 实在是生平幸事 哈哈 这次有玉面风君在 我等也能安心了 虎鹤霜先听闻玉面风君这么能吹 都不由地撇了撇嘴 当时你都哭着喊着剑仙哥哥了 被别人扇了好几个大鼻兜子 一脚踹翻在地 还交手上百招 以一招落败 也不怕把牛皮吹破 呸 不要脸 他们之所以再来屠山 还是对东方跃出这个东方灵族念念不忘 这样的宝贝 值得冒生命的危险 想着有人牵制屠山的高手 准备浑水摸鱼来着 尽管以前对苏浩心怀怨恨 可见是到苏浩击败金面火神之后 那点怨恨也就烟消云散了 不是不恨 是不敢恨 当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大 恨就变成了敬畏和恐惧 随手一招 就是上千把剑 就问你怕不怕 虎鹤双仙 也说说你们与剑魔交手的经历吧 让大家都吸取一下经验 你们是如何从剑魔手下 全身而退的 让大家也好有一个防备 有一部分人走过来 围着虎鹤双仙问道 虎鹤双仙不由得挺直几倍 一脸的傲然 剑魔虽然厉害 但我们兄弟两个也不是吃素的 我们掌握了一门极其强大的合击剂 能让招式的威力成倍增加 那日剑魔无端想去我们两人性命 合击剂一出 剑魔大惊不得不暂避锋芒 两人脸不红气不喘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显然不是临时发挥 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死 众人听闻道吸一口凉气 究竟是怎样的合击剂 既然能让那剑魔都忌惮三分 不得不退 两位大侠 可否让我们见识一下 这招的威力 看来这次要对付剑魔 还得仰仗两位大侠了 从直呼名号到口称大侠 有时只是几句话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 剑魔是杀人如麻的 与之交手肯定不会留下活口 除非是本人的实力强劲 否则难逃独守 玉面风君见到自己的风头 被虎鹤双仙抢走了大半 嘴角不禁微微抽出了起来 这两货怎么比自己还能吹呢 什么合击剑 还没交手 你们就被吓得屁滚尿流了好吗 好歹他还接了剑魔一招 尽管没接住 玉面风君与虎鹤双仙 隔空对视一眼 大家都默契的没有揭穿 这个时候揭穿 相当于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东方月初是东方邻族的秘密 若是万不得已 不会泄露出去 如果大家都知道了 来屠山的人怕是会更多 第二十二章 密探小五 来福克站内 聊着聊着 大家越聊越嗨 很快就上头了 浑身热血沸腾 激动不已 跟打了鸡血一样 既然有玉面风君 和虎鹤双仙这样高手作证 我想我们也不必再等待 嗯 道蒙的其他高手 一时半会儿还赶不到这里来 我们人多 索性就杀上屠山 斩了剑魔的狗头 为民除害 除魔味道就在今日 道友们可不要藏桌 大干一场 听到这些人起哄 虎鹤双仙和玉面风君脸都下白了 心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想法 要送死你们去 不要连累我们 这次过来 只想将东方越出抢走而已 可嗨嗨 虎仙倾咳一声 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我们兄弟两人身体不适 今日就不去了 等改日再去 会昏那剑魔 旁边的鹤仙也配合着咳嗽几下 你们先聊着 我们先回房间调养身体 还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虎鹤双仙就上楼了 整个客栈突然都安静了下来 没过多久 又有人高呼 没关系 我们还有玉面风君 话音未落 只听玉面风君缓缓开口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虎鹤双仙以身体不是为理由拒绝了 玉面风君又说要从长计议 见到没有人带头去 大家也就不说了 谁也没有傻到会做这个出头鸟 为了杨明丢掉性命 不值得 谁也没有注意到 混在人群中 一个年轻的女子突然消失 她离开了小镇后 急速地往屠山的方向赶去 半个时辰后 就到了屠山藏书阁 年轻的女子身上光滑闪动 原本样貌平平无奇的她 变成了一个身材性感 容貌妩媚的咪咪眼狐妖 她直接找到屠山荣荣汇报情况 将刚才在客栈里所听到的 一字不落地说了出来 虎鹤双仙 玉面风君 这些可都是我们屠山的熟客了吗 屠山荣荣微眯着眼睛 嘴角微仙 如果来的都是这种货色 可对付不了三等仆人 看来道蒙真正的高手还没有到 想清楚这一点后 屠山荣荣轻松了许多 像虎鹤双仙和玉面风君 这种歪瓜裂枣 是影响不了大局的 眼看祖建妖蒙的关键会谈在即 这个时候以吻为主 屠山荣荣不想再看到什么乱子 至于那些在屠山镇的道士们 就先让他们再蹦打几天 等回过头来再收拾他们 记忆已定 屠山荣荣看着眼前的狐妖笑着说道 小五 你继续回去潜伏 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立刻回遍 是 身形一动 刚才那个咪咪眼狐妖 已经从原地消失 在屠山荣荣的座下 一共有十二个咪咪眼狐妖 没有名字 只有编号 从一直到十二 全部精通易容 而且懂得暗杀之术 是屠山暗月守卫中 最精锐的组成部分 屠山镇距离屠山不过极力远 而且这么多 道士一起进入其中 是瞒不住的 早就派出精英狐妖 潜伏在屠山镇中 调查那些道士的来意 脆发的屠山荣荣 看着窗外 低声自语 山雨欲来啊 不管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动 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绿油油的青草地上 东方月初和屠山雅雅 正在对峙着 只见东方月初 拿着一把带翘的木剑 一只手握在木剑的剑柄上 双腿微曲 摆出了一个拔剑的姿势 小脸上带着几分凝重 与如灵大敌的东方月初相比 屠山雅雅就显得随意了很多 她双手抱胸 微微仰起下巴 姿态傲慢 嘴角还带着若有若无的冷笑 仿佛对东方月初不屑一顾 实际上在整个屠山 除了姐姐和苏浩万 她打架从来没有怕过谁 更别提眼前的小屁孩了 苏浩拿着酒坛子 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 看着一人一壶 脸上露出饶有兴趣之色 事情是这样的 东方月初 因不满屠山雅雅的冷嘲热讽 终于爆发了 提出与屠山雅雅进行决斗 如果屠山雅雅输了 就要为她先前的无礼道歉 并承认自己的错误 憋了一肚子气的屠山雅雅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她早就想找一个出气筒了 坏家伙打不过 我还拿捏不了你 两个互相看不顺眼 可谓是一拍即合 苏浩当然没有劝阻 实战好啊 实战是获得进步的最快方法 她发现 东方月初这小子 练了半年的拔剑术 有些飘了 先前在城墙上的时候 还喊着要打三个 不知道是谁给她的自信 今天正好通过这次实战 来认清楚 自己到底是哪一个段位的选手 在屠山雅雅手里吃点小亏 总比出去之后吃大亏好 反正在屠山有她看着 也不会出什么事情 尽管对东方月初有点残酷 但这也是成为一个强者的必经之路 对战还没有开始 苏浩就已经看到结果 苏浩拿起酒坛 两头大口吞咽 蹲蹲蹲 这是先前约定开始对决的信号 哼 当听到信号后 只见东方月初沉腰踢臀 抱贺一声 就要拔出木剑 她拔剑的速度已经算快的了 可屠山雅雅比她更快 眼前一花 屠山雅雅已经从原地消失 东方月初失去了目标 眼神有些茫然 随后 屠山雅雅就已经出现在了 东方月初的身后 抬起一脚就踹向她的屁股蛋 啊 只听一声惨叫 东方月初趴在地上 吃了一嘴的草 她正想挣扎着起来 可屠山雅雅得势不饶人 又是一脚踩在她的屁股蛋上 脚上妖力迸发 隔着一段距离 苏浩都能感受到淡淡的忧伤 不知道屠山雅雅 和东方月初的屁股蛋 是不是有仇 还是怎么的 专门踢她的那个地方 不愧是她徒弟 连败都败得这么干脆利落 原来以为东方月初 还能再挣扎一下的 这也难怪 其实东方月初正式修炼 不过半年时间 即便是她的天赋再高 在屠山雅雅的面前 也难有还手之力 东方月初的一张脸 仗得通红 我不服 你搞偷袭 要是有种 再和我打一场 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的 第二十三章 刺不刺激 被屠山雅雅踩在脚下 倔强的东方月初 依然不肯认输 她高昂着头颅 摆出一副战斗的姿态 尝试着站起来 但是尝试了几次 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以这种羞耻的姿态 被屠山雅雅击败 东方月初 简直是无地自容 而且还是在师父的面前 她恨不得挖个坑 把自己给埋了 心里有些后悔 主动挑战着 包子脸的暴躁狐妖 难道她努力了足足半年 只有这一点程度吗 东方月初的心里 有些迷茫 一时之间 她找不到努力的方向 像是一个迷途的羔羊 行了 我宣布这次比斗 屠山雅雅上 苏昊根本不给 东方月初继续挣扎的机会 无论再来几次 都是一样的结果 连她都看不下去了 则则则 这小可怜 被打击的怀疑人生了 可屠山雅雅 并不想这么轻易的 就放不东方月初 她双手插腰 仰天长笑 哈哈 你小子也有惊天 平时说话 不是挺大声的吗 既然你不肯认输 那我就打到你认输为止 你越挣扎 我就越来劲 就像东方月初 看不惯屠山雅雅一样 屠山雅雅 也很讨厌东方月初 自从这小子上山之后 她平静的生活 就发生了变化 先是苏昊这个坏家伙 没有时间陪她喝酒和玩耍 如今连姐姐都不帮自己 还将她送到苏昊身边受苦 这日子 简直没法过了 此刻的苏昊觉得屠山雅雅 笑得跟一个反派一样 将弱小又无助的东方月初 给踩在脚下 要不我们两个打一架 背后传来苏昊平静的声音 让屠山雅雅 像是被掐住了喉咙一般 笑声戛然而止 嘴上说着不放过东方月初 可身体却很诚实地挪开了脚 她怂了 这一刻 屠山雅雅想起了 被苏昊搁之窝之配的恐惧 东方月初从地上爬起来 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 失去了所有的自信 师父 我是不是很没用 与屠山雅雅的一战 让东方月初认识到 自己和对方的差距 还是太大了 苏昊笑了 你知道就好 要是东方月初 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等下少不了苏昊再打一顿 让他清醒清醒 其实不是没用 而是没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 东方月初 一般师父 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会安慰徒弟吗 本来东方月初 就像是一个双打的茄子 此刻更是双上加双 蹲蹲蹲 雅雅姐 你先走吧 我有事想要他谈一谈 听到苏昊让他离开 屠山雅雅还挺高兴的 一蹦一跳的就走了 他这暴脾气 一点就着 可忍受不了长久的训练 等到屠山雅雅走后 苏昊看着东方月初说道 想要打败屠山雅雅吗 想啊 东方月初骤然抬起头来 眼神亮晶晶的 见到东方月初斗志重燃 苏昊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小子确实像蟑螂一般 生命力格外的顽强 他打败屠山雅雅算不得什么 如果他交出的徒弟 依然能打败屠山雅雅 那才叫真的有本事 对于苏昊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想要打败屠山雅雅 必须得激发你身体内潜在的力量 我身体内潜在的力量 东方月初低声喃喃自语 他不由地握紧了双拳 用力地挥动了两下 苏昊一字一顿 东方灵族血脉中的纯质扬言 东方月初惊了 嘴巴变成了欧字形 师父 你怎么会知道 激发东方灵族的血脉之力 就可以使用出纯质扬言 本来是极为隐秘的事情 他不明白自己的师父 为何会知道 苏昊翻了一个白眼 心里默默地吐槽了一句 看过了狐妖小红娘的 都知道好吗 尽管心里这么想 可苏昊嘴上却说着 重要的 不是我怎么知道的问题 是如何激发血脉之力的问题 那该如何激发呢 东方月初 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在他小的时候 东方勤安教过一些 但是记忆早就模糊不清了 苏昊没好气地说道 你问我 我问谁 能激发血脉之力的人 当然是东方灵族 现在能找到的东方家后代 除了东方月初外 就只有王权富贵了 东方两姐妹的遭遇 都挺惨的 至于其他的东方灵族 苏昊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但是有一点 应该是没错的 想要激发某种血脉之力 大部分都需要外界的强烈刺激 强烈刺激 东方月初抓住了关键词 苏昊并没有多说 直接带着东方月初 来到后山的瀑布 为师给你锤炼体魄 也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 就比较刺激了 我觉得对激发血脉之力 拥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阶段 东方月初心里咯噔一下 有了不好的预感 还不等东方月初反应过来 苏昊抓住他的肩膀单手发力 将东方月初 直接抛到了瀑布下面 走脸 东方月初 精准无误地落在了瀑布下 一块突出的岩石上 冰冷刺骨的水 冲刷下 让东方月初的牙齿都在打颤 蹲蹲蹲 怎么样 刺不刺激 苏昊的声音 透过瀑布传入东方月初的耳中 这太刺激了 瀑布之中 响起断断续续的声音 经过苏昊的锤炼之后 东方月初的体质 已经增强了很多 倒不会就这么被瀑布冲走 如果真的被瀑布冲走 那一定是东方月初没有站稳 反正不关苏昊的事 紧咬着牙关 东方月初努力地坚持着 东方月初也算是硬气 除了最开始回答了苏昊之后 就一直不吭声 任由冰冷刺骨的水 冲刷他的肉身 他的心里有一股执念 那就是将来在逃离涂山的时候 不成为拖师傅的后腿 进入江湖中 师傅在前面砍人 他也能在后面捕刀 而不是一只会喊卧槽 牛皮的咸鱼 不过在逃离涂山之前 东方月初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打败涂山雅雅 不为自己 为师傅争一口气 他就是看不惯涂山雅雅那嘚瑟的样子 狐妖了不起啊 力气大了不起啊 会妖术了不起啊 等他激发出血脉之力 用出纯质扬言 就将涂山雅雅 烧成眉毛的狐狸 想到这里 东方月初就感觉 自己浑身有用不完的劲 看着东方月初那坚持不懈的样子 苏昊笑了 蹲蹲蹲 第24章 自信的留三刀 聚集在涂山镇的道士 眼看是越来越多 小镇上随处可见打地铺的道士 现在已经入秋 夜里天冷风急 甚至有些凌厉低微的 还被冻感冒了 路过的时候 还能听见一片阿秋的声音 每天大家都大声地喊着 除魔未到的口号 就是没有一个人带头 这就很尴尬 虎鹤双仙总说身体不舒服 玉面风君还在从长记忆 大家也不知道 记忆时候才是一个头 老这么在这里耗着 也不是办法啊 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 我叫刘三刀 三刀之内 必定拿下剑魔手机 刘三刀的头发乱糟糟的 续着大胡子 声音粗犷有力 穿着粗布麻衣 脚上是一双草鞋 在肩膀上 还扛着一把还手大刀 他突然进客栈 吼这么一嗓子 将道士们都给折梦了 那非主流的装扮 在一群道士之中 格外的显眼 刘三刀 你们听说过吗 完全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人啊 众人惊疑不定 义润纷纷 没有听说或者见过 像刘三刀这样的人 但能对剑魔发起挑战的 肯定是一个大高手 放下一句狠话后 刘三刀也不管众人的反应 就静止往屠山走去 走得那个叫虎虎声威 雄啾啾气昂昂 大家都被刘三刀干脆利落 不拖泥带水的作风 给震住了 要不还是跟上去看看吧 万一刘三刀 真的能三刀砍下剑魔的狗头呢 有人提议道 于是 大家纷纷跟在刘三刀后面 从小镇离开 直奔屠山而去 队伍浩浩荡荡的 各种飞行法宝五光十色 我怎么感觉不到刘三刀身上 有丝毫的灵力波动呢 你这么一说 我也发现了 好像是这样的 可能刘三刀隐藏了实力 当实力的差距过大 就看不出境界来了 明明可以飞过去 为何刘三刀要用走的 或许高手就是像这种 不走寻常路的吧 众人看着刘三刀的背影 一肚子的疑惑 陷入了沉思中 在道士们离开屠山镇的时候 小五就已经提前抄近路 返回了屠山 将小镇上的消息 告诉了屠山荣荣 刘三刀 屠山荣荣的眉头紧皱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籍来 快速地翻阅起来 什么时候 道蒙的高手中 出现了一个叫刘三刀的人物了 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关于刘三刀的信息 可能是道蒙隐藏的高手吧 思来想去 屠山荣荣觉得这个可能性 是最大的 道蒙的实力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听说道蒙在培养一种冰人 这种冰人 天生拥有极为强大的灵力 修行法术神通一日千里 如果让这种冰人成长起来 对于妖族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屠山荣荣觉得这个刘三刀 很有可能是 类似于道蒙兵人的存在 在不清楚这个刘三刀有什么手段前 屠山荣荣觉得 还是要谨慎一些 连忙喊狐妖 去通知苏浩前来议事 最熏熏的苏浩 提着酒坛子就来了 蹲蹲蹲 荣荣姐 找我什么事 苏浩大大咧咧地说道 她正在帮助东方月初 和屠山雅雅锤炼体魄呢 突然就被喊了过来 有人要给你送酒喝 马上就到山下了 你去看一下 屠山荣荣知道 醉酒状态下的苏浩 和她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除非是和酒有关的事情 果不其然 苏浩一听 马上就来劲了 还是荣荣姐最懂我 去去就回 一阵清风拂过 苏浩已经不见了踪迷 对于苏浩的神出鬼没 屠山荣荣已经习惯了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想了一会儿 屠山荣荣还是决定 去和屠山红红说一声 让屠山红红帮苏浩压阵 防止那些道士 不讲武德 群起而攻 本来屠山红红如今 在闭关 是不能贸然打扰的 但屠山镇的那群道士 沉寂了这么久 突然行动 必定有一定的把握 更何况 还来了一个不知道 底细的神秘高手 为了稳妥起见 屠山荣荣 只能告知屠山红红 这边刚用传讯符传讯过去 还处于闭关状态的屠山红红 就立刻回复了 好 后山的某处地方 赤红的妖气爆发 屠山红红破关出 他辨别了一下方向 脚尖轻点 就往山脚掠去 缩号 就在屠山戒杯前 等呀等 等呀等 人都等睡着了 结果刘三刀还没有过来 直到黄昏时分 刘三刀才走到了 屠山戒杯前 见到一个白衣圣雪的身影 正站在屠山戒杯前 背对着众人 大家只能看到 一个后脑勺 但只是看到后脑勺 却给众人一股很大的压力 主要是气场过于强大 有种锋芒毕露的感觉 犹如一柄利剑 比起刘三刀 大家更觉得眼前这个白衣人 更像是高手 在屠山的地界里 看到一个人族 引起了众人的议论 那就是剑魔吗 不知道 没见过 不可能吧 剑魔的气质 能有这么好 一身血衣 才符合剑魔的气质吗 我觉得他更像是 折仙般的人物 大家低声嘀咕 都觉得这个人 不可能是剑魔 对了 玉面风骏和虎鹤双仙 不是与剑魔交过手吗 应该能认出来吧 咦 我好像没看到他们过来 大家都沉默了 这什么情况 眼看有人主动挑战剑魔 这三人硬是一个没来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刘三刀肩膀 扛着还手大刀 大喊一声 玉周刘三刀 前来挑战屠山剑魔 他的声音不断地回答 玉周刘三刀 前来挑战屠山剑魔 玉周刘三刀 前来挑战屠山剑魔 玉周刘三刀 前来挑战屠山剑魔 喊了半天 刘三刀嗓子都喊哑了 却依然没见到剑魔的踪影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怎么剑魔还不出来应战 是不是被刘三刀之名 给吓住了 原来刘三刀这么厉害的吗 别人待在里面不出来 总不能直接打进去吧 大家又不是一个门派的 没有那么团结 到这里来 纯粹是蹭热度 看看能不能等到剑魔战败后 趁机上去砍上一下 这样也能扬明了 又过了一会儿 众人看到 一个头上有两根呆毛的小孩 手里拿着一把剑 从屠山里面走了出来 别喊了 我是不是睡着了 想要挑战的 明天早点来 现在都散了吧 东方月初很久都没有见到苏浩 就出去找他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 从那紧闭的双眸 绵长而平稳的呼吸判断 师傅大概是睡着了 面对这么多道事 东方月初心里 其实还是有点害怕的 但是想到 师傅就在自己的身边 胆子就大了起来 第25章 谁是剑魔 从东方月初的嘴里 听到剑魔睡着了 众人面面相去 大家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脸上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彼此眼神交流之后 都觉得自己的智商 受到了侮辱 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质疑 小孩 你不是骗我们的吧 剑魔早不睡 晚不睡 偏偏在这个时候睡着了 去把剑魔喊来 没看到刘三刀前辈在此吗 三刀之后 必取剑魔狗头 如果剑魔怕了就直说 我们又不会笑话他的 见到一大群道士 嚷嚷着要见师傅 东方月初看向他们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待傻子一般 充满了不屑于鄙 我师傅就在你们面前 难道看不到吗 众人都是吓了一跳 忍不住后退三步 啊 这真是剑魔啊 人的名 树的影 剑魔之名 可是能让小儿啼哭的存在 杀人如麻 嗜血如狂 泯灭人性 这些词都形容不出 剑魔凶残的十分之一 怎么会是眼前气质出众的白衣人 几乎所有的恶人 都是不信的 小孩 你喊一声试试 他会答应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如果此人就是剑魔 我从此退出江湖 尽管只是一个背影 却自有一股出尘的气质 绝不是双手沾满血腥的剑魔能比的 哼 随便找个人 就想糊弄我们 也太小看我们了吧 快将剑魔给喊出来 刘三刀目光微宁 上前一步 粗犷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 欲舟刘三刀 前来挑战涂山剑魔 见到刘三刀这么强势 东方月初忍不住握住了剑柄 我告诉你 不要再上前了 否则别怪我出手无情 放眼整个涂山 刘三刀还没有说话 其他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哈哈 涂山是无人了吗 竟然让一个小孩出面 你这个小子 毛都还没长齐 在我们的面前装什么高手吗 我们装的任何一个出来 都可以打得你哭爹喊娘 如果涂山都是你这种高手 我们做梦都要笑醒 没用师父 教出傻子徒弟 众人那肆无忌惮的嘲笑 让东方月初的热血上头 脸色胀红无比 别人可以笑他 但不能容忍 别人侮辱自己的师父 就在这个时候 刘三刀不听东方月初的话 又上前了一步 欲周刘三刀 话音未落 气机牵引之下 让东方月初不得不拔剑了 退退退 东方月初大喝一声 对着刘三刀 用出了叙事已久的拔剑术 狭路相逢勇者胜 即便是自觉不敌 也要拔剑 这便是拔剑术的奥义所在 胸腔中凝聚的勇气 带动血脉中的灵力 顺着经脉流到手掌 再从手掌灌入手中剑 一抹璀 映入眼帘 无形的剑气从剑身上释放而出 这是东方月初的权力一展 凝聚了一身的精气神 包含了他大半年以来训练的成果 一往无前 誓死无悔 框荡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刘三刀手里的还手大刀断成两截 落在地上 他的胸口处更是出现了一道剑痕 破开了衣服 留下了长达几寸的伤口 随后 刘三刀那雄壮魁梧的身躯 仰面栽倒在地 溅起一地灰尘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面露骇然之色 原来这个小孩这么强的吗 可恶 我们都被这个小孩的外表欺骗了 他绝对是经过伪装的高手 东方月初 自己都惊了 站在原地瞪大了眼睛 他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刘三刀 再看了看自己手里出窍的剑 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原来自己这么强的吗 学着屠山雅雅的样子 东方月初双手插腰 仰天长笑 哈哈 一群臭鱼烂下 对付你们 何许我师父出手 我一人一剑足矣 一剑击败刘三刀后 给了东方月初满满的自信 东方月初开始装起来了 在众人惊异不定的时候 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刘三刀太弱了 尽管声音不大 可却异常的刺耳 大家都沉默了下来 原来刘三刀这么弱的吗 联想到先前刘三刀表现出来的样子 似乎这个说法 才是最合理的 浑身没有灵气 也不会遇使法宝飞行 还敢去挑战剑魔 这妥妥的是一个愣头青啊 也不怪众人最开始的时候 没能看清刘三刀真正的实力 实在是这伙的口气太大了 说是三刀就能砍死剑魔 将大家都给震住 理所当然的认为 刘三刀是那种常年隐居的大高手 人类疆域这么大 深山老林里藏着不知名的高手 也很合情合理吧 喂 你不会死了吧 见到刘三刀躺在地上半天 没有动静 东方月初有些担心的喊了一声 在场这么多人 似乎只有他最关心刘三刀的死活 其他人都像是忘记了刘三刀的存在一般 可嗨嗨 刘三刀捂着胸口咳嗽了几下 从地上翻身站起 他深吸一口气 再缓缓地吐出一口啄气 声音中带着几分虚弱 没想到传说中的剑魔 竟然是一个小孩子 记不如人 甘拜下风 我刘三刀心服口服 我不是东方月初眨巴了一下大眼睛 正要解释 可刘三刀已经捡起地上的断刀 转身离开了 夕阳将他的背影拉得很长 带着一股子萧瑟与孤寂的气息 道士们面面相去 这个小孩才是剑魔 大家心里都不相信 冷静下来之后 众人的脑海里都不禁想起 东方月初刚才施展的那一招 得出了一个差不多的结论 刚才那一招 大多数人自问都能轻易地抵挡下来 不管对方是不是剑魔 就当对方是好了 这可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想到这里 道士们看向东方月初的眼神 骤然热切了许多 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东方月初不由地后退几步 眼神中带着警惕 你们想干嘛 几个道士宁笑着向东方月初直冲而来 雄魂的灵力涌动将东方月初锁定 剑魔 今日我惊雷剑里如风 就要为民除害 记住 杀你的人是销魂掌元华 我轩辕无双 请剑魔赴死 一时之间 各种法宝释放的光芒交相辉映 东方月初心里泛起一种深深无力感 先前的自信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变得支离破碎 这一刻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弱小 东方月初深吸一口气 大喊一声 师父 救我 第26章 真正的拔剑术 一道白衣圣雪的身影 毫无争照地出现在了东方月初的面前 他的双目紧闭 呼吸绵长而平稳 俊美的脸上 泛着红润 让人不由地想起 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这句诗词 嘴角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似乎在做着什么美梦 只听苏浩口中低声自语 红红姐 若我使出这一招拔剑术 你该如何应对 微微抬起手臂 东方月初手里的剑 连带着剑翘 都落入了苏浩的手里 一抹比先前璀璨无数倍的光滑闪过 铿锵有力的剑鸣声 连成一片 不绝于耳 众人只感觉眼前一花 身体如遭重击 血洒长空 在前面的数百人 直接倒飞而出 砸在后面的人身上 全部飞入身后的小树林中 D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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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有多少棵树被撞断 只见苏浩的面前 已经没有一人站立 一剑之威 恐怖如斯 随后 小树林那边 响起一片哀嚎 东方月初站在原地 愣愣地看着苏浩手里 已经出鞘的剑 他手舞足蹈 兴奋地大声喊道 卧槽 牛皮 拔剑术 这才是真正的拔剑术啊 师父果然没有骗我 剑一出鞘 局目无敌是真的 在东方月初激动不已的时候 一抹火红的纤细身影 突然从天而降 正是涂山红红 他其实早就到了 一直没有出手 刚才东方月初遇到危险 本来想出手的 可却被苏浩抢先 现在大局已定 涂山红红觉得 没有必要再继续打下去 在涂山红红看来 这就是一场闹剧 涂山红红传讯给他的时候 还以为来的人真的是什么高手 看来是他多虑了 不 是涂山红红多虑了 原来这一招叫拔剑术 看着面色红润 嘴角带笑的苏浩 涂山红红那浅绿色的毛子 逐渐变得一片赤红 他记得好几年前 苏浩在自己面前 得意洋洋地使用过这一招 还扬言要用这一招将他击败 当涂山红红一拳 将苏浩揍趴下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一招的名字 当初觉得小孩子过家家的招式 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如今 苏浩竟然将这一招 练到了这种境界 想到这里 涂山红红的脸色有些复杂 你们还想打吗 涂山红红清冷的毛子 落在了那些道士的身上 声音不带一丝烟火气 不 不打了 道士们的头摇的 跟波浪鼓似的 见识到这一剑之威后 大家对于这个白衣人 就是剑魔的事情 再没有半点怀疑 如今涂山的大当家也来了 再打下去 就是自取灭亡 跟赶着投胎 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不打 那就滚 放下这句狠话后 不管其他人的反应 在众人呆滞的眼神中 涂山红红 伸手将苏浩直接扛在肩膀上 脚尖轻点 挤了起落后 就消失在视线中 反应过来的东方月初 连忙追了上去 大当家的 等等我啊 只留下一山破碎 受伤不清的重道士 在风中凌乱 隐约可以听见 骂骂咧咧的声音 呼喝双歇 玉面风君 不当人子 清晨 苏浩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就闻到一股包子的香味 脑子还没清醒 身体就做出了反应 从床上翻身坐起 师父 你醒了呀 我刚从厨房 拿来了几个包子 你趁热吃吧 今天的包子 是猪肉韭菜包 见到苏浩坐在床上 东方月初手舞足蹈地说道 苏浩从床上下来 走到桌子面前坐下 小月初啊 昨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喝醉之后 苏浩的记忆就模糊了 只是隐约记得 昨天似乎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自己正在和红红姐对战 刚想使出拔剑树 似乎听见了东方月初 喊了一声师父救我 看到东方月初在这里 就随便一问 苏浩也不和东方月初客气 拿起包子 就开始吃了起来 还别说 包子是真的香 一口酒 一口包子 飘飘欲鲜 其实到了他这个境界 吃不吃都无所谓 最多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提到昨天的事情 东方月初的脸色 严肃了许多 是这样的 一个叫刘三刀的人 带着一群道士 到屠山脚下来挑战师父 师父从三当家那里 听说这个消息后 就急忙去屠山戒杯等着了 说到这里 东方月初突然愤愤不平 不知道这个刘三刀 是怎么一伙儿是 像师父这样的大高手 愿意接受挑战 是他们的荣幸 师父站在那里等了几个时辰 直到黄昏的时候 刘三刀才姗姗来迟 东方月初微微一顿 看了苏浩眼 继续说道 那个时候 师父都已经躲睡着了 可刘三刀依然叫嚣着 要挑战师父 后来我忍无可忍 一招拔剑术 瞬息之间击败刘三刀 那些臭道士 都被我这一招给震住 吓得屁滚尿流 他越说越兴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东方月初 是什么大高手一样 信息量有些大 苏浩必须消化一下 对于刘三刀这个名字 苏浩完全没有印象 不过知道 他打败了金面火神后 还敢来挑战自己 实力应该是不弱的 可面对这种挑战 他完全可以不去 就是不清楚 屠山荣荣对他说了什么 他才这么急着赶过去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刘三刀居然这么傲慢 他都睡着了才赶过来 就连东方月初 都能将其一招击败 想必这个刘三刀 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 本事不大 傲气十足 至于什么下 跑了其他道士之类的 苏浩就当在听笑话 自己徒弟的实力 苏浩的心里 还是有一个B数的 能下退那些道士才怪了 换了屠山红红 还才不多 看到东方月初 那眉飞色舞的样子 苏浩实在是不愿去拆穿他 就让东方月初 先得意一会儿吧 这可怜孩子 恐怕是经常在山上 被屠山雅雅欺负惯了 难得扬眉吐气一次 几个呼吸的时间 苏浩基本就想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等会儿 我是怎么回来的 苏浩发现了盲点 东方月初也拿起一个包子 开始吃了起来 含糊不清地说道 哦 师父你是被大当家的 扛在肩膀上带回来的 他居然是被屠山红红带回来的 还是用扛的方式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自己不要面子的吗 只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苏浩整个人都不好 高手风范 毁于一大 造成这一切的起因 就是留三刀来挑战自己 默默地吃完包子 苏浩一手拿着酒壶 一手提起小木剑 就直奔门口 师父 你这是要干啥啊 东方月初眨了眨大眼睛 一脸的疑惑 苏浩遇见乘风而起 头也不回地说道 去屠山镇 干留三刀 第27章 约法三章 屠山镇 来福客栈 聚集在这里的道士 一个个的身上缠着白布 脚上打着石膏 看上去显得有些凄惨 昨天苏浩的那一剑 虽然不致命 但是却让道士们 都受了不清的伤 经过一夜时间的调养 伤势好了很多 但走起路来 还是一拳一拐的 如今聚集在客栈内 热烈地讨论着 昨天的战斗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万万没有想到 剑魔竟是这个样子的 竟然比我这个 玉面小狼军 还帅气几分 真是信了别人的邪 不是说 剑魔三头六臂 杀人如麻吗 这他妈是谁说的 看老子不打死他 如果当时玉面风军 还有虎鹤双仙 其中一个人在 肯定就能认出剑魔了 对 他们在场的话 我们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这三人真是不当人子 现在更是不知所踪 在痛骂了一顿那些造谣声势 还有只会吹牛的人之后 众人话风一转 谈到了刘三刀 尽管刘三刀的实力是差了点 但是勇气可加 我们霸刀宗 就需要这种不畏生死的人 昨日传讯回去 我们天剑门的长教 愿意收刘三刀为徒 放屁 像刘三刀这样的汉子 就应该加入我们铁拳帮 刘三刀虽是败了 但却获得了很大的铭记 他作为第一个 公然挑战剑魔而不死的人 可以很好地树立起一个榜样 大家来挑战剑魔 多数是为了扬名立万 除魔未到 就是一个口号而已 真要他们拼上性命 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些冲动的小年轻 才会找剑魔拼命 如果能让刘三刀 加入自己的门派 就能让门派的声望 也随之提升 无论是什么门派 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榜样 来凝聚人心 招收新弟子的时候 就可以吹嘘 刘三刀你知道吗 那是挑战过剑魔而不死的强者 如今是我们门派的人 说出去就很骄傲自豪 只要是热血少年 绝对那头就败 甘愿加入进来 什么 你说刘三刀没有和剑魔交手 就败在了剑魔徒弟的手里 那是剑魔装睡 不敢与刘三刀一战 关刘三刀什么事 在众人为了刘三刀争论不休的时候 突然有人慌张地跑了进来 不好了 剑魔杀过来了 什么 快去请虎鹤双仙 玉面封君 众人没想到 剑魔会在这个时候杀来 都有些慌了 想到剑魔昨日内见得厉害 下意识地想找高手帮忙 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突然想到那三人 早就不知所踪了 呼喊的声音便戛然而止 你们有谁知道 虎鹤双仙 玉面封君都去哪了吗 混乱之中 有人高声问道 却被更大的声音所覆盖 刘三刀呢 刘三刀给我出来 蕴含灵力的吼声 传遍整个屠山镇 镇得道士们的脑袋瓜子 嗡嗡作响 所有的道士 都往苏浩所在的方向汇聚而来 如灵大敌 看着这些道士 浑身缠着白布 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 苏浩感到有些惊讶 红红姐 昨天下手有一点重啊 可能是真生气了 平时对待人族 其实她还是挺温柔的 下手的时候有分寸 苏浩还不知道 这些人是自己打的 以为是屠山红红洞的手 处于醉酒状态的她 总是记不清楚 当时发生什么事了 剑魔 你休要嚣张 这里是人族地狱 你来到这里 是月界了 还不赶快速速退去 有一个小年轻站出来 硬着头皮说道 刘三刀是我们人族的前辈 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嗯 当苏浩那犀利的目光 望过来的时候 小年轻就不敢大声说话了 身后有师兄弟 赶紧将他拉了回去 万一剑魔真的发飙了 遭殃的可是自己这些人 刘三刀受了重伤 还在床上躺着 来不了 有人站出来解释了一句 苏浩冷哼一声 你们就是抬 也要给我抬过来 如果今天我见不到刘三刀 你们就像刘三刀一样 在床上躺着吧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听到这话 道士们都怂了 人都是自私的 死道又不死平道啊 很快 就有人将刘三刀给抬了出来 这个刘三刀倒是挺硬气的 受了伤还高昂着脖子 不像那些道士一般 都是低着头 阁下是何人 刘三刀粗声粗气地问道 现在的刘三刀 还固执地认为 东方月初就是剑魔 相比于东方月初而言 刘三刀的自信 不知强大了多少 愿称之为 迷之自信 苏浩细细地感知了一下 发现刘三刀的体内 没有丝毫的灵力 这不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吗 想到这些倒是没有胆子出手 居然让一个普通人挑战自己 苏浩顿时笑了 我承认你是一条汉子 但就是脑子不好使 被人当作枪用了 知道对方是一个普通人之后 苏浩就感到索然无味 欺负普通人没意思 喝醉的时候 他倒是可以肆无忌惮 想打谁就打谁 别人骂他太疯癫 他笑别人太垃圾 处于清醒的状态下 却做不出这种事来 所以苏浩总是将自己灌醉 在去做清醒时做不了的事情 当然 有的时候 他也不记得自己都做了什么 苏浩环顾四周 眼神中带着几分审视 被他看到的道士 都忍不住将头偏了过去 本来他来到这里 是想给这些道士 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让这些道士 再去骚扰自己 但是这些道士的实力太弱 如今有伤在身 怕是经不起他的一番敲打 屠山的规矩 是不能杀人 尽管这个规矩 在苏浩看来很可笑 在这个乱世中 你不杀人 别人就会来杀你 人与妖的矛盾 都是累累的尸骨堆起来的 目前看来 两者的关系 根本没有缓和的迹象 但规矩毕竟是规矩 还是屠山红红制定的 苏浩想要留在屠山 就得遵守规矩 否则就只能被驱逐下山了 该怎么处理这些道士呢 看了看手里的酒壶 苏浩的脑海中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见到苏浩沉默不语 底下的道士 都有种窒息的感觉 害怕苏浩一个不高兴 出手将大家都灭了 一个个的都是胆颤心惊 没过多久 苏浩缓缓开口 你们想要挑战我 不是不行 但得约法三章 第一 必须带一谈美酒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 先下战书 约定好时间 这是最起码的尊重 第三 我再强调一下第一点 必须是美酒 美酒 美酒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要是违反其中一点 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 说完之后 苏浩就遇见扬长而去 再不看这些道士一眼 喝尽天下美酒 单凡所有高手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苏浩平生爱好就是喝酒 打架 可苏浩找个人又比较懒 暂时不想离开屠山 去费力的到处搜寻各地的美酒 既想喝免费的酒 又不想打药出治疗费的架 只能想出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能将酒喝了 同时将架打了 名气大了 有的时候也有好处 尤其是这种恶名 人人得而诛之那种 建模的称号 似乎听起来还不错 苏浩愿意与整个世界的人为敌 第二十八章 法术真有趣 自从苏浩在屠山镇提出约法三章后 已经整整有五天 没有人挑战他了 这让苏浩有些纳闷 给你们挑战的机会 从中获得名气 自己把握不住啊 反正又不会打死你们 最多打残 不知道在害怕什么 苏浩有点怒气不争 在喝酒的同时 苏浩的训练计划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毕竟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能够不记账上 每天免费喝酒的权利 还是很重要的 在看管屠山雅雅这方面 苏浩确实是尽心尽力 经过锤炼体魄后 接下来就是法术训练了 后山的一处空地上 苏浩正在给屠山雅雅 和东方月初 讲解体魄和法术的关系 蹲蹲蹲 体魄的强大 只能让你变得皮糙肉厚 比普通人更能挨打 蹲蹲蹲 但是学习法术 可以让你从被动挨打 拥有主动进攻的实力 蹲蹲蹲 锤炼体魄并不是没有作用 只有强健的体魄 才能承受住施展法术 带来的反噬 东方月初听得很认真 时不时地用笔记下来 遇到不懂的 还会主动提问 俨然就是老师眼中的 那种好学生 至于屠山雅雅 则是昏昏欲睡 单手撑着下巴 眼神迷离 像这种基础的知识 她早就学过了 而且十分的扎实 在屠山有一套 培养小狐妖完整的体系 屠山雅雅 尽管调皮了一点 但是功课 还是一点没有落下的 她是一只信奉力量的狐狸 以讲不通的道理 就用拳头来打通 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通俗一点来讲 就是能动手 就被逼逼 经过苏昏这几天的调教 倒是老舌很多 起码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苏昏当然也不是给屠山雅雅讲的 而是为了照顾东方月初 这些年 苏昏一天都在喝酒 倒是没有这儿八斤地学过法术 她觉得 屠山的有些法术 还是挺实用的 就像是易容之术 简直是偷酒的神术好吗 变换容貌去偷酒 就算是偷了 也没有证据是她偷的 什么 你说除了苏昏 这整个屠山 还会有谁会偷酒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亲眼看到苏昏偷了酒吗 小心喝醉了 打你哦 当然 盲过一般的狐妖 还是可以的 但想要盲过精通易容之术的 屠山茸茸 那就困难了 对方可能一眼 就能看穿 她用了易容之术 老话说得好 不要在鲁班面前耍大腹 没事找事 还有斗转心仪这种治疗术 只要有口气在 不论怎么严重的伤势就能治好 除此之外 还有唯一性的 就是屠山红红的绝缘之兆 能够徒手勤拿所有法宝 易容之术和斗转心仪 是相当高端的法术 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才有效果 绝缘之兆更不可能学会 今天要学习的法术 不是以上列举的几种 讲完之后 苏昏看向屠山芽芽 蹲蹲蹲 芽芽姐 你来示范一下低阶法术中的护峰术 她喊屠山芽芽为芽芽姐 屠山芽芽喊她老师 个论个的 本来屠山芽芽都快睡着了 听到苏昊的声音 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啪的一下 还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 好的 坏家伙 嗯 好的 苏老师 旁边的东方月初 看了屠山芽芽的反应 就在憋笑 师父还没动手呢 这就立正了 屠山芽芽的脸色微微泛红 装作无视发出的样子 狠狠地瞪了东方月初一眼 笑笑笑 等下使不出来 有你哭的时候 她走了几步 面朝一棵大树 挺着腰板 浑身腰力迸发 将呼风树的口诀念了出来 风起 呼 一阵狂风吹过 整棵大树猛烈地晃动起来 从上面落下的叶子 不计其数 直到过了一刻钟 风才停了下来 叶子在地上积攒了厚厚的一层 喧嚣的风 将苏昊那乌黑的发丝都吹了起来 露出了光洁的额头 还吹散了一些苏昊身上的酒气 还不错 苏昊点了点头 她从来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就像喝醉后 无论是谁都打一样 无差别攻击 得到了苏昊的夸奖后 涂山雅雅看着东方月初 眉宇之间难掩嘚 眼里还带着一抹挑衅的意味 无论如何 她都不相信东方月初 能比她做得更好 论到东方月初了 只见东方月初深吸一口气 在心里为自己加油骨气 并将涂山雅雅 刚才施展法术的情景 在脑海里过了几遍 对着那棵树伸出两根手指 同样的口诀 从她的嘴里吐露 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只感觉一阵轻柔的微风吹过 拂过苏昊的面颊 树上的叶子 一片也没掉 东方月初直接傻眼了 不幸邪的她又尝试了几遍 还是相同的结果 哈哈 你也太没用了吧 竟然连这种低阶的法术都学不坏 涂山雅雅 双手捧着小肚子 直接笑出了眼泪 甚至在地上打起了滚来 人的悲欢离合和妖怪的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像刚才东方月初笑涂山雅雅 现在涂山雅雅笑东方月初一样 脸色胀红的东方月初 不服的大喊道 树叶不落下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法术 你本来就会只吹落一些叶子而已 有什么好得意的 无论东方月初怎么说 可涂山雅雅就是笑个不停 委屈巴巴的东方月初看向苏昊 师父 你看他 话音未落 苏昊也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哈哈 不好意思 实在是没忍住 东方月初捂着胸口 像是被人捶了一下 倒退几步 此刻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 对自己深深的恶意 行了 雅雅姐 你也别笑了 小月初 不 哈哈 良久 笑声才消失 东方月初一脸生无可恋的说道 师父 要不还是 你为我演示一遍吧 行 那我试试 苏昊答应了下来 其实苏昊先前 也没学过这种法术 只是像这种低阶的法术 苏昊看了一遍就学会了 这就是精神力强大的好处 苏昊双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风气 刹那间 风云变色 一股飓风袭来 吹得涂山雅雅和东方月初 连眼睛都睁不开 五官更是扭曲成了一团 只听咔嚓一声 那棵大树被风吹断 席卷着冲向远方 飓风锁过之处 连草皮都被掀翻了 泥土纷飞 就像是沙尘暴一般 等到呼风树的效果消失 整个后山一片狼藉 涂山雅雅在风中凌乱 目瞪口呆 刚才心里的得意荡然无存 你管这叫低阶法术 这直接是龙卷风了好吗 卧槽 牛皮 在风中还隐隐传来东方月初 那含糊不清的声音 他不知道 这么形容心中那激动的心情 只能用这句话来表达了 对于这样的效果 苏昊也有些意外 原来低阶的法术 威力都这么大的吗 如果自己学会了高阶的那种法术 那威力恐怕难以想象 苏昊想着 要是自己会用呼风树 当日对付金面火神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只要金面火神用火 就用风吹过去 直接一个呼风树 将船带人送到岸上 法术真有趣 第29章 终于有人挑战了 涂山镇 来福客栈 还是像以前一样 里里歪歪都是人 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仿佛只有这样 才能在这个偏僻的小镇 有那么一点安全感 尽管这里人多势众 可每一个人的脸色 都不是很好看 实在是苏昊那天遇见而来 强势的要见刘三刀 给每一人的心理 都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直到现在 那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他提到的约法三章 根本不给人商量的机会 完全是以命令的口吻 大家都觉得 苏昊喊自己自备酒水 相当于是死球 在行星前喝的断头酒一样 这酒是给自己喝的 喝完了好上路 挑战他失败后 就是一个死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要不然 让大家准备酒干什么 不是自己喝的 难道是给剑魔喝吗 现在众人之所以没有去挑战 就是不想喝那断头酒 被剑魔杀死 这个剑魔 实在是太过目中无人了 以为自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吗 一个黑衣大汉冷哼一声 猛拍桌子 让我们在挑战前喝一顿美酒 此举是包藏祸心 等我们都喝醉了 好人有他宰割 一个中年道士 低头沉思 冷静分析 嘶 原来那剑魔这么狡猾的吗 我差点就中计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 倒吸凉气 后知后觉 还是这位道友聪慧 如果我们真暗剑魔所说的做 必败无疑 一个风鱼的美副 眼波流转 赞叹不已 在客栈里的人 成分复杂 三教九流的人都有 大多都是奔着挑战剑魔出名来的 当然也有人基于剑魔修行的功法秘诀 那一手举世无双的剑术 是任何用剑之人 都难以抵挡的诱惑 只要杀了剑魔 自然有资格得到剑魔身上 那一身绝学 刚才聊到剑魔约法三章的深意 众人都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只觉得剑魔那深沉的心机 令人感到害怕 剑魔能有什么好心思呢 如果是王群山庄的那位出手 即便是剑魔 也一定能辅助吧 哎 我听说 那位好多年都没有出过手了 现在一心培养优秀弟子 除了那位之外 还有一位肺管家 也是沉寂多年 杨家的三目神通 桃园李家的极品法宝 张家的功法之剑 想必都能与那剑魔争锋 可惜我师兄闭关了 要不然岂能让那剑魔如此嚣张 作不改姓 猎咽刀孙来 原来是他 久仰久仰 正在众人讨论当今高手的时候 一袭青山的年轻人骑马而来 侧马到门口骤然停下 动作俐落地翻身下马 缓步走了进来 他的面容清秀 浓眉大眼 看上去年龄并不大 左手提着一坛酒 右手拿着一把剑 众人看清楚他的扮相 不由得在心里高声喝彩 暗自猜测 只是哪个门派的优秀后生 听说要挑战剑魔 必须戴美酒是吗 年轻人那平静的声音在客栈中回荡 众人都是愣住了 这年头还真有不怕死的 再上了一节法术科不久后 苏浩就收到了从屠山荣荣送来的一封战书 刚结束训练的东方月初和屠山雅雅 都不禁好奇地看了过来 从屠山镇的战书不会直接送到苏浩这里 中间要经过屠山荣荣的手 这还是苏浩第一次收到战书 沉寂了几天 他还以为没有人敢挑战自己 那个两拳其美的白嫖计划 行不通了 没想到今天竟有意外之喜 蹲蹲蹲 结结结 苏浩拿到战书后就控制不住地笑出了声来 听见苏浩的笑声 在场的二胡一人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笑了一会儿后 苏浩并没有立刻翻看 而是问了一下站在面前的屠山荣荣 荣荣姐 你看过了吗 想来在他之前 屠山荣荣是看过战书的 如果对方是什么厉害人物 肯定会喊苏浩去房间里单独详谈 关于对手的境界 招式 弱点什么的 没有喊他单独过去 就这么送过来 就证明对方的实力并不强大 看了 屠山荣荣也不隐瞒 坦率地承认了 这次向你挑战的人 在外面是有一些明晴 但是据我掌握的情况 他不是你的对手 你可以先看看 再决定要不要应战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我更担心 这是一个圈套 挑战你的人 只是一个盗门抛出来的诱饵 如今事情变成这个样子 已经不是苏浩一个人的事情了 而是关乎整个屠山 毕竟苏浩现在 也算是屠山的顶尖高手之一 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也是整个屠山的损失 屠山荣荣考虑事情 总是往严重的方面想 在苏浩看来 这就是所谓的 与空气斗智斗勇 哦 苏浩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将战书打开 苏浩凝眉细看了起来 无名王德福 逍遥山庄第三代精英弟子 一生不弱于人 特妖剑魔于今日午后 于屠山戒杯前一战 煤酒已备好 生死 各安天命 王德福 请问阁下与王富贵是什么关系 午后 午后斩首行动 还生死各安天命 我直接斗气化马 就问你怕不怕 苏浩在心里默默地吐槽着 不是苏浩喜欢吐槽 而是这封战书 满满的都是槽点 一看就是新手写的 没有什么踢板的经验 如果是他下战书的话 只有一句话 我 苏浩 屠山戒杯 午后来战 人狠话不多 这才是高手的样子 既然对方戴了美酒 苏浩没有道理不应战 相反苏浩还很欢迎 足不出户 就有人送酒上门 跟快递一样 苏浩只需要略微出手就行了 师父 你手里拿的是战书吗 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东方月初的脸色泛红 头上的两根呆毛不停晃动 比苏浩这个当事人还要激动 旁边的屠山雅雅 也是一脸的好奇 他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的战书 想知道战书都会写些什么内容 你们也看看吧 苏浩直接将战书扔给了东方月初 十分大方 伸手拿着战书 东方月初聚精会神的观看了起来 当屠山雅雅也凑过来看时 他却啪的一下将战书收了起来 那眼神和动作就像是防贼一般 屠山雅雅就不乐意了 凭什么你能看 我就不能看 东方月初理直气壮的说道 我和师父什么关系 你和师父什么关系 心里没有一点数吗 这个战书 你配看吗 最后 屠山雅雅做的东方月初鼻青脸肿 东方月初含泪交出了战书 不是他一直不坚定是对方的拳头太凶吗 苏浩也没有阻止 毕竟挨打也是一个强者的必经之路 这熟悉的场景似曾相识啊 王德福 逍遥山庄 没听过 看完战书之后 屠山雅雅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原本以为是人族的大高手 等下能有一场精彩的对决 可战书上的却是岌岌无名之辈 脸上难掩失望 你会去应战吗 屠山荣荣轻声问道 苏浩仰起脖子 大口喝酒 蹲蹲蹲 当然要去 别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 想到即将到嘴的美酒 苏浩又控制不住地笑出了声来 结结结 第三十章 新的剑招 听到苏浩决意要去 屠山荣荣的眉头微皱 在他看来 这场比斗毫无意义 就算是赢了 又能怎么样 苏浩的约法三章 他从小五那里听说过 去了不过是能喝到一坛酒而已 自己不是承诺过 屠山的酒可以免费喝吗 还用得上去喝外面的人给的酒 难道屠山的酒 还没有外人给的酒香 屠山荣荣不能理解 他有心想再劝说一番 只不过看苏浩那跃跃欲试的样子 估计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 只好叹息一声 此时我会告知姐姐 你如果执意要去 那就去吧 我是拦不住你 但是姐姐要拦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你好自为之 屠山荣荣直接搬出了屠山红红 想给苏浩压力 可苏浩从来不是被吓大的孩子 而是被揍大的孩子 他还怕屠山红红吗 当然会怕 一个从小将你揍大的人 就问你怕不怕 会怕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苏浩还有一招 那就是将自己灌醉 正所谓酒壮耸人版 蹲蹲蹲 姐姐姐 让红红姐尽管来 我早就想拳打红红姐 脚踢牙牙姐了 听到苏浩那极其嚣张的话 屠山荣荣赶紧伸手捂住了耳朵 就当自己什么也没听见 姐姐的脾气 她是了解的 如果被姐姐知道 少不了一顿打 旁边的屠山雅雅 不由得张大了嘴巴 这关她什么事 为何苏浩想用脚踢自己 她也没说不准苏浩去 相反很乐意去看热闹 应该是脚踢融融才对吧 屠山雅雅的心里有些委屈 但是她就是不说 默默地将苏浩的话记了下来 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给屠山红红讲 心想 这次苏浩不被打 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苏浩不被打的话 她直接绝食 先饿上自己三天再说 不仅对别人狠 有的时候屠山雅雅对自己也挺狠的 东方越出的心里 则是激动不已 她觉得师父 是将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将屠山的大当家打一顿 这不是要提前跑路的节奏吗 哦 还有脚踢屠山雅雅 如果可以的话 这种事情 她很乐意为苏浩带牢 距离这里的不远处 隐藏在暗中的屠山红红 将拳头捏了右捏 本来听说有人下战书 她特意过来看看 担心这次来的是人族的高手 苏浩一个人对付不了 但苏浩这小子竟然想着打她 人族有句话说得好 叫做酒后土真言 看来这是她的真心话了 她和苏浩中有一战 不是她揍苏浩 就是苏浩揍她 这事儿没完 心里这样想着 屠山红红默默转身 往山下走去 她得提前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暗中观察 等到午后 苏浩来到屠山戒杯前 屠山雅雅和东方越出 跟在了身后 愚蠢的雅雅解药 嘴上不以为意 但心里还是挺关心她的 苏浩并没有阻止 在旁边观摩实战 还是有好处 屠山戒杯处 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道士 在这里议论纷纷 这个王德福 可是我们年轻一辈的翔鼠人物 一手疾风咒语剑 用的是出神入化 即便不敌那剑魔 也可与其周旋一二 五十招内绝不会落败 王兄 除魔味道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为首的一人 身材修长 面容俊朗 气质不凡 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出头 当然和苏浩的距离 还是有点大 两人面对面 高下立判 蹲蹲蹲 人未至 声仙道 你就是那个 一声不弱于人的王德福 声音从四面传来 却没有见到苏浩的身影 正是在下 王德福环顾四周 目光凝重 缓缓点头 众人眼前一花 苏浩就已经出现了 在屠山戒杯前 看着站在对面的王德福 苏浩的眼中带着几分审视 青山配件少年郎 有点内畏了 但是不多 比起那个刘三刀 应该要靠谱 至少是一个 这儿八经的修道者 苏浩轻声问道 为何来屠山挑战我 对方的回答 将影响他下手的轻重 如果单纯的为了名声 可能就要 在床上躺上几个月了 本来苏浩以为对方会说 邪魔歪道 人人得而诛之 想挑战他的 要么是热血的小年轻 要么是要命不要命的疯子 直到现在 除了精炼火神外 苏浩还没有接触到 人族真正的高手 让苏浩有些遗憾 如果可能的话 他还想和王权霸业过个招 尽管王权霸业 见心已失 但不可否认 他依然是整个 修道界的顶尖高手 至于王权富贵 现在和东方月初一样 只是一个小屁孩 同为剑客 激起了苏浩的好胜之心 面对苏浩的疑惑 王德福毫不犹豫地 脱口而出 为了我师妹 这个回答 出乎苏浩的预料 并成功地引起了他的兴趣 哦 仔细说说 除了能喝酒打架外 苏浩也想多感受一下 人间百态 将生死置之度外后 王德福坦然了很多 师父说 如果我这次挑战建模 能活着回去 就将师妹嫁给我 理由很是简单 并不复杂 这是一个为爱情 不要命的人 对方口中的师父 明知道他的厉害 还让王德福过来送死 也不是什么好人 为了提高山庄的名气 可以不惜弟子的性命 王德福是真的傻 苏浩笑了 那你觉得自己挑战我 还能活下去吗 不试试怎么知道 王德福一脸的洒脱 颇有几分放荡不羁的意味 苏浩点了点头 好吧 试试就是试 他的这个梗 对方明显没有领会到 还对苏浩表示了感谢 多谢建模成全 成全 成全你啥 试试就是试 在感谢之后 王德福并没有拔剑 而是将酒仙拿了出来 这小子还挺懂事的 苏浩心里想着 动手之前 就先将酒拿给自己 见到王德福 伸手去扒拉酒坛子 苏浩的脸色变了 你干嘛 王德福面露绝燃之色 声音中带着 誓死如归的豪迈 我先喝酒 免得等下来不及了 这酒是给你喝的吗 苏浩生气了 大声吼道 面对突然就急眼的苏浩 王德福有些茫然 不给我喝 那给谁喝 先前在客栈里的道友说过 这酒是断头酒 喝了这酒 被建模打死后 好上路 苏浩指了指自己 我喝的 其他的道士 一片哗然 建模果然凶残 连断头酒都不让别人喝 你这样就过分了 别人的酒都抢着喝 果然是邪魔歪道 竟想着占便宜 不管苏浩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在这些人眼中 都是罪大恶极的 此刻 纷纷小声地怒骂苏浩 唯恐大声一点被苏浩听见 王德福想了想 还是将这坛酒 抛向了苏浩 建模 那这坛酒就送你吧 苏浩也不客气 拔开坛风 就开始喝 蹲蹲蹲 叮 宿主持续喝酒 体质加实 叮 宿主持续喝酒 灵力加实 叮 宿主持续喝酒 剑技加实 叮 恭喜宿主获得新的剑技换剑 换剑 入门 凝聚精神力 斩出一剑 让对方陷入幻境中 练到高深境界 可根据对方记忆 自主编造幻境 只要幻境不破 对方会失去行动能力 第31章 幻剑的威力 幻剑 索好好久都没有获得新的剑技了 这倒是意外之喜 看来王德福这次给他带来的美酒 品质还是挺高的 要不然 不会只是一坛酒 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从幻剑的介绍上来看 这一招不是作用于肉体的 而是直接对精神进行打击 制造的幻境 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 能够困住对方 将幻境的境界提升 还能凭借着自己的想法 随意地编造一个幻境 倒是一个不错的手段 当然 屠山也有类似的法术 能做到这一点 比如胡念之术 练到高深的境界 甚至能够控制其他人的行为和记忆 这种法术 也只有狐妖自己才能学会 蹲蹲蹲 见到苏浩肆无忌惮地饮酒 碍于苏浩那高深莫测的实力 众人是敢怒不敢言 最多只是小声嘀咕两句 大战之前 居然将自己灌醉 这是看不起谁呢 这个剑魔 太过狂傲了 遇到过嚣张的 却没有遇到过这么嚣张的 道士们的心里都是愤愤不平 可想到苏浩的实力 还是忍了下来 一坛酒见底 苏浩意犹未尽地擦了擦嘴 大大咧咧地问道 你这酒是哪里来的 王德福见到苏浩大战在即 竟然真的将一坛酒喝完了 眼里带着几分诧异 原先他以为只是做做样子 不过他不认为这是一种狂傲 心里想着 也许是对方拥有十足的自信 毕竟打败金面火神 可是实打实的战绩 或许里面有夸大的成分 但是关于这一点是不会假的 朋友相葬 苏浩眼前一亮 继续追问 哪个朋友 如果还能喝到这样的酒 说不定他还能获得新的见解 王德福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摇了摇头 这个我就不能告知了 他看得出来 苏浩是一个爱酒之人 不是故意喝酒羞辱自己 如果他告诉了苏浩 他的朋友可能会有危险 甚至被抓到屠山 逼问朋友拿出酒来 尽管王德福不了解建模 可直觉告诉他 这种事情建模是做得出来的 行吧 既然王德福不愿意说 苏浩也不勉强 谁还没有一个朋友呢 谁的朋友 家里会不没有一摊美酒呢 反正这世间的美酒无数 不值得在某一种酒的上面浪费时间 就像是他不会为了一棵树 而放弃整片森林 美酒穿长过 打架结结结 我最近自创了一种新的招式 你运气不错 正好拿你来试试 苏浩口中所谓的自创剑招 当然是幻剑 他获得幻剑 多亏王德福带来的酒 当然是要用幻剑 好好地感谢一下对方 陷入幻境 就像是做梦一般 不会有实质性的伤害 趁着苏浩还没有完全喝醉 这是相当温柔的方式了 苏浩觉得幻剑的用处还有很多 等有时间再好好地开发一下 好 请赐教 铿锵一声 王德福将长剑抽出 摆出了一个棋手势 他的目光凝重 浑身的灵力蓄势待发 一张脸紧绷着 对付剑魔 不敢有丝毫的侥幸和大意 疾风骤雨剑的名号 绝非是浪得虚名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就仿佛疾风骤雨般 让人难以招架 当然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后继无力 此刻众人都是 摒弃名神地 看着对峙的两道身影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就担心错过了什么细节 一般高手过招 有可能一个疏忽 就会决定最后的成败 大家更想从苏浩的出招中 看出破绽 好击败苏浩 在众人的注视下 苏浩一动不动 王德福也是一动不动 就这么一直僵持着 苏浩是等着王德福动 而王德福是等着苏浩动 高手过招 谁先动就意味着会露出破绽 这是王德福没有动的原因 至于苏浩 纯粹是懒得动 苏浩抬起眼皮 看了王德福一眼 轻声说道 要是你现在不出手 等一下就没机会了 他不是开玩笑的 幻见一出 陷入幻境之中 对方想动就动不了 除非他的精神力 比苏浩还要强大 才能够强行破除这一招 话音未落 王德福动了 他没有任何试探 一出手就是权力 手里只有一把剑 可却演化出了上百道剑光 这些剑光都是真的 不是虚幻的 攻击就像是他的名号 如疾风咒语一般 每一道剑光 都蕴含着充沛的灵力 让人遍体生寒 面对这样密集的攻击 让人避无可避 苏浩本来也没打算避开 磅礴的精神力 在眉心汇聚 凝聚成一把无形的小剑 尽管这把小剑 不过三寸 却散发着一股威压 王德福看不到小剑 却能感受到这股威压 但是他没有退 这个时候再退 已经来不及了 他也没有打算退 将一身的灵力 都用在了这一招 小剑划破虚空 穿过上百道剑光 无声无息地向着王德福 斩去 当王德福距离苏浩三步之遥 突然停了下来 所有的剑光都消散了 只有他手里紧握的长剑 还在不断地震战着 强大的精神力 席卷了王德福的尸海 却并不狂暴 他的一生 如走马光花般 在脑海中闪过 六岁陆玉山匪 一家人全部被杀光了 只有运气好的他 被逍遥山庄的人救起 后来 这人成为了自己的师父 教导他练剑 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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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复一月的练剑 只为了报仇血恨 直到那个穿着 碧绿罗山爱笑的姑娘 在他的面前出现 你这个呆子 一天只知道练剑吗 这个姑娘的出现 就像是照亮他 灰暗人生的第一束光 从其他师兄弟的口中 王德福知道了 这个姑娘 是自己的小师妹 小师妹的天赋很好 时不时地指点他 一来二去 剑声情愫 往后岁月 他练剑 小师妹就在一旁看 等到学有所成 他外出游历 寻找山匪踪迹 一去就是几年 心里终究 还是放不下那份仇恨 首任山匪回来后 却得知师妹 将要许配他人 对方是另外一个 门派的拯救嫡子 看上了师妹 想要让他做妾 师妹性子刚烈 誓死不从 被关了起来 他跪在师父门口 三天三夜 师父终于松口了 只要你去图山 挑战剑魔 能够活着回来的话 将灵儿嫁给你 又有何妨 一匹马 一把剑 赶往图山 面对剑魔 他使出了平生所学 却不敌对方随手一招 最后惨败收场 带着对师妹的眷恋 和对自己无能无力的悔恨 他死了 对于其他人来说 只是眨眼的时间 可对于王德福来说 却是一生 王德福那双迷茫的眼神 有了焦距 他看着眼前仰头狂瘾的白衣身影 嘴角带着一抹苦涩 意识到自己与剑魔的实力差距 宛如天谦一般 不可逾越 我说了 任凭处置 他收剑而立 低着头 仿佛失去了一身的精气神 众人看不到他的表情 刚才发生了什么 怎么王德福会突然认输呢 这个剑魔 到底用出了什么卑鄙的手段 对于王德福这么干脆利落的认输 苏浩有些意外 本来他以为对方多少还会挣扎一下的 你走吧 我不杀你 如果想感谢一下我的不杀之恩 下一次来 再给带一摊像这样的美酒就行 涂山苏浩 只愿一罪 第32章 假酒 找打 你真的不杀我 没有任何要求 就这么让我离开 王德福忍不住连声问道 江湖传闻 剑魔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放过自己 他的心里大受震撼 依然不肯相信 苏浩翻了一个白眼 咋地 你现在不走 还想留在屠山吃饭吗 趁着我现在心情好 放你一马 不要不是去啊 就算你等一下 想走也晚了 深深的看了苏浩一眼后 王德福转身离去 大恩不言谢 不杀之恩 今日 他王德福记下了 等来日再报 见到王德福莫名其妙的认输 剑魔莫名其妙的放过了他 大家面面相去 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完全不知道 其中发生什么事了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是一个大血的猛逼 传说中 杀人不眨眼的剑魔 竟是这么好说话的吗 竟然让王德福全身而退 看起来还没有受到一点伤 不管怎么样 本来小有名气的王德福 经过这一战后 定会名声大噪 没有生命危险 还能够扬名 只是付出一坛酒的代价 这种好事 可不多见 想到这里 众人的呼吸都开始急促起来 心思也活络了 道士们都想把握住 这个难得的机会 可心里还是隐隐担心 万一被打死了怎么办 为了杨明 被打死不划算 人群之中 里面有一个胆子 比较大的胖道士 直接就站了出来 剑魔 我要挑战你 胖道士的身材臃肿 走起路来像一个翻滚的圆球 面对着苏浩 中气十足的大声喊道 细心的人却能发现 胖道士的两条腿 都是在发抖 胖道士出头了 众人决定再观望一下 苏浩眼皮一抬 有酒没 尝到了好处之后 苏浩开始迷恋上这种滋味 没准下一坛酒 也能帮他获得新的健进呢 他为自己两全其美的计划 在心里默默地点了一个赞 给你 一坛酒扔了过来 苏浩稳稳地接住 直接仰头狂饮 蹲蹲蹲 还没喝几口 苏浩就全部吐了出来 呸 这什么马尿 也敢成为美酒 苏浩的口味 这些年被屠山荣荣养雕了 普通的酒喝起来 就像是马尿一般 胖道士看到苏浩凶神恶煞的样子 被吓了一跳 他这个确实不是什么美酒 花了不到几个铜板 从来复科站那里买的 当然 胖道士是不会承认的 硬着头皮 胖道士小声地说了一句 要不你再喝喝看 好酒都是越喝越有滋味的 苏浩大怒 砰的一下 将酒坛砸在地上 喝你麻痹 嗨起来 他直接出拳 砸在了胖道士的身上 咚咚咚 拳拳倒肉 打得胖道士皮开肉绽 连声叫唤 剑博爷爷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认输还不行吗 这酒确实不是什么美酒 是我用几个铜板顺手买来的 在苏浩的拳头下 胖道士直接认输 什么都交代了 见到胖道士这么拾去 苏浩停了下来 倒不是怜悯对方 他觉得再打下去 可能真的要出人命 到时候按照图山的规矩 自己是要被驱逐下山的 狗屁的儒雅随和 人都差点被打死了好吗 不就是带了一坛普通的酒过来 至于下这么重的手 鼻青脸肿的胖道士 羊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心里默默地想着 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到胖道士 被苏浩打了一个半死 其他人只能干瞪眼 不敢为胖道士出头 对于这种敢用假酒糊弄他的人 苏浩不会客气的 必须重拳出击 打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 要不然 他岂不是白跑一趟了 还有谁想要挑战我的吗 苏浩面对着众人 白衣飘飘 气质出尘 脚下是横躺着的胖道士 这样的画面 让在场的人都是后背发亮 一些带了酒的人 赶紧将酒藏好了 心里有点发虚 因为他们也是在来服科站买的 拿着这种酒去挑战剑魔 绝对会被打一顿 毕竟有血淋淋的例子 摆在眼前 不了 今天剑魔连战两场 必定损耗极大 我等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 来日再战 美酒还未备好 战书还未送来 此事要从长计议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告辞 告辞 在众人即将离开的时候 涂山荣荣突然来到了这里 静止走向 还躺在地上的胖道士 要不要享受一下 涂山的治疗服务 以你现在的伤势 治愈的话 只需要一百两银走 微眯着眼睛 涂山荣荣半蹲在地上 低头看着胖道士 那嘴角露出的笑容 让胖道士不寒而栗 胖道士看了看苏浩 又看了看涂山荣荣 最后带着哭腔说道 我愿意出一百两 接受治疗 涂山荣荣满意地点了点头 成交 旁边的苏浩漠然不语 荣荣姐 这是发现了新的赚钱方法 自己以后 要不要配合一下她 将来挑战自己的人 打一个半死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隐藏在暗中 看到这一幕的涂山洪洪 放心地离开了 好在又是虚惊一场 人族的真正高手 还没有出现 王德福在涂山洪洪看来 并不厉害 是单手就能吊胆的选手 不过 想到苏浩那诡异的招式 涂山洪洪的眉头紧重 在脑海中想象了一下 如果苏浩对自己使用这招的话 他该如何应对 思来想去 涂山洪洪都没有想到办法 主要是看不出这招的路数 哎 一声叹息 消散在风中 回到涂山镇的道士们 坐在来福克站里 沉默不语 气氛显得有些凝重 没过一会儿后 就有人直接拍案而起 是用什么手段让王德福主动认输的 但我敢保证 绝对不是什么能见德光的手段 另外一个道友更太惨了 好心给对方送酒后 却被打得半死不活 剑魔喜怒无常 果然是穷凶极恶之辈 其中一个年轻的姑娘 小声嘀咕道 我觉得剑魔挺帅的 缩号那绝世的容颜 出臣的气质 让小姑娘春心萌动 念念难忘 甚至产生了一种投敌的冲动 对于这一点 众人都是没有反驳 事实就摆在眼前 不得不承认 骂了一顿剑魔后 大家都散了 可私下里却是动作了起来 快传讯门派 让门派的人快马加鞭 送几堂好酒过来 想要扬名 就在此时了 酒来 只要有好酒 既不会被打 又能站着将名声正望 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快 更容易的成名方式了 嘴上骂着苏浩 可身体却很诚实地 为苏浩找美酒 毕竟胖道士的遭遇 还历历在目 只要有了美酒 让剑魔满意了 就算是挑战剑魔 生命不会有什么危险 甚至像王德福一样 从表面上 看不到什么损伤 既能出名 又不会丢命 代价只是损失一谈美酒而已 简直是太划算了好吗 修道界的人 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谁不想扬名立万 打不打得过先不谈 最主要的是一个态度 第三十三章 醒酒的方式 几天后 王德福一点疲惫 快马加鞭地赶回了逍遥山庄 他有些担心自己的师妹 中途一直没有休息过 一旦他战败的消息传了回去 说不定师父会逼迫小师妹澄清 以小师妹那刚烈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想到这里 王德福心急如焚 只是当他赶到的时候 眼前发生的情况 却和他预想得完全不同 早就提前收到消息的山庄庄主 带着所有弟子出庄室里 来迎接王德福 不仅欢迎的仪式十分隆重 还答应将他心心念念的师妹嫁给他 幸福来得太突然 王德福都梦了 他连一招都没有截住就败了 自觉配不上师妹 更辜负了师父多年来的教导 被苏浩击败后 倒心不稳 一度认为自己是一个垃圾 回来的路上 正琢磨着如何将师妹的亲事给退掉 哪怕豁出性命 也在所不惜 反正能从剑魔的手下保全性命 这条命就算是捡来的了 结果他成新郎官了 这一切就像是做梦一般 王贤侄 真是年少有为啊 竟然与剑魔交手百招 不分上下 不愧是我的好徒儿 这道行越发的深不可测 为师很欣慰 天不生我王师兄 见到万古如长夜 听到周围人的大力吹捧 横飞的唾沫星子 都快喷到自己的脸上了 王德福却是一脸的茫然 什么情况 自己有这么厉害的吗 还与剑魔交手上百招 不分胜负 一招都没接下来好吧 说得他自己都差点信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王德福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很快 王德福就冷静了下来 今天他所获得的一切 都是来自剑魔的不杀之恩了 王德福转身看着屠山所在的方向 眼里流露出浓浓的感激之色 大恩不言谢 我王德福日后再报 一时之间 王德福挑战剑魔 活着返回的消息 传遍大街小巷 听说了吗 逍遥山庄的王德福 前几日挑战屠山剑魔 全身而退 死 王德福这么厉害的吗 竟然能从剑魔的手里活命 疾风骤雨剑 果然是名不虚传 王德福不愧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翘楚人物 现在有很多高手 都齐聚在屠山镇 准备挑战剑魔呢 要不我们也去看看 好啊 好啊 我早就想到砍剑魔了 同去同去 随着王德福一战成名 敢往屠山镇的人就更多 甚至有人在屠山镇买下地气 准备和剑魔战斗到底 另外 运送往屠山镇的美酒 已经在路上了 大家都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万事俱备 只欠美酒 在整个修道界 掀起了一股挑战剑魔的热潮 剑魔仿佛变成了游戏副本的boss级人物 每一个人都想去刷一刷 不刷一下的话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是修道的 清晨 屠山的一个房屋内 屠山雅雅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嘴角隐约可见一丝晶莹的液体 包子脸的小狐狸 尽管是萝莉的身材 还没有彻底展开 但是眉宇之间 已经有了几分妩媚 胸怀更是远超同龄的狐狸 承受了他这个年龄 不该承受的承重 就连那身宽松的淡蓝色衣服 也丝毫遮挡不住 从小就这么得天独厚 长大更是不可逼时 只是他现在的睡相 有些破坏了这份美好 沉睡中的屠山雅雅 偶尔还会伸手 挠一挠自己裸露在外面的小肚皮 嘴里发出不明意义的呢喃 姐姐 打他 打他 嘿嘿 打他 在他的面前 还放着好几个喝光了的酒坛 一股浓郁的酒香味 充斥在整个房间内 嘎吱 房门被推开 喝得醉醺醺的苏浩 摇摇晃晃的走到床边 对于苏浩的到来 屠山雅雅 没有任何的察觉 依然睡得很香 这一刻 两个酒鬼相遇了 简直是天雷勾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蹲蹲蹲 姐姐姐 雅雅姐 你既然喝醉了不来上课 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 说着苏浩探出大手 向着床上的屠山雅雅一把抓去 很快 房间内传来杀猪般的惨叫声 后山处 东方月初盘腿坐在地上 正在尝试使用出纯质洋言 尽管纯质洋言 是每一个拥有东方血脉的人 都能施展的 但是东方月初毕竟还小 现在身边又没有懂得 激发纯质洋言的族人存在 导致难度倍增 这些天 他一直在接受各种刺激 可惜效果并不明显 体魄却在苏浩的锤炼下 一天天的强大起来 即便是面对屠山雅雅的拳打脚踢 也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东方月初不是一个青年放弃的人 挨打不还手不是他的风格 最近几天 他都在尝试激发出这股力量 却一点火星也没有见到 心里难免有些沮丧 按照现在这个样子 想要击败屠山雅雅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满月 他不想让师父失望 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屠山逃离的事情 似乎看起来遥遥无期 蹲蹲蹲 熟悉的声音响起 从修炼的状态中脱离 只见苏昊一手拿着酒壶 一手夹着屠山雅雅 从不远处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哭 看到屠山雅雅 被苏昊夹在割枝窝下面 东方月初没心没肺地笑出了声 不许笑 小屁孩 我不许你笑 屠山雅雅的包子脸鼓鼓的 小短腿不停地摇晃 可不管他怎么挣扎 都不能摆脱苏昊的大手 这几天他找到了机会 给姐姐倒撞 可姐姐就是简单的一句知道了 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想象中 姐姐打苏昊一顿的情景 并没有出现 让屠山雅雅大受打击 昨天他借酒消愁 不由得喝多了 这才耽误了时间 被苏昊抓了一个阵阵 师父 你打算怎么惩罚他 东方月初有些幸灾乐祸地问道 如果是用小皮鞭抽他的话 我愿意为师父出手 说着说着 东方月初搓起了手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苏昊将屠山雅雅夹着 摇了摇头 蹲蹲蹲 不用 我们直接去瀑布那边 让雅雅姐清醒一下 让雅雅姐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大自然的馈赠 当苏昊说话之后 师父两个都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姐姐姐 听了两人的对话后 屠山雅雅大声抗议 我现在很清醒 不清醒的是你吗 不管屠山雅雅的抗议 苏昊一手夹着他 一手提起东方月初 几个起落就来到瀑布旁 辨认了一下方向 苏昊猛然发力 走你 啊 屠山雅雅那娇小的身躯 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准确无误地落在了石台之上 碰 哈哈 屠山雅雅你也有惊天 东方月初双手插腰 仰天长笑 很快 缩好那轻飘飘的几个字 就让东方月初笑不出来了 你也去 东方月初 第34章 荣荣姐 你也不想我欠钱不还吧 说说说 长达数百丈的瀑布倾气而下 溅起无数水花 水雾朦朦 在瀑布下方的一个石台上 隐约可见两道身体矮小的身影 在苦苦支撑着 锤炼体魄的过程 对于屠山雅雅和东方月初 是痛苦的 但是苏昊相信 最后的成果必然是显著的 正所谓 身体是打架的本钱 只有本钱足够 才能赢到最后 隔着一段距离 还能听到从瀑布那边 传来隐隐带着哭腔的呐喊声 师父 还需要坚持多久 我快不行了 苏老师 我的酒已经醒了 就饶过我这次吧 下一次不敢了 这些呐喊声 苏昊已经听腻了 眼里没有丝毫的波动 甚至嘴角还止不住的上扬 勾起一抹惊心动魄的弧度 啊 你们在喊什么呀 风太大了 我听不见 苏昊一边敷衍地应付着 一边琢磨着 要不要换一个方式 总是在瀑布下冲刷肉身 显得有些单调 即便是锤炼体魄 也不应该像这样枯燥而乏味 在这枯燥且乏味的修炼中 应该多谢乐子 思来想去 还是用以前的老办法 用自己的双手 打出学生们美好的未来吧 洪洪姐曾经手把手地教导过她 走不通的道路 就用拳头来打通 苏昊觉得挺有道理 并运用于实践之中 自己这是在为学生们铺路啊 她辛苦点没有什么 都是为了学生好 就在苏昊喝着酒 畅想未来的时候 一个身材性淡 面容妩媚的咪咪眼狐妖 突然出现在苏昊的面前 苏公子 三当家的有请 她的声音融合了身材和面容的所有优点 总结起来就是性感妩媚 还有点沙哑的感觉 像是烟嗓 尽管苏昊名义上是图山的三等仆人 可除了图山荣荣外 没有妖怪当着苏昊的面这么寒 图山的妖怪们的 面对酒疯子苏昊 是感激又害怕 感激苏昊在盗蒙大举来饭时 击退了金面火神这一个强敌 害怕苏昊喝醉了 又要打妖怪 在整个图山城里 这些年不知有多少的妖怪 惨遭苏昊的毒手 尤其是经常巡逻的银月守卫 有点资历的都被苏昊打过一顿 只要苏昊在的地方 银月守卫是绝对不敢去的 反正都是打一顿 就让其他的妖怪来承受吧 即便是作为暗月守卫的精锐部队 十二胡之中的一支 在苏昊的面前 都不由得瑟瑟发抖 礼貌地称呼苏昊为苏公子 哦 原来是小六啊 不是 我是小七 小六还没回来呢 好的 小八 小七 十二胡的身段 相貌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基本是身材性感 面容妩媚的咪咪眼 除了屠山荣荣外 就连其他的狐妖也很难分辨 想到这里 小七选择不说话了 没有必要和醉酒的苏昊较劲 将苏昊带到屠山荣荣所在的藏书阁后 小七就转身离开了 没有丝毫的留恋 尽管苏昊长得俊又有气质 但想到像这么俊的男人 喜欢喝酒 而且喝酒后 还要耍酒风打妖怪 就冷静了下来 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看着正在低头写着什么的屠山荣荣 苏昊大胆咧咧地问道 荣荣姐 有啥事 直接说 这次是打谁 他嘴上这样问道 身体却遵循着最本能的欲望 在房间里 开始着起酒来 见到苏昊到处乱翻 屠山荣荣已经是见怪不怪 而且早有准备了 脆发的屠山荣荣 美好气地瞪了苏昊一眼 声音却是异常的温柔 别找了 酒在我这里呢 他弯下腰敲了敲地板 从地板的一个暗阁中 取出来一坛酒 对于屠山荣荣这种 私藏好酒的行为 苏昊有些不悦 荣荣姐 你竟然连君子也放 我又不透你的酒 藏这么隐秘干什么 竟然用隔绝气味的珍贵材料 做成了地板 怪不得刚才没有闻到味道 原来竟是和他玩了这样一手 还真是一只狡猾多端的狐狸呢 屠山荣荣眉眼弯弯 看着苏昊笑道 我呀 是不得不防 你是什么人 我可最清楚了 藏一手 还是很有必要的 苏昊不想在这个话题上 继续讨论下去 将手伸到屠山荣荣的面前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 先前没找到就算了 如今屠山荣荣主动拿出来 苏昊自然不会和他客气 他那么费心费力地 教导愚蠢的牙牙姐 按照约定 这是他的劳动所得 可屠山荣荣并没有像以前一样 直接将酒拿给苏昊 而是轻声开口 瞧你那猴急的样子 先等等吧 还没到齐呢 如果你想要强强的话 就当我没说 我可是好心地提醒过你了呀 等谁 苏昊下意识地问道 屠山荣荣只是笑而不语 见到屠山荣荣又化身为谜语湖 苏昊也不再多问 只是心里产生了响 打他一顿的冲动 最后苏昊还是忍了下来 直觉告诉他 是出反常必有妖 自顾自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一直盯着屠山荣荣手里的酒 没过多久 一阵清脆悦耳的铃声响起 苏昊就知道是谁来了 正是好久不见的屠山荣荣 见到屠山荣荣来了 苏昊的酒都是醒了不少 额头上更是冒出了细密的冷汗 怪不得屠山荣荣刚才不说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 想给自己一个惊喜 如果他刚才出手抢夺那坛酒的话 就会恰好被屠山荣荣撞见 这样的话 自己难免被训斥 甚至被打一顿 美酒诱惑在前 荣荣姐在后 这套路简直绝了 荣荣姐是越来越坏了 连她都啃 还能不能愉快地合作 细思极恐啊 进入房间的屠山荣荣 那浅绿色的毛子 落在了苏昊的身上 停顿了一下 就将视线转移到了 屠山荣荣那里 荣荣 说说吧 找我来 到底是商量什么事 屠山荣荣 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一直没有变过 只是谁也没注意到 她微眯的眼中 悄然闪过一抹遗憾之色 至于遗憾什么 只有她自己清楚了 好的呢 姐姐 是这样的 算算时间 南国的使团也该到了 为了顺利地组建妖蒙 我想问姐姐和三等仆人的意见 话音未落 就被苏昊打断了 以后请喊我苏老师 三等仆人这个身份 不太符合我真正的实力 苏昊一脸认真的说道 荣荣姐 你也不想 我欠欠不还吧 整个房间 都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中 苏昊注意到 屠山荣荣的眼睫毛 迅速地颤动了几下 随后归于平静 旁边的屠山荣荣 则是面无表情 仿佛和自己无关一样 实际上 这确实和屠山荣荣没有关系 屠山荣荣虽是大当家 但屠山的内部事物 还是屠山荣荣管着的 确实是这样的呢 你击退了金面火神 功不可没 同时也是姐姐的老师 再继续当三等仆人 就不太合适了 那我以后也喊你苏老师 好不好啊 苏昊满意地点了点头 荣荣姐 你实在太客气了 再喊一声苏老师 我听听 我就爱听这个 屠山荣荣 她没被屠山繁重的事物累死之前 或许会被苏昊 这个臭酒鬼给气死了 想念三岁以前苏昊的第一天 第35章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荣荣 我们还是继续说说 组建妖萌的事情吧 屠山荣荣那清冷的声音 在房间里响起 倒是给了屠山荣荣一个台阶下 以屠山荣荣 对于屠山荣荣的了解 她认为 真要让屠山荣荣 喊苏昊为苏老师 还是喊不出口的 她这个妹妹 是最要面子的 在任何事情上面 都不愿吃亏 不像表面上铁骨蒸蒸的屠山哑哑 打一顿就老实了 如果还不老实 那就多打几顿 见到屠山荣荣转移话题 苏昊也没有继续谈下去的意思 刚才让屠山荣荣喊她苏老师 完全是对屠山荣荣 给她设下圈套的反击 这种反击 还是要适可而止 对大家都比较好 毕竟住在同一个山里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酒水以后 还需要容老板免费提供 不好将彼此的关系闹得太僵 好的呢 姐姐 不着痕迹地看了苏昊一眼 屠山荣荣继续说道 我先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苏老师多多指教 她特意在苏老师三个字上 加重了语气 甚至摆出一副 虚心求教的样子 顿时让苏昊心中凛然 警惕了起来 正所谓捧得越高 摔得越惨 苏昊明白 这是要在洪洪姐的面前 捧杀自己了 荣荣姐 有时候也挺小气的 她就是嘴上占点便宜 至于这样吗 诚心诚意地喊一声老师 就那么困难吗 果然 荣荣姐还是喜欢喊她三等仆人的 南国在南部边陲 与我们屠山平日里 基本没有什么来往 只是我近年来一直在联系那边 想要与南国组成妖萌 如今妖族的最大几股势力 分别是以欢都擎天为首的南国皇族 西西域的沙狐一族 还有北边的玉妖国 这个玉妖国的国主 也具有大妖皇级的实力 在屠山荣荣的讲解中 她所设想的组成妖萌的计划里 最重要的是要先将南国拉入妖萌 这也是目前最困难的一步 只要迈出了这一步 到后面就轻松了 眼看南国使团即将抵达 迈出这一步就显得迫在眉睫 北边的玉妖国上下都听从石宽的号令 而石宽除了是一个痴情的妖怪外 还是一个武痴 想要玉妖国加入妖萌 只要打负石宽就行 在高端站立这一块 屠山荣荣倒是挺自信的 用她的话来说 姐姐对付那个石宽 应该是手到擎来的事情 缩号想了一下 打石宽那个大击霸 她也可以上的 四大妖皇中 不算半残的范云飞 大击霸的实力属于垫底 细细欲好说 范云飞失踪多年 日渐衰弱 没有大妖皇坐镇的沙狐一族 不用劝就会主动加入 甚至是倒贴那种 屠山荣荣三言两语 就将如今的形式 给分析清楚了 还给出了相应的办法 怎么说呢 不愧是屠山的智囊 除了她以外 最聪明的狐狸 说到最后 屠山荣荣又将话题 带回了原点 所以荣荣想问一下 姐姐和苏老师 有什么办法 让南国加入进来呢 面对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整个房间再度 变得安静了下来 提出这个问题时 屠山荣荣并没有 看自己的姐姐 反而将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了苏浩的身上 什么意思 不言而喻 就像屠山洪洪 了解屠山荣荣一样 屠山荣荣也很了解 屠山洪洪 可谓是姐妹情深 屠山洪洪做出一脸的沉思状 表面上是在想办法 实际却是想着 等下去哪里修炼 何时才能将苏浩再打一顿 像这种需要废脑的事情 根本不是她的长相 想了一会儿后 自然而然地看向了苏浩 轻亮的毛子眨了眨 你先说 对于屠山洪洪的这种偷懒行为 苏浩是痛心疾首 洪洪姐 你这样的话 是永远无法变得聪明的 这样下去 简直和愚蠢的牙牙姐 就像半斤八两的区别 会变成牙牙姐的形状啊 默默地吐槽了几句 苏浩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吧 我觉得 南国迟迟不愿加入 就是缺少了社会的毒打 南国偏安逸于 实在是太久了 这么多年 只有我们屠山在挨打 而南国恐怕早就忘了 被挨打是什么滋味 想要让南国心甘情愿地加入 就必须给对方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四大妖狱中 南国遍布毒虫毒草 根本不适合人族生存 盗蒙去打南国 属于费力不讨好 导致盗蒙和南国之间有点小摩擦 但是大战没有 西西域和北山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要么环境恶劣 要么地处偏僻 只有屠山这边的物产比较丰富 水土肥沃 就连妖怪们都是水嫩水嫩的 尽管屠山很富饶 这里的妖怪 却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没有好斗之心 占有最好的资源 却想着过平静的生活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要是盗蒙不傻 就会先拿下屠山 再考虑其他的地域 屠山融融的眉头微皱 对于苏浩的这个办法 他不是很认同 本来南国和屠山的关系就不好 你再去将别人打一顿 要是事情败露了 别说结盟了 这是要翻脸啊 不是说不行 而是风险太高了 就像是在玩火 稍不留意 就会玩火自焚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种最快的办法 屠山红红 露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 哦 有点意思 说下去 得到屠山红红的认可后 苏浩说话的声音都大了许多 说得越来越流畅 南国的屎团不是快到了吗 我可以先伪装成道蒙的修士 将南国的屎团打一顿 在南国的屎团 意识到道蒙的强大后 我再出手接应屎团到屠山来 既然是要嫁祸给道蒙 就必须让人族出手 如果是让屠山的狐妖去做 这不是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吗 这个办法 确实不错 屠山红红偏着头想了想 表示了赞同 南国想了太久 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般 早就失去了斗志 唯有下猛药才能让南国意识到人族的威胁 组成妖蒙是势在必行的 屠山容容张了张嘴巴 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觉得找自己的姐姐和苏浩来商议这个事情 很有可能是一个错误 但是他转念一想 以如今的局势来看 如果不早点促成妖蒙 苏浩的横空出世 已经让道蒙产生了危机感 道蒙肯定无法坐视 屠山再出一个顶尖高手的 会打破目前的平衡 等到道蒙下一次大举来攻的时候 屠山可能有覆灭之危 陈阴片刻最终屠山容容选择冒险一搏 既然苏老师还有姐姐都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那么就试试吧 苏浩听得出来 屠山容容喊的这一声苏老师带着几分真挚 接下来苏老师想谈一下 关于出场费的事情 屠山容容眉头一挑 似笑非笑地盯着苏浩 怪不得这次如此积极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呢 第36章 计划直接快进到二阶段 我 南国公主 欢都洛兰 天生丽智 独树精湛 周围的妖怪夸我打小就聪明 父亲视我为掌上明珠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在南国的地位 可谓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听说屠山出了一个高手 名幻剑魔 凶残无比 就连金面火神都败在了剑魔的手里 明明是一个人类 却帮助妖怪 哼 真是一个有趣的男人 不得不说 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恰逢父亲 欲与屠山商谈结盟的事宜 我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道别了自己敬爱的父亲 离开了从小长大的故土 带着五毒太保等众多高手 踏上奔赴屠山的路途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中途要经过广袤的人类疆域 据说十分危险 但我不怕 甚至阴影有些兴奋 南国很大 也很小 容纳不了我那颗 具有冒险精神的心 第一次来到人类的疆域 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一边赶路 一边欣赏人间百态 顺便尝尝这里的美食 不得不说 人类做的美食 还是挺不错的 别有风味 让妖都流连忘返 学会了这些美食的做法 回去给父亲也尝尝鲜 如果能一直这样 顺利地走到屠山那子好了 可妖身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不清楚是哪个内鬼泄露的消息 道蒙那边知道了 南国想要与屠山结盟的消息 派出无数高手截杀 见多识广的独老子和独婆子说 这次麻烦了 这次来的人里面 有王群山庄 张家 李家 杨家的老一辈强者 还有数百位道蒙 精英弟子助阵 想要突出重围 相当的困难 甚至是希望渺茫 独公子说这次 他可能回不去了 有一句话在心里憋了很久 一直不敢和他讲 如今面临如此危局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可几次都是欲言又止 把我急得不行 你有什么话就说啊 经过几次激战 五毒太保打着打着 就打散了 要么是为了引走敌人 要么是为了断后 要么是迷路 嗯 随便一提 迷路的是独通子 到现在还不知道 独公子想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 从南国出来的时候 身边众多高手环绕 如今偌大的南国使团 就只剩下他一个腰了 人类疆域太危险了 他想回南国 只是现在回头已经晚了 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赶到屠山 才有获救的希望 就快到了 只要达到那个地方的话 三天饿酒顿的南国公主 神经叨叨地低声念着 衣衫褣的她 拄着木棍 像是乞丐一般 头发乱糟糟的 遮盖住了她美丽的容颜 身上还有一股怪味 她已经很久没洗澡了 现在完全看不出 是一搏的公主 怎一个惨子了得 结结结 就在欢都洛兰精神恍惚的时候 骤然听到一阵难听的笑声 欢都洛兰浑身都泛起了鸡皮疙瘩 心里更是产生了一股绝望 她艰难地抬起头来 见到一个身穿盗蒙服饰 相貌平平无奇的道士 手里提着两滩酒 正想着自己迎面走来 看来这次是再艰难逃了 欢都洛兰在心里低声叹息 一路走来 除了最开始的时候很快乐外 其他时间都在躲避追杀 如今她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了 作为南国公主的骄傲 不允许她就这样束手就擒 臭道士 老娘和你拼了 欢都洛兰一蹶一拐地冲了过来 还没跑几步 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半天没有动静 她饿昏了 我还没动手呢 你怎么就晕了 光天花日之下 可不准碰� 苏浩见到晕倒在地的欢都洛兰 一脸的为难 她这还没出手呢 对方就倒了 苏浩见到晕倒在地的欢都洛兰 一脸的为难 她这还没出手呢 对方就倒了 要不要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 先将欢都洛兰独打一顿 可看她这个样子 怕是经不住一顿打 任务没有完成 先前与屠山融融谈好的三百两出场费 不会减少吧 苏浩想了想 还是算了 直接进行下一个阶段吧 当欢都洛兰醒来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温润的嗓音 在耳畔响起 蹲蹲蹲 你醒了 欢都洛兰的意识 还停留在刚才与道士拼命的场景中 如今醒来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正要起身 浑身却一阵无力 又一屁股坐了下来 透过乱糟糟的长发 欢都洛兰看清了眼前人的样子 白衣胜血 滋容绝世 气质出尘 手里拿着两个大酒坛子 在仰头狂饮 欢都洛兰的眼中 闪过一抹惊艳 在人类的疆域中 她是看到过 相貌长得俊俏的小郎俊 可远远比不上眼前这个男子 怎么说呢 主要是她身上的那种气质 实在太过独特 长得俊的人有很多 可有这种气质的 却是第一次见 想到自己的处境 很快 欢都洛兰就回过神来 一脸警惕地问道 你是谁 经过了道门高手的围追堵截 还有一顿毒打之后 她对于美男的免疫力 已经提高了不少 如果换了以前 见到这样的美男子 是要直接掳回南国当仆人的 我 苏浩轻笑一声 一个住在山里的一厢客把了 蹲蹲蹲 你放心 现在你很安全 道门的人 我已经赶跑了 欢都洛兰的脸色缓和了下来 但眼里的警惕 还是没有减少 你为什么要帮我 苏浩用衣袖擦拭了一下嘴角 动作豪迈洒脱 带着一股放荡不羁的意味 路见不平 拔剑相助而已 要是姑娘无碍 我就要赶回屠山了 就在苏浩在心里 没数三个数的时候 欢都洛兰急忙喊住了她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苏浩脚步一顿 头也不回地说道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而已 最后一句 欢都洛兰用双手撑着地面 身子前倾 竖起了耳朵 你说你要回哪里 这次欢都洛兰听得很清楚 屠山 欢都洛兰大喜过望 就像是溺水的妖怪 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我也想去屠山 要不我们一起 如果你将我送到屠山 必有重险 她明媚的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苏浩 害怕苏浩直接拒绝 以她现在的身体情况 还没走到屠山 就被倒是抓住了 好啊 我一向是祝妖为乐的 苏浩认真地点了点头 既然顺路 那就一起走吧 听到苏浩答应 欢都洛兰这才放心下来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问道 有吃的吗 现在她感觉自己随时又会昏倒 已经太久 没吃东西了 怎么说哟 哦 先前已经昏倒过一次了 苏浩大方地将一个酒坛 递给了欢都洛兰 脸上带着和善的笑容 有酒 喝吗 欢都洛兰 蹲蹲蹲 第三十七章 原来是你 屠山镇 人来人往 吆喝声不断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对付剑魔专用符转 镇魔符十张 只要二百两银子 我这里有大力珠魔丹 一颗下去 让你挑战剑魔更有脸 自从屠山的剑魔横空出世 到这里的人就多了 不再是以前那个冷冷清清的小镇 而是变成了热热闹闹的小镇 大家都想着挑战剑魔 从而一举成名 毕竟有刘三刀和王德福 这两个成功的例子存在 可谓是前人灾树 后人成粮 当然这个粮 一般人还真不敢成 是需要胆气的 整个镇子的规模 比原来扩大了好几倍 随处可见新修的房屋 干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甚至还有倒是在这里摆摊 贩卖一些丹药和福传 你们听说了吗 刘三刀被霸刀宗的太上长老 收尾了关门弟子 竟有这事 那刘三刀的运气也好了 真是羡煞我也 前不久疾风咒语见王德福 也回到了逍遥山庄 老庄主不仅将自己 心爱的女儿嫁给他 还指定王德福 为下一任的庄主 嘖嘖嘖 迎娶美娇娘 成为继承人 王德福这是走上了 人生巅峰啊 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 聊的是关于江湖上的那些事 谈到刘三刀和王德福 这两个人的时候 都是羡慕不已 恨不得当时向剑魔挑战的人 就是自己 可真要直面剑魔 就怂了 毕竟剑魔喜怒无常 生性怪癖 当然也有些初出茅庐 不知江湖凶险的小年轻 当着众人的面 放出狠话来 给剑魔送酒是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对 此风不可掌 给剑魔送酒 是灭自己志气 掌剑魔威风 剑魔何德何能 配合我送的酒 小年轻们义愤填膺 大有与剑魔玉石俱焚的姿态 见识过剑魔厉害的其他人 都是冷眼旁观 并不上去搭话 像这种人实在是太多 刚开始来的时候都是这样 过一段时间就安静了 剑魔来了 剑魔来了 剑魔从镇子外走来了 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嗓子 众人闻之色变 一阵鸡飞狗跳 大家都慌不择路地躲藏了起来 包括刚才叫嚣得的小年轻 他们喊得最大声 同时也是跑得最快的 原本热闹的大街 空无一人 大家都躲进了屋子里 紧闭门窗 透过门窗的缝隙 往外面看 大王叫我来寻山哦 浪里的浪 尽管待在屋子里 却能清晰地听到这铿锵有力的哼唱声 众人面面相觑 都不明白剑魔唱的是什么玩意 没听说剑魔还有唱小曲的爱好 而且这个调 听起来也很奇怪 大家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 就见到剑魔和一个女子 缓步走了进来 在剑魔哼唱的时候 女子还大声地附和道 浪里个浪 女子蓬头会面 看不清相貌 走路跌跌撞撞 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长袍 裹得严严实实的 不仅看不清相貌 连身段都包得像一个粽子一般 这奇异的装扮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大家很难看出女子的身份 不过和剑魔在一起 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人 看这个样子 好像剑魔和女子都喝醉了呀 如果此时群起而攻之 那么剑魔该如何应对 不确定 再看看 万一是陷阱呢 本着绝不做出头鸟的原则 大家都没有动 在暗中观察着 出名要趁早 出头要延后 隔 欢杜洛兰打了一个酒隔 脸色驼红 眼神迷离 还没到屠山吗 当苏浩提出自己只有酒时 饥不择食的欢都洛兰 也顾不了那么多 这一喝 就将自己喝醉了 最后还和苏浩抢酒喝 苏浩当然不乐意 就将欢都洛兰打了一顿后 随后他才变得老实 现在欢都洛兰 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连东南西北都辨认不清 只能跟着苏浩走 如果苏浩此刻将他卖了 欢都洛兰 大家会乐呵呵地帮他数钱吧 蹲蹲蹲 快到了 快到了 你不要脆 跟我走就行 苏浩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 他发现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有些奇怪 可处于醉酒状态的他 也没有深思 直到苏浩和欢都洛兰穿过小镇 都没有人出手 屠山城门口 得到小五传讯的屠山荣荣 早就等在了这里 准备迎接南国使团 没等多久 隔着一段距离 就看到两个摇摇晃晃的身影 屠山荣荣带着一众狐妖上前迎接 屠山 欢迎南国公主大驾光临 看到南国公主 变成这副乞丐模样 屠山荣荣的眼里 闪过积分诧异 心里想着 苏浩下手未免过重了些 竟然把南国公主 打成了这个样子 不知道南国公主 都遭遇了些什么 在屠山荣荣的眼神试一下 几个狐妖连忙过去 扶住了醉醺醺醺的南国公主 接到了南国公主后 屠山荣荣看向苏浩质问道 苏浩 让你去接公主 怎么现在才回来 如果公主有什么闪失 你担当得起罪责吗 苏浩 屠山的剑魔不就叫苏浩吗 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欢督洛兰的酒一下醒了 你竟是剑魔 看着目瞪口呆的欢督洛兰 苏浩也恰到好处的露出震惊之色 你竟是南国公主 屠山荣荣笑眯眯的说道 那可真是巧呀 既然演戏就要演全套 屠山荣荣只能配合苏浩那拙烈的演技 继续演下去 第三十八章 道蒙一世 人间剑 一气道蒙总部 道蒙位于群山之中 地势险峻 一手南宫 灵力充沛 是修炼的福地 在群山之上 建有大大小小的阁楼 时不时的可以看见 穿着一气道蒙服饰的弟子 驾驭法宝穿梭器中 最中间的山峰 名为通天峰 在山巅之上 是金碧辉煌的义士大殿 此刻在大殿中 聚集了不少的人 要么是各个家族的组长 要么是宗派的掌教级人物 金卫分明地坐在大殿的两侧 在大殿的中间 主位之上 坐着的是王权霸业 一气道蒙的现任盟主 年过三十的王权霸业 身穿一袭黄袍 两鬓斑白 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 从脸部的轮廓 依然能看出 他年轻时 也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 此刻他坐在主位上 沉默不语 宛如一个雕塑盘 王权霸业正直壮年 实力高强 又是一气道蒙的盟主 本该是一气风发 大展宏图的年纪 可他的眼中 却透露出一股沧桑 眉宇之间更是带着化不开的忧郁 在东方怀主死后 王权霸业就一直这样 仿佛什么都不关心一般 谁也没见到过 王权霸业的脸上 露出过笑容 身上总是带着巨人 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众人在他的面前 为截杀南国使团的事情 争论不休 吵得是面红耳赤 一个身穿太极阴阳道袍 面白无须的中年男人 冷哼一声 你们这些家族 一天天的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如今高手进出 居然连一个南国公主也抓不住 要是传了出去 还不一笑大方 盗蒙的脸 都被你们丢尽了 说话的是天剑门的长教李玄姬 一身剑术出神入化 属于顶尖高手之一 张家的家主张峰 是一个火爆脾气 即便是面对李玄姬 也毫不客气 当即怒骂 呸 你们这些宗派还好意思说 如果不是你们拖后腿 乃能让南国公主跑了 如今道反过来指责我们 还要不要脸 一群酒囊饭带 紫衣罗群的美妇 柔声细语地劝导 两位前辈 莫要动怒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商谈如何应对 才是最重要的 据屠山镇那边传来的消息 剑魔带着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子 进入了屠山 我怀疑那个女子 就是南国的公主 此言一出 众人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无论是家族势力 还是宗派势力 都坐不住了 紫灵妹子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薛紫灵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说道 我有一个徒弟 听到薛紫灵这么说 众人的心里一沉 觉得八九不离时了 众所周知 屠山剑魔杀人如麻 万万不会带一个女子上屠山 除非是屠山妖附下的命令 让剑魔专门去接南国公主 想到这里 众人都感到有些焦躁 两方势力还没消停多久 就又开始吵了起来 我们道蒙高手进出 居然还让南国公主跑到了屠山 要是传出去 恐怕有损道蒙的声誉 有损声誉 倒还是其次的 如果真让屠山和南国组建妖蒙 那么道蒙威矣 休要威严耸听 如今我道蒙人才济济 就算妖蒙组建 也可覆首灭之 在这里说大话 也不怕风闪了舌头 这么多年攻打屠山 哪一次不是大把而归 见到各个家族的组长 与那些宗派的长教级人物 争锋相对 吵得不可开交 王权霸业也没有劝组的意思 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看着 自从他所组建的面具团 在圈外死伤殆尽后 以他为首的家族势力迅速衰落 家族中的高手断代 清皇不接 期间有无数的宗派趁势崛起 占据了大量的修炼资源 其中就具代表性的 就是神火山庄 东方老家族死后 金人凤变成了神火山庄的主人 风头一度盖过了王权山庄 甚至带着那些宗派 与王权霸业分庭抗礼 大有一同整个修道界之事 后来不知为何 神火山庄突然解散 就连金人凤也不知所踪 如果不是这样 王权霸业也坐不稳这个盟主的位置 前不久听闻金人凤重出江湖 那些家族势力都是十分忧虑 如今的情况是 家族示弱 宗派是强 全靠王权霸业一个人称的 如果金人凤再回来 那么家族势力 必定会受到很大的削弱 其实对于金人凤被苏浩打败 那些家族都是喜闻乐见的 这才约束家中子弟 不想与苏浩产生冲突 现在去挑战苏浩的 基本都是散修 或者是宗派势力 只不过得知 南国公主安然抵达屠山 即便是那些家族势力也开始慌了 南国偏安易于 但不可否认 实力还是挺强的 欢独晴天 作为成名已久的大妖皇级的强者 可以说是威震人妖两剑 几千年前 欢独晴天就是大妖皇了 谁也不知道 他现在的实力究竟到达了什么地步 似乎没有人 能够逼得那位独皇全力出手 屠山的实力也不可小觑 以前有屠山红红坐镇 现在更是出了一个剑魔 从剑魔打败了金人凤 就可以看出剑魔的实力 绝对不弱于现在的盟主王权霸业 如果南国和屠山强强联手 对盗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大殿之中 一直争论也没有一个结果 家族势力中有人高声喊道 盟主 你说怎么办吗 话音未落 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王权霸业的身上 天地一见 王权世家 可不是浪得虚名 只要王权霸业在盗盟一天 那些宗派势力就不敢轻举妄动 还能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妖族 等到众人安静了下来 王权霸业 这才缓缓开口 妖盟 绝不可成 传我命令 盗盟上下 全力攻打屠山 就算攻不破 也要让屠山元气大伤 众人心中凛然 明白盟主这是下决心 要对付屠山了 同时也是给南国一个警告 现在不出手 等到妖盟真成了气候 就为时已晚 这次大家都没有意见 异口同声的回忆 谨遵盟主之令 第三十九章 南国公主的感谢 屠山 三天饿酒盾 最后只能靠喝酒冲击 犹如乞丐般的南国公主 被苏浩带到了屠山后 受到了屠山狐妖们的热情团带 这位南国公主 差点喜极而泣 那些人族只会宁笑着来杀你 可屠山的狐妖们 却能敞开胸怀来拥抱你 让欢多洛兰觉得到了屠山 就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她能彻底地放心下来 欢多洛兰遵循最本能的欲望 毫不犹豫地 做出了先吃饭的选择 她担心自己 在洗澡的过程中 直接饿晕了 有损一国公主的形象 可转念一想 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哪里还有什么形象可言 在她喝得醉醺醺 一副乞丐装 走到屠山大门口的时候 就已经没了 心里有些后悔 喝了苏浩的酒 要不然在上山之前 还能洗漱一番 既然形象已经拉垮 就彻底地放飞自我 在屠山融融的安排下 欢多洛兰享受了一顿 屠山的豪华定制大餐 肆无忌惮地展示了一下 自己那饿死鬼头胎般的吃相 仿佛多少食物 都填饱不了她的肚子 好几次都被噎着了 做陪的苏浩 也沾了一下 这位南国公主的光 自从东方月初 带她吃了一顿后 由于囊中羞涩 负债累累 就没有机会再吃这样的大餐了 感谢南国公主的馈赠 虽然她先前 喝了苏浩的不少酒 但苏浩将她打了一顿后 又吃了一顿 加起来就是两顿 苏浩当然是选择原谅她了 在吃饱喝足之后 欢都洛兰就迫不及待地体验了一下 屠山的特色温泉浴 说个狐妖小姐姐帮她捶肩 捏脚搓背 不用自己动 他们就自动 最主要的是 欢都洛兰还能无限家中 想洗到什么时候 就洗到什么时候 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待遇 让苏浩羡慕不已 好歹她也是屠山的顶尖高手 完成计划后 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她倒是不介意一起洗 在她眼里 洗澡这种事情 没有男女之分 都是哥们 毕竟温泉池只有一个 就是欢都洛兰不同意 哦 屠山荣荣也不同意 那没事了 吃完饭洗完澡 欢都洛兰感觉自己重获新生 她换上一身新衣服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现在的欢都洛兰 才有一点南国公主的样子 感谢屠山 感谢建模 感谢狐妖们的热情款待 要不是你们 我恐怕早已落在盗蒙的手里了 我回去之后 一定会给我父皇讲 让父皇好好报答你们的 在屠山的会客厅里 欢都洛兰对着屠山红红 屠山荣荣和苏浩 就是一阵感谢 态度认真 情感真挚 道谢的时候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苏浩 那吹唐可破的白皙脸庞上 带着复杂之色 她花了很久的时间 才接受了苏浩就是建模的事实 不怪她难以接受 实在是建模的相貌和气质 与传闻中的差距太大了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 很难想象这是同一个人 对于苏浩从道蒙高手下救了自己 欢都洛兰的心里 是真的挺感激的 还是在没有认出她身份的前提下 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毕竟现在人妖矛盾尖锐 已经达到了 见面就会互掐的程度 不是你砍死我 就是我砍死你 总得死一个在那里摆着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后 欢都洛兰更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她落到了道蒙的手里 必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像她这种天生丽质的姑娘 说不定就被美男糟蹋了 道蒙很厉害 与图山结盟是正确的选择 这是最近几天待在图山 欢都洛兰所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中离不开图山融融的功劳 她的嘴顿一向可以的 面对欢都洛兰的诚挚感谢 图山红红张了张嘴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那浅绿色的眸子落在苏浩的身上 通过眼神交流 苏浩大概明白了图山红红的意思 你都把别人打成那副模样了 现在收到当面感谢 良心不会痛吗 苏浩则是一脸无辜的对图山红红眨了眨眼睛 这真不关她的事 遇到的时候就是那样了 她倒是想按照原计划打一顿来着 就怕对方受不住 刚开始还以为对方想碰瓷 后来检查了身体后 却发现自己想多了 碰瓷的都是假的 只有这个公主是跟她来争的 不清楚图山红红 有没有明白苏浩想要表达的含义 过了一会儿 图山红红才淡淡的吐露出几个字 不用谢 即便是面对南国这个未来重要盟友的代表 图山红红依旧是面无表情 见到图山红红摆出一副冷漠脸 不了解图山红红的欢都洛兰 还以为这位图山大当家的 对自己有什么意见呢 心里顿时忐忑不安 难道感谢也是一种错吗 听到欢都洛兰的感谢后 图山荣荣的表情有些微妙 随后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 小事一桩啊 既然洛兰公主不远千里 到我们图山这里来 自然要好好地款待 以免怠慢了贵客 苏浩喝了几口酒 以她的方式来表示欢迎 蹲蹲蹲 欢都洛兰连忙摇了摇头 不用那么客气 喊我洛兰就行了 图山荣荣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洛兰公主 哦不洛兰 我想冒昧地问一句 你怎么会变成先前那个样子 提起这个欢都洛兰的神色欺然 眼中泛着痛苦之色 这说来就话长了 欢都洛兰将自己从南国离开后的遭遇 都说了一遍 谈到那些道蒙的高手 都是咬牙切齿的 刚才还表现得很乖巧 现在就是一口一个老娘了 要是在遇到那些臭道时 老娘要把他们怎么怎么跌 我老爹会把他们怎么怎么跌 情绪有些失控 听完了之后 图山洪洪和图山荣荣 默默地对视了一眼 可以看到彼此脸上的意外 原来他们都错怪苏浩了 欢都洛兰并不是苏浩打的 还好 还好 如果苏浩下手这么重的话 一旦被发现 那个护独子的毒黄 绝对会找他拼命的 第四十章 让独黄感受痛苦 知道了欢都洛兰被苏浩欺负后 独黄会找他拼命 不存在的 就算存在也无所谓 苏浩会出手 图山洪洪和图山荣荣的担忧 根本是多余的 莫说苏浩没有欺负欢都洛兰 只是在他抢酒的时候 打了一顿 就算是欺负了 暴露了 那又如何 如果独黄来了 他直接来一个妇女混合双打 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喝醉了的人 有多么的理直气壮 苏浩耍起酒疯来 连他自己都不记得 就问你怕不怕 将在人类疆域的悲催遭遇 说出来之后 欢都洛兰的心情 都变得好了很多 心里都不像最开始那么愤怒了 甚至平静了下来 在这里有吃有穿又安全 还有什么不满的呢 况且 还有一个高质量美男子做陪 尽管这个美男子喜欢喝酒 喝完酒还会耍酒疯 那要怎么样 长得俊就行了 欢都洛兰 看到半赏无语的一人二胡 他以为几个好家伙 正在为自己担心呢 不由地反过来劝说道 两位好姐姐 还有这个好哥哥 就不用我担心了 事情都过去了 话音未落 涂山红红就说了一句 不 这事儿没完 苏昊也跟着附和了一句 对 这事儿没完 涂山荣荣的语气 无比的坚定 必须要追究到底 在欢都洛兰遇袭的这件事上 都表现出了十分的默契 并选择一致对外 如果不将这件事闹大的话 怎么让独黄感受到痛苦 独黄不感受到痛苦的话 结盟肯定不会那么积极的 至于欢都洛兰在面前装嫩 哥哥姐姐的喊 都被自动忽略掉了 谁还不是一个孩子呢 见到大家的反应这么大 为自己那么着想 欢都洛兰的心里 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眼泪刷刷刷的就流下来了 她其实并不是那么感性的妖怪 就是想到自己是那么的幸运 在家靠父亲 出门靠朋友 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想哭的冲动 先前一直强忍着 这会儿终于绷不住 谢谢 谢谢你们 以后涂山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了 声音哽咽 此刻的欢都洛兰真情流露 确实哭得像一个孩子 涂山荣荣伸手轻轻地 拍着欢都洛兰的后背 像是一个知心大姐姐一般安慰 洛兰 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吧 至于你的那些护卫 我们会去寻找的 嗯嗯 欢都洛兰点了点头 将头靠在涂山荣荣的胸口上 死 脑袋有点割得慌 这位好姐姐 就是心肠太软 胸口太硬 要是涂山荣荣知道 这个靠在她胸口的脑袋里 想的到底是什么 不介意让这颗脑袋明白 什么叫做真正的铁石心肠 让欢都洛兰哭了一会儿后 涂山荣荣就喊来其他的狐妖 给他安排住宿了 等到欢都洛兰离开后 就是私密会议的时间 涂山荣荣浑身的妖力迸发 被眼泪打湿的胸口 冒出了丝丝的白雾 瞬间就被烘干 苏浩 你怎么看 他看着苏浩 不紧不慢地问道 先前还假装问一下 涂山洪洪的意见 得了 现在直接省去这个步骤 进入主题 涂山洪洪倒是不觉得 这样有什么不对 在外面 大家都以为 他是涂山真正当家的 在涂山说一不二 其实在涂山 他就是一个 没得感情的高级打手而已 涂山荣荣喊打哪里 他就打哪里 嗯 苏浩放下酒坛 发出一个厚重的鼻音 你直呼我的名字 是不是对我不太尊重 涂山荣荣的嘴角扯了扯 哼 苏老师 你怎么看 苏浩摇头晃脑地说道 这是好事啊 我们原先不正愁难过 不愿意和我们结盟吗 如今他的宝贝女儿 被盗蒙截杀 倒是不用我们再出手了 只需要传讯给欢都晴天 告诉他这个消息就行 然后欢都晴天 自然会答应加入妖蒙 甚至出手 帮我们对付盗蒙 为他的宝贝女儿讨回公道 苏浩的想法 与涂山荣荣不谋而合 你今天倒是说了一番人话 就这样 恐怕还不行 我们得告诉欢都晴天 欢都洛兰被盗蒙高手 打成重伤 至今依然昏迷不醒 现在全靠着涂山的灵药续命 如果不避下欢都晴天 哪有这么容易让他加入妖蒙 苏浩先是一愣 随后咧嘴一笑 对着涂山荣荣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荣荣姐 心就是黑 嗯 涂山荣荣脸色不善地盯着苏浩 苏浩想了想 还是改口道 哦 我说的是聪明机智 接下来 涂山荣荣和苏浩 又商讨了一下计划的细节 苏浩提出 给独黄传讯的内容 由他来编写 对于这个要求 涂山荣荣也没有意见 反正最后还是要经过 他手才发出去 商讨直到半夜才结束 期间涂山荣荣没有发言 只是作为一个旁听者 他有点听不懂 但是觉得很有道理 好不容易结束 涂山荣荣正准备起身离开 就被苏浩喊住 洪洪姐 别急着走啊 陪我练练手啊 久近上来的苏浩 无所畏惧地发出了挑战 要是清醒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提出 这么牵走的要求 涂山荣荣没有停下来 反而脚步更快了 眨眼间就消失在 苏浩的视线中 不是不打 时候未到 为了稳妥 还是在练练再说 见到涂山荣荣走了 苏浩又将视线 转移到了涂山荣荣的身上 荣荣姐 涂山荣荣的脸上 带着很假 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要是今晚你敢动手 那以后就没有 免费的酒水喝了 哼 就拿这个威胁酒鬼 哪一个酒鬼 经得起这样的威胁 听到要取消酒水免费 苏浩瞬间清醒了不少 一日不打架可以 但是一日不喝酒 是不行的 涂山荣荣 可谓是把握住了 他的命根子 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让苏浩进退两难 我承认自己刚才说话 是大声了一点 算了 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还是去找雅雅姐吧 苏浩低声嘀咕着 走出了房门 消失在深沉的夜色中 三个涂山当家的 除了涂山雅雅外 没有一个能打的 此时 涂山雅雅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他正在琢磨着如何让涂山红红 将苏浩给打一顿 或者如何将苏浩 动成人形冰棍 思来想去 他睡着了 在梦中什么都有 嘿嘿嘿 那一夜 住在附近的妖怪 不时能听到一阵诡异的笑声 随后 笑声就变成了哭喊声 姐姐 救我 第41章 独黄的怒火 南国独黄尽起 涂山荣荣拜上 得知南国派出使团 前来商谈结盟事宜 涂山上下不甚心细 狐妖们都瞧声 涂山大当家涂山红红 立刻让涂山大护法苏浩出发 前往人间界接应 只是当大护法赶到的时候 道门高手已经伏击了使团 见到情况危急 大护法只能护着公主杀出重围 其中的激战自不必多说 当时公主已经身受重伤 性命垂危 全靠大护法不惜损耗自身修为给公主续命 公主被送到涂山后 尽管用珍惜灵药调养 无奈伤势太重 至今未醒 请独黄不要忧心 涂山上下 必定竭尽全力拯救公主 从涂山荣荣那里 收到千里传训符 得知欢都洛兰重伤冰死的毒黄 气得一掌拍碎了眼前的桌子 雷霆般的怒吼声随之响起 道门 道门 该死道门 你们竟然敢伤害老夫的女儿 她的浑身妖力汹涌澎湃 似乎到了失控的边缘 所在的皇宫 都是震战了起来 仿佛随时都要崩塌一般 妖黄一怒 风云变色 这么大的动静 外面的侍卫立刻就察觉到了 皇上 发生什么事了 侍卫统领顾不得礼仪 急忙赶了进来 出去 本皇想静静 欢都晴天 立刻将侍卫统领赶了出去 摊坐在椅子上 愣愣出神 像是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她就这么一个女儿 一直当做自己的心头肉 捧在手心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可谓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如今外出一次 就被道门的人打成植物妖 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那种 可把她气坏了 早知道如此 当初就不该让女儿去屠山的 唉 还是心太软 女儿又太会撒娇 此刻欢都晴天的心里后悔不已 只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好在事情 没有到无法挽回的程度 据屠山荣荣传来的消息来看 她的女儿是重伤昏迷 并不是无可救药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屠山剑魔竟然不惜损耗自身修为就落蓝 看来传言并不可信 她是一个忠厚人 这次算老夫欠了屠山一个恩情 祖建妖蒙 还是很有必要的 天杀的盗蒙真的可恨 只要屠山能救醒洛兰 妖蒙之主让屠山来当又何妨 欢都晴天低声自语 脸色有些复杂 她很想立刻赶过去 看自己的女儿 可作为一国的皇帝 必须留在南国坐镇 这是她必须背负的责任 一边是骨肉之轻 一边是整个南国 欢都晴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思虑良久 欢都晴天还是决定留在南国 但这事没完 绝不能这样就算了 盗蒙都骑到她头上拉筋克拉了 她决定出兵给盗蒙一个深刻的教训 证明她欢都晴天不是那么好惹的 欢都晴天还不知道 自己所担心的女儿 在屠山是活蹦乱跳的 顿顿有肉 这些天都吃胖了不少 一气盗蒙总部 镇魔风猪妖台 每次盗蒙有重大行动 都会让人在这里集合 盟主和长老们发言之后 就派遣弟子们前往目的地斩妖除魔 捍卫人间正道 伴随的是腥风血雨 无数妖魔鬼怪的死亡 王权霸业站在露天的猪妖台中间 各大家族的组长 还有宗派长教都站在左右 上万名盗蒙精英弟子 齐聚于此 气势如红 将盗蒙的底蕴展示了出来 前有屠山妖妇 促成人妖之恋 祸乱天下 后有屠山剑魔 击败金面火神 杀人如麻 此臣危及存亡之机 我被修士 以除妖卫道为己任 绝不能坐视不管 这次攻打屠山 正当一个长老 铿锵有力地发表演讲的时候 一个弟子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大声地喊着 不好了 不好了 南国大军压境 随时要打过来了 边境告急 边境告急 这一个消息 如同晴天霹雳 让盗蒙高层惊怒不已 下面的弟子们 也是议论纷纷 南国怎么敢的呀 这么多年 南国一直没有动静 今天倒是突然硬气起来了 南国自取灭亡 所幸这次先将南国灭了 再攻破屠山 岂不快灾 众人对于南国的异动 尽管惊讶 但是并不惊慌 这些年对付那些妖怪 除了屠山外 基本都是连战连胜 南国偏安易于 北境遇妖国固步自封 西西域的沙狐 更是不堪一击 让很多的修士 都是骄傲起来了 此刻嚷嚷着 要灭南国 踏屠山 一直沉默的王权霸业 突然开口 为何独皇大兵压境 前来报信的弟子说道 据说是他的女儿 被我们打成重伤 前来兴师问罪的 长教们和组长们 听到独皇出兵的理由 都是眉头紧皱 也开始讨论起来 谁将南国公主 打成重伤的 不是下令活捉她的吗 不知道啊 在行动之前 可是三令五身 不得打死南国公主 应该不是我们动的手 那就奇怪了 一个死的南国公主 肯定会让欢都擎天 不顾一切的报复 但是一个活着的南国公主 价值就大了 利用的好的话 可以让欢都擎天 不敢妄动 能够给盗蒙充足的时间 去攻打屠山 很快 王权霸业做出了决定 看来攻打屠山的计划 要延后了 先应付南国那边 一个疑问 在盗蒙高层的脑海中浮现 到底是谁在陷害我们 屠山 欢都洛兰一容了 天生丽质的她 变成了一个相貌平平 但依然要袭凶大的姑娘 这是来自屠山荣荣的建议 说是屠山并不安全 有不少的人族探子 混在其中 如果欢都洛兰的公主身份暴露 必定会盗蒙的高手 暗中刺杀她 然后将她的死亡 嫁祸给屠山 让南国和屠山 反目成仇 这一番话 听得欢都洛兰一愣一愣的 盗蒙比她想象中的 还要卑鄙无耻 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 好姐姐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她现在有了新的身份 成为了苏浩的侍女 表面上是她照顾苏浩的生活 实际上是苏浩暗中保护她 对于这样的安排 欢都洛兰还是挺满意的 每天吃着美食 看着美男 逛着美景 快乐的生活 让她有点乐不思南国 第四十二章 神奇的南国古术 好哥哥 你看是这花美 还是我更美 蹲蹲蹲 好哥哥 你怎么不看我啊 蹲蹲蹲 好哥哥 既然你这么喜欢喝酒 不如我给你酿酒吧 苦情据述下 粉红色的蒲公英 撞花瓣 随风飘扬 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气息 沁原心脾 一袭青山的苏浩 双手抱着酒坛仰头狂饮 动作还是那么豪迈洒脱 丝毫不在一旁边 欢都洛兰那忧韵的眼神 青泪的酒水 顺喉而下 浑身都产生了一种燥热的感觉 丁 宿主持续喝酒 剑技加三 丁 宿主持续喝酒 灵力加三 丁 宿主持续喝酒 体质加三 苏浩正在喝的酒 是他的好徒儿 东方月初孝敬的 这小子人模人样的 混迹在那些狐妖小姐姐中 却是如鱼得水 看得苏浩唏嘘不已 如果他向东方月初这么大的时候 也有这种本事 也不会欠下这么多的债务 能说会道就是好 不像他只会喝酒打架 只是有一点不好的是转过背 就想拉着他跑路 他还是曾经那个孩子 没有一丝丝的改变 东方月初 托狐妖小姐姐们呆的酒 尽管比不上那天晚上 屠山融融珍藏的地板好酒 直接强化十家以上 但也有几分滋味 可以帮助他提升实力 随着他实力的提升 普通的酒作用不大 必须是好酒才行 听到欢都洛兰会酿酒 苏浩不由地放下了酒坛 用衣袖擦拭了一下嘴角 他看着欢都洛兰平平无奇的相貌 声音中带着几分难以抑制的兴奋 好妹妹 你会酿酒 据苏浩了解 整个屠山没有会酿酒的妖怪 喜欢喝酒的妖怪倒是一大堆 要不然 苏浩也不会找屠山融融拿酒了 很早以前 他就想搞一个专门 为自己酿酒的工房 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没有启动资金 也找不到妖怪 愿意在他这里工作 主要是他平时将那些妖怪打得太狠了 大家都很害怕自己 再加上欠了屠山融融一大笔钱 酒房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如今听到欢都洛兰会酿酒 苏浩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 作为一国的公主 想必也是一个富婆 只要欢都洛兰愿意 酒和钱这两样都可以有 对于苏浩态度的转变 欢都洛兰双手抱胸 撇了撇嘴 哼 男人 有事求你的时候 就是好妹妹 没事就挨打不理的 他算是将苏浩看透了 如果不是基于苏浩的美色 他才不会这么轻言细语的和对方说话 按照他的脾气 早就操着一口老娘腔了 欢都洛兰低下头 故作害羞地说道 会一点点 他经过人类的疆域 发现人族都喜欢那种温软细语 只会心疼好哥哥的女人 心想苏浩也是人 肯定不能免俗 就掩藏住了自己的本性 展示出一副柔弱的姿态 想要引起苏浩的注意 哦 苏浩顿时失去了兴趣 摇了摇头 这样啊 那算了 在苏浩看来 会一点点 等于不会 他需要的是好酒 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普通酒 欢都洛兰猛了 他就是矜持一下 没想到苏浩居然变得这么冷淡 好吧 其实我很厉害的 见到苏浩无动于衷 欢都洛兰只能无奈地继续说下去 我们南国以毒树和古树闻名 有一种古虫名为酒骨 只要将其放在酒里 浸泡三天三夜 就算是一坛普通的酒 也能变成美酒 传闻乌黄山中 还有一种更厉害的骨 叫做酒仙骨 用酒仙骨浸泡出来的酒 只是闻酒香就能醉人 在苏浩的面前 欢都洛兰侃侃而谈 涉及到专业领域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自信 酒骨 苏浩将注意力 重新放在了欢都洛兰的身上 他倒是差点忘了 欢都洛兰精通骨树 那些骨虫千奇百怪 有一种能将普通的酒 变成美酒的骨 也很合理吧 苏浩直接抓住了欢都洛兰的手腕 一脸猴急地问道 别和我东拉西扯 我就问你 现在能不能有 以前他不知道 南国古树这么神奇就算了 现在知道了 当然要好好地利用一番 哎呀 好哥哥 你弄疼我了 欢都洛兰的眉头微皱 见到欢都洛兰咬着嘴唇 十分难受的样子 苏浩不仅没有松手 反而捏得更紧了 还怪笑了起来 结结结 好妹妹 你继续说 要是你今天不说清楚 我不仅要拿捏你 还要打你 酒进来了 苏浩又有点上头 醉酒状态的他 温柔不了一点 听到苏浩那赤裸裸的威胁后 欢都洛兰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这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按照常理来说 他将姿态放得这么低 就算是铁石心肠 都该变成绕纸柔了 一国公主当侍女 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吗 老娘 他刚想破口大骂 但关键时刻 还是忍了下来 好哥哥只是喝醉了 才对他这样 在好哥哥清醒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儒雅随和的人 想到苏浩从盗蒙手里救了自己 欢都洛兰心里的怒 顿时消散了大半 在苏浩的面前 可怜兮兮地说道 盗蒙的高手追杀了我一路 身上的蛊虫 还有毒药都用完了 如果要用酒骨 必须回南疆才行 只要好哥哥跟我回南疆 不管想喝什么酒 我都会满足你的 欢都洛兰对着苏浩 眨了眨眼睛 声音带着几分诱惑 好哥哥人长得俊 道横又高 不管到南国去 实在是说不过去 留在屠山 简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尽管好姐姐们对自己很好 但并不妨碍 他带走好哥哥 大家都是你情我愿的 听到欢都洛兰这么说 苏浩的脸上难掩失望 怂开了手 现在让欢都洛兰回南国 是不可能的 更别说跟着他一起回去了 在他编写的 发给独黄的传讯内容里 欢都洛兰重伤兵死 给欢都洛兰一容 也是为了不让他 屁事没有的消息泄露出去 如果让独黄知道 他的女儿在屠山活蹦乱跳的 荣荣姐的计划 就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他想要还清债务 更是遥遥无期 倒不是他怕了那南国毒黄 苏浩叹了一口气 自顾自的喝起了闷酒 要你何用 第43章 红红姐的异常 苏浩的翻脸 简直比翻书还快 知道欢都洛兰 不能马上制造美酒后 就是要你何用 甚至都不愿再喊一声好妹妹 即便是欢都洛兰这种 自认为高段位的选手 也不由得目瞪口呆 要不是想到打不过苏浩 现在就扑上去 用手狠狠地挠花苏浩的脸 长得俊了不起啊 实力高了不起啊 别以为仗着救命之恩 就可以为所欲为 爱上一个人很难 但恨一个人却很容易 欢都洛兰并不是那么一个肤浅的妖怪 看到美色就走不动路了 只是苏浩的绝世美颜 确实很难不让妖怪心动 美好的东西 总是想占为己有的 此刻看到苏浩那一副欠揍的表情 欢都洛兰气得直摸牙 发现美色都不香了 他突然想回南国 喊爹爹过来 直接将苏浩打包带走 就算苏浩再厉害 也不可能打过他爹的 想清楚了这一点 欢都洛兰的态度强硬了许多 那我走 提到这个苏浩就清醒了不少 他一脸认真地说道 别闹了 好妹妹 外面太危险 还是留在屠山 我好照顾你 你也不想被盗蒙的高手抓住吧 呵呵 欢都洛兰笑了笑 不再多说什么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刚才不是还喊着要打他的吗 其实欢都洛兰说的是气话 现在离开屠山 就等于将自己送到盗蒙的手里 他还没有那么傻 在欢都洛兰的思绪翻涌的时候 一个眯眯眼的狐妖 来到苏浩的面前 大护法 三当家的有请 这个大护法 本来是苏浩自封的 没想到屠山荣荣居然承认了 从三等仆人瞬间变为大护法 地位那是像火箭一般垂直上升 心里却没有多少的喜悦 苏浩知道这是屠山荣荣 为自己画的大饼 有名无实的那种 比起大护法 他更愿意屠山荣荣喊苏老师 笑 苏浩刚要开口 眯眯眼狐妖就抢先说道 小七 我是小七 他预判了苏浩的预判 本来苏浩也想喊小七的 跟着小七来到藏书阁的顶楼房间 见到房间内只有屠山荣荣 苏浩顿时警惕了起来 他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荣荣姐 红红姐什么时候到 吃一瘪 长一智 她不会像先前那样 中同一个圈套了 屠山荣荣叹了一口气 姐姐她闭关 不会来了 今天就我们两个 又闭关 苏浩表示不幸 荣荣姐这只狐妖 骗起人都不眨眼睛的 一般喊她过来 必定是商讨什么大事 像这种场合 红红姐作为大当家 一定要在 哪怕她就坐在这里 什么也不说 只是听着 这是规矩 除非屠山荣荣想独揽大权 自己做这个大当家的 细思极恐 屠山荣荣不知道 就这么短的时间 苏浩就挠补了这么多 她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说道 你有没有觉得 姐姐最近有点不对劲 想到那个暴躁罗莉 苏浩点了点头 确实不对劲 以前她在我面前 说话挺大声的 现在唯唯诺诺 连大气都不敢喘 丝毫不像她了 这几天看到她的时候 走路总是一蹶一拐的 头上还有好几个大包 问她是谁打的 她却不肯说 只是哭喊着 不让我过去 如今这一届的学生 是我见过的 最难带的一届 谈到屠山雅雅 苏浩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怒气不争 哀气不幸的意味 人与狐狸最基本的信任呢 屠山荣荣 她很想说 牙牙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心里就没有点数吗 整个屠山上下 还有谁敢动手打牙牙姐 这不是明白着的 只不过想到 今天讨论的事情 并不是这个 屠山荣荣就打断了苏浩的念头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姐姐 你知道吗 盗蒙本来正准备攻打屠山 后来独皇得知 洛兰重伤兵死的消息 就怒而发兵 盗蒙不得不暂缓攻打屠山 转而去对付南国了 随便一提 这个消息是王德福透露给我们的 当然 我也验证了一下这个消息 确实是真的 要是放在以前 姐姐绝不会在这种时候闭关 除非 屠山荣荣欲言又止 再度化身迷玉弧 算了 和你说这么多 你也不懂 哎 内忧外化啊 信息量有些大 苏浩要消化一下 本来盗蒙想攻打屠山的 关键时刻 却被南国勾引了过去 现在想来 确实很惊险 盗蒙差点就要再来打屠山了 让苏浩意外的是 这个消息 居然是王德福透露的 对此 苏浩百思不得其解 不明白王德福为何要这么做 难道他有一个相好的 就是屠山的狐妖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屠山荣荣发现的不对劲 听到屠山荣荣说 红红姐闭关 苏浩也觉得很反常 每次遇到危险 红红姐必定是第一个上的 在这种时候闭关 确实说不过去 最近红红姐好像一直都在闭关 连日常巡逻城墙都没有去 倒是让苏浩 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狐妖之力源于至情 既然源于情 怎么可能不会被情所伤呢 更何况屠山荣荣的力量来源 根本不是情而是恨 那是一种恨不得自己去死的恨 这种力量来自苦情据述的安眠 一旦失控 后果难以想象 所以 一直以来 他都在压抑这种情感 努力的让自己 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大手 现在屠山荣荣的情况 就像是火药桶一般 一点就炸 受到外界的刺激 引发剧烈情绪波动的时候 大概会陷入癫狂的状态 最近频繁的闭关 或许是为了压制这股 逐渐失控的力量 想到这里 苏浩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大意了 以前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好在现在也不太晚 只是怎么帮助洪洪姐 还没有一点眉目 实在是这个心结 太难打开了 苏浩的脸色 前所未有的凝重 荣荣姐 我觉得 你说的是对的 嗯 屠山荣荣 有些诧异的看着苏浩 你也觉得 苏浩挥手打断了屠山荣荣的话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洪洪姐 可能真的出问题了 而且 这个问题很大 第四十四章 明明知道 却说不出口 这一句问题很大 即便是一向冷静的屠山荣荣听了 心里也有些慌乱 甚至是隐隐作痛 恐惧像是浪潮般 像她涌来 一波又一波 不怪屠山荣荣在这个时候 方寸大乱 她最在乎的 就是两个姐姐了 刚才她只是猜测而已 就这么随口一提 并不确定 如果真是苏浩说的那样 屠山荣荣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并解决 一定会后悔终生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屠山荣荣的两条眉毛 都快拧到一起了 一张小脸紧绷着 那微眯的眼睛 也是陡然睁开 直视着苏浩的脸 仿佛苏浩不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就不让苏浩走似的 我 苏浩正要开口解释 话到嘴边 却是戛然而止 她想到知道小道是存在的 整个屠山 就只有屠山荣荣 和屠山荣荣两人 如果她表示自己知道 肯定会引起屠山荣荣的追问 到那个时候 就更难解释清楚 可不说的话 又如何让屠山荣荣相信 配合她一起解决 屠山荣荣的问题 在整个屠山 如果在这件事上 能帮上忙的 大概就只有屠山荣荣 什么 你说还有屠山雅雅 她不添乱 就是好的了 雅雅姐还需调教 一手带大 尚未成功 一时之间 苏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今天算是体会到了 那种想说 却说不出的感觉 是什么滋味 说啊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倒是说啊 瞧你吞吞吐吐的样子 简直要把我急死 见到苏浩突然沉默 屠山荣荣忍不住连声催促 她的语气带着几分急切 现在她也体会到了谜语人 说话说一半那种 是怎样的让人气愤 在屠山荣荣的注视下 就连苏浩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甚至有些莫名的心虚 总不能说她有预知过去 和未来的能力吧 大概屠山荣荣会 将她当傻子看 苏浩的大脑急速地运转起来 脑海中灵光一闪 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谁说知道这件事 就要直接告诉她了 可以无意中听到 在屠山荣荣的面前 苏浩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本来这件事 是我无意中听到的 并不是那么光彩 既然荣荣姐非要逼问 为了红红姐的安危着想 我也不得不说了 苏浩微微一顿 看了看屠山荣荣的脸色 随后继续说道 前几日 我喝醉了 在苦情剧树下睡着 后来在迷迷糊糊中 听到一个声音 很像红红姐的 说是小道士 我当时真的不是有意的 你能原谅我吗 等到屠山安稳后 我就来陪你 不会让你一个人 那么孤单地在下面待着 听到小道士这三个字 屠山荣荣浑身一颤 就像是被雷劈中一般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 那个面目丑陋 声音沙哑的那道声音 脸色更是苍白了几分 屠山荣荣低声自语道 果然是她 果然是她 这么多年过去了 姐姐还是忘不了她 我早该想到的 看到魂不守舍的屠山荣荣 苏浩故作疑惑地问道 荣荣姐 你认识这个小道士 深吸一口气 屠山荣荣努力地 让自己冷静下来 恢复了几分先前的从容 看来你喝醉了 倒是误打误撞 解开了我的疑惑 我确实认识那个小道士 而且这个小道士 对于姐姐来说 非比寻常 最近姐姐频繁闭关 或许是受了她的影响 她倒是不怀疑 苏浩在说谎 毕竟这件事 除了她和姐姐以外 谁都不知道 其实屠山荣荣不敢往这方面想 那件事情 不仅是屠山洪洪的心结 也是屠山荣荣不愿意去揭开的伤疤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道伤依然没有完全愈合 在伤疤之下 是鲜血淋漓 每次想到那一个夜晚 她也时常从梦中惊醒 从那以后 屠山荣荣才下定决心 要保护姐姐 不让任何人欺负 哦 苏浩露出感兴趣的样子 荣荣姐 能和我说说吗 倒不是想了解洪洪姐的私事 就是想帮洪洪姐解决问题 本来以为这样能顺理成章地聊下去 谁知屠山荣荣看了她眼后 干脆利落地摇了摇头 没用的 和你说是没用的 在这件事上 谁都帮不了姐姐 包括我 苏浩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没想到屠山荣荣对自己这么没信心 这也难怪 毕竟她整天除了喝酒打架睡觉外 似乎没有干过多少正事 但这次苏浩是认真的 甚至下定决心要借一段时间的酒了 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当前最急迫的问题 苏浩扬装大怒 愤愤不平地说道 荣荣姐 难道到现在 你还将我当外人吗 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 大家都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见到苏浩这么理直气壮 屠山荣荣叹了一口气 自然是没有的 破 苏浩整个人都骂了 脚下一个踉呛 差点来了一个平地摔 不是喝麻的 而是被屠山荣荣气麻的 看来屠山荣荣是铁了心 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可苏浩偏偏就知道 还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去问屠山荣荣 这就很难受了 他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中 见到这种方法 撬不开屠山荣荣的嘴 苏浩也只能换一种 这样吧 过去的事情 我也就不问了 现在我们来商量一下 解决的办法 别说我不行 也不要以为你不行 人是活的 办法是死的 仔细想想 总会有的 总不能眼睁睁 就这样的看着吧 你也不想看到 自己的姐姐出事吧 苏浩的劝说 还是有作用的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更是让屠山荣荣 从往事中回过了神来 你说的对 那我先说说我的办法 终于进入正题了 苏浩精神一震 开始认真听了起来 他虽然知道 这个问题的根源 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希望能从屠山荣荣这里 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的狐妖之力 源于至情 可这种来源于情的力量 使用的时候 必定会被情所伤 前屠山之王 就是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最终黑化了 第四十五章 经人奉献祭 黑狐娘娘出现 屠山荣荣口中提到的 前屠山之王 苏浩是知道的 尽管屠山荣荣心里 有所顾忌 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可苏浩明白 前屠山之王 就是凤夕 现在应该喊他 黑狐娘娘了 如果屠山荣荣 也像凤夕一样失控 也可能会黑化 更要命的是 凤夕在被屠山荣荣 囚禁在苦情巨树下之前 似乎在屠山荣荣的身上 留下了什么后手 苏浩对于其中的很多细节 都有些记不清了 但可以确定 这个后手触发之后 必定会加快屠山荣荣的黑化 最后甚至会被黑狐娘娘所支配 想到这里 苏浩的心情沉重了许多 当姐姐每次动用力量的时候 必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反噬 你应该也发现了 姐姐时不时的就要闭关一次 那是为了压制失控的力量 姐姐的心里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这是姐姐的力量源泉 同时也束缚着姐姐 只有将正面墙推倒 注入新的源泉 才能让姐姐 那犹如一潭死水般的心 获得活力 我这样说 你能明白吗 要不是苏浩清楚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真听不明白 这绕来绕去的 都把苏浩绕晕了 就直接说 不行吗 非要这么费劲 要是苏浩喝醉了 绝对不会这么心平气和的说话 直接就动手打狐狸了 说到底 还是不相信他能解决这个问题 苏浩摸着下巴 做出一副沉思的状态 旁边的屠山荣荣 也不催促 就这么看着他 蓉蓉姐 我误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推倒这面墙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只要锄头挥得好 哪有墙角挖不到 嗯 屠山荣荣的面露疑惑 似是不明白苏浩的意思 苏浩连忙改口 可嗨嗨 我是说再坚固的墙 都能用爱来感化 所以 我们平时应该多关心 关心洪洪姐 比如 无非是衣食住行 先从日常的生活小事做起 做一件漂亮的新衣服 煮一顿丰盛的大餐 布置一个充满温馨的家 给洪洪姐当做棋 可嗨嗨 最后一条 当我没说 直接滑掉 可是 姐姐在闭关 一句话 将苏浩干沉没了 但我有办法 让姐姐出关 一口气说完 要死啊 苏浩在心里默默地吐槽着 嘴上却追问道 什么办法 就是 滴答滴答 幽深的洞穴里 偶尔响起水滴落在岩石上的声音 安静地让人感到害怕 形容枯搞的金人凤 颤颤巍巍地 缓步走向洞穴里走去 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一下 发出剧烈的喘息声 呼呼呼 自从失去了 从东方老爷子那里 夺取的金纯血脉后 金人凤就用不出纯质扬言了 一身修为损失大半 不复以往 再没有往日的威风 看起来就是一个风竹残年 腿脚不利索的普通男人 屠山一战后 金人凤对于苏浩和屠山的恨意 没有经过时间的流舍变淡 反而越来越深 那种从云端跌入谷底的感受 让他近乎癫狂 经过一个全身罩在黑袍中的神秘人介绍 说是这里有着一位神通广大的黑狐娘娘 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能帮人完成心愿 他独自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求黑狐娘娘帮忙 杀死苏浩 甚至灭掉整个屠山 为此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想到这里 金人凤感到自己年迈的躯体 又涌现出一丝力量 他迈动脚步 继续前行 两久 金人凤才走到了洞穴的最深处 娘娘 金人凤前来拜会 恳求娘娘一见 苍老的声音不停地回荡在洞穴里 昏暗的洞穴中 突然有无数道海苔状的幽影浮现 妩媚诱人的声音 传入金人凤的耳中 让他的心神未知摇曳 嘻嘻嘻 又有人来见娘娘了 这次怎么是一个老头 哎 老头的味道可不怎么好啊 听到那些声音 即便是金人凤 也不由地感到后背发凉 但是 想到自己的遭遇 心里的恨意便压过了恐惧 一抹紫色的幽影浮现出 只能看到一个性感的轮廓 面目却是模糊不清 参见娘娘 其他的幽影娇声喊道 语气中带着恭敬 金人凤立刻跪倒在地 幽影散发的光芒 照亮了他猙獰的面目 娘娘 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 甚至包括我的灵魂 让屠山的苏浩去死 还要让整个屠山陪葬 听到了金人凤那歇斯底里的怒吼后 紫色的幽影轻笑一声 星红的眸子落在了金人凤的身上 他的双腿交叠在一起 声音性感而妖娆 还带着一丝沙哑 还真是一个贪心的老家伙呢 什么都要要 不过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你就放心的去吧 不久之后 这世间不会再有屠山了 金人凤大喜过望 声音中有着难以压制的激动 多谢娘娘 他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紫色幽影对着金人凤吹了一口气 一阵阴风刮过 金人凤的身影就诡异的消失不见 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般 黑狐娘娘在很久以前不叫这个名字 她的原名叫凤夕 是前屠山之王 屠山三姐妹都是由苦情巨树的 果实化成的 凤夕却是屠山屠生屠长的狐妖 以前还是屠山之王的时候 凤夕对三姐妹很是照顾 后来由于感情失控黑化后 就抛弃了原来的名字 成为了黑狐娘娘 现在她的本体依然被屠山红红 囚禁在苦情树的树根之下 但是凤夕被囚禁只是表象 随着人和妖的矛盾升级 苦情巨树的情力减弱 黑狐娘娘就有了可乘之机 从本体中奋出无数分身 破坏人和妖之间的恋情 屠山红线先外出完成 序原任务的死亡率高 与黑狐娘娘脱不了关系 她在暗中积蓄力量 准备一举冲破封印 嗯不错很美味 将金元凤吃干抹尽后 黑狐娘娘发出了诱人的身影 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屠山红红 要不要多久 我将冲破你的封印重现时间 到那个时候 整个屠山都会变成我的东西 包括你 结结结 空荡的洞穴内 黑狐娘娘那妩媚而妖娆的笑声 经久不息 第46章 奥来三少来了 一个身材矮小 面目稚嫩的小孩 走到了屠山镇外 他正是由于迷路走丢的独童子 起码欢都洛兰是这样认为的 没用的憨憨独童子又走丢了 欢都洛兰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如果知道了 可能在独童子的面前 都不敢大声说话 表面上独童子是南国的五独太保之一 可真正的身份 却是奥来三少的化身 在这个天高云淡的九月金秋 奥来三少正熊啾啾 气昂昂的向屠山镇走来 奥来三少的队伍 由他一只腰组成 今天的他意气风发 迈着矫健的步伐 抬头摇望屠山 奥来三少摆出一副冷漠的面孔 身上透露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与他现在那张稚嫩的小脸 有些格格不入 明明是小孩的身板 却展现出大人的样子 显得有些滑稽 十八年未到屠山了 没想到居然出了 剑魔这么一个变数 能击败金面火神 这个剑魔确实有几分实力 不过这也无妨 如果它的存在 妨碍了我的计划 那就必须要死 即便奥来三少 以前被天外灵宝所伤 本体的实力实不存一 还在奥来国养伤 现在还用的是一个化身 大概不足本体的十分之一的实力吧 他也不太清楚 自己这具化身的实力 有没有巅峰时期的十分之一 有十分之一 毕竟这具化身 自从出道以来 还没有全力出手过 但在奥来三少看来 只要他略微出手 就足以镇压圈内的一切敌 至于圈外 哼 他能搞定 也不过画一个圈 在那里摆着了 作为曾经的大妖帝 奥来三少的实力降低了 可这傲气 却是丝毫不减 他在屠山布局多年 就是为了借助苦情巨树之力 复活奥来大少 远古一战中 奥来大少与神秘的邪恶生物 如今的圈外生物 栗战而亡 一直是三少心中永远的痛 为了达到复活大少 他可以不择手段 即便双手沾满血腥 也在所不惜 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执念 还有一生追求的目标 如果缩号挡了他的路 只有死路一条 天下的人或者妖 都是他的棋子而已 当然 苦情巨树的转世续源之法 只是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他还在不断地尝试新的方法 比如最近这些年 在南国砖研古术 想找到一种 具有附生作用的骨 可是依然没有什么进展 奥莱三少并不打算 直接上屠山去找南国公主 他选择先留在屠山镇 先暗中观察一番 如果确定 苏浩妨碍了他的计划 他会将这个危险 无声无息地抹杀 想到这里 奥莱三少的脸上 露出了纯真无邪的笑容 迈着小短腿 往屠山镇里走去 此刻屠山镇的来福克战里 众人议论纷纷 奥莱三少凑近一听 发现这些人 正在谈关于南国的事情 脸上不由地流露出 一抹感兴趣之色 听说了吗 南国大兵压境 侵犯我人族地狱 盗蒙上万弟子 已经奔赴南部边境了 死 这消息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我有一个朋友 就在盗蒙总部 是他传讯给我的 南国怎么敢的呀 我也不知道 南国是发了什么疯 我们不去打南国 这个南国倒是先来打我们 简直是岂有此理 现在盗蒙已经颁布了悬赏 说是南国公主就在屠山 要是能抓住南国公主 那可是大功一剑啊 你是认真的吗 屠山高手众多 只是一个剑魔就难以对付了 更别说硬闯屠山了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那还是算了 不如谈谈挑战剑魔的事情吧 在客栈找了一个位置站着 傲来三少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嘴角掀起一抹不屑的弧度 这些人的实力太弱了 可以说是垃圾般的存在 竟然想着夺取南国公主 再怎么自不量力 也要有一个程度吧 只不过南国的出兵 有些出乎傲来三少的意料 在他的印象中 除非他真的生气了 也不知道盗蒙到底做了什么 竟惹怒了毒皇 如今的局面 有些脱离他的掌控 让傲来三少眉头微皱 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这两枚棋子就擅自打起来 很有可能会影响他后续的计划 算了 既然来都来了 就先解决屠山的事情 先将整个屠山 拉回正轨再说 你们什么时候 去挑战那屠山剑魔啊 傲来三少笑嘻嘻地问道 那稚嫩的声音 配合他纯真无邪的笑容 倒是显得人畜无害 去去去 小屁孩一边去 我等正在商量的大事 你在这里插什么嘴 赶紧回家找你娘吧 滚蛋 少在这里碍眼 在客栈里的人 犹如赶苍蝇般 不耐得挥手 完全没有将傲来三少放在眼里 傲来三少的脸上 依然挂着笑容 只是这笑容 却充满了威胁 他很享受这种被人看不起 然后重拳出击 打得对方哭爹喊娘的样子 傲来三少已经活得太久了 久得他自己都不知道 过了多少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他总得找点饿子 不然自己会憋疯的 本来他也不是什么 耐得住寂寞的猴子 你们什么时候 去挑战那屠山剑魔啊 傲来三少将刚才的问题 又重复问了一遍 还眨了眨大眼睛 那眼神中带着懵懂和好奇 给人一种地主家养的傻儿子的感觉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 一个黑衣大汉拍了拍桌子 直接起身往傲来三少这边走来 既然你不愿意出去 那么哥哥 我就送你一程 说着就要伸手去抓 傲来三少身上的衣服 有些年轻的善良姑娘 动了恻隐之心 高声喊道 算了吧 他还是一个孩子 说两句就行了 动手确实有些过了 住手 放开那个孩子 到这里的 并非只有那种 像要靠挑战剑魔 一战成名的人 还有像王德福这样 为爱奋不顾身的痴情男子 更有想一睹剑魔风采 怀春的严控少女 像这种粉雕欲拙的小正台 最容易激起少女们的保护欲了 除了会心疼哥哥外 也会心疼弟弟 尤其是这样的小弟弟 第47章 该受伤的是谁 黑衣大汉对于其他人的喊声 充耳不闻 此刻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哥哥我呀 最喜欢打的就是这种 天真无邪粉嘟嘟的小朋友了 那叫一个爽 这小胳膊小腿的 都能掐出水来 大汉宁笑着抓住奥莱三少的衣领 就想将他就这样甩出去 可是当他发力的时候 奥莱三少却是纹丝不动 心里感到有些奇怪 下意识地加重了力道 可还是提不起眼前这个小孩 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 在这么多人的面前 还拿捏不了一个小孩 黑衣大汉脸面无光 最后 他的手臂上的青筋爆起 脸色胀红 连吃奶的镜都用了出来 嗯嗯嗯 黑衣大汉哼哼两声 给人一种便秘的感觉 见到这诡异的场景 其他人也觉得不对劲了 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到这边 奥莱三少的嘴角上翘 眼神明亮 就这么一点力气吗 大叔 你不行啊 长得挺高大的 就是力气太小 嘻嘻嘻 现在换我了 他的身体突然膨胀了起来 他不撑破 变成了一个浑身肌肉隆起的孩子 发达的手臂肌肉一股一股的 仿佛一个大猩猩一般 对方的身高 只达到奥莱三少的胸口 奥莱三少低头盯着黑衣大汉 脸上的笑容 还是那么天真无邪 此刻的黑衣大汉害怕极了 双腿都在发抖 走点 还不等黑衣大汉反应过来 眼前一花 整个人直接横飞了出去 只听哐当一声 砸在了街对面的铺子中 干脆利落地晕了 见到这一幕的众人目瞪口呆 震惊不已 这小孩不是普通人啊 看到他倒是 让我想起了剑魔的那个弟子 这小孩不会是和剑魔一伙的吧 在这里故意挑衅我们 好在我刚才没有出手 不然就中计了 奥莱三少 他本来想探听一些关于剑魔的事情 居然被当成一伙的了 捏了捏拳头 奥莱三少还是先前的那一句话 你们什么时候 去挑战那屠山剑魔啊 当那稚嫩的嗓音再次响起 整个客栈里鸦雀无声 安静的有些诡异 众人感觉一股凉气 从脚底板直冲脑门 屠山 蓉蓉姐 你的办法真的有用 苏浩有些担忧地问道 将大写的不相信几个字 完全地表现在了脸上 从清晨到日暮 苏浩一直和屠山蓉蓉在藏书阁讨论 如何推倒那面墙的问题 连酒都没有喝一口 难得保持清醒的状态 经过一人一壶不懈的努力 到现在 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只是具体做起来 还没有靠谱的办法 当然 他指的是屠山蓉蓉提出来的 反正他是觉得不怎么靠谱 还不如先前说的 从衣食住行的小事做起 用无微不至的关心 来推倒屠山蓉蓉心里的那面墙 相比于犹豫不绝的苏浩 屠山蓉蓉则是自信满满 安心了 以前姐姐听说有人来挑战你 马上就出关了 这次也是一样的 我会传讯给姐姐 将这件事告诉她 等到姐姐出关后 就看你能不能推倒那面墙了 苏浩还是觉得不妥 他发现了一个盲点 可是现在并没有谁来挑战我 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都没有人下战术来挑战他 生意越发的惨淡 只能和屠山蓉蓉那里 还有东方月初给他带的酒了 想想心里还有点郁闷 听到苏浩这么说 屠山蓉蓉脸上的笑容 更加浓郁了几分 是吗 那反而更好 苏浩眉头一挑 有些不能理解 更好 要是洪洪姐出关后 发现没有人来挑战自己 发现受到了欺骗 还不得和他打一架 如果是先前的话 他当然乐意 可屠山蓉蓉目前的情况 有些危险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再让屠山蓉蓉 动用力量了 否则会让失控更加严重 脆发的屠山蓉蓉 笑容温柔 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就说你被人打伤了 也是一样的 直接省去了挑战的步骤 倒是不用那么麻烦了 那个高手很强 打伤以后就消失了 这样说 总没问题了吧 为了让姐姐相信 只能先将你打一顿再说 你可不要反抗呀 不等苏浩答应 说着屠山蓉蓉 就开始玩起了衣袖 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 对苏浩出手了 苏浩不动声色地倒退了两步 远离了屠山蓉蓉 道理我都懂 为什么受伤的是我 翠绿的妖气 萦绕在掌心 屠山蓉蓉轻声细语 你都不知道 姐姐有多么关心你 让我都是很嫉妒呢 如果你不受伤 姐姐是不会出关的 所以 为了姐姐 你就好好地咬紧牙关吧 见到屠山蓉蓉往她这边逼近 苏浩明白 对方不是开玩笑 而是和她来争的 等等 千钧一发之际 苏浩大声喝道 倒是让屠山蓉蓉的脚步一顿 你不会是想临时反悔吧 苏浩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屠山蓉蓉有些好奇 低沉而有力的声音 从苏浩的喉咙迸发 就是我将牙牙姐打一顿 红红姐知道 消息也会出来吧 屠山蓉蓉沉默了一会儿 缓慢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会的 姐姐只会说一句知道了 就继续闭关 苏浩却不相信 你们这是什么塑料 姐妹情啊 她觉得这只是屠山蓉蓉 借口打她一顿的理由 哪有不心疼自己妹妹的姐姐 屠山蓉蓉不愿和苏浩继续扯皮 使出了杀手锏 是谁说的要为解决问题的 现在到关键时刻 你就后退 哼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臭酒鬼 算我看错人了 既然屠山蓉蓉都将话说到这种份上了 还如此大胆地对她撒娇 苏浩也不客气了 将自己心里的想法直接说了出来 那我将你打一顿也行吧 你姐姐不管屠山芽芽 总不会不管你 屠山蓉蓉 第四十八章 别问 问就是为你们好 看到苏浩那一脸认真的样子 屠山蓉蓉觉得 苏浩不是在和她开玩笑 她明白想打一个人的时候 是什么眼神 因为每当这个时候 她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苏浩的 但她只是仅仅看着而已 却有心无力 苏浩和她不同 这个酒懵子喝醉了 是真敢动手 以前苏浩喝醉 对她动手动脚 可以选择原谅她 可现在 苏浩是处于清醒的状态 还这样说 就没有任何理由原谅她了 呵呵 还想酒水免费 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欠了那么多债 是该让苏浩谈谈 怎么还清的事情了 屠山蓉蓉 想要与苏浩翻脸 只是考虑到 那随时可能黑化的可怜姐姐 还是忍了下来 这个家伙 真是半点亏都不想吃 只想占她的便宜 想到苏浩过去喝酒 不给钱寄账上 还有喝醉了打其他妖怪 全靠自己出面解决的事情 屠山蓉蓉的心里 产生了一丝丝的委屈 在她这里 吃点亏又怎么了 挨顿打又怎么了 就允许你打狐狸 不让狐狸打你吗 还讲不讲道理 这个叫什么 狐狸遇到酒鬼 有理说不清 屠山蓉蓉满肚子的牢骚话 却说不出来 想念三岁之前 苏浩的第二天 蓉蓉姐 不用担心 我下手很温柔的 苏浩活动了一下手腕 犀利的双眼 上下扫视 屠山蓉蓉的小身板 似乎在琢磨 从那里下手比较好 蓉蓉姐 不是我说你 看你瘦的 我都不忍心下手了 平时不好好吃饭 可不行啊 工作再忙 也要注意保养身体 对于苏浩突然的关心 屠山蓉蓉的心里 没有丝毫的波动 甚至想笑 如果你真的那么关心我 就不会想着要打我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你这张嘴 倒是挺会骗妖怪的 让我猜猜 你是不是以前 对另外两个姐姐 也这么说过 苏浩摇了摇头 那不一样 这是两码事 你这么瘦多吃是必须的 另外两个姐姐有点显胖 我的建议是 少吃多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 所谓的运动 就是打架 我平时泪点苦点不算什么 只要姐姐们身体背棒就行 看着一脸惊恶的屠山蓉蓉 苏浩颇为诚恳地说道 一副我这样做 都是为大家好的样子 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屠山蓉蓉才回过神来 他似笑非笑地盯着苏浩 呵呵 那我还得好好地感谢你啊 似是听不出 屠山蓉蓉语气中的嘲讽之意 苏浩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蓉蓉姐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心里明白就好 我们俩 谁跟谁啊 你这么客气 反而显得见外了 屠山蓉蓉张了张嘴巴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发现自己 差点被苏浩带偏了 清醒的苏浩 似乎比醉酒的苏浩还可怕 因为他满嘴都是歪理 你越说他越起劲 醉酒的苏浩只需要一坛酒 就能解决问题 想念醉酒苏浩的第一天 就在苏浩和屠山蓉蓉 斗智斗勇的时候 东方月初往这边跑了过来 在空旷的草地上 撒开脚丫子狂奔 鼻青脸肿的他 像是一个追风的少年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 师父 救我 屠山雅雅疯了 从早上开始 就满山遍野地追着我打 现在太阳都快落山 师父我心里苦啊 依山不整的东方月初 在见到苏浩的那一瞬间 就直接泪奔了 就像是外出多年的游子 时隔多年 遇到了自己的家人一般 话音未落 就看到一个娇小的身影 从后面不断地 逼近东方月初 他迈着脚尖的步伐 速度比追风少年 还要快上几分 小屁孩 你给我站住 早上是谁说 想拿小屁边抽我的 有种你别跑 让我试试 今天能不能打死你 只见东方月初在前面跑 屠山雅雅在后面追 一个追 一个逃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如果没有外力插手的话 东方月初 似乎是在劫难逃 夕阳将一人一胡的影子 拉得很长 倒映在绿油油的青草地上 这夕阳下的奔跑 让苏浩不禁想起了 自己是去的童年 好像在以前 她就是这样抱着酒坛子跑 而洪洪姐就这么追着她打 想想还有些怀念呢 见到屠山雅雅跑了过来 屠山茸茸眼前一亮 伸手将她拦住了 姐姐 停下来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交给你去做 什么事 屠山雅雅的脚步一顿 偏着头问道 可看到屠山茸茸旁边的苏浩时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娇小的身躯都不停地颤抖起来 雅雅姐 你没事吧 苏浩轻言细语地问道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看你抖得有点厉害 前几天你也是这样 如果是病的话得早点治疗 屠山雅雅下得一蹦三尺高 急忙躲到了屠山茸茸的身后 你不要过来 摸了摸下巴 苏浩低声自语 我有那么可怕吗 她不是很理解 屠山雅雅为什么这么怕自己 不就是平时经常用小皮鞭 教给她做妖怪的道理 还有将她放到瀑布下冲凉 再领起她甩干嘛 除此之外 就是日常的出题做题 修炼法术了 苏浩寻思着 自己这么做也没毛病啊 这都是些基本操作 看到一向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姐姐的屠山雅雅 在苏浩的面前 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屠山茸茸低声嘀咕了一句 似是有些不满 乔巴姐姐吓得 你自己还不清楚 怎么一会儿是 她将屠山雅雅的脑袋 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轻轻拍打着后背 好了 姐姐有我在 不怕不怕 在我面前 她不会乱来的 明明屠山雅雅是姐姐 可现在的屠山茸茸 却更像姐姐 屠山雅雅眼含热泪 声音有些哽咽 茸茸 你这胸口有点割脑袋 是不是放了什么硬物 将放在屠山雅雅背上的手 缓缓地收了回来 屠山茸茸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毫不留情地 一把将屠山雅雅给推开 我改变主意了 你还是将姐姐打一顿吧 第49章 自闭的屠山雅雅 被一把推开的屠山雅雅 那张白皙的包子脸上 满是不可置信 就这么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右兽 显得弱小 可怜 又无助 本来以为蓉蓉会保护自己的 可转眼间就这么将她 推到苏浩的面前 不仅如此 还喊苏浩打自己 这是以前那个善良温柔的妹妹 能说出来的话吗 屠山雅雅半蹲在地上 双手抱着膝盖 将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口处 只有这样做 才能感受到一点点的温暖 看上去宛如一个家里蹲得自闭狐妖 她低声喃喃自语 蓉蓉 你变了 变得不像你了 姐姐 也变了 不再像以前一样 我打那个坏家伙了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屠山雅雅主动招呼她出手 让苏浩感到有些意外 是谁刚才说的 打屠山雅雅没有用的 现在看来 在打屠山雅雅这件事上 倒是比她还积极 如果不是苏浩在这里 可能屠山雅雅就要挽起袖子 亲自上场了 见到屠山雅雅全缩成一团 本来打算出手的苏浩 倒是不好再对她出手 就连东方月初 也没有像往常一样 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笑出那欠奏的鹅叫声 她似是有些于心不忍 甚至主动为屠山雅雅说话 师父 算了吧 尽管我今天差点被她打死 但是看待她这么可怜的份上 还是选择原谅她 请师父收手 在这种时候 一昧的打骂所产生的效果 反而是适得其反的 当然 苏浩是一个例外 小的时候被打了 还敢对着屠山红红发起冲锋 打不打得过 根本不考虑 因为苏浩已经喝醉了 喝醉状态的她 感受不到什么叫做痛苦 此刻的苏浩 不仅担心屠山雅雅身体的问题 更担心她的精神状态 雅雅姐别闹 容容姐这是和你在开玩笑呢 我是那种不讲道理 就打狐狸的人吗 只要你不犯错 我是不会动手的 走到屠山雅雅的面前 苏浩也蹲了下来 伸出手轻轻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将那一头浓密的发丝 揉成了鸡窝 屠山雅雅缓缓地抬起头来 小声地问道 真的吗 那双明媚的大眼睛 含着泪水 扑闪扑闪的 与以往她霸道的样子 完全不同 展现出脆弱一面的屠山雅雅 让人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怜惜 苏浩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 你是知道我的 苏老师在屠山 一向是说一不二 金字招牌 有口皆碑 那叫一个同搜无欺 即便是苏浩信誓旦旦地保证了 屠山雅雅依然不相信 她想起过去那些不眠之夜 似乎又感受到了痛苦 那你以后再无缘无故打我怎么办 苏浩洒脱一笑 苏浩如果你有证据 我让你打回来又何妨 你不能还手 屠山雅雅弱弱地补充了一句 如果苏浩还手的话 她只会被打得更惨 对于自闭的屠山雅雅 苏浩很有耐心 我不仅不还手 还站在原地让你打 总丧了吧 听到苏浩这么说 屠山雅雅才放心了 那你和我拉勾 五百年不许变 我听说你们人族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缔结誓约的 违反的一方将受到严惩 没有犹豫 苏浩就同意了 行 都听你的 话音未落 直接上手 两根手指头相交 拉勾上吊 五百年不许变 看到苏浩和屠山雅雅拉勾的这一幕 屠山融融陷入了沉思 这莫名的温馨 是怎么一回事 她倒是扮演了一次 恶毒妹妹的角色 竟是让苏浩得了便宜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等等 以自己姐姐的能力 就算苏浩打了她 也很难找到证据 在屠山融融沉思的时候 一个眯眯眼的狐妖 突然出现在面前 对于他们的神出鬼没 苏浩早已经习惯了 小七 你来了 她热情的上前 打了一声招呼 小五的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下 娇声说道 大护法 我是小五 气氛一下变得胶着了起来 当着其他人的面认错了 苏浩也毫不在意 反正她已经习惯性认错 不好意思 实在是你们长得太像了 蓉蓉姐 要不你在他们的衣服上 贴一个编号什么的 免得弄得大家都很尴尬 涂山融融没有搭理苏浩 而是看向小五问道 小五 是不是涂山镇那边 又有新的情况 提到正式 小五就变得严肃了许多 是的 涂山镇今天来了一个小孩 力大无穷 十分厉害 那些人完全不是对手 那个小孩的感知很敏锐 我觉得他好像发现我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问 什么时候去挑战大护法 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孩 涂山融融的心中凛然 他可不会犯只从外表 就判断对方实力的这种低级错误 既然能看穿小五的伪装 肯定也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苏浩的眉头一挑 露出了几分感兴趣之色 什么样的小孩 你详细说说 面对苏浩 小五显得很客气 大护法 这个小孩 在小五描述后 苏浩的脑海里 闪过一道模糊的身影 逐渐的成形 独童子的形象呼之欲出 大家只知道 独童子是南国的五毒太保之一 却不清楚 独童子是奥莱三少的一个化身 奥莱三少居然来屠山镇了 这对苏浩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即便是一个化身 也给了苏浩不小的压力 他可是知道 三少计划的人 记得先前听欢都洛兰提到过 跟着他一起来的南国使团中 就有五毒太保 原本不是很在意的 如今奥莱三少来了 才重视起来 见到苏浩的神色异常 屠山荣荣在旁边问道 怎么了 你认识那个孩子 对于屠山荣荣 苏浩还是对独童子的真正身份 有所隐瞒 我们有麻烦了 来的人可能是南国的 五毒太保中的独童子 他不想屠山荣荣知道的太多 这关乎性命 如果奥莱三少的化身泄露出去 极有可能杀妖灭口 屠山荣荣也是一惊 确实有点麻烦 被独童的消息是 公主重伤兵死 如果让这个独童子上了屠山 发现了活蹦乱跳的南国公主 然后告诉不皇 势必会让南国和屠山之间 产生信任危机 苏浩和屠山荣荣口中的麻烦 却不是一样的麻烦 一个大 一个小 不过苏浩已经决定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第五十章 我对三个姐姐一心一意 计划不如变化快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奥莱三少是说来就来 就像六月的雨 说下就下 对于奥莱三少的到来 少年苏浩并没有一丝丝的防备 还不知道奥莱三少专门过来 是针对他的 小五前来汇报的这个消息 打乱了原先商定好的 关爱空巢洪洪大作战计划 让苏浩和屠山荣荣暂时放下了 谁爱打引大洪洪出关的问题 开始一致对外 携手应付这个来自南国的麻烦 其实苏浩也不是要动手打屠山荣荣 只是和他开一个玩笑 打消屠山荣荣先前那个 让他严苦肉计的想法 他又不是黄盖 屠山荣荣倒是愿意打他 想打一个人的眼神 是掩盖不住的 可苏浩却不愿意挨打 起码在清醒的状态是不愿意的 除了这个互相伤害的方法外 苏浩是觉得还有更好的方法 不用那么极端 既然独通子来了 为何不上山 反而去了屠山镇 很快 屠山荣荣就抓住了重点 微秘的眼睛中闪过一抹清亮 尽管苏浩看不太真切 就当那是智慧的闪光吧 他抓重点 一向可以的 苏浩摸着下巴想了想 随后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但是绝对没按什么好心 荣荣姐 这个独通子并不简单 由于某些原因 我只能告诉你这么一句话 希望你不要大意 随时准备好闪 看着屠山荣荣 苏浩一脸郑重的提醒道 按照常理来说 如果对方真的是独通子 符合表面人设的独通子 就算是找到猴年马月 独通子大概都到不了屠山 他只是一个迷路的孩子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可奥莱三少就不一样了 天地之大 似乎没有他到不了的地方 一个金斗云 串台了 那是美猴王 奥莱三少刚到 就在屠山振秀肌肉的行为 他也着实看不懂 闹得是鸡飞狗跳 满阵皆知 消息都传到屠山来了 欺负那些屠山振的人 难道只是为了找乐子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有人觉得 奥莱三少弄这么大的动静 就是为了找乐子吧 作为目前一个脑子 还清醒的人 苏浩觉得不可能 别看奥莱三少表面上 一副憨憨的样子 甚至有些可爱 实际上心思极重 说是有成百上千的新颜子 都不为过 从远古时期 就存在的战利天花板 要是谁将奥莱三少当傻子 那么他就是真的傻了 他这么做 一定是为了某种目的 只是这个目的 苏浩目前还猜不到 本来为了红红姐 准备戒酒的 但为了对付奥莱三少 酒不能停啊 这是他提升实力的快速通道 不管三少目的是什么 实力都是硬道理 看到脸色凝重 甚至有些难看的苏浩 涂山茸茸的眉头微皱 你似乎对独童子的意见很大 是以前见过吗 所以才觉得他不安好心 来 和姐姐好好说说 他是如何的不简单 涂山茸茸的身体前倾 两只胡耳都竖了起来 像是一个好学生一般 摆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 这么近的距离 苏浩能够看到 他胡耳上的绒毛 还能闻到 从他身上散发的 一股淡淡的香味 让苏浩情不自禁地 猛吸了一口 不由的精神一震 大脑都在颤抖 当然 他不是因为兴奋的颤抖 而是涂山茸茸提出的这个问题 让苏浩顿时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过去的十八年内 他从来没有下山过 一直待在涂山努力干活 白吃白喝 不可能去过南国 更别说认识独童子了 涂山茸茸 这是对他产生了怀疑 如果解释不清楚的话 又是一场内部信任危机 可大可小 但好在涂山上 是有妖怪了解独童子的 是洛兰告诉我的 那个独童子 不是什么好妖怪 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 让我以后遇到他要小心一点 他很危险 苏浩是觉得 像这种事情 涂山茸茸不太会去问欢都洛兰 直接将锅甩到了欢都洛兰的身上 他为自己的机智 默默地点了一个赞 哦 涂山茸茸的嘴角 掀起一抹危险的弧度 微眯的眼睛似睁非睁 你和那位南国公主 好像很熟悉嘛 这才几天就洛兰洛兰的喊 不知道还以为你们的关系很好呢 是不是再过一阵子 你就直接跟着他回南国了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胶着起来 老实说 涂山茸茸还真有点担心 欢都洛兰那个小妮子 将苏浩拐跑 如果苏浩跟着欢都洛兰去了南国 那么 他这么多年在苏浩身上的投资 岂不是打水漂了 要是苏浩表现得有一点不自然 涂山茸茸就必须考虑 启动针对苏浩的紧急措施 这种最糟糕的情况 他也不是没有预算过 苏浩呵呵一笑 并不慌张 我和南国公主 只是逢场作戏吧 我苏浩铁骨铮铮 绝不喝欢都洛兰的酒 只有荣荣姐的酒 才是最香的 我对三个姐姐 一心一意 涂山就是我的家 哪里有抛家离去的道理 她在心里默默地补充了一句 免费的酒 才是最香的 只要涂山不倒 白嫖到天荒地老 就算奥来三少阻止她 都敢上前与她激见 见到苏浩的态度诚恳 与其真挚 涂山荣荣盯着她看了半上 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的心意 姐姐知道了 以后在涂山 你就一辈子的安心干活吧 什么时候还完债 什么时候 姐姐就允许你下山 按照苏浩目前欠的债 有生之年想要还清 是不可能了 人的寿命很短 只有几十载春秋 她还琢磨着 要不要找到苏浩的转世 让苏浩的转世 继续还她前世欠的债 只要让苏浩和一个妖怪 转世续缘的话 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苏浩还不知道涂山荣荣 已经将自己的下一世 甚至是下下世 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如果知道 没准会像东方月初一样 笑出鹅叫声 即便是心黑 像涂山荣荣一样的狐妖 绝对也猜不到 自己到底能活多久 她想让自己生生世世都还债 却不料 苏浩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 还是那句话 涂山不倒 白嫖到天荒地老 第五十一章 涂山洪洪出关 苏浩并不愿意 在关于南国公主这个话题上 继续谈下去 多说多错 她担心涂山荣荣会通过自己的微表情 猜出她的小心思 比如想白嫖荒都洛兰酿的酒 在苏浩看来 酒这个东西是不分地狱 不分种族的 想喝就喝 要喝得痛快 喝出强大 她才能保护整个涂山不倒 苏浩对于表情管理一向很自信 可面对涂山荣荣 再怎么小心谨慎也不为过 自然而然的将话题转移到了正式上面 荣荣姐 目前最重要 还是先稳住那位南国公主 如今独通子就在涂山镇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上山了 这事完全可以交给我来办 我保证 不会给独通子和南国公主 见面的丝毫机会 如果独通子真的上山 就交给荣荣姐来应对如何 苏浩自告奋勇 表面上是不给奥来三少机会 实际上是不给涂山荣荣和欢都洛兰 面对面的机会 让她的谎言 被揭穿的概率大大的降低 还顺便给涂山荣荣 找了一件事做 她明白 即便是奥来三少的一个分身 也拥有变态的能力 只要她想在涂山找谁 就能马上找到谁 虽说欢都洛兰现在易了容 但绝对瞒不过奥来三少的双眼 涂山荣荣点了点头 作为涂山的三当家 她自然是当仁不让 分得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放心了 我早有准备 只要你能稳住那位公主 一切好办 既然独通子现在不想上山 我们就装作 不知道她已经到了 这个就叫以静之动 算了 跟你说这么多 你也不明白 只要记住你刚才说的话 好好做事就行了 在涂山荣荣的面前 苏浩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不愧是荣荣姐 想的就是周到 简直和我想的 不能说一模一样 也算是差不太多 笛不动 我不动 听着苏浩和涂山荣荣的交谈 东方月初和涂山雅雅 两脸猛逼 你们在说什么啊 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 好像很深奥的样子 刚才打得欢乐 现在倒是能坐下下 心平气和的谈话了 一人一胡的窃窃私语 并没有瞒过苏浩的耳目 她差点忘了 身边还有卧龙凤厨在旁听 连忙挥手想将其赶走 去去去 赶紧去练法术 大人的事 小孩别管 听不懂就对了 知道的太多 对你们没有好处 别当做小孩看待的涂山雅雅 心里有些不服气 但是她不说 只是站在原地 一脸倔强地看着苏浩 刚才拉了钩 涂山雅雅已经不再惧怕苏浩了 恢复了先前的几分本色 她就站在这里 不信苏浩会打自己 熊啾啾气昂昂地扬起下巴 双手插腰 一副赖在这里不走的样子 旁边的东方月初倒是想走 但涂山雅雅不走 也不好一个人离开 她也不想苏浩 还将她当做小孩看待 就这么僵持住了 哟哟哟 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看来是平时训练的还不够啊 今天得加练 苏浩正要上前 将东方月初和涂山雅雅赶走 一个熟悉的清冷声音 从身后传来 到底是什么事情 知道的太多 没有好处 那清冷的声音中 还夹杂着清脆悦耳的铃声 叮铃叮铃 只见涂山雄红 从不远处飞掠而来 风吹起衣服的下摆 白皙大长腿 在其中若隐若现 橘黄色的长发 纷纷舞动 几个起落 就已经轻飘飘地落在了草地上 像是一只红色的蝴蝶 那双淡绿色的毛子 落在苏浩的身上 带着几分诧异 你今天竟然没有喝酒 倒是难得 见惯了醉醺醺的苏浩 遇见正常状态的他 反而有些奇怪了 在涂山雄红的眼里 苏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 从三岁一直打到十五岁 直到他打不动了 这个酗酒的坏毛病 也没有改变 原本他寄予厚望的小树苗 彻底变成一棵歪脖子树了 有些心灰意冷的涂山雄红 就开始经常闭关 等到闭关修炼 实力提升后再打 多年以来揍苏浩 让涂山雄红养成了一种习惯 似乎一天不打苏浩就浑身不得尽 就像是现在 看到苏浩就下意识地捏紧了拳头 连浑身的妖力 都是有着失控的迹象 苏浩没有想到涂山雄红 竟然在这个时候出关了 先前他和涂山融融 还为这事讨论了一整天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 还差点打起来 出来了 就这么出来了 还真是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尽管心里有些惊讶 但总之心里还是挺欢喜的 无论怎么样 涂山雄红出关 都是一件好事 这意味着没有无辜的人或者妖 会被打一顿了 苏浩和涂山融融对视一眼 涂山融融能够看到苏浩眼里的惊喜之色 苏浩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只有那一脸的平静 融融姐 这也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敢不敢将眼睛睁得更大一点 给我一个猜你心思的机会 心里默默地吐槽着 苏浩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红红姐 你怎么出关了 涂山红红的柳眉微调 嘴唇没动 却能听见她更加清冷的声音 怎么 苏浩连忙摆了摆手 不不不 对于红红姐 我可是望眼欲穿 再次祝贺红红姐 实力精进 神功大成 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嗯 涂山红红淡淡地应了一声 就不说话了 让一个敬祝贺的苏浩 有些许的尴尬 纵然她心中有百般讨好的话 可在这一个恩字后 就被彻底的封杀 涂山融融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姐姐 这次闭关 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吧 她紧盯着涂山红红那银白的俏脸 想要看出几分异样 可让涂山融融失望的是 她的姐姐依然是面无表情 普通的闭关罢了 能有什么问题 不过你们两个 倒是看上去有点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我 涂山红红觉得 不管是苏浩 还是涂山融融 都有些奇奇怪怪的 她说不清楚 完全是一种直觉 第五十二章 涂山雅雅 竟有此等口技 没有 苏浩和涂山融融一口同声地说道 彼此再度对视了一眼 在这个时候 体现出了难得的默契 很难想象 在这之前 苏浩和涂山融融 还为谁挨打而争论不休 既然涂山红红 自己不愿意说出来 谁也无法逼迫她 本来涂山融融 就是试探性地问一句 对于涂山红红 能够实话实说 并没有多少期望 以涂山红红那外冷内热性格 就算是真的遇到什么问题 也不会给大家说 只会默默地独自承受 这就是涂山红红 总是活得那么伟岸 将痛苦留给自己 不愿意分担给别人 性格如此 无法改变 尤其是在经历了 小道士那场变故后 涂山红红就再没有开口过 说话都用得富与术 这次闭关出来后 从表面上看 气质显得更加清冷了 就像是一块 中古不化的寒冰一般 所谓的什么普通的闭关 苏浩和涂山融融 都是不相信的 其中一定有问题 不管谁来看 都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就好 涂山红红 没有继续追问的打算 他觉得 苏浩和涂山融融 没有必要骗自己 这一点信任还是有的 主要是相信涂山融融 至于苏浩 他在涂山不惹出什么问题 就万事大吉了好吗 姐姐 你终于出关了 见到涂山红红出关 表现得最浮夸的 还是涂山牙牙 只见他嘟起了小嘴 迈起小短腿 大大的眼里 引有泪光闪烁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苏浩欺负了他 涂山雅雅三步并坐两步 直接扑入了涂山红红的怀里 脑袋深陷于涂山红红的柔软之中 还不知死活地蹭了一蹭 如果某一个死酒鬼 像涂山雅雅这么做的话 说不定得当场去世 姐姐 还是你的怀抱最温暖了 这段闭关的时间 我想姐姐 都想得睡不着觉 天天盼着姐姐出关呢 扬起下巴 涂山雅雅娇声说道 白皙的包子脸上 带着一抹笑容 尽管姐姐变了 不再像以前那样为自己出头 但是她对姐姐的爱 还是不会变的 姐姐伤我千百遍 我当姐姐开玩笑 涂山雅雅的撒娇 倒是让涂山红红 有些猝不及防 像这种类似的情景发生的时候 大概还是几百年前吧 时间有点久远 涂山红红的记忆都模糊了 她伸手轻轻地抚摸着 涂山雅雅的头发 傻呀 姐姐是闭关 又不是不出来 倒是你在这里又哭又笑 要是被其他的狐狸看见了 会笑话你的 你可是我们涂山的二当家 涂山雅雅确实摇头 一脸的娇憨 我不管 我不管 我就是想姐姐了吗 其他狐狸怎么看 我一点都不在乎 只要姐姐不嫌弃就好 最喜欢姐姐了 咦 这肉麻的话 听得苏浩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头皮都开始发麻 不得不说 被苏浩调教了一番后 涂山雅雅像是突然开窍了一般 竟然连这种甜言蜜语都说得出口 她就不一样了 只会直接动手动脚 两姐妹抱着又温存了一番 在涂山雄雄的再三要求 甚至是呵斥下 涂山雅雅才不情不愿地离开了怀抱 将涂山雅雅这个连体狐狸分离之后 涂山雄雄轻声说道 我去巡视城墙了 巡视城墙是涂山雄雄的日常工作之一 现在出关了 就准备去城墙那边看看 涂山荣荣连忙给苏浩使了一个眼色 苏浩顿时会议 红红姐 这次让我陪你一起巡视吧 既然要推到涂山雄雄心中的那道墙 就必须在平时对涂山雄雄多点关心 像这种独处的机会 摆在面前没有理由不争取一下 姐姐姐 我也想和你一起巡视城墙 涂山雅雅举起了小手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见到涂山雅雅也来凑热闹 苏浩当然要阻止了 雅雅姐 有我陪着红红姐 你就不用去了吧 你今天的功课似乎还没有完成 小月初 带雅雅姐回藏书阁背书 还不等涂山雅雅开口 苏浩就堵住了她的嘴 涂山雅雅嘴唇如动了几下 最终还是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追着东方月初打了一整天 她今天的功课确实没有完成 在其他的妖怪面前 涂山雅雅可以不讲理 但是在苏浩面前不能这样做 只要她敢不讲理 苏浩就敢动手揍她 动手的理由很合理 就算是姐姐也护不住自己 好的 师父 保证完成任务 啪的一下 东方月初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 一张稚嫩的小脸 满是坚定 内心挣扎了一番后 涂山雅雅还是垂头丧气的 跟着东方月初走了 只是谁也没看到 她掩藏在衣袖中的拳头紧握 心里在不停的呐喊着 妖力 妖力 还是妖力 重要的神情在心里喊三遍 终有一天 她涂山雅雅 不会再看这个坏家伙的脸色行事 今日夺解之仇 她记下了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带到寒冰妖气大城之时 就算坏家伙 被她夹在割枝窝下寻山之日 此刻的涂山雅雅 将满腔的悲愤都化作了力量 走路都轻快了许多 像是一阵风一样 听到苏浩要陪她一起巡视城墙 正要离去的涂山红红脚步一顿 回过头 认真地看了苏浩一眼 随后才点头道 跟我来 话音未落 涂山红红脚尖倾点 玲珑有致的郊区随风直上 向着城墙的方向奔去 几个起落 就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了 就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根本不给苏浩反应的时间 似乎是故意在针对她 红红姐 你等着我啊 苏浩连忙拿出小木剑 用出预剑诀 向着涂山红红的背影追去 没想到 苏浩吼了这一嗓子后 涂山红红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还加快了速度 与她的距离变得更远了 像是有种和苏浩较近的意思 实际上也是如此 作为涂山的大当家 就算打不过苏浩 也在在速度上赢回来 有的时候 面子很重要 比如现在 有的时候 面子不重要 比如强敌来犯 现在就是晚尊的时候 第53章 巡视城墙 一个追 一个飞 让涂山城无数的妖怪 抬头仰望 这场追逐的激烈程度 比起刚才东方月初和涂山雅雅 夕阳下的奔跑 还要更胜一筹 好好 不听人话是吧 红红姐 你就不要怪我吓你一跳 这是你非要逼我 只能展现出我十分之一的速度了 只见苏浩双手双手掐绝 小木剑上亮起一圈斑驳的纹路 一股灵力从脚底板 直接传输到小木剑上 小木剑发出阵阵嗡鸣声 带着苏浩 搜的一下就窜了出去 要说苏浩这把小木剑 并非是用普通树木做成的 早年有一个千年树妖 为祸涂山 不少的狐妖小姐姐都惨遭树妖捆绑 被吸取一身精华 那时涂山红红 已是妖黄境界 怒而出手 打得树妖聚根寸断 险些魂飞魄散 涂山红红从树妖的身上 取得了一块本命灵木 后来苏浩就用这根灵木 做成了木剑 要不是这块灵木太过短小 苏浩脚下的这把 就不是小木剑 而是堂堂正正的木剑 涂山红红因此在他的账单中 又重重地记下了一笔 察觉到后面的破空声 涂山红红的嘴角 突然露出一个罕见的细微弧度 仙红的妖力迸发 笼罩全身 像是一道流光 眼看就快要赶上涂山红红了 没想到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涂山红红竟然再次提速 红红姐 我承认先前是有点小瞧你了 看来十分之一的速度 还是不行 我必须得再次加速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陪你玩到底 就在苏浩想加速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正事 目前最重要的 不是证明谁的速度比较快 而是要红红姐感受到温暖 融化那道墙 江星的活力 注入红红姐那一潭死水之中 借此压制住逐渐失控的力量 她是来送温暖的 不是来打红红姐脸的 不行 不能超过红红姐 苏浩设想了一下 如果超过了红红姐 会有什么结果 除了让红红姐没有面子以外 还能让她得意一下 引起涂山城无数妖怪的震惊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现在涂山城中 明里暗里都关注着这场追逐 苏浩显然不是那么肤浅的人 为了红红姐那虚假的快乐 她可以甘愿落后 哪怕给红红姐 造成一种自己不行的错觉 也不能再提速了 从后山的那片青草地 到门口的城墙处 其实并不远 可涂山红红却并没有直接飞向城墙 而是跟她兜圈子 显然是想消耗苏浩的体力 人和妖怪不同 一般来说 人的体力比妖怪要差多了 在这方面 两者根本不能比较 毕竟人善之而善理 这是公认的 苏浩却不同 常年的饮酒 让她的体魄格外的强大 别说绕着涂山飞好几圈了 她绕着澳来三少画的那个圈 飞好几圈都不成问题 但在涂山红红的面前 显然不能表现出 自己体力很好的样子 于是几圈过后 苏浩就脸色苍白 仿佛被掏空了身体 双脚踩着小木剑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看到苏浩被榨干了精力 涂山红红这才减速 落在了城墙上 过了一会儿 苏浩才姗姗来迟 呼呼呼 苏浩双手扶着柱子 气喘吁吁 满头都是大汗 她努力憋出来的汗水湿透了青山 在青山下的腹肌 若隐若现 线条分明 浑身上下 散发出一股男人味 红红姐 你的速度是真的快 我差点都赶不上了 下一次 你就可怜可怜我 不要这么快好吗 在涂山红红的面前 苏浩开始卖惨 连苏浩都有些 佩服自己的演技了 这不得拿一个奥斯卡小惊人 涂山红红倒是挺吃这一套的 尽管还是面无表情 声音却变得柔和了一点 你的速度也不错 此刻的涂山红红 终于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就算自己打不过苏浩 但起码在速度上还是能超过他的 还能走吗 如果不能 你可以在这里歇一会儿 我先去巡视 看到苏浩那一副快要虚脱的样子 涂山红红的心里 不禁产生了几分歉意 脸上也露出了关切之色 要不是他刚才这么胡来 争强好胜 苏浩也不会连站都站不稳了 苏浩一听 马上就精神了起来 声音铿锵有力 不 我能走 说好要陪姐姐一起巡视的 那就一定要做到 我作为涂山的人 也应该为涂山做出一番贡献 要不然 我的良心会痛的 甚至是夜不能寐 听到苏浩竟然有这样的觉悟 涂山红红满意的点了点头 还是提醒了一句 量力而行 不要硬撑 就这样 苏浩跟在涂山红红的后面 开始巡视城墙 大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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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涂山红红来了 助手城墙的音乐守卫 都热情的打着招呼 一个个的昂首挺胸 腰杆笔直 都非常的精神 但注意到涂山红红身后的苏浩时 都不由得变了脸色 连那挺直的腰板 一下就弯了下去 要不是涂山红红在这里 都打算跑路了 不同的大脑袋 同一个想法 这九疯子 怎么来了 自己不会被打一顿吧 大当家在这里 他应该不敢出手 老一辈的音乐守卫 几乎都被苏浩打过 还见到了苏浩击败金面火神的那一幕 对于苏浩是敬畏有加 当然 里面害怕的成分居多 只有新加入的那一批音乐守卫 用一种羡慕极度的目光看着苏浩 这个人族 何德何能可以追随在大当家的身后 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 那薛兽的身体 恐怕还禁不住一拳 自身都难保 还怎么保护大当家的安全 嗯 涂山红红 对那些打招呼的音乐守卫 点头示意 目光中带着几分柔和 想要保护涂山 只是靠他是不行的 正是由于这些音乐守卫 一代代的前赴后继 才有涂山的现在 对于这些音乐守卫 涂山红红一向是很尊重的 只是让涂山红红不明白的是 有些刚才还大声招呼 他的音乐守卫 此刻却变得有些微微懦默 甚至目光都有些躲闪 难道是自己的态度太过冷漠 吓到他们了吗 涂山红红陷入了沉思 第五十四章 遇见姐姐 是我最大的信愿 你说 这里的狐狸 为何如此怕我 思来想去 以涂山红红并不聪明的脑袋瓜子 想不通这件事 明明刚才还热情似火 转瞬间就态度大变 眼神中的畏惧满意而出 这种眼神 他在前来攻打盗盟的修士中看到过 可以理解 可出现在音乐守卫的身上 就让涂山红红十分疑惑了 以前巡视城墙的时候 没有见过像这样颤颤巍巍的音乐守卫 老的一批 反而没有新来的一批 胆子大 最起码能够直视他 脚步一顿 背对着苏浩 涂山红红情不自禁地问了出来 啊 脸色苍白 脚步虚浮的苏浩 正琢磨着如何给大红红送温暖呢 冷不丁地听到涂山红红这么一问 不由地愣住了 随后脸色古怪地说道 大概他们怕的不是你吧 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不确定 可心里却已经肯定了 尽管每次喝醉了 苏浩就会断片 记不清先前发生的事情 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片段 可涂山茸茸那里记着 每一笔的账都写得清清楚楚 比如今天拳打蛇腰 打断了一条腿 赔偿五百两治疗费 明天脚踢吐筋 踢掉了一颗牙 赔偿三百两治疗费 后天骑在涂山芽芽的身上 全打脚踢 不用赔偿 刚开始 苏浩以为是涂山茸茸乱写的糊涂账 企图趁他喝酒 占他便宜 但在走访了那些受害者后 苏浩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他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物价 对于涂山茸茸定的价格 没有多少概念 等他反应过来 已经是欠了一屁股的债了 从那以后 苏浩痛定思痛 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俗称百烂 反正这债务 自己是还不清了 何必约束自己 喝就要喝得痛快 从清晨到日暮 一刻不停歇地挨揍 然后揍妖怪 再被狠狠地记上一笔 嗯 从苏浩的嘴里 听到这似是而非的回答后 涂山红红眉头紧锁 心里的疑惑没有削减 反而加深了 不是怕他的话 那么怕的是谁 苏浩快步走到涂山红红的身侧 从表面上看起来 年仅十八岁的他 比涂山红红还要高出一个头 与涂山红红并接而行 察觉到涂山红红 还沉浸在刚才的疑惑中 苏浩不动声色地 开始转移话题 红红姐 我听荣红姐说 当年我就是在这里被你捡到的 这是真的吗 我不信荣红姐的鬼话 想亲耳听见红红姐对我细说 相貌极为出挑的青山少年郎 对着自容绝世的狐妖 眨了眨眼睛 嗓音温润 自有一股出尘的气质 仿佛山间的青竹 一阵微风吹过 病脚发丝 还有一袍袖口 都被吹得荡了起来 涂山红红偏过头来 看着眼前这个 自己一手揍大的少年 精神有些恍惚 脑海中却浮现出了一个小屁孩 就算被打得鼻青脸肿 还死活抱着一个 酒坛不松手的样子 似乎还能听到 那带着哭腔的声音 姐姐 我知错了 不要打了 等到他转过身 却蹲蹲蹲地喝了起来 这一幕让涂山红红记忆犹心 他不知道 这世间竟然会有这么厚脸皮的人 嘴上认错了 可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 记忆中的那个粉雕欲灼 双眸黑白分明 似乎一掐就能掐出的婴儿 与现在眼前这个臭酒鬼 似乎一点也重合不起来 甚至是一言难尽 涂山红红沉默了下来 苏浩也不催他 就这么静静地等着 显得很乖巧 这样的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涂山红红清朗的声音打破了 当年你还是婴儿 被装在木桶里顺流飘下 我就是在巡视城墙的时候 发现了你 后来我觉得 那木桶大概以前装过酒 你沾染上了其中的酒气 才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我经常在想 如果小时候再对你严厉一点 长大了 你就不会如此叙酒如命 涂山红红纳如羊之狱一般的肌肤 在夕阳的余晖下 晶莹剔透 在这个距离 苏浩甚至能清晰地看到 他皮肤下的一条条青筋脉络 想要揍一个人 是掩盖不住的 从那些显露的青筋可以感受得到 苏浩并不畏惧 脸上的笑容反而越发的灿烂 红红姐 这是后悔当初救了我 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谈不上后悔 当时救你 只是可怜你罢了 我有点想不通 究竟是什么原因 才会让一个母亲 狠心抛弃自己的孩子 人族都是这么无情的吗 谈到这里 涂山红红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想到了那个 为了救自己 不惜性命 被他亲手冻穿胸膛的小道士 还有那些嚷嚷着妖父 前来攻打涂山的道能修士 同样是人族 为何人心却是好坏不一 涂山红红的眸子里 带着丝丝的迷茫之色 还夹杂着难以言喻的痛楚 鲜艳如血的妖力 竟是在此刻不受控制的 从全身一出 见到涂山红红 有着失控的迹象 缩号的瞳孔骤然一缩 他敏锐地察觉到 这红色妖力 被悄然染上了一抹漆黑 两者交缠在一起 散发着一股邪恶的气息 那是极致的邪恶 仿佛要将涂山红红 吞噬殆尽 红红剑 苏号舌战春雷 犹如沉中目骨一般 直击心灵 又好像天边亮起的 第一束光 驱散了黑暗 这蕴含灵力的道音 传出去很远 让周边银月首位的脑袋瓜子 都是嗡嗡作响 一些精神力脆弱的 甚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风雨的郊躯微颤 涂山红红眼中的茫然 削减了大半 银白的翘脸上 依然有着疑惑 浅绿色的双眸 落在苏号的身上 似有娇嗔之意 像是在埋怨 刚才苏号吼得太大声 将他都给吓着了 苏号却毫不退避 与涂山红红坦然对视 一字一顿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可怜 反而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好 如果不是红红姐心善 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遇见红红姐 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我的幸运 就是永远待在红红姐的身边 只要红红姐不赶我走 就算被红红姐揍一辈子也愿意 少年那坚定不移的话语 传入涂山红红的胡耳中 让涂山红红那搭拉着的胡耳 瞬间树立了起来 没想到 苏号不仅没有埋怨自己 小的时候经常揍他 还愿意一辈子留在涂山 哪怕依然被他天天揍 心里不由地产生了几分暖意 那一道无形的心墙 裂开的缝隙 似乎又扣大了一点 沉寂已久的死水 都泛起了涟漪 就像一块石子投了下去 目不转睛地盯着 苏号那张俊逸的脸 涂山红红突然一脸认真的问道 要是我现在揍你 你会还手吗 苏号 这是苏号未曾设想的结局 这一场可谓是坦白局 苏号坦白 自己想永远留在涂山白吃白喝 涂山红红坦白想要揍他 正当苏号开口想说点什么 却突然被一道充满绝望的声音打断 救救我 第55章 来自黑狐娘娘的卧底夭夭 我 黑狐娘娘坐下 五百年道行的桃树妖 一向以外貌清纯 身材火辣 形势残忍而出名 出道以来 有不少高手 死在我的手中 可谓是双手沾满血腥 现在肩负着一个不为人知 充满艰难险阻的任务 来到涂山 这个任务就是将涂山建模苏号 勾搭上手 让苏号叛离涂山 甚至让涂山红红和苏号 反目成仇 我对涂山红红的恨意 是深入骨髓的 要不是他当年无故重创了我父亲 一颗拥有千年道行的桃树妖 衰弱的父亲 也不会被盗蒙的人杀死 而他也被那群臭道士抓住 由于我天生力至 很多道士排着队 都想肆意凌辱他 幸好遇到了黑狐娘娘 是他大发慈悲地救了我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虽是妖 却明白感恩图报的道理 今天就是借着那些臭道士的追杀 装可怜混入涂山 开展毁灭整个屠山的计划 想到这里 妖妖的心里异常的激动 仿佛自己已经完成了重任 大仇得报了一样 可表面上却表现出一副 惊慌失措的样子 苍白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血色 连衣衫都有些不整 白皙的香肩裸露在外 显得弱小 可怜 又无助 妖妖向着城墙处 发出一声绝望的求救声 救救我 连妖妖都为自己出色的演技 默默地点了一个赞 这一嗓子 顿时引起了城墙上的众妖 还有一个翩翩美少郎的注意 在妖妖的身后 有数个身穿黄袍的道士 宁笑着冲了过来 从服侍判断 明显是一气道蒙的 道蒙是屠山的老对手了 小妖精 看你往哪里跑 乖乖地跟道爷走吧 前面就是屠山的边界了 不要拖沓 速战速决 好 既然这小娘子不愿意跟我们走 就不要怪我们 心狠手辣了 其中一个道士 对着妖妖 甩出了一个圆环状的法器 上面蕴含着充沛的灵力 妖妖本可以躲避 可为了演得更像 咬着嘴唇 承受了这一击 啊 惨叫一声 妖妖口中一血 从空中跌落 凄美的脸庞 犯着死忌 像是一只被射中的天鹅 眼看妖妖 就要落入波涛汹涌的河中 在城墙上的屠山红红 见到妖妖受伤 浑身的妖力涌动 同为妖族 她是不能见死不救的 像这样的事情 以前发生过很多 屠山红红 坚持每天巡视城墙 未尝没有多就一些幸运的心思 她刚想出手 却被苏浩拦住 红红姐 像这种小事 就不用你出手了 放心 交给我就行 眼睛一睁一闭 就给你搞定 这种在屠山红红面前表现的机会 苏浩自然是要牢牢抓住 再说了 屠山红红现在的状态不稳定 如果贸然出手 很有可能导致失控 于情于理 苏浩不能冒这个险 屠山红红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在心里感叹 苏浩是真的长大了 全会心疼姐姐了 一个纵身 苏浩向着妖妖掠去 即便是屠山红红 也只能捕捉到模糊的残影 由于速度太快 其他的人和妖 竟是连残影都看不见了 妖妖只感觉眼前一花 妖身一紧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了屠山城墙上 这一番猛如虎的操作 看得不远处的几个道士 是目瞪口呆 就连妖妖自己 也是震撼莫名 这就是屠山建模的实力吗 靠着速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 实在是可怕至极 不过在畏惧的同时 也激起了妖妖 更加强烈的勾引之心 想到苏浩这样的强者 都败倒在自己的罗群之下 妖妖的心里 隐隐有些兴奋 屠山建模 是屠山建模 快跑啊 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一个道士认出了苏浩的身份 怪叫一声 就直接跑路 另外的几人也是一惊 二话不说 掉头就走 小娘子虽香 但是也要有命拿才行 见到那几个道士这么拾去 苏浩也懒得再去追赶 多谢公子相救 妖妖羞羞答答地抬起头来 嗓音软弱 那双会说话的水润毛子 在苏浩那俊美的脸上徘徊 苏浩不动声色地瞥了眼妖妖 发现了一副鼓囊囊的风景 然后目光下移 再看了看身侧的屠山洪洪 心里默默地点评了一句 不如洪洪结尾案 你在看什么 屠山洪洪那清冷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我在看命述 他丝毫不慌 听到苏浩这么说 屠山洪洪的眼中带着几分惊奇 你还会算命 苏浩凝视着妖妖 而妖妖恰到好处地脸红了一下 此刻他表现得很清纯懵懂 将槐春少女的羞涩 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我看这位姑娘硬堂发黑 实乃大凶之兆 恐有血光之灾 屠山洪洪漠然不语 嘴角抽了抽 而妖妖却夸赞了苏浩一句 公子 算得可真准 他对着苏浩嫣然一笑 换了旁人就被这一笑给勾了魂 可苏浩从小在一群女妖精中长大 什么美色没有见过 苏浩的内心毫无波动 甚至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行了 既然你已经安全 就赶紧走吧 听到苏浩竟然要赶自己走 妖妖心里一惊 这可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如果就这么走了 他实在是不甘心 哎呀 我的头好晕 话音未落 妖妖就向苏浩的方向倒了下去 苏浩连忙躲闪 以示清白 眼看妖妖就要与冰冷的地面 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还是涂山红红眼及手快 将他一把扶住 看你这样子 似是受伤不清 还是在涂山养好伤再走吧 我给容容说一声 让他来安排 用带着忧怨的眼神 看了苏浩一眼 妖妖娇声说道 谢谢姐姐 姐姐对我真好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逃面带泪 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 第五十六章 鱼目中的身影 还不知道有多大年龄的女妖精 一副青春少女的模样 尖尖的下巴 像是冬天挂在屋檐边上的冰锥子 可仔细一看 眉宇之间 有着一股成熟的风情 一双丹凤眼 身姿妖娆 此刻在涂山红红 和苏浩面前哭哭啼啼的 纤细的妖枝摇曳 有着一般狐妹子都没有的韵味 那苍白的脸色 更是显露出几分柔弱 像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 小家碧玉盘 她抹着眼泪 娇滴地说道 公子的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能 苏浩挥手打断了妖妖的话 你还晕不晕的了 不晕的话 就先去治疗 刚才苏浩觉得 妖妖是在装晕 但是没有证据 才故意闪躲 想让妖妖露出马脚 可惜红红姐上前扶了一把 要不然苏浩就能看出 她是真晕 还是装晕了 妖妖 她好不容易酝酿好的情绪 在苏浩张嘴之后 瞬间烟消云散 以前她对那些臭男人 用这一招的时候 都是一击必中 就算是金刚石 也能化成绕纸柔了 为何今天却是不管用了呢 这个涂山剑魔 莫不是像传闻中的那样 真是一个铁石心长不成 还是说自己引起了剑魔的怀疑 想到这里 妖妖心中凛然 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涂山红红 看着梨花带雨的妖妖 尽管作为一只狐狸精 心里也不禁犯起几分联系之意 你带着这位妖妖姑娘 先去找荣荣疗伤吧 城墙巡视有我就行了 本来妖妖都准备暗自运用妖力 让自己的伤势加重 好真的晕倒在这里 这样的话 苏浩就能陪着自己一起离开 有了独处的时间 妖妖有自信能拿下苏浩 由于涂山红红在这里 她很多对付男人的手段 不好施展出来 表现得太过露骨 反而会引起怀疑 苏浩理直气壮地说道 那怎么行 我听妖妖说话中气十足 这一时半会儿的 也死不了 等到她晕倒 我再去找荣荣结也不迟 听到苏浩非然如此无情 妖妖自怨自意地说道 公子说得对 妖妖见命一条 死不足惜 要是耽误了姐姐和公子 巡视城墙的大事 更是万死不辞了 我还是等着吧 就算今天死在这里 妖妖也心甘情愿 她这眼泪 像是不要钱似的 连珠低落 涂山红红的语气 变得有些严厉起来 姐姐的话 难道你都不听了吗 瞧见涂山红红有发飙的迹象 苏浩连忙说道 红红姐 莫要动怒 我听话便是 妖妖低着头 水雾弥漫的眼眸中 却悄然掠过一抹喜色 她没想到 堂堂的涂山大当家 竟是这么好变 看来以后除了苏浩以外 还得在涂山红红的身上 多下一点功夫 苏浩从城墙下来 身后跟着妖妖 她发现 外面已经开始下雨 细雨朦胧 但是有越下越大的趋势 妖妖见状 摊开手掌 一片粉红的桃花瓣 静静地躺在手心 她弯着腰 对着桃花瓣轻轻一吹 桃花瓣便变成了一把油纸伞 下雨了 妖妖为公子撑伞 面色苍白的妖妖 打开油纸伞 遮住了苏浩头顶的天空 嬌声低雨 呼出的热气蒸腾 还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 苏浩并没有说什么 任由妖妖为她撑伞 她微眯着眼睛 向着雨幕中看去 在雨幕中立着一位 浑身烟气弥漫的模糊身影 依稀可见 那飘扬着的翠发 只是一眼 苏浩就认出了来者的身份 快步向前走去 而妖妖则紧随其后 却始终落后苏浩一步 像是一个忠心耿耿的翘丫鬟 妖枝扭动间 自有一股风情 可这风情苏浩却没有留意 她的眼中只有那道 在雨幕中站立的身影 荣荣姐 你怎么来了 见到苏浩走来 屠山荣荣笑了笑 伸手将打湿的额前 发丝撩到耳后 她的容颜在雨水的冲刷下 显得越发的娇嫩 纤细的身影 像是一阵风都能吹倒一般 有事找你 但又担心会打扰到你和姐姐 就在这里等着了 对着苏浩解释了一句后 屠山荣荣看向苏浩身侧的妖妖问道 你旁边的这位是 苏浩随口说道 哦 这是刚才我救下的一个妖怪 她叫妖妖 洪峰姐说 她受伤颇重 我正要找你 给她治疗一下 现在遇到 正好将她交给你 屠山荣荣看着妖妖 而妖妖也看着屠山荣荣 沉默了半场 屠山荣荣轻声开口 小七带这位客人去疗伤 一个眯利眼的狐妖 从雨目中显现 声音短促而有力 是 苏浩注意到她的腰间处 绣着一个显眼的数字漆 不由得会心一笑 看来以后不会再认错了 公子 妖妖弱弱地唤了一句 眼中带着祈求之色 似是希望她也能跟着去 苏浩感到有些好笑 你害怕什么 又不会把你吃了 喊你去 你就去 磨磨蹭蹭地 胆子可真小 哦 妖妖低着头 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 在妖妖要离开的时候 苏浩突然喊住了她 等等 公子 妖妖默然回首 嘴角微翘 一双眼眸里流光溢彩 苏浩笑着说道 你刚才的油纸伞 再给我编一把 妖妖的眉宇之间 难掩失望之色 还是应了一声 哦 像先前一样 她又编了一把油纸伞出来 随后妖妖一步三回头 不情不愿地跟着小五走了 等到妖妖的身影 消失在雨幕中后 涂山荣荣打去道 那个叫妖妖的 似乎对你很感兴趣嘛 你救了她的性命 恕不得要以身相许 我看她的身段 倒是一个好生养的 你真就不动心 苏浩站在涂山荣荣的身旁 为她撑起油纸伞正色刀 荣荣姐 你说笑了 盗蒙修士追杀妖妖 我只是代替洪洪姐出手 就吓了她而已 别说是化了心的女妖精 就算是灵之未开的阿猫阿狗 我也会出手救下的 毕竟我当年也是在 涂山城墙下 被洪洪姐救起 有几分同病相连 更何况这妖怪来历不明 为了涂山的安危 还需要让人姐 好好调查一番才行 涂山荣荣看向苏浩 微眯的眼睛半睁开 柔软的像是雨后的春泥 你倒是懂事了不少 要是姐姐听了这番话 必定是很高兴的 少年挠了挠头 身形略显消瘦 眼神清澈 都是荣荣姐交得好 她不动声色地 夸赞了涂山荣荣一句 涂山荣荣面无表情地说道 行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去屋里说 转过身的涂山荣荣 背对着苏浩 嘴角微微翘起 第57章 生活所逼 喝得一身酒气 跟着涂山荣荣来到屋内 苏浩自顾自地 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像是回到看自己家一般随意 丝毫不和涂山荣荣客气 他俩谁跟谁啊 作为涂山三当家的住所 房间内并没有多余的摆设 显得很质朴 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一排排的书架 上面的书籍种类繁多 摆放得井然有序 整间屋子里 一股子书卷气息 让苏浩不由地想到 如果妖怪也有科举制度 荣荣姐说不得能考一个状元 涂山荣荣在窗边坐下 透过窗户 望向屋外渐渐壮大的雨幕 极昼雨点敲落在院落地面上 霹里啪啦作响 他揉了揉眉心 声音中带着一丝疲惫 姐姐那边怎么样了 知道姐姐身上出现了问题 这些天她的心神 就像是一张弓 始终被拉到满月状态 一刻也得不到舒缓 听到涂山荣荣问起 涂山洪洪的情况 苏浩迟疑了一下 还是决定老师说出来 洪洪姐的身上 确实出现了问题 但她自己似乎不清楚 这次她倒是没让涂山荣荣 喊自己苏老师 时机不合适 在这种事上 也开不得玩笑 涂山荣荣的胶躯一颤 纤细的脊背挺直 正经危坐 她看向苏浩 那双微腻着的眼睛 已是完全睁开 你仔细和我说说 我想想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件事是当务之急 不能脱下去 正常的妖怪 听闻自己的至亲出现了问题 必定会有一个 惊慌到悲伤的过程 只是快慢 长短 深浅不同而已 可涂山荣荣却不一样 经过最初的刹那慌乱 就马上恢复了冷静 第一时间思考的是 如何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出现问题后 会引发什么后果 接下来 苏浩就将先前发生的情况 在涂山荣荣的面前 仔细地说了一遍 最后总结道 我的建议是 在红红姐的状态 稳定下来之前 近期不能再让她出手了 否则妖力失控 将会有黑化的风险 那股诡异的力量 与红红姐 已经彻底融为一体 想要在不伤害 红红姐的前提下 将这股力量跟除 目前而言还做不到 毫无疑问 那股力量 应该就是黑狐娘娘 留下的后手了 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般 随时都会引爆 涂山荣荣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通过苏浩的讲述 她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如今听苏浩这么一说 那张已经满月的弓 蹦得更紧了 你这些天还会喝酒吗 沉默了一会儿 涂山荣荣突然开口问道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也没有要求苏浩敬酒 反而询问苏浩 她明明知道 喝醉状态的苏浩 可是六亲不认的 如果是以前也就罢了 可现在一个疏忽 就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加麻烦 就连喝酒 都是一个变数 苏浩叹了一口气 荣荣姐 你别看我整天都在喝酒 其实不知道我心里 还是不太愿意喝的 别看现在大家都尊称 我为大护法 背后却喊我酒疯子 如果不是生活所逼 谁会将自己 弄得一身酒气 涂山荣荣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不想喝酒不喝 又没谁逼你喝 她心里早就有猜测 只是还不能确定 平时没见苏浩修炼 就见她喝酒了 苏浩能够拥有现在的实力 怕是和喝酒有关 读书多的她 知道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喝酒就能提升实力 尽管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 可目前看来是最合理的 否则无法解释 苏浩一个肉体繁胎 又不修炼 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 苏浩一脸的苦恼 哎 不喝不行啊 但为了洪洪姐 我打算每天少喝一点 起码不让自己喝醉了 对了 荣荣姐 你找我来 是为了什么事 简单地聊了两句 苏浩话风一转 显然不想在喝酒的这个话题上 继续谈下去 涂山荣荣也没有追问 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了 只要苏浩能够控制住自己 不喝醉就行 无论是人或者是妖 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试探一句就够了 没有那么不识趣 有空的时候 你都往姐姐那边走动 姐姐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是最喜爱你的 在姐姐的面前 多说一些好话 她定会欢喜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先看看这三份战书 涂山荣荣起身 走到桌子旁 拿起一叠战书 递给了苏浩 从涂山荣荣的手里 接过战书 苏浩露出饶有兴趣之色 哦 好久都没有收到战书了 这次居然一次来了三份 有点意思 在王德福挑战之后 他可就再没有接到过战书了 还以为现在来的那些 都是些光输不练的家伙 打开战书 苏浩在摇曳的烛光下 看了起来 映入眼帘的是 娟秀的小字 看这字 就是出自女子之手 玉女工张梦瑶 家师薛子玲 于明日午后妖界魔一战 紧接着 苏浩又打开了第二份 铁拳帮楚行云 家父楚雄霸 于明日午后妖界魔一战 看着这两份战书 苏浩摸了摸下巴 觉得有点意思 除了抱上自己的名号外 还要抱上自己的师父 或者亲爹 像是在告诉苏浩 我上面有人 你下手亲点 要不然打了小的 还会来老的 那可真是 求之不得呀 他就怕对方没有后台 这样就无法打一送一了 最后一份 让苏浩有些惊讶 竟是出自一个妖怪之手 黑风领白虎王 午后来战 不愧是妖怪 连战书都在这么简洁 提都不提 自己有没有靠山 等到苏浩看完之后 屠山融融开始分析起来 那两个人族 倒是好说 实力尽管不错 也只是堪比小妖王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白虎王 身怀远古凶兽血脉 百年前 他就是巅峰大妖王 现在可能半只脚 踏入小妖皇的境界 甚至已经突破到了小妖皇 苏浩倒是不在乎 对方的实力如何 只有四大妖皇 才能与他过招 最重要的是要有美酒 别人来挑战他 可以理解 是为了出名 可白虎王也来凑热闹 就让苏浩有些看不懂了 他突然想到了 还在屠山镇的奥来三少 这次的挑战 不会是奥来三少安排的吧 第58章 摸头杀 你也觉得 那白虎王前来挑战 很奇怪吗 见到苏浩摸着下巴 低头陷入了沉思 屠山融融问道 以前从来没有妖怪 来挑战过苏浩 除了没有任何好处外 主要是苏浩现在明显是 站在屠山这边的 屠山红红极为互端 整个妖界都知道 无论是什么妖怪 都不愿意轻易招惹 这白虎王的实力 虽然说不错 但是和屠山红红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 一时之间 即便是屠山融融 也琢磨不透白虎王的心思 从窗外吹来一阵湿润的风 房屋内明亮的烛光摇曳 少年盯着地面 而屠山融融看着少年 两道影子 互相重合在一起 苏浩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 他突然洒脱一笑 带着一股放荡不羁的意味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管他什么白虎王 黑虎王 还是什么阴谋诡计 我自一见斩之 荣荣姐 你就放宽心吧 瞧见苏浩那洋洋得意的模样 浑身散发着舍我其谁的自信 屠山荣荣娇称道 德性 我听闻狮子薄兔 都要用全力 你这次认真应对 切莫大意 苏浩双手放在桌子上 点了点头 都听荣荣姐的 随后话锋一转 挑战是明天的事情 今天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什么事 屠山荣荣好奇地问道 眨了眨眼睛 苏浩伸出一根手指 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 荣荣姐 你忘了吗 独通子到了屠山镇 我得先去将南国公主 稳住才行 免得明天打起来 自己的后院起火了 屠山荣荣偏着头想了想 微眯着的眼中 似是闪过一抹心味 你倒是有心了 南国公主就交给你 那独通子如果上山 就交给我来应付 这是先前都说好的 苏浩没有什么意见 心里却想着 傲来三少真的上山的话 或许整个屠山 都要被他搅得一团乱 能够不让傲来三少上山 是最好的 只是傲来三少行事 只凭自己的意志 他人是无法左右的 就像他先前喝酒一样 想喝就喝 何须向他人解释 可现在不同 总有些狐狸 他放心不下 有了想要保护的妖怪 就有了软肋 行事不能那么肆无忌惮了 他可以喝酒 但不允许自己喝醉 屠山荣荣黄缓起身 走到苏浩的面前 那只金银如羊之 美玉的仙手 迅猛地往苏浩的脑袋上落下 尽管屠山荣荣的动作很快 可在苏浩的眼里 却是宛如龟爬 苏浩自然能轻易躲开的 甚至将反手一巴掌 拍在屠山荣荣的脑门上 只是他却没有躲 反而将那挺直的腰板弯了一些 本来以屠山荣荣的身高 即便是苏浩现在坐着 也需要点击脚尖 才能伸手摸到他的头 可苏浩这么一弯腰 头就处于屠山荣荣的手掌覆盖之下 看上去就像是苏浩主动将头 伸到屠山荣荣的手下一样 瞧见苏浩并没有得躲 还这么配合屠山荣荣的眉眼弯弯 既然这样的话 他也就不必客气了 他俩谁跟谁啊 使劲地怒错少年的狗头 让少年呲牙咧嘴的 你去吧 要是遇到什么麻烦 就来找我 屠山荣荣凝视着少年的双眸 那双眼睛像一汪清澈见底的清拳 倒映着屠山荣荣那娇小的身影 先豪必先 听到屠山荣荣喊他走 苏浩如蒙大赦 一个战术后仰 远离了屠山荣荣那做怪的小手 苏浩起身往门口走去 这哪里是抚慰 分明是摸头杀 存在打击暴腹的心思 将苏浩的发型都弄乱了 不用照镜子 苏浩就知道自己现在正顶着一个鸡窝头 荣荣解下手 是真的很 唉 都怪他心太软 让屠山荣荣上了手 苏浩跨出门槛 背后却传来屠山荣荣漫不经心的声音 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是屠山的人 过去是 现在是 以后仍是 屠山荣荣 还有下一句话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 一日是屠山人 生生世世都是屠山人 他担心说出来 将苏浩吓得直接跑路了 千变胡蓉 千百个新眼子 脚步一顿 苏浩的嘴角微翘 荣荣姐 我记住了 这分明是担心 他被南国公主拐走 却又不直说 非要跟他兜圈子 聪明的狐狸 就是拧巴 当苏浩找到欢都洛兰的时候 发现他正坐在一条小溪边 白溪的狱卒 浸泡在溪水中 不停地晃荡着 水面被他荡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好妹妹 大晚上的 你怎么在这 我跟你说过的 天黑不要出门 会有危险的 苏浩走过去 坐在欢都洛兰的身旁 轻声细语地提醒道 心里却有些诧异 欢都洛兰上山之后 一直没有乱跑过 无论是走哪里 都会和自己说一声 今天倒是有点反常 欢都洛兰侧过身 双手食指交错在身后 趁得他胸口的风光 愈发的饱满丰硕 他半真半假地柔声笑道 听说好哥哥在城门娄子 救了一个女妖精 很是貌美 这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想要以身相许 好哥哥也就过我 要不我也以身相许如何 他说这话的时候 自有一股勾人的魅态 只是易容后的欢都洛兰 样貌显得平平无奇 即便是再怎么急色的人 看到这样貌 也会觉得索然无味 从欢都洛兰的嘴里 俗号听出了酸溜溜的味道 不由得恍然大悟 怪不得欢都洛兰 今天的举止这么反常了 竟是这种缘故 好妹妹 你别多想 我救她 只是出于人道主义 并不是看上了她的美貌 或是缠她的身子 在好哥哥的心中 好妹妹的容貌和身段 远超于她 欢都洛兰 大眼睛像是在娇滴滴地说着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见到欢都洛兰 不以为然的样子 苏浩想起了 涂山荣荣的摸头沙 觉得现在可以用这一招 针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妖怪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伸手往欢都洛兰的脑袋压下 第59章 一阵忽悠猛如虎 啪 拍脑袋的清脆声音 在这寂静的小溪边 显得格外的响亮 你干嘛 赤足的少女一愣 随后面色通红的大喊大叫 完全没有刚才的从容镇定 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俊美容颜 心却是控制不住的加速跳动 他竟然这么大胆 对自己动手动脚 这还是眼里只有酒的那个臭酒鬼 月飞风高 荒娇野外 孤男寡女 再加上自己天生丽质 发生点什么也很正常嘛 他终于要在今天被苏浩糟蹋了吗 一时之间 欢都洛兰想了很多 心乱如麻 大脑一片空白 连反抗都忘记了 只是不可思议的睁大眼睛 瞪着苏浩 瞧见欢都洛兰这么大的反应 苏浩有些尴尬 不就是摸了摸你的头 表现得却像是一头母老虎 被摸了屁股一般直接炸毛 他想干嘛 想护佑你 行不行 当然这种话 苏浩是不能直说的 当才我看到你的头顶上 落了一片叶子 想跟你拍落 要不然我收手 苏浩正要将手掌移开 欢都洛兰却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不 不要 手掌一顿 苏浩似笑非笑地盯着他 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 瞧见苏浩那一脸的戏血 欢都洛兰觉得自己被苏浩耍了 不由得伸出小拳头 想要锤打苏浩的胸膛 还大声骂着 你这个混蛋 戏耍老娘很快了吗 气急之下 欢都洛兰也顾不得形象了 嘴里直接蹦出了老娘两字 将欢都洛兰的手腕捏住 苏浩冷笑一声 看来 我的一番好意 倒是被当成了驴肝肺 我过来是想告诉你 盗蒙有人极为擅长变化之术 有人易容成毒公子 想要找寻你的下落 将你拐到盗蒙 用来威胁你的父亲 幸好被我及时发现 要不然你被那个假冒的毒公子拐走 后果会是什么 你自己好好想想 说着 苏浩一把甩开了欢都洛兰的手腕 脸色阴沉 眼中带着浓郁的失望之色 仿佛对欢都洛兰的表现失望至极 看着欢都洛兰那慌张的样子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好哥哥 我该怎么办 在苏浩的面前 欢都洛兰的声音软末 他的嘴唇颤抖 竭力压抑自己内心的恐慌 一双眼眸水汪汪的 即便是平平无奇的样貌 也流淌出了几分诱人韵味 不敢像刚才一样大声 还有自称老娘 现在意识到 苏浩是为自己好 可自己却不懂事的 一个劲争风吃醋 心里十分羞愧 恨不得挖一个坑 将自己埋了 见到欢都洛兰那渲然欲气 苏浩那阴沉的脸色 缓和了许多 想要保证你自身的安全 还有你的父亲 不被盗蒙的人威胁 只要记住一点就行 无论对方是谁 你都不能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 现在你只是我的侍女 要对我言听计从 明白了吗 欢都洛兰这才破涕为笑 将一颗心放了下去 那神采飞扬的脸色 熠熠生辉的眼神 仿佛照亮了这漆黑的夜色 嗯 好哥哥 以后我都听你的 你想做什么 我都会努力的配合 希望好哥哥不要再生气了 原谅我好吗 嗯 苏浩看也不看欢都洛兰 发出一个厚重的鼻音 心里想着 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南国公主 就是好忽悠 任务搞定 可以回去喝酒了 你回去吧 没事就不要在外面瞎晃扬 被盗蒙的修饰 抓住了 可不能怪我没提醒你 欢都洛兰如小鸡灼米般点头 都听好哥哥的 将欢都洛兰安排得明明白白后 苏浩提着一坛酒 来到后山处的青草地养头狂义 喝了这么多年 一天不喝 反而全身不得尽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苏浩就喜欢独自一人 在这里对月饮酒 谁 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引起了苏浩的注意 他低声喝道 目光冷冽 浑身凌厉迸发 一个急促的稚嫩童音 传入苏浩的耳中 是我 东方月初 苏浩转头一看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 是小月初啊 你来找我是什么事 这么晚了 不如回去洗洗就睡了吧 可东方月初却没有听劝离开 而是振振有词的开口 师父 今天你还没帮我捶练体魄呢 像东方月初这样主动想挨打的 苏浩倒是第一次见 饶有兴趣的问道 今天放过你 让你休息一下 难道不好吗 东方月初摇了摇头 一点也不好 请师父出手 尽管捶打我 这一天不捶 我就夜不能寐 说着 东方月初双腿弯曲 腰杆挺直 屁股翘起 刹那间就摆好了姿势 熟练的让人心疼 他想要早点激发血脉之力 用出纯质扬言 外界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是每晚的锤炼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见到东方月初的态度坚决 苏浩不由地大声称赞 好 不愧是我的徒儿 实在是太过用功 既然如此 我也是只能满足你了 嘿嘿 东方月初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显露出小孩的那种羞涩 苏浩放下酒坛 大步走到东方月初的面前 抬起手臂 握紧拳头 嗓音温润 咬紧牙关 我要出手了 来吧 东方月初怒吼出声 像是为自己加油鼓劲 砰砰砰 双拳齐出 苏浩开始锤炼东方月初的体魄 拳头中蕴含的微薄灵力 打入他的周身学窍 不断地强化筋骨 月光下咬牙坚持的东方月初 像是一只生命力顽强的野蟑螂 怎么打也不吭声 一顿锤打之后 苏浩收拳而立 脚步摇摇晃晃的 弯腰将酒坛拿起 筋疲力及的小屁孩 呈大字形躺在草地上 胸口剧烈的起伏 他看着辽阔的星空 眼里似有追忆之色 好像是想起了谁 一下就泪流满面了 可当苏浩回首看去的时候 小屁孩却立刻起身 朝着他使劲挥手 笑脸灿烂 全然不像刚才还在流泪的人 只是脸上的泪痕去味干 第六十章 一人一见足矣 提着酒坛子 离开后山那片青草地 苏浩路过屠山雅雅住处的时候 在皎洁的月光下 突然失信大发 蹲蹲蹲 对酒当哥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杨躺在床上的屠山雅雅 被这熟悉的声音吓了一跳 睡得迷迷糊糊的他 瞬间清醒了 浑身上下都冒出了冷汗 不由得用小被子将自己裹紧 还将头缩在被子中瑟瑟发抖 直到那声音逐渐远去 才敢将脑袋小心翼翼地钻出来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荡起一圈可耻的波动 屠山雅雅依然心有余悸 他还以为那个坏家伙 今晚又回来房屋里揍自己 幸好是虚惊一场 看来坏家伙只是单纯的路过 可经过苏浩这么一下 屠山雅雅已经没有一点睡意了 索性翻身做起 开始修炼寒冰妖气 又是一个被苏浩激励 努力修炼的不眠之夜 次日 午后 屠山戒杯前聚集了大批的人 除了来挑战苏浩的 大多都是来凑热闹的 刚到屠山镇不久的新人 还不知道屠山建模的长相 只是每一个人的手里 都默契地提了一坛酒 万一有能站着 还将名声挣了的机会 想必也不会就这么看着的 傲来三少 就这么混迹在人群中 脸上还戴着一个猴脸面具 他穿着白色的长袍 背负双手 一副高手风范 只是他这么一伪装 反而更加显眼 一个矮冬瓜 站在高个子里面 就像是激励鹤群一般 再加上周围的人 都自觉地远离了傲来三少 望向他的眼神中 带着一抹深沉的恐惧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最近几天 屠山镇被傲来三少 绞成了一团 闹得人人不得安宁 天天都在逼问 什么时候去挑战剑魔 主要是 还没有人打得过 众人实在是受不了 才选出了两个代表人物 在今日迎战 就是为了让傲来三少 不再闹下去 距离这群人的不远处 还有一只虎头人身的妖怪 全身雪白 没有一丝杂毛 散发着一股凶利之气 让人不敢靠近 甚至隔着一段距离 都有种心惊胆战之感 正是黑风领的白虎王 此刻白虎王正在与傲来三少传音 老大人 要是我今日打败了剑魔 你真的会放我离开吗 傲来三少并没有告知自己的真正身份 只说了作为独童子的名字高大强 白虎王前来这里挑战 也是无奈之举 那日他正在洞中酣睡 一个小屁孩却突然出现在面前 二话不说将他打了一顿 还问他愿不愿意去挑战屠山剑魔 好歹他也算是一方妖王 怎么能这么轻易的屈服于别人的淫威之下 努力的反抗后 白虎王最终认清了现实 答应了傲来三少的要求 傲来三少并没有搭理白虎王 而是饶有兴趣的看着前方 今天他倒要见识一下 这剑魔到底有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厉害 一个身材略显销瘦的青山少年 向着这边缓步走来 明明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 下一刻 仿佛只用了一步 就从那群山之间跨到了众人的面前 不错 今天还挺热闹的 比之前的人多 干脆就一起上马 省得麻烦 苏昊那清澈的目光落在众人的手上 悄然掠过一抹火热 这么多久 要是都被他收了 足够他喝好几个月 当然 前提是他不像先前一样 不加节制 听到苏昊放出这样的大话 人群中响起一片哗然 剑魔怎么敢的呀 怕是喝醉了 在这里耍酒疯 你一个人 还想打我们所有人 简直是不自量力 既然剑魔这样不知死活 我们也不用讲什么江湖道义了 大家一起上马 有人高声提议 其他人都有些蠢蠢欲动 尽管大家一起上 所获得的名气不是很大 但重在参与 如果能击败甚至杀死剑魔 今日一战 必定能流传于世 成为佳话 谁说只有他一个人了 屠山三当家 屠山荣荣前来助阵 那温柔的软弱嗓音还未落下 便有无数道接连响起 屠山剑邪守徒 东方月初前来助阵 屠山二当家 屠山雅雅前来助阵 屠山水智王 翠玉玲前来助阵 屠山银月守卫统领 前来助阵 屠山约会楼阁主 前来助阵 屠山万宝斋店主 前来助阵 屠山暗影刺客团 十二胡全员助阵 屠山融融的身后 跟着月月欲试的东方月初 还有一脸不情愿的屠山雅雅 就连翠玉玲也来了 他笑眯眯的看着苏昊 还对着苏昊挥了挥手 此刻屠山群妖聚集在一起 可谓是妖气冲天 苏昊的脸色有些复杂 前来助阵中的不少妖怪 大多被他揍过 可却愿意在这个时候 和他站在一起 共同对敌 荣荣姐 你怎么来了 苏昊低声问道 其实我一个人就可以的 屠山融融温声细语 没事 不用管我 你打你的 我看着就行 面对群妖 众人惊惧不已 你们是想妖多欺负人少吗 这是一场公平的挑战 如果你们真要一拥而上 不讲武德 传了出去 必定被耻笑 苏昊不以为然地吃笑一声 妖多欺负人少 数百年来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道蒙修士 喊着除妖味道的口号 来攻打屠山 将屠山当作自家的庄家地了 想来就来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怎么到了 现在还说什么公平 真是让人笑话 不少人的脸色胀红 可是却又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来 只能睁大眼睛 瞪着苏昊 你们不用担心 今天出手的 只有我一人 我一人便可对付你们全部 不管你是什么道祖佛陀 还是什么儒家之圣 在我一见之下 也要低眉顺眼 这一刻 狂风骤起 天地寂寥 这人间仿佛只剩下苏昊一个声音 直入九霄 第六十一章 破拳学边 御收作奇 狂妄 屠山剑魔 实在是太过嚣张了 御女工和铁拳帮倒有何在 赶紧出来收拾一下 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剑魔 仰我道蒙之威 莫要让这人族叛徒太过威风 见到对方妖多势众 大家只能打消了 群殴苏昊的心思 想要公平一战 没有饮酒的苏昊 在此刻却展现出一种刺人的锋芒 这锋芒刺骨 让人不敢正面应对 那些道蒙的修士高声怒斥 这边的屠山妖怪们也是不甘示弱 好一个不论道祖佛陀 还是儒家至圣 在我一见之下 也要低眉顺眼 苏昊这孩子 从小我就看出他的不凡 可没想到长大了 却是这样的不凡 哼 这些所谓的正道修士 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鼠辈罢了 小苏昊你尽管出手 要是其他人敢动一下 我们帮你教训 人又如何 妖又如何 忘恩负义的人多了去 还不如妖呢 你们人族是苏昊为叛徒 我们屠山中妖 是苏昊为英雄 有的妖怪的嘴巴 可比在场的很多人都要犀利 听着周围妖怪们的话 东方月初第一次发现 屠山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起码比外界那些勾心斗角 银银狗狗要好得多 本来他的心里 一句话不吐不快 可如今对方被说得哑口无言 似乎不需要他在助力 也就觉得索然无味 只是默默地在心里喊了一遍 屠山荣荣坐在一块石头上 挺直纤细的腰肢 双手叠放在膝盖上面 嘴角含笑看着苏昊 此刻的他 不像是山野间的狐妖 倒像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 屠山雅雅 则是背着一个大酒壶 双手抱胸 低声地嘀咕了一句 这个臭酒鬼 看到他得意洋洋的样子就来气 真希望有人能将他打一顿 业界闻名的大医师翠玉玲 唯恐场面不够混乱 还在一个劲地喊着 不要只说不动手啊 你们倒是打他啊 要是有人受伤了 可以到我这里治疗 价格实惠 屠山荣荣不着痕迹地 看了自己的师父一眼 心想哪有师父和徒弟抢生意呢 他这个屠山三当家 都还没来得及提这事呢 既然嘴上占不了便宜 也只能动手了 对面的人群中 走出一位穿着鹅黄罗裙的少女 还有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 少女的身材匀称 既不纤细 也不风鱼 腰间缠绕着一根火红的皮边 手里还拿着一块桂花膏 嘴里鼓鼓囊囊的 看着身穿轻衣的少年郎 这一刻 少女突然像是鬼迷心窍了一般 大声脱口而出 长得真倔 少女看得有些入迷了 手里的桂花膏落在了地上 都还自知 这一幕让那些观战的人 双手掩面 嘴角抽搐 简直不能直视 我等正欲死战 姑娘何故投敌 这位姑娘的眼光 倒是极好的 哈哈 看来人族中 并非都是有眼无珠之辈 这位小妹妹 提醒你一句哦 想要靠近苏昊 可是会受伤的 其他的妖怪纷纷起哄 让许多人的脸色 越发的难看 苏昊也是洒然一笑 这个小姑娘 倒是比你们这群臭 倒是可爱多了 刚才和小姑娘 一起出来的汉子 感觉自己被忽视了 怒吼出声 剑魔修要张狂 我铁拳帮帮主之子楚行云 前来站你 龙眉大眼的楚行云 锐气逼人 双手戴着有黑的拳套 一拳挥出 气势猛然攀升 那拳头之中 似乎蕴含着汉山之力 拳位置 已经是飞沙走石 烟尘弥漫 见到冲过来的楚行云 苏昊却是一脸的嫌弃 去去去 我想和这位小姑娘玩玩 你这大老爷们 都不要凑这个热闹了 苏昊不紧不慢地伸出一根手指 看似很慢 实则快如闪电 一直点在了楚行云的拳头上 楚行云脸色胀红 心口一颤 一丝弥漫出 心跳剧烈如同肋骨 咚咚咚 像是要撞破胸腔一般 他已是用尽全力 却被这一指头阻拦 却不能再前行一步 苏昊咧嘴一笑 神采飞扬 你这王八拳不行啊 空有气势 力道不足 还是回家再练练吧 酒 我就先收下了 灵力凝聚于指尖 骤然爆发 楚行云便如遭重击 直接倒飞而出 伸手一招 楚行云带来的酒 便落在了苏昊的手里 他并不着急饮酒 而是笑眯眯地看向 早已目瞪口呆的 鹅黄群少女 小姑娘 你现在还打吗 如果你想打 我乐意奉陪 现在用鞭子的可不多 我正想学习学习你的鞭法 平时苏昊用小皮鞭 教育两个徒弟 招式太过单调 苏昊想将小皮鞭 玩出花样来 听到苏昊想要学习鞭法 涂山雅雅和东方月初 都是头皮发麻 我要打 张梦瑶脆声喊道 有些心疼地看了一下 落在地上的桂花膏 他抽出火红的长边 迈着小碎布 向着苏昊迎面冲来 长边上有着赤焰缭绕 让周围的温度 都是上升了不少 身形弹地而起 挥舞着长边 对着苏昊当头披下 苏昊则一边躲闪 一边点平对方的鞭法 原来还有这一招 学到了 学到了 小姑娘 你还有其他的招式吗 耍给我瞧瞧 见到怎么也打不中苏昊 累得气喘吁吁的少女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巴一扁 眼中引有泪花闪烁 不打了 不打了 你就知道欺负人 两位人足天骄 转眼间就被苏昊解决 众人都是震撼莫名 傲来三少嘴角扯了扯 饶有兴趣地看着苏昊 低声说道 有点意思 苏昊看向那还在闭目养神的白虎王 小老虎 你来挑战我 知道规矩吗 白虎王缓缓睁开眼睛 生如红中 粗广而有力 什么规矩 苏昊指了指地上堆放着的两坛酒 那就是要带一坛酒 还必须是美酒 白虎王缓缓起身 捏了捏拳头 凝笑一声 今天本王没带酒 但这价 我还是要打 既然你不讲规矩 那我就只能更加不讲规矩了 苏昊上下扫射白虎王的身躯 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还缺少一个座器 我觉得你就很合适 决定了 你以后就叫小白 白虎王大怒 双眼通红 浑身妖力涌动 找死 第六十二章 只手扶虎 青山少年的面前 刮起了一阵妖风 并脚发丝和宽大的衣袖 都被吹得鼓荡起来 阳光下向着少年 直扑而来的凶猛白虎 呲牙咧嘴地 浑身散发着滔天的怒气 锋利的爪子 在澎湃妖气的覆盖下 泛着幽光 这声势 不知比刚才的楚行云 要高了多少倍 完全是天壤之别 在这一找之下 家父铁拳帮帮主的楚行云 必死无疑 白虎的脸庞 早已因愤怒而扭曲 正宁中带着一丝狠辣笑意 似乎已经看到了 少年那销瘦的身躯 在他的力爪下 四分五裂的样子 被那位高大人 翻来覆去地打过好几顿后 白虎的心里憋着一口气 现在听闻少年 要收他当做棋 这口气便不吐不快了 正好发泄出来 就如那洪水一般 滔滔不绝 汹涌澎湃 缩号就像是洪水里的 一夜偏粥 随时都会被吞没 只是让白虎没有想到的是 少年表面上 一副弱不禁风的书生模样 只是迷惑人的假象 他的身体 由于长年喝酒 更是被屠山红红从小奏大 有着千锤百炼的惊憾 看着迅速逼近的白虎王 苏昊笑骂道 好聂处 这掀起的风沙真大 让沙子都进你主人的眼睛了 他歪着头 揉了揉眼皮子 随后向前跨出一步 后发先至的 到了白虎王的身侧 左手握拳 迅猛往上挥出 拳头之上 如大人一般 金光四射 不可逼世 砸在了这位来自黑风领 白虎王的腹部 这一拳是大理尘 迫使白虎王弯腰低头 胃里一阵翻涌 苏昊再度发力 那魁梧的身躯 便如炮弹一般直射而出 周边观战的人见状 慌忙躲避 白虎王猛然砸落在地上 一个深坑出现 烟尘弥漫 等到烟尘消失 众人将视线投在白虎王的身上 见到白虎王 嘴角有星红的血液一出 浑身的妖力 都被打散了大半 看到这一幕 人群之中响起一片哗然 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 这剑魔不是用剑的吗 为何身体的力量 也是如此强悍 竟能将白虎王一拳击倒 不仅如此 这剑魔出拳的速度 难以用肉眼捕捉 连躲避都十分困难 以后谁说剑修被禁身 只有任人拿捏 我当场就是一个大瓜子 如果刚才的一拳打在人的身上 怕是直接就原地裂开了吧 关键是速度还很快 大家都自觉躲不过这一拳 众人想到这里 是后背发凉 短来有些想挑战苏浩的人 都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说那些盗蒙修士了 就连为苏浩加油助威的 屠山妖怪们 也是目瞪口呆 白虎王可是巅峰大妖王 还身怀远古凶兽的血脉 就这么被一拳撂倒了 看样子 以前苏浩喝醉时 打妖怪都没怎么用力 算是温柔的 要不然 不会只是断手断脚那么简单 这样硬邦邦的拳头 就连妖怪都收不住 以后还是离苏浩远一点吧 惹不起 惹不起 好 被一拳撂倒在地的白虎王 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 他并没有被这一拳吓住 反而激起了骨子里的凶性 身躯骤然变大 撑破了衣衫 露出了原型的白虎王 才是最强大的战斗形态 光线映射之下 白虎王浑身流光溢彩 晶莹剔透 就像是一块琉璃 这是白虎王的天赋神通 琉璃宝身 不仅防御力极高 而且万法不清 缩号的眉毛一条 好好 这样完事吧 在我面前都露出原型了 看来不狠狠地打你一顿 你不会服气 小白啊 小白 你的本事不怎么样 脾气倒是挺倔的 倒是和牙牙姐有得一拼 他仰起下巴 眯起眼睛 看着对面如同小山一般的猛虎 我要生吃了你 白虎王气得整个胸膛都快炸裂了 堂堂一方的妖王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现在满脑子都想的是 将苏浩撕碎 犹如琉璃般的猛虎 再度向着苏浩扑来 这冲撞之力 哪怕是一座山 也得给撞他 身上的妖力 更是比先前浓郁了数倍 这一刻 无论是人还是妖 都是屏住了呼吸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这一幕 只有奥来三少 从刚才到现在 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浓郁的妖风中 消瘦的青山的少年 缓缓抬起手来 与此同时 白虎王的头顶凭空出现一只白皙的手掌 浑厚的灵力 让白虎王感到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如同佛陀道祖一般 能够降妖伏魔 迅猛地按在白虎王的脑袋上 迫使白虎王的四肢轰然落地 砸出了四个深坑 那硕大的脑袋 也是重重地刻在了地面上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和群妖 心神震动 此刻少年那无敌的风姿 让无数人和妖心跳加剧 男人心跳加剧叫男儿当如是 女人心跳加剧就有说法了 少女叫怀春 少妇叫红杏出墙 至于妖怪们 不分雌雄 那都叫害怕 妖怪之中 涂山雅雅愣愣望去 只觉得 那站在白虎王身前的少年 仿佛画册里走出来的人物 仿佛随时都会乘风而去 摘星拿月 自己想要将苏浩夹在戈枝窝下寻山的愿望 怕是遥遥无期 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沮丧 涂山荣荣一直笑着 那戴着褐色腰纹的脸上 竟是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妩媚 还有一股骄傲 这就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一生不弱于人 东方月初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卧槽 牛皮 他都不敢说得太大声 生怕破坏了这样震撼人心的场面 索浩只手扶虎 玩的就是心跳 吼 跪在地上的白虎王 剧烈地挣扎起来 不停地发出嘶吼声 一种强烈的耻辱感 在心底里蔓延 索浩站在白虎王的面前 一手按着白虎王的头 另一只手握拳 似乎正在琢磨着打哪一个地方 明媚的阳光 洒落少年的脸庞 修长的眉毛微弯 四春风压倒了一束梨花 温润如玉的嗓音 在白虎王的耳边响起 你服 还是不服 第六十三章 收服白虎王 不服 本王不服 白虎王高声喊道 想要努力地昂起头来 摆出战斗的姿态 可不论怎么挣扎 都撼动不了半分 那轻轻放在脑袋上的白皙手掌 看似纤细的手掌 仿佛一座山岳般压在头顶 引以为豪的天赋神通流离宝身 都发挥不出丝毫的作用 处于这种压倒性力量控制下 即便是白虎王 心里也不禁犯弃几分绝望 本王修行千年 才有如今境界 怎么能就这样 屈服于你一个乳秀未干的人类小子 我白虎王铁骨睁睁 绝不服气 就算今天我白虎王被打死在这里 都不做你的作气 白虎王的声音沙哑 语气中带着一股决绝 竟是透露出玉石俱焚的意味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这修炼了千年的魁梧身躯 不能白白便宜了苏浩 在场的道蒙修士 还有屠山妖怪 都被白虎王的血性所震住了 有的妖怪甚至想为白虎王求情 可却被旁边的妖怪死死拉住 并且忠心地劝告了一句 你疯了 那可是苏浩全打出头腰啊 见到苏浩这么生猛 这些前来助阵的妖怪 心里都发虚 唯恐苏浩回眸一笑 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那些人族则是冷眼旁观 心里十分乐意看到白虎王 死于苏浩的手下 这在他们看来 白虎王和苏浩都是祸害 死一个便能少一个 奥莱三少也是一脸的冷漠 尽管白虎王是他抓来的 可却丝毫不关心白虎王的死活 在他的眼中 白虎王不过是一件试探苏浩实力的工具 现在用过了 就没用了 工具也就变成了垃圾 见到苏浩击败白虎王后 奥莱三少对于苏浩的兴趣 越发的浓烈 像他这样的腰 站在高处太久了 俯下身一眼望去 都是些垃圾货色 没有一个能打的 如果能出现一个 能与自己交手的货色 倒也挺有趣 难免会见脸欣喜 只是现在的苏浩 还不配他出手 准备等到苏浩的实力 再增强一些 再陪苏浩好好玩玩 打发一下时间 就像是羊骨一般 最强的骨 才能让他产生玩弄的心思 苏浩早就注意到了 隐藏在人群中的奥莱三少 遵循着敌不动 我不动的原则 苏浩一直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心里却暗自警惕起来 他真正的对手 不是什么人族天骄 也是什么白虎王 而是那个向来自说自话 实力实不存一的奥莱三少 没有与奥莱三少真正交手过 苏浩就很难知道 奥莱三少的深浅 即便来的 只是奥莱三少的一句话深 苏浩也没有能胜过的信心 所谓的实力实不存一 谁知道是不是骗人的鬼话 等你能与实不存一的奥莱三少一战时 突然又说 尽管我现在的实力五不存一 但是收拾你 还是不困难的 那就只能站着干瞪眼了 先前他没有出剑吗 只是凭借肉身之力在战斗 就是为了藏桌 不让奥莱三少知道自己的底细 当一个人的底牌全部暴露 尤其是在强者的面前 那就离死不远了 不服是吧 苏浩一拳砸在白虎王的脑门上 白虎王发出一声惨叫 啊 紧接着又是一拳 铁骨铮铮是吧 啊 白虎王被捶得摇头摆尾 眼貌惊心 宁死不从事吧 啊 挤拳下去 刚才还铁骨铮铮的白虎王 急忙求饶 年轻人别打了 再打本王真的要死了 仗着琉璃宝身 白虎王不怕拳打脚踢 可没想到苏浩的拳劲 能够透过宝身 直击筋骨 现在白虎王的五脏六腑 都是火辣辣的痛 再这么下去 非得被苏浩活活打死在这里 修炼到这样的境界 来之不易 更担心还在黑风陵的母老虎 还有胡子虎孙们 如果他死了 自己的一切都会被新的王八蛋 白虎王不想死得这么憋屈 年龄越大 越是惜命 你还敢自称本王 看来还是打得不够 苏浩冷哼一声 扬起拳头 坐视欲打 白虎王连声说道 小白 小白 我是小白啊 小白服了 求主人手下留情 从今以后 但愿当主人的做起 苏浩收拳力 洒然一笑 好一个能生能去的白虎王 以后 你就跟在我身边 不过在这之前 该走的程序 还是要走的 放开心神 将你的一缕本命精魄交给我 就饶你一命 只要白虎王交出了本命精魄 从此以后 生死都在苏浩的一念之间 倒是不同担心 白虎王扬奉英维 白虎王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激发血脉的他 甚至可以媲美小妖皇 假以时日 加上一定的机缘 四大妖皇变成五大妖皇 也不一定 将一缕精魄交出以后 白虎王就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一点也没有精神 苏浩轻声说道 你看上去 似乎不太乐意啊 白虎王的虎躯一阵 一脸的谄媚 不 能为主人笑吏 我乐意至极 此刻白虎王的言行举止 透着一股谦卑 身上哪里还有先前半点 具要的姿态 被苏浩拿捏得死死的 见到白虎王的态度良好 苏浩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一直不信 什么善恶有报 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话 只有自己的拳头够硬件够快 才不会落得一个 抛尸乱粉杠的结局 苏浩拍了拍小白的脑门 小白顺从地低伏下身躯 方便苏浩骑程 翻身上虎 苏浩伸手摸着小白的皮毛 入手处柔软丝滑 走两步 于是 小白就当着这么多的人和妖怪 走上了两步 那叫一个熊啾啾 气昂昂走出了一个虎虎声威 在这个时候 才显露出 作为曾经一方妖王的气势来 坐在虎背上的苏浩 感受不到丝毫的颠簸 如履平地 心里越发的欣喜了 有了小白这头坐骑 他可以换着姿势喝酒 还不费力 简直美滋滋 还有谁想挑战我的尽管来 只要有美酒 我苏浩一概接着 少年骑着白虎 神采飞扬 清朗的声音传出去很远 屠山戒杯前 鸦雀无声 竟得有些可怕 第六十四章 一块桂花糕 报答不杀之恩 还有谁 见到众人沉默无语 骑虎少年放声高喊 屁股下面的小白 也是张开了血盆大口 露出锋利的尖牙 朝着对面咆哮一声 吼 虎啸山林 震耳欲聋 更为少年的无敌之姿 增添了几分威势 不少人都是脸色苍白 连连后退 眼中满是金句 似乎都被吓住了 一人一虎配合默契 宛如一体 所营造的声势 恐怖如斯 索浩真的不喜欢这人间 尽管他从来没有去过人间 尤其是不喜欢这些盗蒙的修士 口口声声说着除魔味道 护一方安宁 一个个的却为了扬名而来挑战自己 不过是仗着自己 不会下杀手罢了 这些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嘴上说得好听 可真要动手 还比不上刚才那个贪嘴的小姑娘呢 最起码 人家在见到那个大块头 被一指击败后 依然能鼓起勇气 高喊着我要打 属于人妖的大争之势里 江湖掀起腥风血雨 必有英雄豪杰出事 力挽狂澜 可在苏浩看来 眼前这一群不过是土鸡娃狗罢了 还是让你们盟主王权霸业来吧 不要让我看清了你们道盟 顺便帮我给他带一句话 说是屠山苏浩 随时欢迎他来战 当然 美酒是必不可少的 即便是王权霸业 剑星一失 苏浩也想接触一下 这位道盟的盟主 只有接触了之后 才能知道王权霸业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于那把王权剑 苏浩很感兴趣 如果手拿王权剑 再使用天地一剑斩 是否真的能展开这片天地 想到这里 就有些心痒难耐 骑虎少年咧嘴一笑 露出银白的牙齿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不要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既然不挑战 那我就是你们放弃 将酒留下 可以滚了 众人如蒙大赦 纷纷放下酒坛 不少人都露出了肉疼之色 由于有胖倒是那个前车之剑 大家都不敢买那种几个铜板的酒 来糊弄苏浩 这次带来的 基本都是家中珍藏多年的好酒 如今名声未有 倒是先把酒送出去了 心里难免有些不痛快 似是觉得 就这样离去没有脸面 临走前 还不忘放下几句狠话 今日我虽败 但来日我还要来 邪不压正 剑魔看你能猖狂几时 只恨有心除魔 无力再战 既然见到手上占不到便宜 那就只能嘴上说说了 苏浩看着地上的那些美酒 两眼放光 又对着那些人的背影 骂骂咧咧的 屁话真多 要滚就滚 如果不是看在这些美酒的份上 我说不得还要亲手送你们一程 听闻此言 众人没有回头 脚步陡然加快许多 小白看到这些人的怂样 也不得咧了咧嘴 作为妖族 天生便仇视人族 当然苏浩不一样 在小白的眼里 苏浩算不上人 只是一个变态 都说人善智而不善力 纯粹是胡说八道 小白想到 以后没了自由 会一直被苏浩这个变态齐成 不由的悲从中来 胡眼含泪 望着黑风岭的方向 漠然不语 八十年屠山 八十年忍耐 默契白虎弱 只要熬过八十年 等到苏浩死了 他就自由了 或许八十年 对于一个人就是一生 但对于妖怪来说 不过是大梦一场 此刻小白的胸腔中 又充满了斗志 临走前 鹅黄群的直边少女 默然回首 突然小跑到苏浩面前 腮帮鼓鼓的 像是松鼠一般 左顾右胖后 才小心翼翼的从怀里 掏出一块糕点来 那 请你吃桂花糕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那些所谓的好生养的妇人了 胸前的衣衫紧绷出一个满月的弧度 苏浩的嘴角抽了抽 你这块不是刚才从地上捡的吧 他注意到 刚才落在地上的那块桂花糕 已经不见了 本来苏浩只是猜测 还不能确定 未料想对方直接承认 少女眨了眨眼睛 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擦干净了的 师父说浪费可耻 他纯真无邪的脸上 带着一股子娇憨 听到这桂花糕 真是捡来的 苏浩立刻言辞拒绝 我苏浩铁骨蒸蒸 从来不吃接来之食 这块桂花糕 还是留着你自己吃吧 我喝酒就行 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前 你赶紧走 否则留你在屠山当我的侍女 最后 苏浩故走凶狠地威胁了一句 还发出了反派般的笑声 结结结 哦 梅雨之间难掩失望之色 少女低下了头 她似乎对于苏浩的威胁 并不感到害怕 你是一个好人 本来我想送你一块桂花糕 谢谢你的不杀之恩的 话音未落 她突然伸手将桂花糕 塞入苏浩的怀里 转身就走 苏浩有些愕然地 看着少女那摇曳的身姿 眼中带着罕见的茫然 哭笑不得的喃喃自语 这小姑娘 不仅胆子大 还行为古怪 少女心思如山间春风 当真不可琢磨 等到苏浩抬头望去 眼前已经空无一人 不知何时 奥莱三少也随着人群离去 本来她已经做好 应对最坏局面的心理准备了 想着今天可能与奥莱三少打一架 如今奥莱三少主动离去 倒是让苏浩 一直紧绷的神经舒缓了下来 苏浩缓缓转身 凝视着那一抹在石头上的翠绿 嘴角上翘 荣荣姐 打完收工了 群妖还不知道 一场真正的大战 就这样萧米栽在无形之中 见到众人被苏浩打退 纷纷欢欣鼓舞 屠山荣荣起身 轻声细语 今天我请客 大家尽管吃喝 以此感谢诸位的助阵 难得屠山荣荣大方 居然破天荒地请客吃饭 群妖都大受震撼 面面相去 有些不敢相信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荣老板吗 屠山有不可招惹的存在 其中一个就是九疯子苏浩 还有一个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 屠山荣荣请客吃饭 如今九疯子不耍九疯了 荣老板不再一毛不拔 不论怎么看 都有些惊悚 第六十五章 九里有毒 随着群妖回归屠山 苏浩在屠山戒杯前的一战 也被流传了开来 听说了吗 苏浩在屠山戒杯 一指拜人族天骄 指手压非风领白虎王 什么 那个九疯子 竟然越来越厉害了 这可如何是好 嘘 可不能叫九疯子了 得叫大护法 在有心妖怪的传播下 苏浩之名再度响彻大街小巷 令无数妖怪胆颤心惊 苏浩越强 越觉得妖声一片灰暗 大家都希望 有一个盖世大妖 踩着七彩祥云而来 收了苏浩这个九疯子 九足饭饱后 手里拿着那块桂花糕 苏浩独自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蹲蹲蹲 她的另一只手里 踢着一个酒坛 心情有些复杂 这不杀之恩 报答得过于草率 看看妖妖 再看看欢都洛兰 多有觉悟 两个女妖精 都想着以身相许 天天缠她的身子 到了你这里 一块桂花糕就打发了 而且还是落在了地上的 一点诚意也没有 说不嫌弃 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这么扔掉 又觉得可惜 毕竟是对方的一片心意 就在苏浩心不在焉的时候 半路上一道倩吟猛然窜出 就像是一个窜天猴一般 竟然有几分喜庆 好哥哥 我都听说了 你在戒杯前 独占那些臭道士 可是威风凛凛 那样大的场面 你怎么不带我去呢 你就这么忍心 让我独守空房吗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苏浩眼皮都未抬 声音冷冽 你在叫我做师 记住 你现在的身份 只是我的一个侍女 要是被潜藏在屠山的盗蒙密探 发现你的踪影 被拐走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吧 欢都洛兰上前 挽住苏浩的手臂 焦滴滴地说道 有好哥哥在 我猜不怕呢 沉甸甸的胸脯 挤压在苏浩的手臂上 都变了形状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手臂处传来的热度和柔软 这世间有一种妩媚 最是撩人心弦 那就是 假装不经意的做作 明明知道是装出来的 可却让人想沉浸其中 从欢都洛兰的话里和行为中 苏浩感受到了一股 绿茶的清新气息 咦 好哥哥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 看起来似乎很好吃的样子 还是好哥哥惦记着我 有什么好吃的都拿来给我 好哥哥 对我最好了 盯着那块桂花膏 欢都洛兰那双仿佛会说话的 水润大眼睛 眨呀眨的 似乎再说好哥哥 现在就给我吧 自从三天饿了九顿后 欢都洛兰对于美食 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 当然做妖怪 她是狂吃不胖的 不用担心身材走样 苏浩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索性就默认了 对 这是我托妖怪买的桂花膏 你想吃就给你吃 话音未落 手上的桂花膏就不见了踪影 欢都洛兰的嘴巴鼓鼓的 眉眼弯弯 含糊不清地说道 嗯 这是什么人间美味啊 吃完之后 欢都洛兰还意犹未尽 伸出粉嫩的舌头 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好哥哥 你还有吗 尽管人心难测 但不可否认的是 那些糕点还是很好吃的 在来到屠山的路途上 欢都洛兰还没有吃够 就被盗蒙截杀 苏浩直接双手一摊 没有了 见到欢都洛兰一脸的失望 苏浩突然补了一句 这个也可以有 只要你以后乖乖听我的话就行 想要一直忽悠欢都洛兰 就得先拿捏住她的胃 对付这个南国公主的方法 又多了一个 好啊 好啊 欢都洛兰急忙点头 苏浩摆了摆手 我还有事 你自己回屋待着去 对于你刚才的大声说话 必须给予惩罚 没有我的允许 不许出来 就罚你先把床线给我拿好 我喜欢晚上睡在有温度的床上 话音未落 欢都洛兰就如离弦的剑一般 射了出去 一阵风吹过 只留下苏浩一人站在原地 陷入了沉思 他惩罚欢都洛兰 可欢都洛兰看上去 似乎比谁都要积极的样子 将脑海中的杂念抛出 苏浩禁止往屠山融融的房屋所在地走去 刚进入房屋内 屠山融融劈头盖脸的 就问了一句 桂花糕好吃吗 苏浩大意凛然地说道 我根本没有动一点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刚才在山间小道相遇 苏浩转手就送给了欢都洛兰 欢都洛兰 吃的那叫一个香 并连声直呼好哥哥 哦 屠山融融点了点头 没动就好 我喊你过来 是想提醒你 不要乱吃那些人给的东西 刚才留下来的酒中 有人下了剧毒 想要将你毒死 缩好眉头一挑 竟有此事 他心里想着 以自己现在的体质 一般的剧毒 怕是对他没有多少影响 但是 这世间千奇百怪的毒有很多 说不定自己就会中招 还是小心为上 那块桂花糕应该没毒吧 就算是有毒 欢都洛兰应该也不怕 毕竟是毒黄的女儿 不愧是荣荣姐 心思缜密 我差点都上了那些道蒙修士的当 那些修士 当真是卑鄙无耻 不当人子 下一次见面 我非得打 打得他们面目全非 回家连亲人都认不出来那种 先不谈毒不毒的死人 先送上一记彩虹屁 绝对没问题 知道有人敢在酒里下毒 苏浩的脾气也上来了 他是剑修 修的 就是一个念头通达 谁要是让他念头不通达了 就只能重拳出击 图山荣荣笑了笑 不置可否 好了 正是谈完了 我们来聊聊私事 我请大家吃饭 账都记在你头上了 一共是850两银子 你自己可以算算 扑 苏浩端起茶杯 刚喝了一口 就全部喷出来了 明明是你请客吃饭 为何记在我的账上 图山荣荣笑眯眯地说道 是啊 我请客 你付钱啊 有问题吗 没有一点问题 苏浩原本以为 图山荣荣转性了 但未曾想到他 还是当初那个抠门的狐狸 没有一丝丝改变 黑心的荣老板 才是真正的恐怖如斯 让苏浩忍不住想结结结了 第66章 妖妖的身份 在图山荣荣的房屋里 当他提到 将账记在苏浩的头上时 气氛便有些焦灼 苏浩提起酒坛子 几次想一眼醉 都忍住了 尽管喝醉的他 可以肆无忌惮地结结结 对荣荣姐 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 但他曾经保证过 在图山荣荣恢复正常之前 不再喝醉 别看苏浩平时喝酒不给钱 打架六亲不认 可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既然说了 就要做到 否则念头不通打 苏浩只能放下酒坛 心平气和地 和图山荣荣讲道理 荣荣姐 你是知道我的 就算是再多一笔债 我也是还不清的 所以 何不将这笔债 当一个零头 给我抹去 说不定会激发 我还债的积极性吗 俗话说得好 赌不如输 一直给我增加债务 只会让我彻底摆烂 凝视着图山荣荣那 看不见眼睛的小脸 苏浩的态度 非常的诚恳 讲不通的道理 就由拳头来打通 拳头打不通的 就只能出剑了 如果这样都不行 跑路就变成了 合情合理的事情 本来苏浩想说的是 荣荣姐 你也不想 我跑路吧 但是话到嘴边 却换成了一种 比较温和的说法 图山荣荣 却没有正面回应苏浩 反而话锋一转 谈起了另外一件事 你喊我调查 妖妖身份的事情 有点眉目了 显然他也明白 谈前伤感情的道理 索性就不谈了 直接给苏浩寄在账上 这是告知 而绝非商量 虽然知道 图山荣荣是在刻意地 转移话题 可苏浩还是露出了 一抹感兴趣之色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妖妖有些不对劲 总觉得他在隐藏着什么 并没有任何证据 只是来自一个 见修的直觉 哦 说来听听 图山荣荣整理了一下思绪 娓娓道来 他本是黄蜂谷的 一株桃花树 有五百年的道行 只是后来道蒙修士 围攻黄蜂谷 整个黄蜂谷 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个妖妖也不知所踪 据说是被道蒙的修士 带到天仙院去了 提到天仙院 图山荣荣眼中 透露出复杂之色 有痛恨 有恐惧 还有悲伤 他永远忘不了 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如果不是小道士出手相救 自己和姐姐 就会被拐卖到天仙院 天仙院 索好一愣 随后暗自思索了起来 这个天仙院 对于人族来说 只是寻欢作乐的场所 可对于妖族来说 却是噩梦般的存在 被拐卖到天仙院的 都说些貌美的妖怪 近些年 图山的狐妖被修士活捉的 基本都送去了那个地方 见到苏浩沉吟不语 图山荣荣主动为他 讲解了一下天仙院的来历 苏浩这才露出 恍然大悟的样子 原来如此 如果妖妖真是从天仙院 逃出来的 那还真是有点可怜了 荣荣姐 你放心 终有一天我会下山 将天仙院所属的势力 连根拔起 救出那些被抓的狐妖小姐姐们 她这并不是随口一说 而是发自内心的 只要天仙院存在一天 就有无数美貌的女妖精 将被人足祸害 作为图山的大护法 她有责任和义务 让那些被抓的狐妖 重获自由 图山荣荣看着苏浩 而苏浩也看着她 最后化为了一声叹息 等你将债还完再说吧 至于那些被抓的狐妖 我会想办法救出来的 你以为这些年 我挣的钱都花在了哪里 苏浩立刻送上了一记彩虹屁 不愧是荣荣姐 心里有数 她的心里也是不想下山的 只是图山荣荣 以债务没有还清 想要将她强行留在图山 这手法就有些太过露骨了 看破不说破 此乃聪明人白嫖之秘诀 行了 事情都讲完了 你走吧 我想休息一下 图山荣荣伸手揉了揉眉心 声音带着几分疲惫 荣荣姐 看你这么累 要不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苏浩搓了搓手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牙牙解释了一下都说好 听到图山牙牙都说好 图山荣荣反而心生警惕 那个临头 你还想不想抹去吧 苏浩顿时没开眼笑 行 那我走 走到了房屋外面 苏浩招呼了一下 他在门口的小白 走 找个地方喝酒去 话音未落 苏浩就已经侧躺在了小白的身上 张开嘴巴 就是一阵蹲蹲蹲 叮 宿主持续喝酒 剑技加三 叮 宿主持续喝酒 体质加三 叮 宿主持续喝酒 灵力加三 叮 恭喜宿主突破到剑宗三重 奖励五雷正法 听到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 苏浩精神一震 突破境界也就算了 毕竟是家常便饭 可这五雷正法 却是道家最厉害的法术之一 又称为雷法 修炼到圆满境界 甚至能借天地之威 以雷霆击之 镇压邪 荡静痴 哪怕是奥来三少 也绝对无法轻视 有了五雷正法 苏浩战胜奥来三少的把握多了一些 哈哈 苏浩放声大笑 用力地拍了一下小白的屁股 小白吃痛 浑身毛发树立可不敢喊出声来 心里想着 这个臭酒鬼又不知道发什么疯 喝酒喝死了才好 其成这小白 苏浩来到苦情巨树下 其实他总是来这里喝酒 除了听屠山荣荣讲课外 也是在等屠山洪洪 每天屠山洪洪 基本上都会来树下坐一坐的 突然 一片粉色的鲜嫩桃花瓣 被风吹到苏浩的身前 苏浩只是伸出手掌 桃花瓣便落入他的掌心中 妖妖 你以为变成这样 我就认不出你来了吗 你的胆子挺大的 竟敢戏弄我 还不现出人形 更待何时 低头凝视着手里的桃花瓣 苏浩狠狠一念 银色的雷弧从指尖一出 只听一声痛呼 公子饶命 妖妖下一次不敢了 下不为例 听到了妖妖的求饶声 苏浩轻声说道 缓缓地松开了手掌 那片桃花瓣从掌心挑走 落在地上 变成了一个千娇百妹的女子 第67章 你可识得此见 化成人形的妖妖 衣衫凌乱 脸色苍白 看起来有些楚楚可怜 但依然无损她的天生励志 身姿恶挪 丰满的胸脯起伏 白皙滑腻的肌肤 似是能掐出水来 事实上也是如此 苏浩刚才这么一握 手心处还残留着水渍 有点滑腻 还带着一股扑鼻的清香 掌心雷弧喷涌 那点水渍便转瞬即逝 看着苏浩掌心的雷弧 摇摇心有余悸 忍不住倒退两步 像是遇到了什么天敌一般 以前她化形之时 就被天雷劈过 尽管这雷弧的威力不如天雷 可却还是让她心惊胆战 甚至都没有勇气 在靠近苏浩 她万万没有想到 作为剑袖的苏浩 竟然还会雷法 这个情况 必须早点汇报给娘娘才行 在妖妖的心里 苏浩的危险系数再度提高 将苏浩拿下的决心 也越发的坚定 如果涂山有苏浩在 娘娘毁灭涂山的计划 怕是不能实现 你来干什么 收了雷弧 苏浩眼皮一抬 漫不经心地问道 妖妖睁着无辜的水润毛子 声音软弱 承蒙公子相救 妖妖才能苟活于世 就想来看看公子 如果有什么需要妖妖做的 公子尽管开口 妖妖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苏浩想了想 拿出了小木剑 摆放在身前 你可识得此剑 看到这一把小木剑的刹那 一种血脉相连之感 从妖妖的心里涌现而出 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如同肋骨 仿佛随时都要跳出胸膛一般 不会错的 这种感觉是爹爹的本命灵墨 竟是被炼成了一把木剑 这可恶的涂山妖妇 可恶的死脚鬼 先前她还有几分犹豫 也许当年的事情 不能全怪涂山 但见到这把小木剑 那点犹豫便烟消云散 强烈的仇恨 不停地冲刷着妖妖的神志 让她几乎发狂 只是妖妖明白 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机 娘娘交给她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妖妖用双手用力地压住胸口 眼眸低垂 不让自己去看那把木剑 这木剑的材质 似是用桃木做的 公子 真是巧了 妖妖就是一株桃花树 修成人形的呢 苏昊点了点头 似笑非笑地盯着妖妖 确实挺巧的 对了 你刚才不是说 想要报答我的恩情吗 现在我有一个主意 你可以听听 当然你不愿意 我也不会逼你 但凭公子吩咐 妖妖低着头 看不清她的表情 可语气却是带着一股子坚定 苏昊伸手抚摸着小木剑 上面斑驳的纹路 一圈圈的亮起 我这小木剑太短 公子我不是很满意 既然你也是桃树妖 还拥有五百年道行 应该酝养出了本命灵木吧 我预取你本命灵木铸造剑 你可愿意 像是妖妖这种草木成精 一身的修为 大半都在本命灵木上面 如果强行抽取本命灵木 就算不死也会重伤 修为大跌是肯定的 对于妖妖来说 本命灵木就像是自己的半条命 如今苏昊却要妖妖 将这半条命交出来 以后妖妖在修行上 便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 真正的半死不活 明媚的阳光 透过树叶 洒在妖妖的身上 妖妖的郊躯颤了颤 像是鱼打芭蕉 又如若柳浮风 即便是苏昊想要她的半条命 还是那副兽气包的柔弱样子 让苏昊看了 心里莫名的有些来气 缓缓抬起头来 妖妖看着苏昊 低声细语 既然公子想要 妖妖给公子便是 粉红色的雾气 从妖妖的身上喷涌而出 她伸手猛然向着胸口掏去 紫色的妖血染红了衣精 闷哼一声 妖妖面色惨白 这逼出本命灵木的过程 无异于零迟的酷刑 每次拔出一点点 就让妖妖痛不欲生 在那本命灵木露出半截时 苏昊突然开口道 行了 我只是和你玩笑的 将你的本命灵木收起来吧 我 苏昊 还至于如此邪恩图报 这是苏昊的一次试探 对方居然愿意 将本命灵木都交出 确实出乎了苏昊的意料 更觉得妖妖的索图不小 不是为了报救命之安那么简单 她修一件可破万法 修一件求念头通达 修一件护佑屠山 不会由于心存怀疑 而滥杀无辜 饱受痛楚的妖妖听闻 停下了动作 那根本命灵木搜的一下 回归了身体 谢谢公子联系 妖妖对着苏昊弯腰行礼 苏昊虚手一抬 妖妖那原本弯下去的纤细妖枝 不受控制的挺直了起来 妖妖 你还是走吧 听到苏昊这么说 即便是刚才忍受临时之苦的妖妖 都没发出一声惨叫 此刻却是渲然欲气 公子 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惹得公子生厌 如果真不待见妖妖 索性一见 将我杀了便是 反正我出去遇见盗蒙修氏 也是死路一条 倒不如死在公子的手里 苏昊看了妖妖扮上 而妖妖也毫无畏惧地和苏昊对视 最后苏昊叹息一声 既然你那么想留在屠山 那就留下来吧 但是 我先说好 如果有一天 我发现了 你对屠山存着什么坏心思 就别怪我杀妖曲目了 你可听清楚了 说到最后 已经是杀气冲天 妖妖连声回应 公子 妖妖听清楚了 妖妖愿意留在屠山 一生一世侍奉公子 绝不敢有半点邪念 就算公子负了妖妖 妖妖也绝不会负公子 话音未落 就被苏昊打断 妖妖 以后这种傻事就别做了 这样的话也别说了 说到底 这件只是死物 天底下哪有什么死物 比性命重要的 一定好好地活着 不管怎么样 都要好好地活着 妖妖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公子 妖妖受教了 甚好 苏昊开怀大笑 你先下去疗伤吧 在苏昊的面前 妖妖低眉顺眼 是 公子 离开苦情巨述 妖妖脚步亮腔地 踩在泥泞的道路上 伸手轻轻地抚摸着 自己的胸口 刚才还饱受折磨的女子 突然奄然一笑 美艳不可方物 在心里低声说道 天底下都在流传 妖魔如何地凶残是血 今日到了屠山 才发现 妖魔竟是一个 会讲大道理的人 这才是最大的笑话吧 只是世上有很多事情 是很难说清的 爹爹 这世间可有真正心善的人 妖妖轻声自问 挽起一头青丝 妖妖望着远处 眼神有些吃了 第68章 转世续缘 苦情据述下 来了两人 一男一女 男的是一个 衣衫素雅的老者 头发花白 勾搂着腰 他的年龄实在太大了 连腿脚都不灵活 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衣衫素雅的老者旁 站着一位少女 这位少女看起来 清清秀秀 干干净净 就像是雨后的春笋 清新而自然 可身上却带着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可能上山之前清洗过 但衣服上面 依然残留着 斑斑点点的血迹 苏浩一眼就看出 少女不是人 而是一条千年的蛇腰 心里想着 这大概又是一对 前来续缘的痴男怨女了 她常年在苦情 巨树下饮酒 时不时的可以遇到一对 见惯了悲欢离合 但像这种 能不缺手断脚 就走到屠山的 还是很少见的 毕竟一路走来 可是很危险的 人和腰的矛盾 已经激烈到 见面就会厮杀 当决定前来 转世续缘的那一刻 相当于和全世界为敌 没有强大的妖力 走不通这条生死路 往往在半路 都会做了亡命的鸳鸯 所以 能走到这里续缘的 往往是实力强大的妖怪 这世间 哪有多少有情人 忠诚眷属 更何况是被世俗 所不允许的人妖之恋了 想要相守一生 其中遇到的困难 何止提高千百倍 老者抬头呆呆地 看着苦情巨树 声音沙哑地问道 阿佛 你说在苦情巨树下许愿 我们就能来世相见吗 少女转头朝着老者奄然一笑 默默含情 竟是有种说不出的妩媚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只要你是真心爱着我的 那么我们就能来世相见 老者低声嘀咕了一句 我这一辈子 被你骗的次数都记不清了 尽管老者的声音压得很低 别说少女听见了 就连苏浩也听见了 有修为在身 想要听见 是自然能听见的 苏浩喝了一口酒 忍不住玩耳一笑 少女却气得双手插腰 柳梅倒树 勃然大怒 好你个没良心的臭男人 我骗你什么了 要是今天不宜迢迢地说清楚 我和你没完 现在到屠山转世续缘 你和我说这个 白子 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 他抬起手臂 做事要打 可守在半空中 却停滞了下来 刀子嘴 豆腐心 莫不如是 少女腮帮子鼓鼓地 就这样用眼睛瞪着对方 既不说话 也不动手 老者笑了笑 苍老的声音带着一股温润 不后悔 不后悔 就算被你骗一辈子 我都心甘情愿 少女脸色一红 娇称道 呆子 你都这么一把年纪了 还说出这种红小姑娘的话来 真不害臊 老者依旧笑着 眼神温柔 在我眼里 阿福永远是小姑娘 苏浩听了 差点被酒呛到 浑身上下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怪不得能得到这蛇妖的芳心 这人有点东西啊 似是这样肉麻的话 连屠山之主都听不下去了 叮铃铃 一阵悦耳的清脆铃声响起 涂山红红的身影出现在树下 你们是来涂山进行转世序员的吗 除了日常的巡视城墙和修炼外 涂山红红的工作就是负责主持转世序员了 尽管是疑问的语气 可涂山红红的声音里却带着十分的肯定 只要不是笼子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老者和少女对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一口同声地说道 这辈子我们在一起 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希望涂山狐妖能够成全 涂山红红那清冷的嗓音 在耳边响起 对一人一妖来说犹如天籁 此景如此 此情不予 你们来许愿吧 灿烂的阳光下 少女搀扶着老者 走到苦情巨树前 粉丝的叶片从树上坠落 环绕在少女和老者的两侧 就像是下了一场花雨 一人一妖跪倒在地上 双手合十 闭上了眼睛 这一刻 老者那勾搂的腰 缓缓挺直了起来 苦情巨树 你听见了吗 少女前程的许愿 我愿意用我们相识相知的 一点一滴的记忆 以及我的半数妖力启示 无论多久 我都会等他回来 涂山苦情巨树啊 请让我们来生相见吧 呆子 你愿意吗 老者抬起那张苍老的脸庞 望着苦情巨树 声音颤抖 我愿意 阿佛 见到你的第一面 我就愿意了 下一辈 我还要和你在一起 一个鳞片 包裹着少女的半数妖力 悬浮在空中 羞的一下 就消失不见 续缘一试 完成 听到这句话后 老者浑身都放松了下来 就像是烂泥般瘫倒在地 走到这里 全凭一口气撑着 现在一口气吐露 就再也撑不住了 可嗨嗨 他捂住胸口剧烈咳嗽 少女有些慌乱地 将他抱入怀中 呆子 你这是怎么了 阿佛 我怕是不行了 老者断断续续地说着 瞳孔涣散 到了迷流之际 我不许你这样说 你身体还好着呢 上山之前 你不是说过 续缘之后就陪我 声音哽咽 少女竟是说不出话来了 凝视着少女的脸庞 老者伸出手来 阿佛 我真的好想 话音未落 老者的手无力地垂落而下 眼中含着泪 嘴角带着笑 老者在少女的怀里没了声息 嗯 我知道的 我都知道 我也想和你生生世世在一起 这一刻 阳光灿烂 天地寂寥 人间好像唯有一双老者少女 见到这一幕 屠山红红漠然不语 生老病死 是人之常情 只是不知为何 他突然想到了那个少年 如果终有一天 少年会像这个老者一样死去 自己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让屠山红红一时之间有些茫然 等到少女抱着老者离开后 屠山红红看向某个地方 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躲在树后的少年 有些尴尬地站了出来 面对着屠山红红 少年挠了挠头 身形单薄 眼神清澈 如果我说刚到不久 红红姐你会相信吗 第69章 可怜之人 刚才苏浩暗中观察 见到前来续园的这一对 经过了生死别离 心里难免有些感慨 不经意泄露了一丝气息 就被屠山红红发现了 实在是有些大意 既然被发现 苏浩也不再遮遮掩掩掩 索性就站了出来 心里却想着 怎么蒙混过关 毕竟偷听什么的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如果屠山红红 知道他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估计早已经重拳出击了 屠山红红那浅绿色的毛子 落在苏浩的身上 声音轻浪 信 我怎么会信 你苏浩真是好大的威风 在屠山戒杯前 击败人族天骄 又收复了白虎王 整个屠山城都传遍了 怕是整个屠山 只有我是最后知道的 说到最后 那语气中 竟然带着罕见的怒意 要是换了以前 说不定就直接出手了 哪会像现在这样 和苏浩说话 苏浩一乐 对于突然发飙的屠山红红 有些猝不及防 比起先前的偷听 现在面临的问题 明显严重了许多 屠山红红 最讨厌被人欺骗了 那是真的会生气的 不开玩笑 每逢大事要有静气 苏浩默默地在心里提醒自己 不能让红红姐乱了方寸 红红姐 就那些臭鱼烂虾 我一人一见足矣 怎么敢惊动红红姐呢 作为屠山之主 红红姐是很忙的 这只是小事 我自己就能解决 真正的原因 苏浩自然不会说出来 现在再使用妖力 会让屠山红红 有失控的风险 恐怕连屠山红红 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他自身的问题 如果说出来 按照屠山红红的性格 绝不会连累别人 很有可能 自己找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默默地舔尸伤口 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为止 才回到屠山 这就是屠山红红 一直活得那么伟岸 是吗 我怎么听说 全屠山的妖怪都去住阵了 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在瞒着我 尽管屠山红红脑袋不太聪明 但并不是傻子 从他出关之后 屠山荣荣和苏浩的态度 就很奇怪 尤其是苏浩 整天对他嘘寒问暖 连酒也不喝了 对于他的话 也是言听计从 一点也不像苏浩 更奇怪的是 连这样的大事 都不告诉自己 他还算是这屠山之主吗 自己竟连旁听的资格 都没有了 万一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 那该怎么办 想到这里 屠山红红越发的气氛 连那浅绿色的毛子 都被染成了一片赤红 小白听着苏浩和屠山红红的对话 看到这针锋相对的一幕 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得到自己所在 这片天地的承认 就能借天地之力化为己用 现在屠山红红生气了 情绪激荡之下 自然引起了这片天地的共鸣 连这片天地的灵力 都是有着紊乱的迹象 天地之威 即便是像小白这种 怀有远古凶兽血脉的巅峰妖王 也承受不住 感到到从屠山红红身上 透露出的一股压迫感 苏浩暗自苦笑 早知道红红姐会如此生气 就不该瞒着红红姐的 反正红红姐知道了也没什么 反正出手的始终只有她一人而已 现在后悔 确实有些晚了 红红姐 你冷静一下 听我说 我是真的没想到 那些妖怪会来助阵 本来这件事 我谁都没有告诉的 就连屠山荣荣也不知道 不知为何走漏了消息 苏浩微微一顿 见到屠山红红眼中的赤红 退去了不少 心里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愿意听她说话就好 就怕不愿意听 换了那个暴躁萝莉 屠山芽芽 就算苏浩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也完全没有用处 闹到最后 就只能动手了 以前她倒是乐意动手 可现在却害怕动手 当然指的是 和屠山红红动手 对付那些倒是苏浩 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讲什么大道理 在屠山红红的凝视下 苏浩继续开口解释道 我是想着 作为人中有一死 早死完死都得死 为了报答屠山的养育之恩 在我有生之年 总得做些什么 用我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靠着姐姐们的保护 只有我一日在 就不会让那些人 在屠山胡作非为 苏浩叹了一口气 话锋一转 红红姐 要是我有一天也死了 就将我葬在屠山吧 地点我都选好了 就在后山 那是一块风水宝地 墓碑不要刻别的 就刻一个三等仆人就行 麦残有些可耻 但是管用 要是说出去 她现在拥有五百年的寿命 绝对是没有人相信的 苏浩乐意见到 没人相信的局面 她就怕有人相信 只要她待在屠山 给屠山带来的麻烦 就会不断 长生对于一个人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失去理智的程度 这世间的人 谁不想长生 哪怕是在活几百年呢 如果苏浩的寿命 远超常人的消息泄露出去 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整个世间 必定会天翻地覆 现在 她可以和盗蒙为敌 但绝不可能和整个世间为敌 别的不说 如果奥莱三少知道了 说不得直接就抓她 去奥莱国切片研究 屠山红红眼中的赤红 已经完全消失 恢复了清明之色 再见到老者死去的那一刻 她就在想这个问题 如今苏浩就这么赤裸裸地提出来 让她很是揪心 那种感觉 说不清道不明 就是难受 只要想到 苏浩垂垂老矣的样子 就难受 屠山红红更加生气了 你现在才多大 就想着生死 以后要是遇到这种事情 必须给我说 懂 苏浩连连点头 懂了 懂了 要是遇到事情 就找红红姐吗 我又不是傻子 有靠山 怎么会放着不用呢 看着少年灿烂的笑脸 涂伤红红的心里 却莫名的有些心酸 婴儿时被遗弃 三岁后开始自暴自弃的酗酒 长大了却被天底下的人 当成魔头 喊打喊杀 大家都是来世上走一遭 为何苏浩的命 竟是这么苦呢 第七十章 卑鄙无耻 苦情据述下 粉红色的叶片随风飘落 空气中带着一股心香 阳光透过树叶 斑驳地洒在两道身影上 熠熠生辉 少年笑容灿烂 自容绝世的狐妖 心事重重 相顾无言 这样的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一阵清脆的铃铛声打破了 叮铃铃 涂伤红红转身迈步 赤脚踩在青草地上 一群的下摆荡漾 白皙的长腿若隐若现 橘色的长发 轻轻摇摆 不知为何 他无法和苏浩长时间的对视 这奇怪的气氛 让他产生了想离开的冲动 见到涂伤红红要离开 苏浩高声问道 红红姐 你去哪儿 脚步一顿 涂伤红红难得解释了一句 续言之后 妖力只剩一半 我下山护他一程 刚才蛇妖来之前 显然经过数次血战 如今又没了一半妖力 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里 都是一个问题 妖死则圆灭 涂伤红红显然不能坐视不管 苏浩一步上前 跨越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还是我去吧 你 回过头来 涂伤红红有些惊讶地看着苏浩 主动坐视 这很不苏浩 完全不像苏浩以前的作风 听荣荣说 苏浩是一个能躺着 绝对不坐着的懒人 最近这些天 倒是转变了不少 苏浩耸耸耸肩 整天在涂山白吃白喝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总得做些什么 红红姐 你在这里不要走动 我马上就回来 小白 我们走 不等涂山红红反应过来 苏浩就骑着白虎 一溜烟地没了踪影 涂山红红迟疑了一下 还是没有跟上去 就这么站在原地等着 抱着老者的尸骨 少女刚走出涂山的范围 没有多久 就被十几个道士围堵了 每一个道士的手上 都拿着法宝 望向少女的眼神凶狠 似是想将其生吞活泼一般 一个尖嘴猴塞的中年道士 从人群中走出 哈哈 这次我请了师兄弟们前来助阵 看你这孽畜往哪里跑 今日非要让你这孽畜 魂飞魄散 随后 道士又看了看少女 抱着的老者 撇了撇嘴 师兄倒是死得轻松 要是他未死 我就得亲自动手清理门户了 这个道士 少女认识 是先前追杀他的其中一人之一 要不是这个道士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连夫君都忍不住为他求情 少女绝不会放过他 那个道士求饶的样子 如今还历历在目 他抱住自家夫君的脚踝 眼神中满是祈求之色 师兄 放过我吧 我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呀 只要你放过我 不仅我不会继续追杀你们 就连门中想要追杀你们的人 我也会阻止的 另外 你想要什么补偿 我都可以答应你 想到先前中年倒是姚维起怜的样子 又看到他现在洋洋得意的嘴脸 少女的一双眼眸 瞬间变得杀气腾腾 似有活物在其中摇曳 他娇嫩的皮肤 在阳光的照耀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 皮肤下的一条条青筋 看上去有些争鸣可怖 其他倒是见到少女那发怒的样子 都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嘴上却是恶狠狠地说道 妖孽 休得猖狂 妖孽 你蛊惑人心 死有余辜 妖孽 还不束手就擒 看在师兄的份上 可留你一条全尸 对于这些威胁怒骂 少女冲耳不闻 少女抱着老者半蹲在地上 将自己的外衣脱下 平扑在地面 将老者小心翼翼地放了上去之后 这才转身说道 先前我夫君在 才没有对你下杀手 如今你仍不放弃 尾随而来 就是找死了 我今日就要大开杀箭 以你们的先须 祭奠我的夫君 话音未落 少女身形一动 就向着道士们掠去 见到少女冲来 中年倒是高喊道 大家不要慌 将法宝打向师兄 消耗着孽硕的妖力 说着 率先将自己的法宝 打向躺在地上 面容安详的老者 卑鄙无耻 少女脸色一变 急忙转身 挥出一道妖气 将法宝击落 有倒是看准机会 将手中法宝甩出 打在了少女的后背上 怦然一声巨响 少女闷哼一声 直接倒飞而出 失去了一半的妖力 还有自己的本命法宝 少女的实力骤然下降 现在又要分心保护老者的尸骨 不被道士们损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甚至不敢露出原形 和这些道士战斗 就怕老者受到了波及 没过多久 在道士的围攻下 身上已是鲜血淋漓 轻轻秀秀少女的脸色惨白 身体摇摇晃晃 只是脚步却没有挪动分毫 坚定不移地站在老者的面前 他没有想到 刚刚完成序言 自己就要死在这里 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 才走到屠山 来世相见 终究只是一场泡影 最后的时刻 数十件法宝 想着少女袭来 声势浩大 少女只是将心爱之人的尸身抱起 用最后的妖力包裹住他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能履行来世相见的诺言了 一滴泪水 从少女的眼角滑落 他没有后悔来屠山进行转世续源 只是后悔当初 没有一巴掌拍死那个中年道士 这才有今日的杀节 好 就在少女万念俱灰 一声唬吼 震动山林 硕大的力爪探出 将所有的法宝 都拍在了地上 砸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深坑 众人眼前一花 就见到骑虎的少年 出现在面前 你们这群臭道士 竟然敢来我屠山撒野 莫非是不想活了 少年微眯着眼睛 看向那群道士 被盯上的道士们 都是头皮发麻 遍体生寒 有人认出了苏浩的身份 忍不住惊呼 屠山剑魔 是屠山剑魔 这天杀的剑魔 他怎么来了 大家不要慌 这里已经出了屠山的地界 他没有理由对我们动手 中年道士振臂高呼 想要安抚受到惊吓的众人 自己却不着痕迹的后退 死道又不死平道 苏浩咧嘴一笑 露出银白的牙齿 哼 我剑魔动手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第71章 两个选择 道士们看着骑虎少年 那灿难的笑容 还有银白的牙齿 心中都不寒而栗 剑魔杀人不眨眼 大家只有联合在一起 才能对付他 对 如今蛇妖已是身受重伤 剑魔要分心保护他 就给了我们机会 不要怕 听我口令 大家一起上 嘴上嚷嚷着 要共同对付苏浩 可眼睛却环顾四周 寻找生路 面对生死危机 人性就显露了出来 苏浩仰头喝了一口酒 漫不经心地说道 要是你们谁敢动一下 我就先打断谁的腿 那些倒是果然不动了 就这么站在原地 额头上甚至流出了汗水 都不敢擦 人的鸣 树的影 棒打出头鸟 谁也不愿意做 第一个跑路的人 转头看着还在原地 愣愣出神的少女 苏浩轻声开口 由于屠山的规矩 我是不能直接杀了这些人渣 但是废了他们 让你杀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帮忙 听到苏浩这么说 那个中年倒是趴的一下 就跪倒在地上 不要杀我 求求你不要杀我 灭障 哦不 师嫂 我可是师兄的最疼爱的小师弟 同门情深啊 如果你将我杀死 师兄在九泉之下 肯定无法瞑目 少女漠然大怒 好一个同门情深 我夫君尸骨未寒 你们就对着他的尸骨 下此狠手 为何刚才没想到同门情深 简直是无耻至极 面对少女的怒骂 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无法反驳 毕竟他说的都是事实 骂了一顿后 少女低声叹息 要是夫君在世 肯定不愿看到他的同门 死在我的手下 众人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以为事情还有转机 少女突然话风一转 如今夫君不在了 我再也不需要有任何顾忌 劳烦这位恩公出手 大恩大德 我日后必有后报 对着苏浩 少女就是弯腰一败 质地有声地说道 苏浩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客气 更何况 这是为我们图山的客户服务 图山狐妖的力量 来源于苦情巨数 只有前来图山续缘的多了 才能收集更多的情力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黑化后的凤七 就被镇压在苦情巨数之下 就显得情力更为的重要了 情力减弱 将会让凤七脱困 对于图山来说 算得上是一场灭顶之灾 想要前来续缘的增加 口碑很重要 要不然谁来谁死 谁会来图山转世续缘啊 所谓的口碑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 需要水魔功夫 苏浩决定从今天做起 为图山打造一个良好的口碑 让整个世间 充满跨越种族的爱 只要坚持下去 人妖恋够多 将会变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终有一天 会迎来人妖和兵相处的时候 正当苏浩畅想未来的时候 一个不切事宜的声音响了起来 分开跑 见到蛇妖决意杀死他们 中年倒是立刻起身 凄厉地嘶吼着 众人就像是鸟兽一般 四萨去 五光十色地 纷纷用出了自己保命的底牌 跑 跑得了吗 就用你们试试 我的五雷正法 只见苏浩的身形一动 化为了一道银色的闪电 那速度用肉眼 根本无法捕捉 眨眼的时间 这闪电便是闪烁了十几次 在半空中 噼里啪啦一阵响 每一次闪烁 就有一个人倒在地上 雷法 三千雷动 等到虎背上 在出现少年的身影时 眼前已经没有一个站着的人了 只听了无数的哀嚎声 谢谢恩公 少女一脸的感激之色 苏浩轻声笑道 去吧 做你想做的 看向那些还躺在地上 哀嚎不停的道士 少女的神色变得冰冷无比 他拖着重伤的身躯 一个又一个的 用手刺穿道士们的心脏 心里想着 你说 你这个呆子 每天都被那些 所谓的同门师兄弟追杀 跟着你过着 东躲西藏的日子 一年到头没几天安稳过 最后在前往屠山的路途中 还想着保全这些师兄弟的性命 真是一个呆子 为何我就喜欢上了这么一个呆子呢 这一群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当初就不该听你的话 直接杀了落得个清静 想到这里 少女下手越发的狠辣 见到少女杀光了那群道士后 苏浩对着他 伸出了两根手指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带着你夫君的尸骨 被山下的那群 倒是围攻致死 妖死圆灭 另外一个就是留在屠山 等到那个续缘的时机出现 苏浩这么做 未尝没有自己的私心 拉拢这些强大的妖怪 能够增强图山的底蕴 无论是谁来围攻图山 这些进行过转世续缘的妖怪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如果图山都被灭了 转世续缘就不可能成功 看似给了对方两个选择 其实只有一个选择而已 少女神色悲怆的低头 望着自己的心爱之人 声音沙哑 我愿意留在图山 苏浩顿时眉开眼笑 那挺好 我还可以答应 让你的夫君在图山下葬 我觉得 后山有一块风水宝地就很不错 当然我答应了 还得问问图山三当家的 选一块地下葬 可能会收取一点费用 少女低声叹息 罢了 我夫君反正和我在一起之后 就变成了无根扶平 连路边的野草都比不过 埋在哪里不是埋 图山的风景秀里 我夫君定然是喜欢的 骑虎少年走在前面 抱着师少女跟着后面 少女看着少年的背影 想要说些什么 却说不出口 不知为何 她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一下子就流下了眼泪 低声泥喃道 呆子 你一手带大的小师弟 想要杀你 最后救了我的 却是一个素媚平生的人 恐怕你也没有想到吧 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人 这世间的人心 她见识过的大多很丑陋 却依然存在 如这少年一般温暖灿烂 如向阳花木 本身就是很美好的事情 第七十二章 教红红姐一招 你愿意留在图山 图山红红看了看暴师少女 又看了看骑虎少年 语气有些差异的问道 在苏浩自告奋勇地提出 下山护蛇妖一路之后 图山红红就一直站在 苦情巨树下等待 没想到 等到的不仅是苏浩 还有去而复返的蛇妖 面对图山红红的询问 暴师少女没有任何犹豫 果断地开口 我愿意 只求图山大当家的能够收留 允许我将夫君葬在图山 像这种自愿留在图山的妖怪并不多 毕竟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 强行留在图山反而不好 只是明明先前这蛇妖 在续园仪式完成之后 立刻离开了图山 如今苏浩下山一次 就将她带回来了 这其中必有祈求 对于苏浩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让蛇妖回头的 图山红红感到很好奇 嗯 我知道了 你去找荣荣吧 也就是图山的三当家 她会安排好 我们图山一向是欢迎续园的妖 在这里久居的 多谢大当家 暴师少女一脸的感激 随后又对着苏浩说了一声 多谢恩公 苏浩含笑说道 你去吧 安心在图山住下 深深地看了苏浩一眼后 才转身离去 救命之恩 她记在心里 日后定有后报 等到暴师少女走后 图山红红才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苏浩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说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洪峰姐 你知道江湖上 有一套流传很广的拳法 叫做王八拳吗 图山红红的眼神一凝 不知想到了什么 嘴一脚抽了抽 她不仅知道王八拳 还亲身尝到过王八拳的厉害呢 不管图山红红的反应 苏浩继续说道 这拳法没有什么章法可言 一顿瞎打 最后极有可能乱拳打死老师父 那些对图山心怀不轨的对手们 在我看来 用的就是王八拳 尽管没有什么章法 但是对手太多也让人头痛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所以 蓉蓉姐才极力地去促成妖萌 图山红红忍不住问道 这跟你现在将她带回图山 有什么关系 不会吧 不会吧 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红红姐居然还不明白 苏浩低声叹了一口气 那带着怜悯的眼神 让图山红红觉得莫名其妙 甚至产生了一种 想拳打苏浩的冲动 唉 多一个腰 就多一份力量 以后等到再有腰来图山转世续元后 我建议不要 让对方马上离开 而是得出两个选择 这个时候 图山红红也听明白了 顺着苏浩的话问下去 哪两个选择 苏浩伸出两根手指 在图山红红的面前晃了晃 一个就是下山 被聚集在图山镇的道士打死 尽管那些道士 他们来劝说妖怪们留下 我个人提一加一句 这位女妖精或者是男妖怪 你也不想看到自己的爱人 被活活打死吧 另一个选择 就是留在图山排队 等着我们发放爱的号码牌 只需给我们图山打工就行 图山红红低着头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的话我有些听不明白 但大致上还是懂了 将前来续言的妖怪留在图山 确实对我们很有好处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按照你的话做吧 尽管红红姐脑袋笨了一点 但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这也是苏浩愿意和他讲道理的原因 要是换了图山雅雅 只要一顿揍就老实了 苏浩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阴妖而已 对了 你以后不准躲在树后偷听 聊完了正事后 图山红红一脸认真的说道 不能偷听 那以后的快乐岂不是要少很多 孩子做不到啊 苏浩刚打算和图山红红讲讲歪理 可是图山红红的眼神 突然变得危险了起来 让苏浩到嘴的话 又咽了回去 只能点头 红红姐说的对 心里却想着以后不能偷听 他就正大光明的旁听 这总行了吧 看看最后尴尬的是谁 反正他苏浩脸皮后又不怕 只要自己快乐就行 见到苏浩这么听话 图山红红面无表情 心里却是高兴的 随后图山红红盘坐在苦情剧树下 开始闭目眼神 苏浩在旁边说话 图山红红都没有搭理他 只能善善地离开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 图山红红不想让别人打扰 还是去找找牙牙姐吧 看看牙牙姐是不是皮又痒了 每天的小皮边不能停啊 低声嘀咕了一句 苏浩寻着图山雅雅的气息找了过去 在山间的小树林里 苏浩找到了图山雅雅 在图山雅雅的面前 放着的是一个用木头做成的人偶 他就站在木头人偶前 撸起袖子对着人偶拳打脚踢 口中还念念有词 打死你 打死你 知道了我图山雅雅的厉害了吧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对我使唤 正当图山雅雅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雅雅姐 你倒是挺用功的嘛 这是想打死谁啊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 图山雅雅的瞅然一缩 两只小腿都在打颤 他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声音 这个刻入灵魂深处的声音 无数个夜晚让自己从梦中惊醒 这个地方很是隐蔽 苏浩这个坏家伙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苏浩走到图山雅雅的身旁 弯腰对着他的耳边吹了一口气 告诉我 你想打死的到底是谁啊 全身的毛发树立 图山雅雅 就像是受惊的小兔子一般 蹦跳到远处 东方月初 是东方月初 对 就是东方月初 我想要打死的就是他 经过最初的惊吓后 图山雅雅逐渐变得理智气壮起来 用于掩饰自己的心虚 苏浩摸着下巴 缓缓点头 哦 那没事了 还不等图山雅雅松了一口气 苏浩突然说道 雅雅姐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等我将小月初带来 将会给你们一起进行特殊的训练 红红姐将你交到我的手上 我就必须对你负责啊 听到又要训练 图山雅雅心里咯噔一下 有了不好的预感 这一刻 他想到了被以前的训练所支配的恐惧 第73章 偷听 我这是在叫你做事 小树林中 等到苏浩刚刚转身 图山雅雅对着苏浩的背影 扮了一个鬼脸 眼睛盯着他的后脑勺 习惯性地滋了滋牙 他露出银白漂亮的牙齿 似是想扑上去狠狠地咬苏浩一口 手舞足道 乃凶乃凶的 脚步一顿 苏浩突然回过头来 你瞅啥 图山雅雅顿时有些手忙脚乱 将嘴巴闭紧 故作镇定地说道 我没瞅啥呀 苏浩笑眯眯地问道 我的后脑勺帅气吗 图山雅雅想了想 伸出双手 对着苏浩竖起大拇指 帅气 他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 让自己显得看起来很真诚 可是想到一个人的眼神 是掩盖不住的 尤其是像图山雅雅 这种藏不住心事的狐狸 那你想不想打我帅气的后脑勺 苏浩挠了挠头 图山雅雅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当然想啊 随后他意识到自己说了大实话 连忙补救 不 我不想 见到图山雅雅 想打自己又不敢动手地怂恙 苏浩感叹一声 今天阳光明媚 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天气 老师我呀 想亲自检验一下你 最近的功课如何了 等我回来 要对你实操一番 然后才是我们的正式训练 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图山雅雅连连摇头 我怎么会有意见 高兴还来不及呢 很乐意接受老师的实操 一阵风吹过 苏浩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留下图山雅雅在这里发呆 看来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得重新找新的地方才行 每天不打就浑身难受 睡觉都不安稳 今日之耻 来日他图山雅雅 必定百倍奉还 将苏浩夹在夜窝下寻山 一百遍啊 一百遍 想到苏浩那生无可恋的样子 图山雅雅没心没肺地笑了 嘿嘿嘿 当苏浩气声的小白 赶到东方月初那里时 发现他正站在瀑布下面 忍受着瀑布的冲刷 隐隐约约能听到他的怒吼声 出来吧 纯智扬言 力量 力量 我要力量 足以带着师父 逃离图山的力量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还债也是根本还不清的 苏浩默默地听着 咧嘴一笑 平时看不出来 没想到这小子的内心血还挺多 恐怕只有趁着现在没有谁看到 才说出这番话来 听到东方月初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句 苏浩听久了也觉得有些索然无味 小月初 够了 过来吧 尽管苏浩的声音不大 却很清晰地传入东方月初的耳中 他浑身一震 紧接着双脚发力 几个起落 就已经站在了苏浩的面前 在苏浩的面前 小屁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师父 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想到刚才自己的那番豪言壮语 东方月初就感到有些羞涩 苏浩笑着说道 刚刚道 哦 东方月初心想 还好还好 自己刚才那些羞人的话 并没有被师父听到 只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 苏浩就模仿着东方月初的音调 捏着鼻子说道 出来吧 纯智扬言 力量 力量 我要力量 足以带着师父 逃离屠善的力量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还债也是根本还不清的 破 东方月初脚下一个亮呛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 随后小脸通红地对着苏浩大喊大叫 师父 你骗我 苏浩正色道 这怎么是骗呢 为师这是以身作则 教给你做人的道理 啥 东方月初一脸的茫然 显然被苏浩带偏了 只听苏浩继续开口 终有一天 你会代替为师走出屠山 去看看这人间 但在这之前 为师想要你明白 出去之后 不要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那些漂亮姑娘 长得越漂亮的 越会骗人 要是你遇到了 记得写信给师父说 让为师来对付他们 你把握不住 话音未落 东方月初 就已经陷入了沉思中 接着一拍脑袋 情绪有些激动地说道 师父 我误了 刚才师父不是骗我 而是在叫我做人的道理 我真是不知好歹 要不是师父为我解惑 到现在 心里还在埋怨师父偷听 说到这里 东方月初一脸羞愧地低下了头 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一个大逼兜 师父对自己那么好 自己居然怀疑 师父刚才是不怀好意地偷听 真的是太过分了 苏浩伸出手 怒错东方月初的狗头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为师是不会怪你的 只要你记住为师的话就行 最重要的是那一句 漂亮的姑娘 你把握不住让为师来 既然想要让人妖之恋 充满整个世间 就必须寻找一些高质量的女性 在不了解人品的情况下 看脸是最直观的 涂山的约会楼已经沉寂多年 是该让生意重新红火起来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世间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什么 你说 为何不找高质量的人族男性 因为涂山已经有了一位了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只要苏浩在涂山一日 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 哦 还是要怪这该死的魅力 俗话说得好 一山容不下两个男人 什么 你问东方月初 难道不是男人吗 现在的东方月初 还是一个小屁孩罢了 等到他成年之后 就是他离开涂山之时 准确的应该说是出师 这么多貌美的狐妖小姐姐 可不能让那些外来的男人拐跑 男人的嘴 是最会偏妖怪的 但据苏浩观察 那些男妖怪一般都长得不怎么样 要么是五大三粗憨憨的模样 要么是凶神恶煞 吓哭小朋友的那种 能和那些男妖怪在一起的话 想必也是真爱吧 当然 那些主动前来续缘的 苏浩是管不了 走吧 你牙牙姐还在小树林等着呢 今天我们要继续开始训练 东方月初 听到训练两个字 不但不害怕 还隐隐有些兴奋 浑身上下 都展现出了一股昂扬的斗志 全然不知道 等到他成年后 自己的师父琢磨着赶他走 第七十四章 所谓的道理 不封魔不成活 如果不逼自己一把 隐藏在血脉中的纯质扬言 是激发不出来的 这关乎能不能逃出涂山的大势 还有完成击败涂山牙牙的小目标 他不想做一个只能喊臥草 牛皮的人 而是做一个 让别人喊出臥草 牛皮的人 此刻的东方月初 无比渴望着新的刺激 想要被苏浩狠狠地训练 师父 我们赶紧开始吧 不要管那个涂山牙牙 我已经感觉到了 隐藏在身体中的那股力量 就快涌现出来了 这一次 我一定可以 苏浩摆了摆手 示意紧握双拳的东方月初 稍安勿躁 这个训练 对于目前的你来说 难度还是挺大的 没有牙牙姐的帮助 你一个人绝对玩不成 记住 要是能群殴 就别单打独斗 这样会显得你很傻叉 想到苏浩过往的战斗场面 东方月初迟疑了一会儿 才开口问道 可是师父 你每次都是单打独斗的 他默默地在心里补了一句 难道师父也很傻叉吗 尽管他不知道 傻叉是什么意思 但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苏浩洒然一笑 仰头猛灌了一口酒 蹲蹲蹲 你错了 我这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一个人包围了所有人 一人一剑 胜过千军万马 我的剑法 不分生死 只分胜负 下手轻重 全看对方带来的诚意 只要诚意足够 我不介意让对方站着 还将名气正了 所谓的挑战 只是一场交易 大家各取所得 可要是有人坏了规矩 就必须受到惩罚 东方月初有些听不懂 但他大受震撼 甚至想说一声卧草 牛皮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可他最终还是忍住了 只是仰着头 以崇拜的眼神看着苏浩 此刻无声胜有声 显得今天的分略显喧嚣 不知何时 他也能像师父一般 站着说出这般骚话来 此愧不如啊 微眯着眼睛 苏浩抬头看了看 太阳所在的方位 轻声说道 距离到中午饭点的时间 已经所剩不多了 这次的训练 为时想早点结束 所以 走你 苏浩将东方月初夹在夜窝下 遇见乘风而起 眨眼就已经到了小树林外 一个有些醉意 一个脑袋瓜子嗡嗡作响 两人都摇摇晃晃的 往小树林里走去 听到脚步声 半蹲在地上的涂山雅雅 就漠然竖起 两只毛茸茸的胡耳 灵动的大眼睛 带着一丝胆怯 瞬间就扫了过来 看到一大一小两个牲口后 立刻将那丝胆怯掩盖住了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 苏老师 小月初 你们终于来了 我在这里等着 可是望眼欲穿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涂山雅雅 假装很高兴的样子 可他拙劣的表演 别说苏浩不幸 就连东方月初 都是翻了一个白眼 历经一番波折 二人一胡 终于再次聚集在一起 苏浩并没有说 关于训练的内容 反而开始骂骂咧咧的 涂山镇的那群憋孙 不敢挑战我 就往带来的酒里下毒 要不是荣荣姐发现得早 我恐怕早就中毒了 实在是不当人子 涂山雅雅豁然起身 眉宇之间 带着难以掩饰的喜色 竟有这种好事 嗯 苏浩眼皮一抬 看了涂山雅雅一眼 伸手掏了掏耳朵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再说一遍 涂山雅雅的眼睛溜溜一转 多了跺脚 咬牙切齿的 为苏浩鸣不平 我说那些臭道士 真的是太卑鄙无耻了 竟然往酒里下毒 打不过就下毒 一点输不起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嘴上这么说着 心里却恨不得苏浩中毒 在床上躺上几个月才好 这样就没有人管自己了 他就可以像以前一样 过上轻松自在的日子 在整个涂山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苏浩冷着脸呵斥 每次遇到大事要有静气 牙牙姐平时要你多读书 你偏不信 就不能像小月初一样冷静吗 你看他到现在 一句话都没有说 涂山雅雅看了一眼 旁边早已经目瞪口呆的东方月初 不由得撇了撇嘴 心里想着 说得好像对方的书 读得比自己多时的 读书再多也无用 最后还是得靠拳头说话 他们怎么敢的 苏浩的反射神经壶有点长 直到这时才反应过来 伸长了脖子怒吼出声 师父 这你也能忍 反正我是不能忍的 公平挑战 居然不讲一点武德 苏浩抬手往下面压了压 我这不是在给你们讲吗 今天的训练内容 就是实战 你们尽管去涂山镇大闹一场 出了什么事由 我来负责 涂山雅雅忍不住发问 你怎么不自己去 苏浩理直气壮地说道 要是什么事都需要为师来做 还收徒弟干嘛 当初收东方月初 为徒 就是看在这小子挺机灵的份上 说话好听 又会心疼师父 至于涂山雅雅 只是不得已收下 谁让涂山融融给的太多了 免费的酒水 让习惯了白嫖的苏浩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东方月初没有多想 直接撸起袖子 表面了自己的态度 我愿意帮师父出这口恶气 涂山雅雅 却不买苏浩的账 我告诉你 不要太过分了 我可是涂山的二当家 还有一个妖皇级的姐姐 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你想自己报仇 就自己去 嘴上说说可以 但真要为苏浩做事 涂山雅雅是极不情愿的 苏浩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哦 这要瞧 我也有一个妖皇级的姐姐 就是这个姐姐 将你交到我手上的 你多少读过一点书 懂不懂什么叫做尊师重道 老实的话 你总该要听的 涂山雅雅双手抱胸 娇哼一声 我本来就不是人 你却要以人的规矩来束缚我 还讲不讲道理 苏浩对于涂山雅雅的话不以为然 轻轻晃动手里的酒坛子 山峰徐徐而来 并脚发丝被风吹拂得飘飘荡荡 让人有种乘风归去的错觉 我的话 就是这世间最大的道理 我比你厉害 我的话就是有道理 你难道还能不听吗 要是你不听我讲道理 就是在逼我动手 面对态度强硬的苏浩 涂山雅雅又耸了 行行行 天大地大 就你的道理最大 第75章 喝完酒该打架了 涂山镇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在大街上 有佛家的行者 托伯含笑而行 有一身青山的少年郎 背着木竹箱 像是附近赶考的书生 更有穿着黄袍的中年道士 在地上摆摊 高喊着除魔未到的口号 自从苏浩击败了两位人族天骄 还收服了一方妖王后 剑魔之名 是越发的响亮 到这里的人不减反增 都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剑魔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涂山镇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一个是拿着一把木剑的小屁孩 一个是背着大酒壶的小狐狸 当一人一壶大摇大摆的 刚进入涂山镇 就被人认了出来 引起一片哗然 涂山的剑魔徒弟 带着小妖妇来了 就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 最后传遍整个涂山镇 越传越离谱 剑魔来了 剑魔来了 剑魔带着涂山妖妇 向着涂山镇杀来了 涂山群妖 要对我们人族开战了 那些听说的人 心里都是震撼莫名 许多人都慌不择路地跑路 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 想要去看一个究竟 只是凑近一看后 纷纷傻眼 你说这小孩是剑魔 涂山妖妇 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太矮了一点 他大爷的 是谁在胡说八道 见到东方月初和涂山雅雅后 众人发现是虚惊异常 都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随后 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 涂山的剑魔和妖妇打不过 还收拾不了这两个小东西吗 在人群中 佛家的行者 赤足托波而出 阿弥陀佛 平僧法和 来自青云寺 渡这位小施主 皈依佛门 有一身青山的儒生 从木箱中抽出一把长剑 正气凛然地说道 天剑宗孟浩然 愿以手中剑 诛杀世间妖 还有手拿符传的中年道士 将摊位收起 踏步前来 今日我紫霞关 欲要降妖除魔 请各位给我一个面子 不要出手 此刻众人都争先恐后的 想要降伏眼前的小屁孩 和小狐狸 东方月初是见识过大场面的 自然不会就这么被吓住 只见他挺起腰板 故作老气横秋地说道 今天我是位师傅 前来讨债的 冤有投债有主 要是谁在我师傅酒里下了毒 就上前一步 无关人等 统统后退 我绝不会伤害无辜 东方月初将到屠山镇之前 苏浩交给他的话 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 他的年龄虽小 但仿佛天生就擅长打交道 不论是人或者妖都是如此 在山上能让那些狐妖小姐姐 为苏浩代酒 到了山下 又能在一群不还好意的人面前 不卑不亢地转述苏浩的话 听到东方月初提起剑魔之名 刚才还想降服东方月初的众人 没有上前一步 反而齐刷刷地后退了一步 动作整齐滑衣 质地有声 屠山哑哑见状 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弧度 一群损祸 有人听闻大怒 脸色仗得通红 屠山的小妖狐 修得猖狂 念出一个 以为修成了人形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大家不要怕 剑魔再强也是一人 如今他的弟子送上门来 污蔑我等在酒中下毒 是想故意挑事 如果我们容忍对方如此嚣张跋扈 传了出去 定会被天下人耻笑 道友说得对 今日不能让小叛徒 还有小孽畜 走出这屠山镇 一时之间 无数人开始声讨 有的人隐藏在人群中 已经对着东方月初 和屠山雅雅 用出了法宝 屠山雅雅丝毫不拒 反而跃跃欲试 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手背 打木偶没有意思 还得打活人才行 他在屠山早就憋不住了 以前那种拳拳到肉的快感 让屠山雅雅欲罢不能 东方月初表面上的瘦弱 只是假象 他拥有经过苏浩千锤百炼的体魄和内在 更有苦练了许久的拔剑术 寒冰腰气喷涌 剑气纵横交错 五光十色的法宝 闪烁不定 一人一腰 两个小小的身影 丢在这人海中 毫不起眼 可却迸发出惊人的光彩 就在外面已经打起来的时候 苏浩却在空荡荡的来服客栈中坐着 小二 上酒 上好酒 年迈的老掌柜 亲自抱着一坛酒 放到了苏浩的桌子前 客官 这是我珍藏多年的好酒 名为英雄血 这酒十分的烈 一般的人喝一碗就到 要不是冲着客官 这份远超常人的定力 老朽还不会拿出来呢 哦 倒是取了一个好名字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苏浩眼前一亮 直接扒开酒坛的泥风 不倒在碗中 抱起酒坛就喝 这豪迈的饮酒方式 让老掌柜又是一惊 他担心苏浩饮酒过度 损害身体 忍不住出声提醒 客官 喝慢一点 现在没人和你抢 苏浩没有说话 只是大口吞咽 蹲蹲蹲 喝了半坛子酒 苏浩才放下酒坛 意犹未尽的 用衣袖擦了擦嘴巴 哈哈 不错 果然是好酒 掌柜的 你没有骗我 见到苏浩那依然清澈的双眸 老掌柜不由得感叹一声 客官 你的酒量可真好 喝完最后一口酒 吃完最后一口菜 便轻轻地放下了筷子 只听啪的一声 筷子敲击在桌面上 却响彻了整个小镇 这声音不是在耳边响起 而是在心里响起 每一个人都是震撼莫名 一脸的茫然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东方月初和屠山雅雅 则是全身伤痕累累 在听到这啪的一声响之后 终于是支撑不住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原本喧闹的小镇 变得十分的寂静 只见天空中云层翻涌 天雷滚滚 一个由云雾组成的巨大面孔 浮现出 下面的众人 早已经目瞪口呆 天地间响起一声轻笑 怎么 就直准你们群殴 不许我的徒弟有帮手吗 客栈中 老掌柜呆呆地 看着刚才苏浩坐的那个位置 不禁低声喃喃自语 莫非遇上神仙了 第76章 灌酒断剑 屠山镇的天空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一张由云雾组成的巨大脸孔浮现 俯瞰众生 犹如天神下凡 尽管这张面孔的轮廓 有些模糊不清 但是众人还是认出了面孔的身份 不说看到这个面孔 就是听到那个极具变识度的声音 只要是见过剑魔一面的人 都能在他吐露一个字后 情不自禁的身体一阵 瞳孔为之骤然一缩 这声音带着三分慵懒 三分放荡不羁 三分漫不惊心 明明是剑魔 却没有半分邪魅 反而占有一分仙气 犹如跌落凡间的折仙一般 只是听声音 就让人很难与那位传闻中 杀人不眨眼的涂山剑魔联系在一起 剑魔 是涂山剑魔 这次他是真的来了 先前这剑魔用肉身之力 击败我人族天骄 现在有展现出如此恐怖的雷霆之威 有没有人告诉我 剑魔到底是不是用剑的 为何我从来没有剑到过 巨大的脸孔 将整个涂山镇都覆盖了 剑到这一幕的人都惊骇莫名 感觉自己面临着灭顶之灾 此刻忍不住尸声尖叫 脸上带着癫狂之色 像是被吓傻了一般 就连熟悉苏浩的东方月初 和涂山雅雅 也是震撼不已 如今苏浩展现出来的威势 与平日在涂山整天喝酒的苏浩 完全是两个人 一个懒散 嗜酒如命 一个高高在上 让众生俯首 卧草 牛皮 原谅东方月初年纪还小 书读的不多 只能用卧草牛皮 来形容自己内心激动的心情 一张痛了 一张小脸仗的通红 幸亏初见苏浩时 他机智的一批 二话不说 那头就败 还口口声声的喊着剑仙哥哥 否则哪能抱上这么粗的大腿 回想往事 东方月初 觉得无比的幸运 这辈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和苏浩一起承担下 那巨额的债务 经过最初的震撼后 涂山雅雅变得失魂落魄 直接瘫倒在地上 已经可以见到沟赫的胸脯 由于急促的呼吸 而剧烈的起伏着 双目呆滞的喃喃自语 这个坏家伙居然这么强 我真的能在他有生之年 完成那个愿望吗 从苏浩身上透露出的那种强大 即便是涂山雅雅 也感到了绝望 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甚至悲观地认为 自己就算修炼千年 也比不上苏浩 直到现在 他才开始有点理解 姐姐为什么不帮自己出头了 没错 姐姐是很强大 一直以来都是他眼中中最厉害的 可如今拿姐姐和苏浩 这个坏家伙比较 现在姐姐出手 真的能像以前那样 压制苏浩吗 对于这个问题 涂山雅雅不敢再想下去 他自己深思下去 整个世界观都会崩塌 怀疑胡声 今天他才发现 原来苏浩以前都是 和他闹着玩的 如果真的惹怒了苏浩 真不知道苏浩会做出什么事来 涂山雅雅想想都后怕不已 见到底下胆颤心惊的众人 在云层中的苏浩 嗓音温润 你们不用那么怕我 就像我徒弟说的 冤有头债有主 我这个人一向是讲道理的 经常以礼服人 在整个涂山城有口皆碑 刚才只要是参与群殴的 或是在酒里下毒的 都我老实地站出来 乖乖地接受我的惩罚 否则的话 在场的各位 都会受到他们的牵连 听了苏浩的话 人群中有着气急败坏的声音 传了出来 剑魔 你说我们在酒里 下毒就下毒了 没有证据的事情 可不能乱说 我看剑魔是没事找事 下毒根本就是他 对我们出手的借口而已 大家不要觉得自己理亏 这样就上了剑魔的当了 随着几个人起哄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对 拿出证据来 口说无凭 你说下毒就下毒了 大家都出身名门正派 怎么会做这样的下流勾当 证据 苏浩自然是有的 就是那些毒酒 如今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涂山呢 但苏浩行事 只要认定了 管你说的天花乱坠 就是不听 好好 刚才说话的那几个人 就你们的声音大事吧 不要以为你们隐藏在人群中 我就找不到你们了 如今我好言相劝 你们不仅不听 还出言污蔑 如果不是做贼心虚 怎么会这么着急狡辩 我看在酒里下毒的人 就是你们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缕雨的剑气 凭空出现 向着人群倾泻下 众人慌忙躲避 只是里面有几人却说躲无可躲 瞬间被剑气围住 感受到那刺骨的锋芒 都站在原地 不敢动弹分毫 见到苏浩这样肆无忌惮 但那位来自青云寺的佛家行者忍不住开口 这位施主 你的身上的力气太重 一言不合就要大胆出手 得饶人处且饶人 就此收手吧 平僧相信 佛祖会宽恕你的罪念 话音未落 苏浩就怪笑了起来 结结结 死兔驴 刚才你就是第一个站出来 说是要度我徒弟归佛门的吧 今天我就要你破剑 当不成和尚 苏浩从云端从天而降 犹如流星般坠落 整个阵子都是晃了晃 他的手里还提着一坛酒 扒开酒坛的泥风 苏浩伸出抓住这和尚的衣领 就是一顿猛贯 无论和尚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给老子喝 当和尚拿有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来得痛快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种叽叽歪歪的人了 法和事吧 你就像那个法海一样 什么都不明白 天剑宗的孟浩然 看不下去了 挺身而出 住手 你怎么可以如此对待一个出家人 苏浩斜眼看向青山少年郎 眉头一挑 哦 还差点就把你忘了 就是你说的 愿以手中剑 杀尽世间妖士吧 我要是将你这把剑折断 看你拿什么来杀 说着苏浩屈指一弹 射出一道剑气 对方手里紧握的长剑 便断成了两截 哐当一声落在地上 本命法宝被毁 孟浩然如遭重击 仰头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神器 眼里流出了血泪 嘴里发出一声惨叫 啊 我的剑 剑到这种惨状 原本还想怒骂苏浩的那个紫霞官道士 眉头一皱 默默地退至众人身后 第七十七章 惊人的消息 和尚被迫饮酒破剑 剑可没了手中的剑 刚才还神采飞扬的两人 犹如烂泥般靠在墙边 一脸被玩坏的样子 苏浩以强势的姿态 用他的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真正的以礼服人 对于苏浩的行为 众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苏浩环顾四周 没有见到傲来三少的身影 也不感到奇怪 他在进入小镇的第一时间 就在找傲来三少 如果傲来三少还留在这里 说不得要让三少也尝尝他的雷法 据小白说 挑战苏浩并非是他的本意 原本睡得好好的 是一个性高的小孩子 逼他前来屠山挑战 苏浩一听 性高的小孩子不就是傲来三少吗 高大强是傲来三少 作为独通子的自称 尽管不知道傲来三少 对他有什么算计 可这种被算计的滋味 还是挺不好受的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就是自己与傲来三少 迟早有一战 倒不如先试试 傲来三少所谓的巅峰时期 十分之一的战力 到底有多强 总是退让 不是苏浩的风格 现在傲来三少不知所踪 下一次见面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除了找傲来三少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也很重要 他给东方月初和屠山雅雅 说是训练 实际上是给这些人 一个深刻的教训 更是为了让其他人知道 不要玩在酒里 下毒这种小把戏 必定会付出代价 有种就带着酒来 堂堂正正的挑战他 不要暗地里使唤 无论是谁 他都接着 既然没有人承认 那就实行连坐之法 屠儿 为师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我将这些人都打一顿 给你出气 另外一个选择 是让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赔偿治疗费 东方月初没有丝毫犹豫地 直接脱口而出 让他们赔钱 那些出手的人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那些下狠手的 得加钱 这就是不讲武德的代价 苏昊伸手摸着 东方月初的小脑袋瓜子 哈哈大笑 不错 有为师的风格 你小子打小就聪明 旁边的屠山雅雅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些什么 明明他也是 被群殴的其中一个 苏昊只问了东方月初 却不来问自己 难道自己在苏昊的心中的地位 竟是连才来没几年的 东方月初都比不上吗 想到这里 心里难免有些委屈 尽管他委屈 可就是不说 只是傲娇地哼了一声 双手抱胸地偏过头去 实际上 苏昊是故意不问 屠山雅雅的 按照屠山雅雅的性格 当然会选择将这些人打一顿 这样做 除了让苏昊废点例外 根本没有丝毫好处 像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苏昊是不会做的 那个一直默不作声的 紫霞观中年道士 听闻要交赔钱 心疼得无法呼吸 本来想趁着苏昊不注意 偷偷溜走的 可苏昊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过匪夷所思了一点 他担心 溜走被抓回来 会被打得更惨 相比赔钱和打一顿盐 他是举双手 赞成打一顿的 如今要他赔钱 对于财迷来说 简直比一刀杀了他还难受 忍不住出声威胁道 建模 我提醒你 不要太过分了 不久前 蓝国都已经败在我们盗盟的手里 如果你在这样肆无忌惮下去 下一个盗盟攻打的 就是你们屠山 从中年道士的嘴里 听到这个消息 苏昊也是一惊 你说什么 盗盟打败了南国 消息是真的吗 面对苏昊的质问 中年道士意识到 自己刚才情急之下 一时说漏了嘴 连忙否认 我就是胡说八道的 没有这种事情 苏昊却没有搭理那个道士 看向东方月初嘱咐道 小月初 你留在这里轻便 让他们赔钱 要是谁不老实 后果会很严重的 我先将这个道士 抓回屠山 至于牙牙姐 你愿意回屠山 还是留在这里 帮她收钱都可以 要是你留下来收钱 事后可以给你分一点 苏昊急于回屠山 找屠山荣荣 求证这个消息的真假 就没有时间 在这里陪着东方月初 一起收钱 唉 看来现在是品尝不到 荣荣姐那种 亲手收钱的快乐 师父 你放心的去吧 一切由我 东方月初 将胸脯拍得啪啪作响 保证多收 不会少收的 最初来的时候 由于苏昊的原因 东方月初 被屠山荣荣狠狠地压榨过 对于屠山荣荣的一些手段 倒是学到了不少 屠山雅雅次来想去 有些不对劲 她被挨打了 为何要留下来帮忙收钱 才能分到钱 分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尽管她对钱不感兴趣 可也不想吃亏 好吧 我留下来 最终心里委屈的屠山雅雅 还是选择了留下来 听到苏昊要抓自己回去 中年倒是往腿上贴了一张黄服 拔腿就跑 速度快地出现了道道的残硬 只是苏昊比她更快 还不等她跑出这条街 人就已经被苏昊单手提了起来 现在 你不说实话不要紧 等到了屠山 就让你了领教一下 屠山的十八般酷刑 每一种都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所谓的什么十八般酷刑 当然是不存在的了 狐妖们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谁知中年倒是 却不关心什么酷刑 而是小声地问了一句 那还要我赔钱吗 苏昊有些无语 这都什么时候 还惦记着赔不赔钱这种事情 大概这就是掉到前眼里 钻不出来那种人了吧 安排好以后 苏昊就带着中年倒是拔地而起 这次中年倒是 就没有被夹在夜窝下面 那么好的待遇了 就只是捏着衣领 勒得中年倒是直翻白眼 连话都说不出来 还要在空中面对疾风 这样简单粗暴的拿捏方式 让众人心惊肉跳 抬头看着那道远去的身影 下面的人默默地掏出了自己的银票 赔钱总比像这样活受罪要好 谁愿意被这样拿捏 面对疾风啊 第78章 确认消息 面对疾风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给中年倒是的感觉 却是像一辈子那么漫长 简直比直接抢了他的钱还难受 双脚刚落地 中年倒是就猛烈地咳嗽起来 T4横流 眼泪水寒都寒不住 小白 你先看着他 我去去救回 话音未落 苏昊已经从原地消失 像是一阵风刮过 卷起一地烟尘 中年倒是见到苏昊走了 就忍不住破口大骂 这个挨牵刀的剑魔 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吗 不说牵着我的手 扛在肩上 都比踢着我的衣服要好吧 害得到也我差点憋死 骂着骂着 中年倒是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倒不是骂累了 而是被吓住了 在中年倒是的面前 突然出现了一头全身雪白 没有一丝杂毛的大老虎 高昂着头颅 大老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向着中年倒是走来 隔着一段距离 都能感受到 那害人的凶利气息 中年倒是的额头上 冒出了细密的冷汗 一颗心砰砰直跳 对着小白善笑一声 哈哈 虎爷 你也在这溜弯呢 我刚才都是胡言乱语 你可不要当真啊 见到一言不发的大老虎 中年倒是小心翼翼地问道 虎爷 你不会都听到了吧 对于白虎王 中年倒是的印象 也是很深刻的 在屠山戒碑前 展露的那盖世虎威 宛如琉璃般的强大宝身 到现在依然心有余悸 他担心自己说苏浩的坏话 被小白听见 大怒之下 一巴掌将他拍死 如果是这种死法的话 那也太别屈了一点 还不如在屠山镇时 挺身而出 被剑魔打死呢 起码能获得一个好名声 就在中年倒是 胆颤心惊的时候 小白却大声地称赞 甚至后肢直立起来 两条前肢不停地鼓掌 骂得好 你继续骂呀 本王早就像找死那个臭酒鬼了 自从被苏浩强行收服后 白虎王一直是口服心不服 琢磨着如何摆脱苏浩的控制 想当初自己也是一方妖王 坐下的母老虎 成群结队 潇洒无比的日子 如今却被人像狗一样呼来唤去 还总是被那个臭酒鬼骑成 平时白虎王只敢背着苏浩 暗地里骂上两句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和自己怒骂苏浩的同道中人 当然是欣喜不已 看到白虎王这直立拍掌的滑稽样子 中年倒是可不敢笑出声来 将嘴巴闭得严严实实的 尽管这白虎王嘴上说着让他骂 可谁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骂呀 你怎么不骂了 小白连声催促 可中年倒是依然是咬紧牙关 这让小白郁闷不已 只能无奈地趴在不远处 低声嘀咕了一句 给你骂的机会 自己不中用啊 遇见落到屠山荣荣的屋子前 苏浩敲了敲门 荣荣姐 我有及时找你 没过一会儿 房屋内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 进来吧 推门而入 苏浩快步走到屠山荣荣的面前 屠山荣荣侧身而坐 手肘抵在桌面上 望着少年的侧脸 微笑着问道 你怎么来了 在透过窗户的灿烂阳光中 屠山荣荣的长眉微弯 如春风压弯了一束桃枝 以前除了我喊你过来 你可没有主动来过一次 到底是什么风 把我们屠山的大护法给吹来了 稀客 当真是稀客 面对屠山荣荣的调侃 苏浩却没有和他闲聊的心思 直接问道 我听说道蒙击败了南国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提出这个问题 苏浩一直盯着屠山荣荣的表情 想从中看出一点什么 他注意到屠山荣荣嘴角的笑意 逐渐消失 眉头也是一皱 你从哪里听说的 苏浩却不愿意和屠山荣荣拐弯抹角 他说话喜欢直接点 荣荣姐 你就说是不是真的吧 道蒙能有这个失恋 南国是如何败的 伸出杨之玉般的纤细手掌 将额前的发丝撩到耳后 屠山荣荣叹了一口气 本来想晚一点和你说的 既然你知道了 我也就不瞒你 在屠山荣荣的讲述中 苏浩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刚开始的时候 道蒙和南国在边境对峙 各有胜负 王权霸业和欢都晴天 打了好几场 都是平手 对于他们能打成平手 苏浩感到挺惊讶的 失去了剑心的王权霸业 就算手持王权剑 也应该打不过毒皇才对 看出了苏浩脸上的疑惑 屠山荣荣解释道 听说王权霸业带领道蒙弟子 组成了一个大阵 才击败了毒皇 原来是借用了外力 苏浩这才恍然大悟 屠山荣荣感叹一声 如果不是忌惮毒皇的 那一身可怕的毒宫 道蒙说不准 已经杀入南国皇都了 这个苏浩也能理解 道蒙一直不攻打南国 就是由于有毒皇作证 要是毒皇肆无忌惮的 在人间大闹一场 他所过之处 生机断绝 寸草不生 大批的人将死于非命 正是因为如此 道蒙不敢将毒皇逼得太狠了 再看看屠山吧 屠山红红 却从来不伤人性命 就算道蒙屡次来攻打屠山 闹到最后 都只是收点钱就放人 惹不起南国的那个硬茬子 只能来捏屠山 这个软柿子 在苏浩低头思索的时候 屠山荣荣继续说道 现在道蒙击败了南国 锋芒正盛 据那个逍遥山庄的 王德福提供的消息 道蒙下一个攻打的目标 就是我们屠山 这次的进攻 不同以往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苏浩有些愕然 又是那个王德福传来的消息 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德福 是屠山派出去的卧底 荣荣姐 你给那个王德福什么好处了 他竟然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三番两次给我们通风报信 先前就报过一次信 现在又来报 这次连屠山荣荣 都是一脸的疑惑不解 我也很好奇 但他只是让小八带了一句话 什么话 苏浩问道 屠山荣荣的脸色 突然变得有些古怪 甚至看向苏浩的眼神 都带着异样 你懂的 第79章 荣荣姐 干点正事吧 你懂的 苏浩一愣 这说的是什么人话 此刻他很想抱一句粗口 我懂个毛线呀 最讨厌这种谜语人了 有话说清楚行不行 实在说不清楚 就写一封信解释一下 省得让他猜来猜去 让屠山荣荣胡思乱想 看来当初下手 还是太轻 让这小子出名太过容易了 见到苏浩的脸色难看 屠山荣荣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和那个王德福 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吧 如果有一定要和我说清楚 人族可都是很狡猾的 与他们打交道 一个不小心 将你吃得连骨头都不省 从小到大 苏浩挨揍了 还要继续喝酒 表现出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他是真的担心 苏浩被人族给骗了 苏浩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我和王德福是清白的 没有交易 也没有什么关系 荣荣姐 你不要想多了 更不要在我面前 露出一副八卦的样子 现在大敌当前 都快火烧没毛了 专心干点正事好不好 说到最后 苏浩撇了撇嘴 美好气地瞪了屠山熔熔眼 他一个人在墙 面对清朝而出的盗盟 还是难以兼顾 必须有一个智囊 居中指挥才行 这不是平日的挑战 而是一场人与妖之间的战争 伴随着腥风血雨 如果盗盟下定决心 真要灭了屠山 不死人是不可能的 甚至是不死不休 就算是屠山红红 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那条不伤人性命的规矩 由于这条规矩的存在 很有可能让屠山增加很多伤亡 现实就是如此 你不杀人 人却会来杀你 屠山熔熔一脸无辜的眨了眨眼睛 我一直干的都是正事啊 倒是你变得有些奇怪 以前整个屠山 总是不干正事的 可是你 你是知道的 我的账本上记得可全是 你以前的光荣事迹 要不我现在翻出账本 给你念念 提到这个 屠山熔熔倒是挺有干劲的 甚至都已经起身了 屠山熔熔要翻老账本 即便是脸皮厚的苏浩 也不禁有些脸红 以前是我年少不懂事行了吧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喝了几口酒 蹲蹲蹲 现在我只想当一个老实的打工人 被熔熔姐狠狠地压榨 做一个对姐姐 对屠山有用的人 听到苏浩这么说 屠山熔熔顿时眉开眼笑 不错 不错 觉悟很高吗 我再问一次 你真的和那个王德福没有关系 熔熔姐 苏浩拉长了音调 谁都听得出来 他声音里压抑着的愤怒 屠山熔熔健壮 也很聪明地 不再继续谈论下去了 好好好 没有就没有嘛 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 还有 姐姐可是还找过我了 问我知不知道 有人挑战你的事情 啊 苏浩顿时有些紧张 那你是怎么说的 他先前并没有和熔熔姐商量 在苦情剧树下偷听 就被洪洪姐抓了一个正正 我当然说 屠山熔熔微微一顿 让苏浩的心也随之提了起来 先前不知道了 瞧把你吓的 姐姐有那么可怕吗 说着 屠山熔熔咯咯地笑了起来 苏浩却没有和屠山熔熔开玩笑的心思 反而一脸严肃地说道 说真的 这次的事情 不能再瞒着洪洪姐了 隐瞒了一次 就让她大为动怒 再说了 这么大的事情 是瞒不住的 沉默了一会儿后 屠山熔熔点了点头 好吧 我会告诉姐姐的 姐姐的情况 真的到了那种 不能出手的糟糕程度了吗 苏浩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安慰道 熔熔姐 你不要太过担心 反正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会出手 打不打得过 是一回事 打不打又是一回事 男人不护住自己的姐姐 有何面目立于这天地之间 这话苏浩说的 掷地有声 斩钉截铁 屠山熔熔看着苏浩愣愣出神 随后奄然一笑 那神采飞扬的样子 让整间房屋都亮堂了起来 我的小苏浩长大呢 越发的有男子气概 姐姐真开心 行了 你赶快走吧 要是你继续待在这里 姐姐说不定会忍不住对你 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 伸出双手 对着苏浩的身体比划了一下 屠山熔熔笑得有些狡狭 苏浩挠了挠头 有些受不了这样的屠山熔熔 那我先走了呀 你自己别想的太多 尤其是八卦那方面的 还是那句话 有时被自己憋着 我会出手 屠山熔熔连声答应 好好好 整个屠山城 谁还不知道 你九疯子的能耐啊 等到苏浩走后 屠山熔熔嘴角的笑容 已经完全消失 刚才他摆出的姿态 甚至调侃苏浩 都是在故作轻松 实际上 盗蒙这次大举来袭 他的压力是最大的 可屠山熔熔不愿意 让苏浩也背负这种压力 关于盗蒙和南国的一战 并非是他刚才说的那么简单 有很多细节 都没向苏浩说明 盗蒙这些年 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 在这一战中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超乎寻常的强大 以前都是小打小闹 现在是洞争阁的了 屠山合错之友 没有骇人 没有坑人 为何盗蒙就是盯着屠山不放呢 他能怎么办 只能死死地护住两个姐姐 还有那个臭酒鬼 那些眯眯眼的狐妖们 那座屠山城 还有屠山城里见面了 会恭敬地喊他一声 三当家的妖怪们 在心里叹息一声 屠山荣荣明白 这世上终究有些事情 很难说清楚的 姐姐 这次我们屠山 真的有大麻烦了 看着窗外 屠山荣荣低声喃喃自语 眉宇之间带着话不开的仇叙 让人看了 心生联系 没有谁知道 寂静无声的房屋内 有一位独坐的翠发小狐妖 担忧着屠山的前途命运 屠山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一只小狐妖 在默默地负重前行罢了 第八十章 都是演员 小道士 你是不知道啊 本王的心里苦呀 自从被那臭酒鬼 逼上屠山后 日子过得是一点都不快活 整天被他呼来喝去 半山腰的 一棵老槐树下 小白絮絮叨叨地念着 就像是和尚念经一般 中年道士 始终紧闭着嘴巴 像是没有听见一样 对于啰嗦的小白 她的心里很是不耐烦 可碍于小白的虎威 不敢表现出半点不舒服 盘腿坐在地上 中年倒是有些无聊的环顾四周 琢磨着如何从虎掌下逃脱 此地绝不可久留 突然 她的眼睛陡然睁大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一脸的痴迷之色 喉咙忍不住滚动了几下 咽了一口唾沫 嘀声喃喃自语 我滴个乖乖 无量天尊 这屠山上 竟然有这种妖娃的女妖精 要是能和她在一起 我少活十年也愿意啊 贪财好色是人的本性 中年道人也不例外 只是像这样失态 还是第一次 小白不再念叨了 顺着中年道士的目光看去 只见不远处 一个千娇百妹的少女 扭着细腰缓缓走来 她撑着一把油脂伞 纤细的身影 犹如若柳浮风 穿着一袭粉裙 裸露在外的肌肤 像是羊枝美玉一般 小白只看了一眼 就没了兴趣 继续趴在地上 这类草木精怪 就算化形后再美艳 也是比不过 自家屁股大好生养的母老虎 在小白的眼里 妖妖就是一株行走的桃花树 可中年道士 却没有小白的道横 能一眼看出本体 此刻已经被妖妖的外貌和身段 给深深的迷住了 妖妖走到小白的身前 脚步一顿 声音软弱 白大哥 这倒是谁 先前还懒洋洋 趴在地上晒太阳的小白 像是突然被踩中了尾巴一般 对着妖妖怒吼出声 区区五百年的小妖 你配喊本王大哥吗 本王是你虎爷爷 要是你再出言不叙 本王就吃了你 面对暴怒的小白 妖妖只是柔柔的一笑 也不生气 倒是奴家不知礼数了 奴家为先前的无礼 向虎爷爷道歉 见到妖妖低眉顺眼的样子 小白只是冷哼一声 不再多说什么 那个一直紧闭嘴巴的中年道士 却眉飞色舞的说道 这位姑娘 小的这项有礼了 小道本是紫霞关的道士 在屠山镇住的好好的 是那挨千刀的 不 是那苏浩 将我带到这里来的 旁边的小白 早已目瞪口呆 刚才喊你说话 一个字都不肯吐露 如今见了这小妖 魂都被勾走 还没问你呢 就滔滔不绝的 在这里说上了 妖妖听闻 眼波流转 哦 我家公子 为何要将你带上屠山 他天生魅谷 后来又修习了魅术 这世间很少有男人 能抵挡住他的魅力 只是苏浩却是一个例外 竟是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在苏浩的面前 他也不敢施展魅术 担心苏浩识破后 对他更加厌烦 像这种魅术 也只能迷惑一下 眼前的道士了 盯着那双勾魂夺破的桃花眼 中年道士 就像是竹筒倒豆子一般 什么都交代了 自称是苏浩徒弟的 一个小屁孩 还有一个小狐妖 来到了屠山镇上 说是我们在酒里下毒 要给苏浩讨还一个公道 天空连剑 小刀可是一个老实人啊 可不敢这样做 说了半天 都没有讲到重点 即便是妖妖 眼中也悄然闪过一抹不耐 心想这倒是废话真多 可不得不表现出 一副好奇的样子 微笑着看着对方 苏浩绝不会无缘无故地 抓人上山 一定是发生了 什么重大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后 中年道士才说出了 苏哈将他抓来屠山的原因 我无意中说出了 盗蒙击败了南国 即将大举进攻屠山的消息 苏浩才将我带上来的 说着视线下移 那玲珑碧露的曲线 让中年道士 有些口干舌燥 妖妖的眼前一亮 上前几步 正要详问 身后却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 瞬间就让他脸色一变 妖妖 你怎么在这里 从屠山荣荣那里离开后 苏浩静止就来找中年道士 却没想到妖妖也在 将那副勾人的媚态收敛 妖妖转身 看着苏浩柔声道 奴家时来找公子的 无意中遇到这个道士 就多问了几句 苏浩微眯着眼睛 观察妖妖的表情 嘴角露出一抹危险的弧度 哦 只是问了几句而已吗 我看你不是无意 而是有意的吧 妖妖 还不老实交代 舌战春雷 妖妖的脸色有些发白 身体也晃晃 她的眼中含着泪水 一副渲染玉气的样子 妖妖不敢欺瞒公子 刚才妖妖说的句句属实 如有假话天打五雷劈 见到苏浩来了 小白搓着爪子 一脸谄媚 主人 我可是一直盯着呢 有我在这里 主人你大可放心 这小妖绝对不敢 在我眼皮子底下 玩什么话呀 苏浩斜眼看着小白 冷哼一声 我还不知道你 懒惑一个 平时口服心不服 以为我不知道 说不定 刚才还背着我破口大骂 小白连忙五体投地 姿态谦卑 主人 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骂主人你啊 我对主人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 还不等小白继续说下去 苏浩就挥了挥手 打断了她的话 行了 你一边待着去 我问的是夭夭 就在苏浩准备 逼问夭夭的时候 一阵清脆月耳的铃声响起 涂山红红的身影 轻飘飘地落下 她看着眼睛通红的夭夭 眉头一皱 你怎么又欺负夭夭 刚才她巡视完成墙 正要回去修炼 路过这里 便见到苏浩训斥夭夭的一幕 苏浩无奈地苦笑一声 红红姐 不是我欺负她 是她不该多嘴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我怀疑她别有用心 哦 什么事情是她不该知道的 涂山红红面无表情地问道 声音轻朗 这句话让涂山红红 想起了先前苏浩瞒着她的那件事情 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 第八十一章 大棒夹萝卜 老怀树下 中年倒是看着妖妖 妖妖看着涂山红红 涂山红红看着苏浩 就这么一个盯着一个 诡异的气氛中 带着一点暧昧 小白缩了缩脑袋 趴在了地上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以前那几个母老虎之间 总是吵架 为了她争风吃醋 无论她怎么劝也没用 哎 也怪她的魅力太大 母老虎们都爱她 爱得死去活来 母老虎吵架的时候 保持沉默是最好的 如果她插嘴 反而会让激化矛盾 甚至闹到 最后动手都有可能 现在这臭酒鬼遇到的情况 似乎有些类似 但不完全相同 想到自己沦为了苏浩的坐骑 小白忍不住在心里哀声叹气 这样的苦日子 要熬几十年才能熬出头 几十年的时间 自己的地盘 还有那些母老虎 不会被别的妖怪强占了吧 苏浩并不知道 小白的大脑袋瓜子 都在想些什么 现在她有点焦头烂额了 本来苏浩就没有打算 隐瞒涂山洪洪 只是这里妖多眼杂 她不方便说出来 就算苏浩不说 等下荣荣姐 也会给洪洪姐讲的 主要是不想让洪洪姐 产生什么误会 剧烈的情绪波动 是失控的前兆 保持良好的心态 才能避免黑话 迟疑了一会儿 苏浩还是开口说道 洪洪姐 稍后我会和你说清楚的 但是现在 我要单独问一下她 妖妖从怀中掏出袖帕 擦了擦眼泪 姐姐 你就别管我了 是妖妖做错了事 不该剁嘴的 要打要罚 全凭公子做主 妖妖不敢有丝毫怨言 见到妖妖那柔弱的 小女儿模样 中年倒是恨不得 将妖妖一把抱在怀里 好好地安慰一番 心里却不停地咒骂苏浩 不就是问了她几个问题吗 你这个挨牵刀的涂山剑魔 至于这样大惊小怪 竟是惹得美人如此伤心 真的是悶念啊 要是她有妖妖这样的侍女 必定会百般宠爱 寒在嘴里怕话了 等待手心怕碎了 外界传闻没有错 这个涂山剑魔 果真是铁石心肠 听到妖妖这么说 涂山红红 更不能坐视不管 以前苏浩喝醉了 欺负别的妖怪 她没有看到就算了 如今苏浩并没有喝醉 她还在这里呢 不能允许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 自从苏浩击退了金面火神后 名声好不容易好了一点 如果欺负弱小的事情传了出去 就真的很难挽救 有点起色的名声 涂山红红 还是很在意苏浩的名声 不想苏浩未来成为一个 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 都喊打喊杀的小可怜 那样就太糟糕了 这是她最不要愿意看到的情况 她就是问了一下 并没有犯什么错 你这是对她存在偏见 涂山红红一脸认真地说道 在涂山红红出现以后 苏浩就有预感 今天怕是无法逼问妖妖了 怪就怪红红姐的心肠太软 欠不得这种事情 只是面对这种情况 苏浩并非没有办法 可这种办法 多少有些不道德 先前还有所顾忌 但如今在道蒙 即将进犯涂山的关键时候 却是顾不了那么多 苏浩走过去 轻轻拍了妖妖的后背 悄无声息地 在她的身上留下了印记 无论妖妖做什么 她就能知道 类似将妖妖监控了起来 算了 你先离开这里吧 今天 看在红红姐的份上 我就饶过你一次 如果下一次 你还敢多嘴 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妖妖弯腰行李 将姿态放得极低 连声感谢 多谢公子 多谢姐姐 苏浩转身对着涂山红红说道 红红姐 你先去荣红姐那里等着我 处理完这个道士的事情 我就去找你 放心 我不会再对你有所隐瞒 涂山红红深深地看了苏浩一眼 随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她去的方向 正是涂山红红的住处 对于苏浩那件不方便透露的事情 涂山红红很想知道 等到涂山红红走后 苏浩又让小白和妖妖离开 行了 你们也离开吧 我想和这个道士单独谈谈 是 小白和妖妖一口同声地说道 看着逐渐远去的美好身影 中年倒是有些怅然若失 姑娘 姑娘 留下来 留下来 她伸手想要抓住什么 可却什么也没能抓住 只能张大嘴巴呼唤 只是妖妖并没有停下来 反而加快了脚步 转眼间就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苏浩见状 屈指一弹 一颗黑不溜秋的药丸 就射入了中年道士的嘴里 捂着喉咙 中年道士的瞳孔骤然一缩 干呕起来 只是那药丸 已经进入了她的肚子中 却是吐不出来了 中年倒是看着苏浩 又惊又怒 你给我吃了什么 此刻她的心里 再也没有半点心愿一马 只想着妖妖 而是充满着恐惧 苏浩轻笑一声 不要慌 只是一颗慢性毒药而已 现在还不会发作 但一个月后 如果没有解药 你就会常穿肚烂 以后每一个月 都需要按时服用解药 中年倒是倒退两步 吓得面色煞白 你为何要这样害我 苏浩摆了摆手 我不是在害你 是在给你一个荣华富贵的机会 只需要你时不时地通报一下 盗盟那边的消息 我不仅每月 按时让人给你解药 还给你一笔钱 这可是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的好事啊 尽管王德福自愿为屠山通风报信 可苏浩却觉得 还是不太稳妥 必须要再上一层保险 在盗盟中有一定地位 贪财好色的中年倒是 就成为了苏浩的目标 中年倒是大意凛然地说道 你这是要我当叛徒 我铁骨铮铮 绝对不会屈服于你的阴威下 当人族的叛徒 听到熟悉的话语 此刻的苏浩笑得像一个反派 结结结 何必说得那么难听呢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你在盗盟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给你这个数 说着苏浩伸出几根手指 在中年倒是的面前晃了晃 还做出了一个口形 表情一阵变幻 中年倒是深吸一口气 突然跪倒在地 小人张铁柱 愿为公子笑裂 第82章 黑狐娘娘的计划 今夜月黑风高 伸手不见五指 适宜杀人放火 一片粉色的鲜嫩桃花瓣 从屠山高处 飘然坠落 桃花瓣被风吹到了 树里外的屠山镇上 透过窗户 化为了一个千娇百妹的女子 正是妖妖 她站在窗边 那双会说话的水润眸子 看向前方 嗓音软弱 说吧 娘娘这次找我 到底是什么事 只见昏暗的灯光下 坐着一个全身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 沙哑而低沉的笑声 不停地回荡在房间之中 让整个房间都变得阴气森森的 结结 妖妖 先别急嘛 在谈正事前 不如我先让你快活一下 娘娘经常给我们说 我们黑狐就是要做爱做的事情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色的嘴唇 黑袍人的视线下移 在妖妖那玲珑有致的胶躯上 使劲徘徘徊 那副鼓鼓囊弄的风景 让黑袍人有些心愿意马 妖妖捂着嘴巴 咯咯直笑 笑得花枝乱颤 臭男人 你们人族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想和奴家快活 但我怕你付不起代价 双手食指交错放在身后 让他胸口的风光 越发的饱满丰硕 那不经意地展现的万种风情 难以抵挡 可声音中却带着一股肃杀的意味 最后变成一个死鬼 妖妖的嘴角翘起 一双眼眸流光一彩 勾魂夺破 仔细看去 似乎眼中有活物在涌动 房屋之内 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 弥漫开来 黑袍人的身体陡然变得僵硬 脚步一动 妖妖伸出晶莹 如杨之鱼般的仙手 迅猛地拍向黑袍人的天灵盖 他倒不是想杀了这个黑袍人 只是让黑袍人 为刚才的出言不逊付出代价 只是在那手掌拍下的时候 黑袍人却恢复了正常 以更快的速度 抓住了妖妖的手腕 刚才从黑袍人的身上 似是有无形的波动传出 将妖妖手上的妖力尽数湮灭 桃花树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 大家都是为娘娘笑里的 何必将话说得那么难听呢 我不是东西 你又算得上什么东西 你这个小妖精 真是给脸不要脸 说到最后 黑袍人已是杀气腾腾 被对方拿捏住手腕 妖妖也不害怕 她只是有些惊讶 自己的妹数 竟然如此轻易的 就被化解了 这个男人的道横 是越来越强大 再度化为一半桃花 妖妖飘落到窗边 又化成了人形 将媚态收敛 妖妖正色道 快说 我要是离开太久 会被那苏浩怀疑的 要是我暴露了身份 耽误了娘娘的大事 你承担得起责任吗 娘娘是说过 做爱做的事情 但那也得分一个轻重缓急 黑袍人听到妖妖提起 黑狐娘娘瞬间索然无味 刚才的兴致完全消失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 才开口说道 怎么 凭借着你的手段 还拿不下那个小男人 妖妖低声叹了一口气 愁容满面 别提了 我根本不敢在她面前 用出各种手段 她现在已经怀疑我了 如果不是没有证据 可能早就对我出手 我甚至怀疑她不喜欢女人 只喜欢喝酒 想到苏浩对自己的冷酷无情 妖妖对自身的魅力 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黑袍人怪皮笑 若我不笑道 看来那剑魔 当真是不解风情啊 我倒是想见见那剑魔 到底是不是像传闻中的 那么可怕 要是对方模样长得俊 说不得我要拧下她的脑袋 作为我新的收藏品 即便是妖妖听了 这最后一句话 也是后背发量 她不是没有遇到过变态的人 只不过这个男人的变态 超乎想象 有着喜欢收集死人头颅的 奇怪癖好 以前倒是见过几次 对方总是身穿黑袍 脸上戴着面具 整个人被遮得严严实实的 妖妖至今还不知道 对方的真面目是怎样的 可她猜测 对方很有可能是盗蒙的人 而且在盗蒙的地位不低 剑魔的事情 你就不要插手了 她是我的猎物 妖妖微眯着眼睛说道 如果谁要和我抢 我就和谁拼命 此刻妖妖那张美丽的脸庞 有些扭曲 争獰中带着恨意 每次见到那把桃木剑 就让妖妖心痛得无法呼吸 无论怎样 她都要亲手报仇 黑袍人怪笑一声 你不会是喜欢上剑魔了吧 我可提醒你 像我们这样的 是见不得光的 只有娘娘 才会接纳我们 妖妖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想的太多了 我只想亲手杀了她 黑袍人用手指 敲击在桌面上 眼中带着审视的意味 最好是这样 不久后 盗蒙就要攻打屠山 娘娘让我来告诉你 灭掉屠山的时机已经来临 到时候 你想办法让剑魔 服下这瓶子里的药丸 说着 黑袍人拿出了一个瓷瓶 放在了桌面上 妖妖听闻这个消息 嘴唇颤抖 她竭力压抑住心里的喜悦 一双眼眸水汪汪的 流淌诱人的韵味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得太久了 娘娘终于要对屠山出手 盗蒙大举进攻屠山 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原本娘娘不让你找我 我也会建议娘娘 在这个时候 对付屠山的 从中年道士的嘴里 得知盗蒙将会攻打屠山的消息 妖妖就敏锐地意识到 这是一个机会 深吸一口气 妖妖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 她将瓷瓶拿起问道 这瓷瓶里装的是什么要玩 黑袍人冷哼一声 不该问的就别多问 做好娘娘 交代你的事情就好了 详细的计划是这样的 在妖妖和黑袍人 商议对付屠山的计划时 坐在屠山荣荣房屋里 准备给屠山洪洪 讲述盗蒙进攻屠山消息的苏浩 脸色未知一变 她竟是黑狐娘娘派来的 苏浩原先在妖妖的身上留下印记 只是为了防上一手 没想到有意外收获 后果不堪设想 第83章 将计就计 见到苏浩的神情异常 屠山荣荣一脸关心地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脸色似乎不太好看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还好好的 突然之间 苏浩的脸色就变了 听到屠山荣荣这么说 屠山洪洪也将视线 转移到了苏浩的身上 知道了黑狐娘娘 那个歹毒的计划后 即便是苏浩 也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但夭夭得知的 还不是计划的全部 只是计划中 针对屠山的一部分 至于针对盗蒙的 却没有提到 以黑狐娘娘那残忍的性格 这次盗蒙怕是要遭殃了 她觉得自己的心跳 剧烈如同肋骨 咚咚咚 像是要撞破胸腔一般 强压下心里的震撼 苏浩抬起头来 正好对上两双 充满关切之意的毛子 不由得心中一暖 连心跳都变得正常 甚至慢上了半拍 她真的很喜欢屠山 尤其喜欢三位姐姐 在屠山白吃白喝的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不管是盗蒙还是黑狐娘娘 或者是傲来三少 谁也不能搅乱她平静的生活 无论如何 她都要保护好三位姐姐 不能让黑狐娘娘的计划成功 还是那句话 解若不弃 白嫖终生 整理了一下有些纷乱的思绪 苏浩的语气异常的严肃 我们屠山 有一个来自黑狐娘娘那边的卧底 将会对我们屠山不利 此言一出 屠山红红豁然起身 愣大了眼睛 鲜红色的妖力 从身上迸发而出 掀起了一阵狂风 黑狐 一向面无表情的她 竟是流露出罕见的震惊之色 就连屠山红红 也是紧绷着脸 如灵大敌 那个卧底是谁 盗蒙之所以攻打屠山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知从何时开始 在人间界就出现了一群 以屠山的名义 到处作恶的狐妖 这些狐妖不择手段 残害了大量人族 于是盗蒙就打着 除妖味道的口号 屡次攻打屠山 对于这种栽赃诬陷 涂山曾经公开表明 不是涂山做的 可却没有人相信 认为涂山是在狡辩 盗蒙或许经过调查后 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 但为了师叔有名 还是选择了隐瞒 这才导致涂山成为众矢之地 而且黑狐断情绝爱 是涂山红线仙的死对头 很多红线仙 在外出执行序言任务时 大多是死在黑狐的手里 黑狐带来的威胁 远比盗蒙屡次进攻涂山要大 盗蒙是明着来 黑狐却是暗地里使用手段 让涂山是防不胜防 如今在盗蒙 即将大举攻打涂山的关键时刻 却突然冒出一个卧底来 要是黑狐娘娘硬要横插一脚 形势就会变得很复杂 而且难以掌控 不仅涂山红红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连一向不太聪明的涂山红红 也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妖力竟然有着失控的迹象 苏昊挥了挥手 示意涂山红红和涂山红红稍安勿躁 两位姐姐 你们都先冷静一下听我说 好在发现得早 没有对涂山造成什么损失 一切都还来得及 这个卧底 你们也是认识的 就是前不久上山的妖妖 怎么会是她 涂山红红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先前我明明看到她被盗蒙追杀的 那伤是很严重 不是假的 老师和姐姐说 你不会和她之间有什么私怨吧 那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怎么看也不像是黑狐娘娘派来的 苏昊看到大受震撼 依然不敢相信的涂山红红轻声问道 如果是苦肉计呢 她的柔软全是装出来的 红红姐 你被她骗了 要不是顾虑到红红姐现在的状态不稳定 苏昊可能会说出一句大实话 愚蠢的姐姐哟 你不明白 有的时候妖心比人心还要嫌恶 如果你有容容姐十分之一的智力 大概也不会这么轻易就被骗吧 红红姐 还是太单纯了 如果是普通的狐妖 可以单纯 但作为涂山之主 这样的单纯 是会害人害己的 心里这么想着 可苏昊对于妖妖能隐忍到这种程度 也是有些感叹的 她必须得承认 如果这里存在着奥斯卡的奖项 自己肯定会给她发一个小惊人 戏演的是真的好 就像是天生的演员 这是什么仇 什么愿啊 竟然能不顾生命危险的色诱自己 不可否认 妖妖是那种天生魅蛊的妖精 一瞥一笑都是魅力十足 尤其是她展露出那种柔弱的姿态 更能激起人的保护欲 还好她从小就在一群狐狸精里长大 对于美色的免疫能力超乎寻常的高 要是换了一个人 真就被妖妖给迷惑了 姐姐们虽说和妖妖同样是妖怪 但苏昊觉得妖妖才是真正的妖精 两者之间根本没法比啊 涂山荣荣挺直了纤细的妖枝 正经危坐 脸色凝重的问道 你能确认吗 这个可是大事 没有证据的话 涂山荣荣也是很难相信的 苏昊也不隐瞒 我对妖妖早有怀疑 在她身上做好了标记 她正在涂山镇和一个黑袍人商量如何对付涂山的计划 想趁着我们和道蒙争斗 弄得两败俱伤后 在一网打尽 听到苏昊这么说 涂山荣荣哪里还坐得住 我现在就去拿下她 涂山荣荣和苏昊一口同声地说道 姐姐 洪洪姐 我知道你很慌 但你先别慌 对视一眼 涂山荣荣对着苏昊笑道 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还真是心有灵犀呢 苏昊也夸赞了一句 不愧是荣荣姐 居然想得和我一样 房屋内只有涂山洪洪不明所以 眼神中带着茫然 完全不知道在打什么哑泥 你们在说什么 苏昊解释道 洪洪姐 你就这么去抓妖妖 作用不大 抓了一个妖妖 黑狐那边还会派出另外一个妖妖 让我们防不胜防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让黑狐有来无回 涂山荣荣微眯着的眼睛 陡然睁开 这次可以看到她的眼睛中 充斥着的惊讶 说说吧 你的计划是什么 苏昊压低了声音说道 这般这般 第84章 毫不保留的信任 听了苏昊的计划后 涂山荣荣和涂山洪洪 半场都没有回过神来 昏暗的灯光下 映照出两张陷入沉思的脸庞 你竟然有此等之力 以前倒是小瞧你了 涂山洪洪有些欣慰的说道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涂山洪洪 尽管她有些听不懂苏昊的计划 但是觉得很有道理的样子 揍苏昊她揍了12年 可等苏昊真正长大 却用了超过18年的时间 在涂山面临巨大危机 她有些慌乱的时候 没有想到竟是苏昊挺身而出 就像是金面火神进攻涂山的那一次 可谓是力挽狂澜 自容绝世的涂山洪洪 在月光中席地而坐 一席火红色的宽松衣衫 丝毫遮挡不住她那动人的曲线 她的身子前倾 竖起耳朵 轻轻晃动 看着对面侃侃而谈的少年 眼里带着几分异样的神采 这专注于夸一个人的样子 无疑是极美的 不管别人怎么看 反正苏昊觉得是这样 对于一个超过18岁的孩子来说 就喜欢听这种质朴无华的夸奖 涂山荣荣似乎把握住了整个计划的核心 笑眯眯对着苏昊的说道 原来喝酒可以让人变聪明吗 我以前可不知道呢 小苏昊 不得不说 你真是让姐姐 我有些惊讶 苏昊脸色严肃 声音中透着冷硬的威严 所谓欠债人的命运 就是要为姐姐们打一辈子的功 也无怨无悔 直到生命的终结 在黑狐来临之时 你们尽管放心 我会出手 少年抖了抖衣袍 神采飞扬 身上自有一股纵横百合的傲气 看着牛逼轰轰的苏昊 涂山荣荣忍不住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你这个计划最关键之处 在于让盗盟的盟主 按照你说的做 可你凭什么说服盗盟的盟主呢 盗盟和我们涂山 就像是黑狐和我们涂山的关系 两者可谓都是死敌 本来这个问题 涂山荣荣早就想问了 只是不愿那么早就打击苏昊的积极性 毕竟这是苏昊难得勤快的一次 不想看到他受了打击后 又恢复以前被懒的样子 作为一个老板来说 都喜欢那种勤快的员工 有的时候鼓励也是很重要的 只是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 涂山荣荣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疏忽 无论何时 他必须要掌控全局才行 这可不是什么细节末节 而是影响整个计划 能不能成功的关键之处 面对涂山荣荣的质疑 苏昊依然面不改色 苏昊就预料到荣荣姐会有这么疑问 心里早就有了应对的答案 洪洪姐不问 可以理解毕竟那啥有限 但荣荣姐不问就不正常了 说明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或者是不重视自己的计划 能提出质疑 说明涂山荣荣是认真的在思考 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荣荣姐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我有很大把握 让盗蒙的盟主听我的话 当然 他不听的话 将会是他盗蒙的损失 和我们涂山没有什么关系 涂山荣荣眉头紧锁 思来想去 他都想不出任何让盗蒙的盟主 乖乖听话的办法 最后 涂山荣荣并没有逼问 他还是选择了相信苏昊 如果自家人都不相信 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相信呢 为了苏昊 向来谨慎的他 愿意去赌 一个无法确定的可能性 尽管这样很傻 不符合他以前的作风 可对一个人毫无保留相信的事情 谁又说得清对错呢 涂山荣荣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缓慢而坚定地点了点头 如果计划最终失败了 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只要尽力就行 死并不可怕 只不过是沉归沉 土归土罢了 回归这一片 养育自己是山水 就是死得其所 对于涂山荣荣毫不保留的信任 苏昊的嘴上不说 心里却很是感动 本来他就是装一下 如果涂山荣荣非要逼问 他还是会说的 只是这件事涉及到一些隐秘 还不是对两个姐姐说明的时候 说出来 只会增添一些忧虑 在商量好了计划的一些细节后 苏昊偏头望向窗外 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 不由得感叹了一声 竟然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红红姐 蓉蓉姐 我先回去了 记住 今天的计划谁也别告诉 尤其是雅雅姐 作为涂山名不虚传的大嗓门 苏昊担心涂山雅雅知道了 就管不住自己的嘴 在无形之中被套了话 还不知道 那么他的计划 就无法成功实施了 大家以前不喊涂山雅雅一起商议 就是这个原因 涂山洪红和涂山荣荣对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 一个眼神 就明白了对方心里想的事情 今天的计划 只能我们三个知道 缓缓起身 苏昊推开房门 皎洁的月光 洒在他的白衣上 有种带着朦胧的美感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 那个消瘦的背影渐渐远去 他的脚步摇摇晃晃的 隐约还能听见蹲蹲蹲的声音 却透着一股子难以言语的孤独 似有无形的屏障 将屋内外隔开 屋内是一个世界 屋外又是一个世界 愣愣出神 几次他想要追出去 可总是迈不开脚步 他下意识地伸手触摸 却像是永远触摸不到那个背影 荣荣 不知为何 我总会一种感觉 他终有一天 会像这样无声无息地 消失在我们的面前 你说我这种感觉奇不奇怪 旁边的屠山荣荣 微眯着眼睛 向苏昊看去 轻声开口 姐姐 你早就明白 小苏昊是无法永远陪伴我们的 人的一生 不过短短的几十年 与我们幼的寿命 没有办法相比 他迟早要离我们而去 只是早晚的问题而已 深沉的夜色中 先后响起两声轻轻的叹息 随风消逝 第85章 盗蒙一世 攻打屠山 哥哥 黑暗中有人轻声呼唤 带着压抑着的痛苦 谁 是谁在喊我 王权霸业置身于一片残垣断壁之中 局目似望 眼神有些茫然 周边弥漫的那种阴冷的气息 让他如坠冰窖 理智告诉他 最好待在原地不动 可脚步却控制不住地 向着那个声音的方向走去 他觉得那个声音很是熟悉 像是多年以前曾经听到过 在一处斑驳的墙壁上 王权霸业找到了声音的来源 天空中高悬的血液 洒下诡异的光芒 借着月光 王权霸业才看清楚 那道血肉模糊的身影 这是一个相貌清秀的少女 被一把长剑穿胸而过 那衣衫褂褛的胶躯挖在墙壁中间 鲜红的血遍布全身 像是一个破布口袋一般 在墙壁的周围 还横躺着几具尸体 每一个的死状都很凄惨 王权霸业的瞳孔骤然一缩 脸色陡然变得苍白无比 整个人像是在瞬息之间 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直接瘫坐在地上 那个少女是他的妹妹王权醉 而那把杀死他的剑正是王权剑 剑柄上王权二字 在血月的映照下 异常的显眼 一个妩媚的声音 在王权霸业的耳边响了起来 充满了蛊惑的意味 王权霸业 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妹妹 还有你最好的兄弟 你怎么还不去死啊 还有什么面目 活在这个世上 海苔状的幽影 伸手从身后 抱住王权霸业的腰身 如同情人一般 在他耳边轻声低语 王权霸业的双目通红 眼里布满血丝 他捂着脑袋喃喃自语 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这样 这不是真的 看到陷入癫狂状态的王权霸业 海苔状的幽影 无声地笑了起来 啊 王权山庄中的一间房屋中 突然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声 躺在床上的王权霸业 猛然翻身坐起 睁开眼睛 王权霸业呼吸急促 全身都是冷汗 外面只有缠鸣声 伴随着他急促的呼吸声 他忽然觉得 这缠鸣声是如此的悦耳 提醒他 这只是一个梦 一个虚假的梦 所有人都不是他杀的 可他却无法否认 梦里的人都死了 自己生活的所在 确实是腥风血雨 尔虞我诈的人间 身处人间 可他的心却早已坠落地狱 日夜都饱受煎熬 扪心自问 当年的事情 真的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吗 如果不是自己一意孤行 为了寻找什么 揭开什么所谓的 狗屁世界真相的面具 妹妹 还有那些好兄弟 也不会死 只是现在 后悔当初 不听那天门老人的劝告 已经晚了 嘎吱 推门声响起 只见一个唇红齿白 看上去不过十一二岁 粉雕玉珠的小道士 进入了房间内 爹爹 你这是怎么了 王权富贵面无表情地问道 眼中却带着几分关切之意 自小作为盗门兵人培养的他 失去了大部分的情感 只会挥一剑沙妖 刚才听到那一声嘶吼 就过来看看 王权霸业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刚才激荡的心绪 只是眨眼间 就恢复了作为盗门之主的威严模样 武士 你回去吧 哦 王权富贵应了一声 犹如提线木偶般 走出了房屋 对于父亲的任何命令 他向来不会违背 只会一板一眼地照做 即便是让他死 也会毫不犹豫的那件直接抹脖子吧 等到王权富贵走后 王权霸业披了一件外衣 来到门口愣愣出神 夜还很长 只是王权霸业已经无心睡眠了 眼中有血泪流淌而出 人间界 道蒙总部 通天风大殿 这里坐着的都是整个人间界 权力最大的一批人 每一个都是长教或者家主级别的人物 如今齐聚在这里 就是为了商讨攻打屠山的事情 小小南国 自不量力 竟然敢挑戏我们屠山 现在被我们打得狼狈逃窜 只能归缩在黄兜中 可笑可笑 哼 要不是估计那老妖的毒宫 我们现在已经在南国的黄兜开庆宫宴了 哼 那个老妖再厉害 最终还不是被我们撵着像狗一样逃跑 这次进攻屠山 定要打破屠山城 杀尽屠山妖妇 方能彻底养我道蒙之威 将南国击败后 道蒙的士气正盛 很多人都想凭借着大圣之威 将屠山一举功打下来 在场的大部分长教和家主 都有些郁郁乐视 击败了南国后 都有些飘了 觉得这是消灭屠山的大好机会 脾气火爆的霸刀宗长教林峰 大大咧咧地说道 盟主 你就说什么时候攻打屠山吧 我的大刀早已经饥渴难难 天剑门的长教李玄机 一袭白衣 淡淡开口 无论是屠山建魔 还是屠山妖妇 我自一箭斩之 紫霞关的灌主张清玉 也是附和道 是时候拔除屠山这颗祸害事件的毒瘤了 玉女工的薛子玲 从长计议的话来 前不久 他的徒儿张梦瑶传讯过来 说是剑魔的实力非同小可 让道盟不要轻敌 现在众人志得意满 如果他说出什么丧气话来 反而不好 大家战意高昂 坐在主位上的王权霸业 却是始终沉默不语 这个时候 见到盟主还没有表态 有人就忍不住站出来说道 盟主 你就给句痛快话 什么时候去攻打屠山 王权霸业缓缓抬起头来 环顾四周 见到众人都是一副亢奋的模样 眉头不由的一皱 他觉得经过南国一战后 不少人的心态都悄然发生了变化 变得有些骄傲自大了 这种变化很不好 可在这种情况下 却是不好出声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尽管他是盟盟的盟主 可在很多事情上 并不能由他一个人做主 众人都表露出 想要一举攻下屠山的意思 王权霸业也只能顺水推舟 三日后 盟弓攻打屠山 大家各自去准备吧 请遵盟主之令 大殿之中 众人轰然响应 等这一天 不少人已经等很久了 恨不得现在就赶到屠山 剑斩剑魔 刀劈妖妇 第八十六章 父子两人的双向奔赴 张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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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了盗盟的张铁柱 受到盗盟弟子的欢迎 每一个人的脸上 或多或少的带着谄媚之色 对于那些热情打招呼的年轻弟子 张铁柱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作为人间界盗盟的总部 这里灵气充沛 是难得一见的动天福地 齐聚了无数的掌门家主 精英修士如流水 美女如流云 除了那些掌门家主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弟子 见了他都得恭敬地称呼一声张师兄 不是由于张铁柱的实力有多强 而是他有一个好爹 盗盟武大掌教之一的张清玉 唉 这挨千刀的剑魔 也不知给我撤了什么毒药 连续找了好几个医中圣手 都说我身体并没有任何一样 这群庸医 都是垃圾 想到屠山剑魔 给自己强行灌入了毒药 但作为紫霞官的灌主儿子 又怎么会缺钱花 在那个剑魔的面前 他故意表现出一副 心甘情愿做事的样子 就是为了骗剑魔放了自己 等离开了屠山 再找人解毒 可没想到这毒药 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那么他就必须从长计议 正在张铁柱思虑间 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铁柱 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这是怎么了 张铁柱偏着脑袋 看去 就看到他名义上的师父 实际上的亲爹张青玉 他手拿一把浮尘 先锋道骨 面容轻瘦 正站在不远处 目光深邃的凝视着他 还不等张铁柱张口 张青玉就说道 跟我来 将张铁柱带到一个偏殿 刚将门关上 张青玉劈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骂 都给你说了多少遍了 在外面不要喊我爹 要喊我师父 看到你人过中年 依旧一事无成 我就来气 三日后 盗蒙将会大举进攻屠山 你就不要去了 老实地别我回贯中待着 张铁柱觉得 脑袋瓜子嗡嗡作响 有种一溜烟拔腿就跑得冲动 他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这老头子的絮絮叨叨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张铁柱也曾经修炼 努力修炼过 可是兄弟们提到他 都不说张铁柱修炼 有多么努力 而是他有一个好爹 嘴里都说 他爹对张铁柱可好了 有什么灵丹妙药 都拿给他吃 修炼进度飞快 我们这些普通弟子 是没法比的 尽管张铁柱从来没有承认过 但是大家都是知道的 努力是这个样子 不努力还是这个样子 张铁柱就彻底自暴自弃了 平时他不修炼 就想法设法地琢磨着搞钱 从他的师兄弟身上搞钱 从外人的身上搞钱 让众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如果不是张铁柱有一个好爹 可能某一天都暴食荒野 以前对于张铁柱的话 张铁柱都是充耳不闻的 可现在不一样 他的小命掌握在屠山建模的手里呢 不拿出一点有价值的情报 怎么能让屠山建模给自己解药 听到盗蒙三日后 将要攻打屠山的消息 张铁柱不由得眼前一亮 立刻拍着胸脯 大意凛然地说道 师父 像这种除腰味道的事情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你总说我没出血 可弟子就要在你面前证明自己 让你睁大 那双老眼看看 我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见到宛如变了一个人的张铁柱 张清玉的脸色有些不怪 但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行 这次你不能去 喊你回去待着就待着 还有这个消息是绝密的 你千万不能透露出去 要是被屠山的妖怪知道 让屠山有了防备 就麻烦了 面对态度坚决的张清玉 张铁柱并没有顶嘴 而是低眉顺眼地说道 好的 师父 我的嘴巴很严 绝对不会透露出去的 这可是关乎小命的事情 就算张清玉喊他不去 混在弟子中 他也要去 父子两人 从天殿分离后 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直到远离了盗蒙总部 才停了下来 张铁柱小心翼翼地 拿出一个传训玉符 先是谨慎地环顾了四周 见到周围没有人 才放下下来 将灵力灌入传训玉符中 口中念念有词 苏老板 苏老板 我是你最忠诚的铁柱啊 我历经千辛万苦 几乎九死一生 才得到这个绝密的消息 三日后 道蒙将要大举进攻屠山 希望屠山能早做准备 话音刚落 传训玉符便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在天际 与此同时 换上了一身黑袍 戴上面具的张清玉 来到一个幽深的洞窟中 娘娘 娘娘 我是你最忠诚的清玉啊 我历经千辛万苦 几乎九死一生 才得到这个绝密的消息 三日后 道蒙将要大举进攻屠山 希望娘娘能早做准备 安静的洞窟中 突然有一个海苔状的幽影 凭空浮现 她的面不模糊 可身材却极为火辣 此刻双腿交叠在一起 坐在虚空中 有着说不出的妩媚 杰杰杰 你做得很好 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说吧 你想要什么奖赏 张清玉贵服在地上 缓缓抬起头来 面具下猙獰的脸庞 带着狠辣的笑意 我要道蒙的所有人 都为我的弟弟陪葬 多年以前 道蒙以勾结妖怪为由 杀死了他 从小相依为命的弟弟 还将他的弟弟脑袋拧下来 与妖怪的脑袋放在一起 口口声声宣称 这就是勾结妖怪的下场 可他明白 自己的弟弟并没有勾结妖怪 只是看那个路过的受伤妖怪可怜 帮助对方治了一下伤而已 从那以后 张清玉就决心报仇 他努力修炼 迎娶紫霞馆长教之女 从而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惜生了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张铁柱 就算他的儿子再怎么垃圾 毕竟是他亲生的 这次道蒙前去攻打屠山 注定有去无回 自然不愿意看到他参与其中 黑狐娘娘咯咯直笑 你放心吧 道蒙的一个也跑不了 就和那些屠山的那些妖怪一样 最终都要被本娘娘玩弄于鼓掌之中 本娘娘的计划 可是天衣无缝的 只要不泄露出去 再加上你们的零外合 绝对能够成功 听到黑狐娘娘这么说 张清玉也忍不住怪笑了起来 结结结 第87章 免费的打手 屠山 苦情俱数 苏浩单手提着酒坛 两头狂饮 动作还是那么放荡不羁 旁边的小白 半蹲在地上 一只爪子扒开酒坛的泥风 另一只爪子将酒坛递给苏浩 此刻的小白像一头梅的感情的 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具湖 本来这种事情 以前是东方月初来做的 苏浩体恤自己的徒弟 不想让他在每天的辛苦训练后 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 给他送酒来 于是将这个光荣的任务 交给了小白 而东方月初 有了更多的时间 为自己寻找美酒 蹲蹲蹲 丁 宿主持续喝酒 体质加三 丁 宿主持续喝酒 灵力加三 丁 宿主持续喝酒 剑技加三 丁 恭喜宿主的五雷正法 达到小成觐见 丁 恭喜宿主突破到剑宗四重 奖励归西术 脑海中不断响起的提示音 让苏浩不由地为之一乐 我喝着喝着 又突破了 真是让人没有一点点的防备啊 感叹一声 苏浩察觉到身体中 涌动得更为浑厚的灵力 嘴角忍不住微微上翘 紧接着 他又仔细地查看了 自己获得的新奖励 归西宫 入门 使用后会陷入一种假死的状态 延长自身的寿命 还可吸收天地灵力不断地增加自身修为 看到了归西宫的介绍后 苏浩扎了扎嘴 这归西宫似乎没有什么用嘛 等等 如果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使用归西宫 就算是睡着也能提升灵力了吗 醒的时候喝酒提升灵力 就连睡觉也可以提升灵力 他的人生 就是无时无刻都走在变强的路上 而且使用归西宫 还可以延长寿命 简直是所有人族都梦寐以求的功法 想通了这一点后 苏浩又蹲蹲地喝了几大口酒 用来奖励自己 一道流光从远处飞来 往苏浩直奔去 掌中灵力吞吐 那道流光便落在了苏浩的手中 苏老板 苏老板 我是你最忠诚的铁柱啊 我历经千辛万苦 几乎九死一生 才得到这个绝密的消息 三日后 盗蒙将要大举进攻屠山 希望屠山能早做准备 得知这个消息后 苏浩也是一惊 连酒都醒了大半 他没想到盗蒙会如此急于进攻屠山 原本以为盗蒙在击败南国后 留给屠山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苏浩赶紧骑上小白 去屠山城墙处 喊上屠山红红 带着他一起骑小白 飞一速赶往屠山荣荣那里 什么 盗蒙三日后就要进攻屠山 你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当苏浩告知这个消息后 即便是屠山荣荣 也无法保持镇定了 那微眯着的眼睛 已是半睁开 屠山红红那浅绿色的眼眸 逐渐被染成了赤红 先前苏浩喊他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具体是什么事情 现在听闻盗蒙三日后 就要攻打屠山 情绪激动之下 连妖力都是有些失控的迹象 屠山最可怕的几件事中 此刻就占了两种 一种是屠山荣荣睁眼 一种是屠山红红 眼睛变红 还就这样发生在苏浩的面前 尤其是两双眼睛 直勾勾的盯着他 即便是苏浩 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苏浩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也不能确定 这是我安插在盗蒙中的眼线说的 那个名叫张铁柱的中年道士 才刚刚被苏浩收买 他不可能完全信任 像张铁柱这种人 是没有底线的 说不定他回去之后 就到处求医 帮他解毒 实际上苏浩喂给他的 并不是毒药 只是一颗普通的药丸 无论他找谁 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 那就是没有中毒的迹象 面对这种情况 张铁柱绝对不敢轻举妄动 肯定会乖乖地给自己做事 只是张铁柱传递过的消息 实在太过重磅 甚至影响了他接下来的计划 如今才这么火急火燎地 告知两位姐姐 涂山荣荣的眉头微皱 像这么绝密的消息 一个身份普通的眼线 应该不可能知道 就连王德福那边 都还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加快准备 我已经花大价钱 请了妖界中各大妖王助阵 三天的时间确实太短 有一些可能无法及时赶到 那个一毛不拔的涂山荣荣 竟然会花钱请外援 还是花大价钱 苏浩大受震撼 还有点不敢相信 当即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荣荣姐 你花那个冤枉钱 倒不如给我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你这样做 让我很是痛心疾首 涂山荣荣看着苏浩 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可是我们涂山的自己人呢 我们之间的感情 岂是那些妖王能比的 如果我和你谈钱 太伤我们的感情 更是对你的一种侮辱了 苏浩大意凛然地说道 如果这是一种侮辱 那么为了涂山 我宁愿受尽侮辱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请让这种侮辱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旁边的涂山荣荣 听了苏浩的一番豪言壮语 顿时肃然起敬 你竟然为了保护涂山 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看来我以前还是小瞧你了 见到涂山荣荣 被苏浩三言两语忽悠 涂山荣荣 只能美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 除了和我谈钱 你还能谈些什么 苏浩摸着下巴 思考了一会儿后 打了一个响指 其实除了妖王外 我们还可以喊来一个妖皇啊 而且这个妖皇还不用花钱 完全是免费的打手 我们涂山值得拥有 你指的是谁 涂山荣荣忍不住问道 涂山荣荣叹了一口气 如果你说的是毒皇的话 是不可能的 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北山玉妖国的石宽 苏浩自信满满 他不一定会帮助我们 涂山荣荣摇了摇头 面对涂山荣荣的质疑 苏浩不紧不慢地说道 荣荣姐 你忘了 石宽可是在我们涂山 转世续元过的大客户 我只要一句话 就能让石宽心甘情愿地过来 哦 什么话 涂山荣荣露出感兴趣之色 就连涂山荣荣都竖起了耳朵 苏浩嘿嘿一笑 这句话就是 打击吧 你也不想失去 和公主转世续元的机会吧 涂山荣荣 涂山荣荣 第八十八章 操作起来了 北山 玉妖国 公主请殿门口 身材魁梧的石宽 盘坐在地上 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的他 仿佛雕塑一般 偶尔能听到 他那如闷雷般的呼吸声 很多年以前 石宽还不是这玉妖国的皇帝 只是公主的一个侍卫 他曾经发过誓 要守护公主一生一世 永不背弃 现在公主不在了 只留下这座居住过的宫殿 但他依然履行着自己的誓言 不管风吹雨打 都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 等待公主再次回来的那一天 很想亲耳听到 公主再喊他一声阿宽 石宽觉得自己活着的意义 就是为了保护公主 不会再次受到伤害 报 报告石皇 图山那边传来了消息 一个小妖快步走到石皇的面前 跪倒在地上 声音有些发颤 不是小妖的胆子小 而是石宽身上的气势太强大了 强大地让小妖感到窒息 石宽的眼皮颤动了一下 却没有睁开 她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坐姿 只是嘴里却冷冷地吐露出一个字 面 近来通敏的小妖 赶紧查看传讯服中的消息 不由得脸色一变 小妖支支吾吾地说道 要不石皇 还是你亲自看一下吧 这个消息就只有一句话 听不出来啊 让你念你就念 费什么话 石宽的音调陡然提高了几分 小妖都快哭出声来了 最后还是鼓起勇气 带着视死如归的绝绝大声念了出来 大鸡霸 你也不想失去和公主转世续言的机会吧 念完了这一句话 小妖浑身都被冷汗打湿 像是从水中捞出来一般 挑衅 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尽管小妖不知道大鸡霸是什么意思 但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知道了这句话的自己 恐怕会被恼羞成怒的石皇 直接捏成渣渣吧 可怜自己才刚化形不久 就要死了不由的悲从中来 听到公主之名 石宽陡然睁开了眼睛 一股狂暴的妖力从她的身上涌出 让这片天地的灵力 都是有着紊乱的迹象 成为了妖皇后 能得到这片天地的认可 运用天地之力 刚才石宽的情绪波动有点大 才引发了这种情况 吓得小妖面色惨白的瘫坐在地上 石宽掌中的妖力吞吐 将传讯符直接捏爆 声音低沉而沙哑 既然屠山都发来邀请了 本皇自然是要去的 本皇倒是要看看 屠山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威胁本皇 让对方好好地品尝一下 本皇拳头的滋味 作为成名已久的四大妖皇之一 他好久都没有被这么威胁过了 无论是谁 都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话音未落 石宽已经拔地冲天起 刹那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石宽的眼里 世上没有什么比公主更重要的了 就连这玉妖国的皇位都可以轻易放弃 虽然被威胁很不爽 但有一点他不得不承认 那就是为了能和公主成功的转世续元 他必须保住屠山 随着屠山荣荣花了大价钱 在整个妖界寻找助力 引起了无数妖怪的讨论 听说了吗 屠山的三当家正在花钱 大量召集妖王级别的妖怪 啊 屠山不是有妖皇坐镇 前段时间还出了一个建模吗 为什么还会召集其他妖王级别的强者 这就不知道了 反正有钱拿 本王听说屠山狐妖每一个都容貌妩媚 身段妖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正想去见识一番呢 哈哈 正好最近手头有点紧 有钱不拿是傻子 同去同去 就这样 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妖界的妖王都往屠山赶去 只是这些妖王还不知道 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敌人 接下来的时间 屠山荣荣就开始一个个的面试这些妖王 面对这个笑得很甜美的翠发小狐妖 妖王们都没有什么防备 都乐呵呵的傻笑 觉得传闻果然不假 这次来的值 屠山的狐妖都很温柔 三言两语的沟通之后 妖王们什么都交代了 包括自己家住在哪里 家里有几只妖 手里管着多少小弟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实力 屠山荣荣可不想花了钱 找到的却是垃圾 她需要的是精英 真正的精英 那些实力太弱的 早就在第一轮面试后被淘汰了 见识过屠山狐妖的风情后 也有些妖怪自愿留下来 对于不需要付钱的免费打手 屠山荣荣是热烈欢迎的 或许里面很多是炮灰 谁也不会嫌弃炮灰多 与此同时 南国公主那边苏浩 也进行了一番操作 好妹妹啊 实不相瞒 你在屠山的消息 已经泄露了出去 为了争夺你 道蒙几天后 就会大举进攻屠山了 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会保护好你的 听到苏浩这么说 欢都洛兰先是花容失色 随后感激涕零 韩晴默默地看着苏浩 好哥哥 那你岂不是很危险 要不我以公主的名义 向南国求援吧 父皇那么疼爱我 一定会来救我的 苏浩撇了撇嘴 现在毒皇自身都满宝了 还能来屠山救你 当然苏浩觉得没有必要 将这个消息 告诉欢都洛兰 只是徒增烦劳而已 好妹妹 我觉得毒皇要镇守南国 肯定无法过来 更何况 原水解不了尽可呀 你如果真想要帮助屠山 度过这次危机 我有一个办法 我都听好哥哥的 在苏浩的面前 欢都洛兰低眉顺眼地说道 苏浩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行的南国使团中 不是有五毒太保吗 你现在能联系到五毒太保的话 就可以让五毒太保 来协助我守护你 这欢都洛兰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摇了摇头 本来我是可以联系到的 我们之间可以通过蛊虫联系 但在道蒙的围追堵截中 蛊虫几乎都用完了 苏浩很想拂袖而去 说出要你和用这种狠话来 但想了想 还是忍住了 越是这种关键时刻 越要冷静 只是在欢都洛兰 可怜兮兮的眼神中 丢下一句 今晚继续暖床 就冷着连走了 欢都洛兰 生气的好哥哥 也很帅呢 他捂着胸口 平平无奇的脸上 荡起一圈红蕴 即便我没有帮上什么忙 却这样奖励我 果然 还是好哥哥对我好 第89章 道蒙来袭 没用的欢都洛兰 让苏浩失望 但苏浩也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既然南国已经被道蒙打残 道蒙即将大举进攻屠山 在这种情况下 苏浩也不再隐瞒 欢都洛兰就在屠山的消息 不仅不隐瞒 还决定将这个消息 大肆地传扬出去 南国公主这个吃货 除了给她暖被窝外 已经没用了 这么做 只是为了压榨出 她的剩余价值 通过宣扬南国公主 就在屠山的消息 让先前在战斗中 失散的五毒太宝 得知这个消息后 感到屠山 一日不找到公主 这几个太宝 是不会返回南国的 如今公主的饵料已经抛出 就等这几条大鱼上钩了 还别说 真有效果 而且效果显著 不到一天的时间 除了那个毒通子 就是奥莱三少以外 另外四个太宝 都陆续来了 实际上四个太宝 这些天都在屠山的附近转悠 想找到失踪的南国公主 只是没有想到南国公主 早就在屠山了 唯独苏浩有些遗憾 要是奥莱三少来了 没准可以利用她 对付盗蒙和黑狐 自己就可以轻松很多 四个太宝都急迫地 想见欢都洛兰 但都被苏浩 以公主重伤未愈 需要尽养为由拒绝 展示了一下 欢都洛兰的贴身之物后 大家就已经相信 欢都洛兰确实在屠山 道蒙进攻屠山 是瞒不住的 如果到时候 太宝们见识不对 带着公主马上撤退 那苏浩就亏大了 要知道 欢都洛兰在屠山的花费 都是记在她账上的 毕竟欢都洛兰现在的身份 是她的侍女 这个侍女的饭量 还异常的惊人 那个毒公子 知道欢都洛兰重伤 哭得像一个孩子 自责不已 说属下无能啊 竟然让公主受伤 又骂那些该死的道蒙弟子 一定会为公主报仇血恨 得知是苏浩不惜损耗修为 也要救欢都洛兰后 更是对苏浩感激涕零 表示苏浩就是她兄弟了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事 都可以找她帮忙 还想拉着她拜把子 苏浩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毒公子的戏 倒是挺多的 当然苏浩也乐意配合她 拜把子除外 她的态度很明确 那就是大可不必 她是知道的 毒公子外表是 白衣飘飘的秘密眼形象 看上去儒雅随和 实际上心肠毒辣 不论是毒公子 是装出来的也好 还是真心感谢也罢 苏浩都不在乎 反正到时候 她用一句话 也可以表定毒公子 结结结 愚蠢的毒公子要 你也不想自己 喜欢公主的事情 被人知道吧 四个太保中 除了那个一惊一乍的毒公子外 毒夫子和毒婆子 倒是要沉稳许多 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就表示苏浩将会是 南国永远的朋友 等到公主痊愈后 南国必有后报 这个毒老子的身份 并不是那么简单 他是皇室欢都一族的族人 欢都擎天是他的弟弟 由他出面承诺 给苏浩好处 就代表了整个南国的态度 换句话说 苏浩完全可以去南国 白石白鹤 南国的妖怪 还要将他当大爷一般供起来 就连一向厌恶人族的毒娘子 也对苏浩展露了善意 问他喜欢哪种类型的女妖精 可以送他几个 都是妖戏腿 常被调教过的极品 这个毒娘子 当着屠山荣荣的面前 说出这种话来 当然被苏浩言辞拒绝了 表示自己不是那种人 毒娘子有着棕色的长发 中分的长刘海 头戴珠丝高金冠 此冠是毒娘子 与丈夫的定情信物 里面还封印着 他沉睡中的丈夫 苏浩琢磨着 见到王全霸业后 要不要让他用王全剑 给美艳毒娘子的老公 解一个疯 他或许可以用这个 作为威胁 说太太 你也不想自己的丈夫 从而让毒娘子 日后尽心尽力的守护屠山 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是不是以后 万剑穿心中不悔的经典剧情 不会再出现了 毕竟青铜是毒娘子的手下 被他安排到王全山庄 打探情报的 苏浩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至于欢都洛兰 很听苏浩的话 老实地待在自己的屋里 到现在 他依旧认为上山的四个太保 是道蒙的人冒充的 对此 苏浩也没有解释 他乐意看到这种误会 现在还不是让太保们 和公主见面的最好时机 苏浩在心里开始评估 四个太保的战力 毒老子拥有自创的阴波毒公 毒婆子配合毒老子进行进攻 毒公子擅长使用誓心古毒 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将其广泛传染 毒娘子的实力也不错 四大太保都具有群工的能力 对于人数众多的道蒙弟子 是很有优势的 三天的时间确实紧迫了一点 但是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 最起码 道蒙想凭借着人多欺负屠山 是不可能的 享受了有狐妖小姐姐们 伺候的温泉寓后 留在屠山的自愿者们更多了 其中步伐有想动手动脚的色妖 但最后都被打断手脚 给驱逐了出去 这样一来 大家都老舌很多 屠山镇 数百人站在街道上 安静地等待着什么 人群中有一道纤细的身影 格外地引人瞩目 他穿着一袭鹅黄色的衣裙 腰间缠绕着一根火红色的鞭子 左手右手 各拿着一块糕点 小嘴鼓鼓囊囊的 正是御女工薛子凌的得意弟子张梦瑶 他旁若无人地吃着糕点 与周围严肃的气氛 有些格格不入 突然 一大朵黑云 从小镇上空飘过 刚咽下糕点的少女 抬头看去 这哪里是什么黑云 分明是密密麻麻的天上飞溅 无数黄袍人遇见凌空 小镇中的普通人 见到这种景象 早已是目瞪口呆 忍不住跪拜在地上 如同朝拜仙人 天空中传来一声清朗的声音 王全山庄弟子 请屠山群妖赴死 最开始只是一人的声音 随后连成一片 不停地回荡着 天剑门弟子 请屠山群妖赴死 霸刀宗弟子 请屠山群妖赴死 铁拳帮弟子 请屠山群妖赴死 紫霞关弟子 请屠山群妖赴死 随后而来的各种法宝 所散发出的光芒 互相交错 璀璨夺目 声势浩大 第九十章 大殿议事 达成共识 请屠山群妖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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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在屠山镇此起彼伏 连成一片 屠山镇齐聚在街上的数百修士 都欢欣鼓舞了起来 整个屠山镇 就像是过年了一样热闹 见到大部队赶来 这群人嗷嗷直叫 宛如打了鸡血 毫不犹豫地 加入了盗盟 攻打屠山的队伍 只有杀死屠山剑魔 才能洗刷过去 在这里受到的屈辱 起码在这里的大部分人 都是这么想的 隐藏在人群中的小五 只觉得脑袋被那些声音 震得嗡嗡作响 别人鼓掌 他也跟着鼓掌 让自己显得与其他人 不那么格格不入 他并不是寻常那种 性子柔弱的狐妖 而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经历过残酷的训练 血与火的洗礼 可如今盗盟摆出来的阵势 还是令他的头皮发麻 如坠冰窖 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紧将这里的情况 告诉屠山荣荣 他默默地退至众人身后 身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角落处 向着屠山狂奔起来 小五画成了一阵风 可他觉得还不够快 心里那喊着 快一些 再快一些 蹲蹲蹲 苦情巨树下 苏浩正在抱着一个酒坛子 裸露着上身 仰头狂瘾 身边站着东方月初 趴着做起小白 那蓝伞的样子 丝毫看不出 有大战前的紧张 小屁孩 猛虎 赤博少年 再加上那一颗苦情巨树 构成了一幅画风有些奇特的画 突然 有一群面容妩媚 身材火辣的迷你眼狐妖 来到苏浩的面前 每一个狐妖的面色都十分凝重 身穿黑色的作战 紧身短袍 沉着嗓子说道 大护法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了 三当家在召唤你 现在所有的狐妖 他的徒弟 他的座旗都看着他 等待着他的决定 哦 苏浩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 那轻描谈喜的态度 大概是像知道了中午吃什么一样 带着漫不经心 结果从东方跃出地来的手帕 苏浩不慌不忙地擦拭了一下嘴巴 身后的小白伸出爪子 殷勤地将一袭青衫披在了苏浩的身上 走吧 不要让姐姐们 等得太久了 苏浩打了一个响指 在狐妖们的簇拥下 离开了这里 直奔涂山的大殿 路过的妖怪们 都停下呆呆地 看着那道被簇拥着的身影 这么大的排场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某一个妖国的皇 降临涂山了 在大殿中 坐满了妖怪 能进入这里的 至少都是妖王级的实力 苏浩看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也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其中有来自北山的姬爷 是北山七十二冻天首席卯日冻主 拥有顶级妖王的实力 也是石宽坐下的第二强人 月提族的月提侠 还有他的家臣黑驴阿柱 那个总是鼻孔朝天的驴子 尽管月提侠的实力并不强 可阿柱却是准妖皇级的 古灵路王恩特 南国四太宝 北地萨魔王 等等则是坐在另一边 还有苏浩前不久救了的 那个蛇妖少女 也在里面 见到苏浩看了过来 少女笑容甜美 看上去气色不错 几十个妖王齐聚在大殿中 让这里的妖气都浓郁了许多 涂山红红坐在主位上 那个最显眼的位置 左边涂山茸茸 右边涂山芽芽 左前黄右擎沧 沉默的涂山红红 将妖皇的威严充分展现了出来 她身上散发的女王气质 足以镇得住这种场面 大殿中安静的可怕 但是随着苏浩的来到 这种安静便被打破了 这人是谁啊 胆子倒是挺大的 竟然赶来这里 真的不怕死吗 中午还缺一道下韭菜 我看这个人族细皮嫩肉的 味道一定不错 不怀好意的目光 投射在苏浩的身上 这里的许多妖王 都对人族没有好感 甚至不少还有血海深仇 遇到人族 都恨不得生吞活泼 涂山红红眉头一皱 刚要起身 却被涂山茸茸按住了肩膀 只听大殿中响起一声轻笑 涂山茸茸上前一步 诸位请稍安勿躁 这位就是我们的 涂山大护法苏浩 他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那就是人族口中的剑魔 如果大家还有意义的话 可以提出来 听了涂山茸茸的介绍之后 一时之间 大殿中没有妖怪 再提出质疑 都保持了沉默 剑魔之名 不仅传遍了整个人间剑 就连各大妖狱 也是有所耳闻 强者 尤其是站在自己 这一方的强者 总是能受到尊重的 见到没有妖王提出异议 涂山荣荣满意的点了点头 让大家到这里来 是为了通知大家一个消息 那就是盗蒙的人来了 如今齐聚在几里外的涂山镇 具体人数还不知道 但大概应该有几万人 盗蒙随时都可能 向我们涂山发起进攻 请大家做好准备 话音未落 大殿之中响起一片哗然 什么 几万人 三当家的 这玩笑可不好笑啊 盗蒙居然来了这么多人 是真想灭了涂山 就凭我们这些 再加上另外的妖怪 根本打不过 对啊 实力悬殊的太厉害了 妖王们议论纷纷 还没有打 气势就先弱了下去 涂山洪洪见状 冷哼一声 鲜红的妖力迸发而出 席卷整个大殿 妖王们都感受到了窒息的压力 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苏浩咧子一笑 你们以为我们涂山钱 是那么好收的吗 收了钱就要为涂山办事 谁想要反悔 恐怕现在走不出这个涂山 听到苏浩那赤裸裸的威胁 妖王中脾气最为暴躁的 大帝雄王大声怒吼 本王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难不成你要动手 将本王强行留下吗 雄王的大嗓门 堪比涂山雅雅 震得整个大殿都晃了晃 苏浩摇了摇头 慢条思理地说道 不要误会 我对收拾垃圾不感兴趣 收拾你这种垃圾的 只会是那些盗蒙的人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是到如今盗蒙会放你离开吧 这一番话 让那些想要跑路的妖王 都是心中凛然 不得不承认 苏浩说的是对的 意识到 自从上了涂山后 就已经别无选择 整个涂山就特么的是一条贼船 涂山的狐妖和这个剑魔星 都是黑的 自己被坑了 第九十一章 妖蒙之主 能够成为一方妖王的 大多还是有脑子的 像大帝雄王这种 只凭着蛮力横冲直撞 还是少见 刚才听到道蒙人多势众 太过激动 妖王们都没有认真思考 现在冷静下来 就明白 谁要是想单独下山 必定会受到道蒙的围攻 死得更快 人族遇到妖族 还是在这种情况下 绝对不可能视而不见 那些冲着前来的妖王 心里都有些郁闷 觉得自己被算计了 但是却无可奈何 在一片沉默中 月提侠举起了小手 我和阿柱都听涂山的安排 涂山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于月提侠这么快 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阿柱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打了一个响鼻 两只直立起来的蹄子 捂着了额头 阿柱掏出一块牌子 只见上面写道 你傻呀 我们只是来帮忙的 不是送死的 月提侠轻轻地笑了笑 仿佛整个大殿都亮堂了起来 他伸手将额前的秀发 撩到耳后 阿柱 南国已经败了 要是这次涂山被盗蒙攻灭 我们妖族就真的没有抵抗之力了 帮助涂山 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我们月提一族 想要生存下去 就绝不能临阵脱逃 这次阿柱不掏牌子了 只是双手插腰 眼神忧郁地叹了一口气 说得好 翠玉玲大声称赞 这样浅显的道理 连月提族的一个小姑娘都明白 可笑你们一群妖王都还想不通 仁族有一句话 叫什么傅巢之下 小苏浩 我记不清了 你爱补充 苏浩无奈地回应道 傅巢之下安有婉卵 拍了拍脑门 翠玉玲顿时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对 就是这个 没想到你这个小酒鬼书 读的还挺多的 大道理懂得不少吗 竟然能接上姐姐的话 一时之间 苏浩不知道翠玉玲是夸她 还是在损她 一张脸都黑了下来 站在屠山红红旁边的屠山荣荣 悄悄地给翠玉玲竖起了大拇指 从口型上看 仿佛在说 干得漂亮 这让翠玉玲越发的得意 经过翠玉玲的这么一打岔 大殿中的气氛倒是缓和了不少 在屠山红红的眼神示意下 屠山荣荣开始讲接下来的应对办法 好了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不少妖王听了这个安排后 都忍不住嘖嘖称赞 妙啊 原来如此 不愧是屠山的三当家 这脑袋瓜子就是聪明 那些摇摆不定的妖王们也想清楚了 既然无法跑路 目前只能跟着屠山一条倒走倒黑了 生活就像那啥 不能主动的选择 就只能被动的承受 屠山荣荣那合理的安排 给了妖王们不少的信心 等到商议完毕 那些妖王走后 整个大殿中 只剩下三姐妹和苏浩了 屠山荣荣正色道 现在那些妖王是暂时稳住了 剩下的 还有稳住其他的妖怪 苏浩点了点头 表示认可 这件事 只能让洪洪解除马 此刻屠山洪洪和屠山雅雅 还是一脸的茫然 消息很快在屠山流传了开来 群妖们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原本属于屠山城的妖怪还好 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 都从心里坚信着 屠山大当家 一定会守护好屠山的 更何况 还有那个九疯子 哦 不 屠山大护法助阵 这次一定能像以前那样 击退到能的 那些外援却不这么想 得知道蒙大举来攻 更是惶恐不安 最先动摇的 自然是那些实力较弱 没有通过面世的自愿者们 由于贪恋屠山狐妖们的美色而留下来 现在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却想要偷偷地溜走 然而 道蒙已经将整个屠山团团围住 亲眼见到身边的妖怪 被道蒙弟子无情地击杀后 只能被迫返回屠山城 在群妖丹惊受怕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领头的站出来 将大家稳住 那个人永远不可能是苏浩 因为苏浩是人族 注定无法做这个领头的 他站出来 只会让情况更加恶化 但苏浩能做的事情却有很多 比如给屠山红红一份小抄 灿烂的阳光中 屠山红红站在城墙之上 左边是屠山茸茸 右边是屠山芽芽 在群妖看不到的墙壁上 贴着的是苏浩精心 为屠山红红准备的发言稿 面对着底下 抬头看着自己的群妖 屠山红红竟然有几分紧张 主要是他担心苏浩写的小抄 会被大家发现 最后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他不想辜负苏浩对自己的信任 两只温暖的手 从旁边一左一右握住了他手 姐姐 这是属于你的时代 屠山茸茸轻声说道 姐姐 你是最厉害的 屠山雅雅 笑容满面 将两只手握紧又松开 屠山红红的心里 再没有任何畏惧 屠山红红深呼吸 眺望整座屠山城 这里是他的领地 存在着他想要保护的一切 妖族的命运 不是在人族的手里 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杀死你之后 还要凌辱你的朋友 你的孩子 你的兄弟姐妹 道蒙必须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 妖族并不是可以任人欺辱的 团结起来 让那些压迫我们的人族 尝尝妖族的厉害 温暖的光照在屠山红红 那一袭红衣上 仿佛这光不是阳光 而是火光 在裙妖的眼中燃烧起来 宛如闪电突破乌云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在寂静之后 却是掌声 强有力的掌声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妖蒙之主 其他的妖怪 也跟着喊了起来 妖蒙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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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的妖怪 都被屠山红红的发言所折服了 如果要组建妖蒙 那么这个盟主 非屠山红红莫属 大家不会忘记 在道蒙想要灭掉屠山 甚至是整个妖族的时候 屠山红红站了出来 带领群妖抵抗人族 此刻屠山红红所绽放的光芒 无比的耀眼 太耀眼了 实在太耀眼了 耀眼的让呆在墙角 默默注视着屠山红红的苏浩 都无声地笑了起来 从她的身上 苏浩看到了未来妖蒙之主 应该具有的气势 这才对吗 红红姐 苏浩低声自语 在受到万众拥护的时候 屠山红红默然回首 往身后的阴影处看去 那里只留着一个空酒坛 孤独地在风中站立 第九十二章 潜入屠山镇半夜会面 屠山镇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只是这种热闹 比以往还要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大街上 随处可见身穿黄袍的盗蒙弟子 雄啾啾气昂昂的并排往前走 站了几乎半条街的路面 这是盗蒙临时组成的巡逻队 为了提防妖族进来 制造混乱 每一个都是各个家族和门派 挑选出来的精英 目光伶俐 法宝尚成 经验丰富 此刻这些巡逻的精英 经过 苏昊将那习青山披在身上 坦胸碌辱 冷着脸从街道上走着 看到的人都在一轮 这是哪家的子弟 形势居然如此的放荡 一点不懂李义廉耻 门风都被败坏了 不少的大姑娘更是羞红了脸 只能透过手指的缝隙 悄悄地欣赏 苏昊只不过抬起头来 往旁边的人群多看了一眼 就有两个泼辣的少妇 为这个散发该死魅力的男人 到底看的是谁 而撕破了对方的脸 可苏昊甚至都没有和他们说过一句话 即便是易容后的苏昊 也难掩身上那股出尘的气质 不论是姑娘 还是少妇 都难以抵挡她的魅力 如果她振臂一呼 可能有不少会当场叛变 不仅巡逻的人不知道 就连涂山的妖怪都不知道 当大家在高喊着妖蒙之主的时候 苏昊已经易容下山了 远处是在落日余晖中的涂山 近处是无数的盗蒙弟子 苏昊与那些盗蒙弟子擦肩而过 回头率很高 却没有人来盘问她 看苏昊的装扮 还以为是什么十家公子 迈着六亲不认不乏的她 目空一切 给了那些盗蒙弟子很大的压力 苏昊并不是出现闲逛的 她到这里的目标明确 就是冲着盗蒙的盟主去的 当然不是为了在万军丛中 取敌将狗头 而是想见盗蒙的盟主一面 和她说几句话 走到一个偏僻的行道中 苏昊被几个盗蒙弟子围了起来 围首的弟子 鼻孔朝天 斜着眼看着苏昊 小子 是你哪个门派的 看上去很嚣张吗 苏昊伸了一个懒腰 淡淡开口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紫霞关张铁柱 几个盗蒙的弟子愣了愣 随后捧夫大笑了起来 笑得前仰后合 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不 你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张师兄 我们谁不认识 你要装 也装得像一点吧 兄弟几个 教一教这小子 做人不要太嚣张的盗脸 苏昊有些意外 原来张铁柱这么有名的吗 倒是小瞧了那个倒是 不过问题不大 看着这几个宁笑着 向自己冲过来的人 苏昊也笑了 哎呦 兄弟有话好说 江湖规矩 打人不打脸啊 几个呼吸之后 苏昊从杭道里走了出来 换上了盗蒙弟子的衣服 不仅衣服换了 连脸都换了一张 他不怕麻烦 可也不想找麻烦 掂量了一下手里的钱袋子 苏昊低声自语 来去找张铁柱了 静止走到一间房屋面前 苏昊敲了敲门 谁 从房屋内 传来一个充满警惕的声音 你的苏老板 苏昊大大咧咧地说道 嘎吱 将房门打开 张铁柱将苏昊热情地 招呼进了房间内 在苏昊的面前 张铁柱搓了搓手 一脸的谄媚 苏老板 你终于来了 我到了之后 就马上给你传续 等在这里 可是望眼欲穿啊 不知苏老板找我 是为了什么事情 这是你的解药 苏昊将一个瓷瓶 扔给了张铁柱 自顾自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你干得不错 消息传递得很及时 作为奖励 我会提前发放 这个月的解药 双手紧握着瓷瓶 张铁柱无比的安心 多谢苏老板 我张铁柱愿意为 苏老板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此刻他的语气中 才多了几分真诚 弯腰都形成了90度的脚 苏昊眼神玩味地 盯着张铁柱 仰躺在椅子上 我还是喜欢你 当初铁骨蒸蒸的样子 行了 别来这里续的 知道王权霸业住在哪里吗 张铁柱心里一惊 小心翼翼地问道 苏老板 你这是想刺杀盟主 苏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不该问的别问 将你知道的说出来就行了 我们盟主张铁柱微微一顿 突然改口道 不 王权霸业住在小镇的南边 沿着主街一直走到尽头 最大的那间宅子就是 没过一会儿就到了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随便打听就能知道 张铁柱没有犹豫 直接出卖了王权霸业 话音未落 苏昊就已经没了踪影 对于这个来去如风的男人 张铁柱不由地低声骂了一句 骚包 业越来越深了 涌入了几万人的小镇 万类寂静 街道上只有巡逻的弟子在走动 还有打羹人在吆喝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热 其中一个宅子中的窗户内 王权霸业在昏暗的灯光下 奋笔即书地写着什么 眉宇之间 难掩疲惫之色 攻打屠山不是一件小事 必须慎重 尤其是听说屠山花重金 聚集了一批妖王级的强者 更让王权霸业心中凛然 这已经不是盗蒙和屠山的事情了 而是上升到人族与妖族对决的局面 不打则已 一打就要有秋风扫落叶之势 将屠山连根拔除 一战奠定人间界数百年的和平 盟主 你这是在写作战计划吗 灯光摇曳 王权霸业悚然一惊 他抬起头来 目光冷烈 发现对面坐着一个身穿道袍的年轻男子 就这样笑着看着他 说不清是讥笑还是嘲讽 王权霸业并没有慌乱 而是沉着嗓子问道 你是谁 能够瞒过耳目 无声无息地潜入自己的房间 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 对方穿着盗蒙的衣服 显然是盗蒙的弟子 只是他没有想到 谁家的天才中有这么一个人物 我是谁 等一下我说出来 可能会吓你一跳 不如你自己猜猜 苏浩嘴角的弧度 有扩大的趋势 态度显得吊铃铛的 即便苏浩直视着王权霸业 也会让人觉得 苏浩的眼里并没有他 那双深邃的眼眸 就像是外面的黑夜一般 深沉得有些可怕 第九十三章 我是一个会心疼姐姐的人啊 将笔轻轻地放下 王权霸业宁眉思索了片刻 缓缓开口 听见过建模一面的盗蒙弟子说 建模气质不凡 犹如折仙一般的人物 想必阁下就是建模了 不知道我有没有猜对 苏浩鼓了鼓掌 不愧是盗蒙的盟主 一下就猜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被识破了身份 苏浩也就不伪装了 索性王脸上一抹 露出了真面目 王权霸业看着苏浩 眼中悄然掠过一抹惊艳 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 苏浩的真容 比得上他年轻时候 意气风发的样子 那真是一段 让人怀念的轻松岁月 心里感叹像这样的风流人物 竟然助纣为虐 实在是可惜 尽管王权霸业心里赞叹不已 是想找死吗 他的一身衣袍 无风自动 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 带着绝世的风锐 像是一言不合 就要把苏浩切割成碎片一般 对于王权霸业的威胁 苏浩充耳不闻 自顾自地说道 我今天不是找你打架的 如果你想打 我也乐意奉陪 王权霸业的气势收敛了一些 与气有所缓和 那你是来投降的吗 如果你投降 我可以用盟主的身份 免除你的死罪 我不想看到你这种人才 为了屠山白白送命 苏浩阴阳怪气地笑道 哼 盗盟的盟主 果真是宽宏大量啊 只是要让盟主失望了 我既不是来打架 也不是投降 我是来谈合作的 合作 王权霸业的眉头紧皱 不知道苏浩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没什么好谈的 盗盟与屠山之间 不死不休 真不知道 你这种天真的想法 是怎么产生的 只是王权霸业的话音未落 就被苏浩轻飘飘的一句话 给打断了 王权霸业 你想找回自己失去的剑心吗 王权霸业的瞳孔骤然一缩 连精神都有些恍惚 他仿佛又回到了多年以前 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 紧紧地拥抱着自己 这个女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在耳边低语 答应我 永远不要放弃 找回你的剑心 王权霸业曾经以为 就算失去了剑心 可只要有他的陪伴 自己迟早会振作起来 可他也死了 临终前竟是叮嘱他 不要忘记找回剑心 如果可以 他宁愿一辈子都找不回剑心 也要与他长相厮守 与他相比 剑心算一个屁啊 更加极端的想法 王权霸业都有过 那就是 自己变成一个妖 他就能与东方怀主转世续缘了 答应我 永远不要放弃 找回你的剑心 那句话不停地在脑海中回响 王权霸业强行压住心中沸腾的情感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苏浩看到王权霸业还在装猛 不由地怪笑一声 那我再说具体一点 圈外生物 对 就是圈外生物 这下你应该理解了吧 那个杀死了你的兄弟 杀死了你的妹妹 让你失去剑心的圈外生物 圈外生物 这四个字 给了王权霸业很大的刺激 他的神色争鸣 五官都扭曲成一团 无数次午夜梦回 他都能见到自己的兄弟 自己妹妹那残破的尸身 那些死不瞑目的冤魂 在盯着自己 埋怨他当年为何要去探索圈外 整个面具团 当年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天不怕地不怕 就连毒黄也敢一战 最后回来的 却是两个残废的人 一个没了剑心 一个没了双腿 苟延残喘地活在这个世间 嘿 真窝囊 王权霸业在心里对自己说 划不开的悲痛 从胸口一直冲到鼻腔 安静的房屋内 只有王权霸业急促的呼吸声 越来越粗重 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苏浩甚至能看清楚 他皮肤下抱起的一根根青筋 苏浩用带着怜悯的目光 看着眼前这个不过三十来岁 却如风竹残年的老人般大口地喘息着 如同被冲到河边的鱼 所谓的英雄池墓 说的就是这种了 等到很久之后 王权霸业才回归平静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合作了吗 此刻的苏浩没有了先前吊锒铛的态度 而是正经危坐 就算不为了找回剑心 重灵巅峰 你总是想复仇的吧 复仇并不容易 得面对那些世俗不解的目光 在万军丛中杀出一条血路 即便是只剩最后一口气 也要用力的挥剑 就算是死了 也应该不会感到遗憾 圈外生物并非只在圈外 早就来到圈内了 威胁人族生存的从来不是妖族 而是那些圈外生物 这一点我不信你看不透 王权霸业沉默不语 他起身望着窗外 眼神沧桑 扮上之后 他低声叹了一口气 传闻都说 屠山剑魔杀人不眨眼 可今日一剑 才知道剑魔嘴上的功夫 要厉害得多 可谓是字字诛心 你说的不错 人族真正的危险 还是来自圈外 说说吧 你想让我怎么配合 这一谈就谈到了清晨 期间王权霸业 还用笔认真的记了下来 似乎担心自己忘了一般 那股认真劲 好像苏浩是师父 正在传授给他某种绝世功法 需要认真记录在纸面上一样 在苏浩即将离开的时候 王权霸业喊住了他 你为什么要帮我 背对着王权霸业的苏浩 脚步一顿 耸了耸肩 你该庆幸自己的运气好 姐姐不喜欢杀人 也不喜欢看到我杀人 我只能来跑腿了 尽管我不介意 双手沾满血腥 可姐姐介意啊 她或许觉得我为了屠山杀了人 就再也回不去这人间了 不被任何人接纳 可我不在乎 这繁华的人间 比不上屠山这一余之地 这种理由 在王权霸业听起来 有些幼稚可笑 因为姐姐不喜欢杀人 就冒着生命危险 大半夜的独自闯入敌营 要是她一声令下 数万修饰出动 即便建模再怎么厉害 可对方的样子却是认真的 少年挠了挠头 转过身来 眼神清澈 除了喝酒以外 我是一个会心疼姐姐的人 这句话 后来变成了苏浩的口头禅 第九十四章 我要去救她 一夜未眠的 除了王权霸业和苏浩之外 还有屠山的三姐妹 偌大的房间里 安安静静 天边的第一缕光 从窗户照进来 洒落在一大二小的影子上 风吹的烛光不断地摇曳 映照出三张明媚艳丽的脸蛋 只是这三张脸蛋 或多或少都有些憔悴 屠山雅雅 有些烦躁地挠了挠头 他率先打破了沉默 绝非浪得虚名的屠山大嗓门 怒吼出声 姐姐 那个坏家伙到处也找不到人 就连东方月初那个小屁孩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看他是害怕那些臭道士 已经跑路了 我就说那个坏家伙 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偏偏不信 从黄昏到清晨 像一个傻子似的 在这里等了 等了那么久 结果连苏浩的影子 都没有看到 不知道在等什么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眼看大战一触即发 苏浩却不见了人意 让屠山雅雅很难不怀疑 苏浩已经逃离了屠山 大殿里说的那么好听 什么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就能获得胜利 什么大家要相信屠山的实力 盗盟虽然人多 但都是一群土鸡娃狗 什么若盗盟来犯 我苏浩一人一见 便可以杀穿 全部都是骗狐狸的鬼话 到头来 还不是临阵脱头 这种被欺骗的感觉 让屠山雅雅不由的双拳紧握 怒火中烧 恨不得冲到山下 找到苏浩 将他冻成人形兵棍 屠山红红和屠山荣荣对视一眼 都能看到彼此眼里的担忧之色 按照先前的计划 苏浩有可能已经潜入了屠山镇 单独去见盗盟的盟主 本来这种事情 到后来屠山红红和屠山荣荣 暗自商议了很久 最后都是表示反对的 不想让苏浩孤身犯险 可没想到 苏浩竟然在大家都聚集在城墙那边的时候 一个人偷偷地下了山 姐姐 这你也能忍吗 反正我是忍不了 那个坏家伙 被判了我们 不可饶恕 简直比那些臭道士还要可恶 听着屠山雅雅的碎碎念 屠山红红觉得脑袋被震得嗡嗡作响 心里越发的烦躁 行了 眼儿 你先出去吧 让我和容容都安静一下 姐姐 屠山雅雅的嘴唇如动了几下 见到屠山红红面部表情地看着自己 眼里带着严厉的光 他立刻耸了 越来越小声 最后垂头丧气地离开 什么骂 那个人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走了 就只有我在生气吗 屠山雅雅低声嘻喃着 在看不见的地方 眼里带着泪花 那个逐渐远去的嘻喃声 透着一股孤单 此刻他的背影像只被抛弃的右手 被抛弃的感觉 真的很难受 仿佛被锁在了一个小黑屋里面 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回荡 坏家伙 不要走 留下来 屠山雅雅就是这么一只狐狸 觉得某人在的时候 想着他赶紧消失就好了 等到他真的消失之后 却是怅然所失 或许这一走 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那个他曾经做梦 设想过无数次 将苏浩家在夜窝下 巡视整个屠山城的愿望 再没有实现的机会 在屠山雅雅走了之后 屠山红红伸手揉了揉眉心 低声叹息道 荣荣 你说他能说服道盟的盟主吗 即便是屠山红红 面对夜不归宿的苏浩 心里也发生了动摇 我觉得很难 屠山红红想了想 还是说道 盗盟的盟主是没有理由 帮助我们一起对付黑狐的 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当初不该同意这个计划 应该看住他的 屠山红红抓紧了椅子 浅绿色的眼眸中 有着赤红的血在流淌 要是他天亮了还不回来 我就杀入屠山镇 姐姐 屠山红红悚然一惊 杀入屠山镇 那里可是有好几万的盗盟弟子 就算姐姐再厉害 一旦被围住 必定难以逃脱 更何况失去救人了 如果苏浩和王权霸业 谈判破裂 被抓住的话 一定会用他来威胁姐姐的 想到这个可怕的后果 就连一向冷静的屠山荣荣 也是面无血色 一时之间 屠山荣荣心乱如麻 屠山红红沉着嗓子说道 荣荣 你不必多说了 我已经决定 如果我没能救出他 你就代替我守护屠山吧 我相信你的能力 一定会做好的 凝视着屠山荣荣那边的 煞白的脸庞 屠山红红像是在交代后事 实际上也是如此 她没有把握 活着回来 尽管明知希望渺茫 她还是想着去尝试一下 本来屠山荣荣应该极力劝说的 只是她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如果姐姐真的下定决心 她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不知不觉 苏浩的分量 在姐姐的心里已经这么重了吗 竟是不惜性命 也要救她 甚至将屠山的安危 都交到了自己的手上 屠山红红 伸手放在屠山荣荣的脑袋上 轻轻地揉着那一头翠绿的发丝 荣荣 你脑子比我聪明 有你守护屠山 我是放心的 那么多年 我看着她一点点长大 她长到了十八岁 一直都没有离开屠山 整天酗酒 除了我们 其他的妖 没有谁在乎她想什么 也没有谁在乎她做什么 只是在背后骂她酒疯子 我看在眼里 觉得她过得真的很辛苦 如果像眼儿说的 她就这么跑了 我反而松了一口气 终究她和我们是不同的 人间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但如果有谁敢伤害她 我豁出性命 也要护住她 这条命是我的 除了我谁也拿不走 今晚的屠山洪洪 在屠山荣荣面前 说了很多话 似乎想将一辈子的话 都说完 屠山荣荣也不说话 只是低着头 默默地听着 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房门外 苏浩伸出的手 停止在半空中 她转身背靠在门上 静了一会儿 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第九十五章 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当屠山洪洪 杀气腾腾地打开门 身后跟着一脸 身无可恋的屠山荣荣时 就看到一个流泪满面 穿着道蒙弟子服饰的人 像一头发狂的凶猛野兽 向着她直扑而来 让屠山洪洪 根本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速度太快 甚至带出了残影 一时之间 她根本没有看清 对方的样子 被吓了一跳的屠山洪洪 抬起手臂 直接一拳轰出 结果人没有被打飞 从拳头上传来的反正之力 却让她手臂发麻 连她的眉头 都不由得为之一皱 心想着孤身 闯入屠山的道蒙弟子 倒是有几分实力 不容小觑 看来必须认真一点了 当屠山洪洪 摆出战斗的姿态 想与这道蒙高手 拉开距离在对决 却听到一个 带着哭腔的熟悉声音 洪洪姐 屠山洪洪浑身一颤 迸发的妖气 尽数地收敛了起来 原本有些僵硬的躯体 也逐渐变得柔软 这世间的人 只有苏浩能让她 卸下所有防备 给予毫不保留的信任 再听出了扑向 她的人是苏浩的声音 屠山洪洪就没有 任何的抵抗了 双手环抱着屠山洪洪的腰 苏浩将头深深地 埋在那宽广的胸怀中 声音哽咽地 再次喊了一声 洪洪姐 屠山洪洪 轻轻地拍打着苏浩的后背 回来就行 你哭什么 这家伙平时总是一副 烂醉的模样 像一根干黄瓜 可这个时候 却是哭哭啼啼的 像泡了水的萝卜 将她抱得那么紧 甚至让屠山洪洪 有些喘不过气来 似乎记忆中 从来没有见过苏浩这种样子 即便是一天 揍她好几遍都没哭过的苏浩 今天居然哭了 真是和太阳 从西边出来样喜气 对于苏浩能够回来 屠山洪洪的心里喜不自胜 只是在苏浩的面前 她不擅长将这种喜悦 表现出来 询问苏浩的语气 也显得轻描淡写 要不是苏浩听到屠山洪洪 那一番真情流露的话 还以为屠山洪洪 不愿意看到自己回来 真是小孩子 这么大了还哭 跟在后面的屠山荣荣 见到苏浩平安回来后 煞白的脸多了几分血色 紧绷的神经也舒缓了下来 只是嘴上却不饶人 还有心情调侃苏浩 如果被其他妖怪看到 屠山的大护法哭鼻子 还不得笑掉大牙 苏浩抬头看去 只见屠山荣荣的眼睛 也是红红的 肿得跟桃子一样 当即不甘示弱地反击道 要是我被发现了 也让别的妖来看看你 荣荣姐 你也不照照镜子 自己的眼睛肿成什么样子了 我们两个可谓是半斤八两 谁也好不到哪里去 面对牙尖嘴利的苏浩 屠山荣荣也是反唇相击 丝毫不留情面 就算计划失败了 也不至于哭得这么厉害吧 早就喊你不要去了 你却瞒着我们偷偷下山 现在计划失败也是 合情合理的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道蒙盟主的私生子吗 就算你是他的私生子 道蒙的盟主 可不会听你的话 对于苏浩一言不发的离去 屠山荣荣其实挺恼怒的 现在抓住机会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苏浩一脸的失望 荣荣姐 你太小瞧我了 人与胡之间不能多一点信任吗 就算最后谈不拢 我还是能脱身的 那些道蒙弟子 还拦不住我 屠山荣荣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不能 捂着胸口 苏浩倒退两步 装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我为屠山流血流泪 你居然不相信我 真的让人太伤心了 看着苏浩和屠山荣荣吵嘴 屠山荣荣有些无奈地挥了挥手 行了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 有什么话 回到屋里再说 被其他的腰看到 确实有损我们屠山的形象 一个屠山大护法 一个屠山三当家 竟然在屠山大当家的面前吵嘴 不知道的 还以为屠山发生了什么严重的内部矛盾 苏浩和屠山荣荣都闭上了嘴巴 乖乖地听话 只是当屠山洪洪转过身去 彼此的眼中都带着一抹笑意 刚才的吵嘴 其实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而已 毕竟大战在即 哭丧着脸 总是不好的 经过这么一闹腾 那种生离死别的气氛 在无形中果然消散了许多 可进入房间内 谁也没有再说话 气氛变得有些微妙 苏浩回想起刚才的情景 尴尬的脚趾头直抠地了 自己直接扑过去的行为 甚至有着千锤百炼之后的惊憾 要不然屠山洪洪的那一拳 也不至于连苏浩的皮都蹭不掉 反而手臂还被震抹了 当着两位姐姐的面 苏浩一脸自信地说道 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盗盟的盟主已经被我说服了 听到这个消息 屠山洪洪和屠山荣荣都是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过他们也没有多问 不错 屠山洪洪淡淡评价道 有点厉害 屠山荣荣语气平静 这冷淡的反应 与苏浩想象中欣喜若狂的样子 形成了剧烈的反差 看来还是在为自己的不告而别生气啊 荣荣 我有些累了 接下的事情就交给你吧 话音未落 屠山洪洪就离开了房间 脚步轻快 等到屠山洪洪走后 房间里也就只剩下了屠山荣荣和苏浩 屠山荣荣微眯着眼睛说道 脸色有些不善 怎么 你还不走 是想留在我这里吃饭吗 面对屠山荣荣的冷淡 苏浩不以为然 这么冷淡吗 还真有件事想让你去做 我准备给道蒙的盟主下一封战书 你帮我送到屠山镇 下战书 屠山荣荣一愣 原定的计划可没有这一步 苏浩摇了摇头 嗓音低沉而有力 不 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屠山荣荣 他不知道苏浩先前 到底对自己在整个计划上隐瞒了多少 起码宋战书不在原定的计划之中 第九十六章 新时代 既然你和道蒙的盟主谈好了 为何还要送战书 对于为苏浩送战书的事情 屠山荣荣有些不理解 索性就问了出来 直觉告诉他 苏浩一定还有其他的计划 小苏浩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在瞒着姐姐 偏着脑袋 屠山荣荣的嘴角勾起一抹危险的胡动 要是我发现你对姐姐有所隐瞒 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哟 他掩藏在衣袖中的手掌 蠢蠢欲动 似乎只有苏浩的答案 不让他满意 就会对苏浩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 苏浩并没有直接回应 而是看着窗外轻声说道 盗蒙的人鱼不可及 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 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 那世界广阔的难以想象 也充满着血腥和黑暗 与那个世界相比 所知的世界不过是米粒一般渺小 这一刻 他想到了圈外的世界 谁也不知道 那个世界究竟有多大 可笑的是 大多数人族终其一生 都不知道那个世界的存在 为了眼前这一亩三分地 争得你死我活 即便是这个世界的战利天花板 奥来三少 在巅峰时期 都不敢深入圈外的世界 只能画了一个圈 将圈内的生灵圈养起来 如果写一本 关于奥来三少的书 那么书名可以取为 复活吧 我的兄长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他可以不择手段 对他而言 除了奥来国之外 所有的生灵都是蝼蚁 能够随时舍弃 等到哪一天 奥来三少无法维持这个圈了 便是所有生灵的噩梦 在那个世界 吞噬这颗米粒之前 苏浩必须做好准备 他缓步 走到椅子旁坐下 从桌上拿起笔来 这时候 光从他背后召来 苏浩在纸上尽情地 用笔墨渲染 动作大开大合 荣荣姐 我就是要通过这一站 让愚蠢的盗梦 清清楚楚地认识到 那个真是世界的可怕 那些愚蠢的人类 只有被打疼了 才会吸取教训 红红姐一直所期望的 那个新时代 才会来临 虽然我对那个新时代 是不感兴趣了 新时代 涂山荣荣的眉头一挑 脸色有些古怪 你下山一次 说话怎么变得 神神叨叨了起来 就像是那些 为人算命的道士一样 苏浩的手微微一顿 抬起头来 看着涂山荣荣 一脸认真地说道 对 新时代 人与妖和平共处的时代 听到这句话 涂山荣荣心神阵战 觉得苏浩简直是疯了 你也没喝醉啊 怎么现在总是说些胡话呢 人与妖之间 已经打到不死不休的程度了 和平共处 绝对是不可能的 说到最后 涂山荣荣的语气斩钉截跌 不容置疑 苏浩也不反驳 只是自顾自地写着 倒是让涂山荣荣越发地确定 苏浩刚才是在开玩笑的 可是 人与妖和平相处的新时代 似乎听起来也不错呢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就好了 这样姐姐就不会活得这么辛苦 狐妖一族 也不会被拐卖到天仙院 受人欺辱了 大家都能在阳光下欢笑 而不是躲躲藏藏 世间相爱的人和妖 就再也没有任何阻碍 涂山荣荣在心里低声叹息 自己也是疯了 怎么会有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种新时代 只能存在于幻影之中吧 看不见也摸不着 荣荣姐 我写好了 你赶紧送过去吧 不要让某人久等了 她等这一天 可等得太久了 这一战之后 新时代的钟声就会敲响 不明所以的涂山荣荣 从苏浩的手里接过战书 微眠着眼睛看去 清醒时候的苏浩 写字不再是弯弯扭扭的狗爬 她的笔风伶俐如刀剑 就像她本人一样 桀骜不驯 恕我之言 道蒙的诸位都是拉姐 道蒙的盟主有点意思 但是不多 让你们的盟主洗好狗头 等着我吧 三日后 涂山戒杯前 我必定要亲手斩下 王权霸业的狗头 以此来祭奠 我涂山死去的无数亡灵 看完了苏浩的战书后 涂山荣荣的嘴角都抽出了起来 你确定就这么送过去 我觉得你最好修改一下 写这样的战书 是会被群殴的 涂山荣荣的声音 竟然带着一丝紧张 似乎比苏浩这个写战书的人 还要害怕 这也不能怪他 实在是这封战书的言辞过于犀利 每一句话都挽如刀子扎在心上 连涂山荣荣看了 都产生了想揍苏浩的冲动 更何况那些盗蒙弟子了 如果见到这个战书 恐怕恨不得 现在就冲上山来 将苏浩大卸八块 就这样送过去 不用改一个字 苏浩大大咧咧地说道 涂山荣荣看着苏浩那双低垂的眼睛 脸上明明白白 写着我能搞定四个字 心里有一个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 忽然伸出双手 将苏浩的头发揉成了一个鸡窝 我的小苏浩呀 你什么时候能不要这么逞强 多依靠依靠姐姐 尽管苏浩喝酒打架 桀骜不逊 可涂山荣荣觉得 他是一个好孩子 涂山镇 大宅之中 一封战书在众人之间传递 看过战书的人 都是脸色铁青 双目喷火 整个房间都充斥着汹涌澎湃的杀气 那个剑魔什么身份 我们盟主什么身份 他配向盟主下战书吗 盟主在我看来 你完全不用理会 对 我们如今已经包围了涂山 完全可以慢慢地将涂山给耗死 这次家族和宗门的两方势力 意见难得的一致 觉得这一战完全没有必要 赢了 对整个局面影响不大 至于书 众人还没有考虑过 王权霸业是天地一剑 王权世家的家主 他是世间最厉害的剑客 更是守执世间最厉害的宝剑王权剑 当世间最厉害的剑客 握起世间最厉害的宝剑 那种强大难以想象 出道以来未尝一败 前不久更是击退了成名已久的毒皇 那个涂山剑魔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有资格挑战盟主的 是谁给他的不知死活的勇气 在长教和家主们都说完之后 王权霸业才缓缓开口 这么多年 我很少出手 那些妖怪 大概已经忘记了天地一剑 王权世家的威名 连一个乳修为干的小子 都敢挑战我 要是我拒绝 岂不是让天下人 以为我王权霸业 怕了那涂山剑魔 既然剑魔想战 那我就陪他一战 第97章 暗流涌动 王权霸业的斗志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昂 复仇什么的 确实是不容易的 但复仇是他日思夜想的 做梦都想 即便他连自己真正的对手是谁 都不清楚 可那个他心爱的姑娘 王权家主的歉 用他的一切 去温暖失去了渐心的自己 要是时光能够重来 他不会答应那个狗屁的 盗门冰人计划 这样的话 他也不会耗尽灵力而死 从那以后 无数年他身处黑暗之中 感觉到无比的寒冷 足以让人丧失理智的寒冷 但是每次想起那句话 便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答应我 永远不要放弃 寻找你失去的见性 那个场景 在王权霸业的脑海中 回响了无数次 他的手搭在东方怀珠的肩膀 东方怀珠低头靠在他肩上 嘴角带着温柔的笑容 还有他的妹妹 他的兄弟 惨死的一幕幕 每一次回想 都让他痛彻心扉 可他又的脑海中 这些画面 却不断地闪过 此刻王权霸业的眼中 燃烧着一种火焰 一种名为复仇的火焰 病角已经斑白的发丝飞扬 灵力如刀剑 众人都能感受到 王权霸业的决心 宛如一头沉睡着的狮子 苏醒了过来 很是奇怪 区区的屠山剑魔 究竟何德何能 可以让这位盖世的剑客 散发出如此高昂的战意 其他人面面相去 没有一个人说话 大家都认为这种时候 再站出来反驳 盟主手里的剑 会先刺向自己 时宜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 化成一句赞叹 盟主英明 盟主想要杀剑魔 就让盟主去杀好了 反正最后的结果已经注定 那就是屠山将会覆灭 脚下的这片土地 将归于人族的统治范围 众人散去 各自下去准备了 王权霸业独自走到后院 拿出一个尘封已久的盒子 伸手颤颤巍巍的 从中取出一个面具 这个面具 是东方怀主送给自己的 一直珍藏到现在 他如今拿出这个面具 是要带着这个面具复仇 像夺走了他的妹妹 他的兄弟 来自圈外的生物复仇 怀主 我终于有机会 能找回失去的剑心了 王权霸业 伸手轻轻地抚摸着面具 眼神温柔地像一汪清泉 当王权霸业 答应了苏浩的挑战后 正在屠山蹲蹲蹲的苏浩 并不知道这件事 在整个盗盟掀起了怎样的波澜 刚才盗盟高层的讨论只是开始 大量的盗盟弟子 从大宅中走出 前往各个宗门和家族的驻地 将这个消息传了过去 那封战术的内容 更是被有心人张青玉散播 引起了无数人的愤怒 剑魔这两个字 被越来越多人的提及 大家都在嘲笑剑魔的不自量力 只有那个贪嘴的小姑娘 张萌摇听说后 一脸认真的提醒 剑魔呀 他很厉害的 他还有后半句还没说出来 那就是盟主不一定打得过 就被他的师姐们拖走了 在这种时候 还为剑魔说话 可是会犯众怒的 不少人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就算剑魔再厉害 能有盟主厉害吗 南国一战后 王权霸业的地位 在盗盟弟子的心中不断地攀升 可以说成为了一种精神支柱 信仰般的存在 只要王权霸业一日没有倒下 他们就觉得自己战无不胜 盗盟弟子将那些想要下山的妖怪 横尸在屠山戒杯前 你枕着我的胳膊 我枕着你的大腿 重重叠叠地 看上去亲密无见 浑身都是可怖的伤口 空洞的双眼望着天空 周围还有乌鸦徘徊 妖怪们的尸体堆成了一堵墙 这是盗盟对屠山的示威 以此动摇妖怪们的决心 可这种赤裸裸的挑衅 反而激起了妖怪们骨子里的凶性 如果不是有妖王们的约束 早就冲下山去守司人族了 无论是人和妖 在这个时候 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克制 都明白在屠山剑魔和盗盟盟主 奋出胜负后 真正的大战才开始 与此同时 一个身穿黑袍的身影 来到幽深的洞穴中 告知了黑狐娘娘 屠山剑魔将会与盗盟盟主 决战的消息 节节节 事情比本娘娘想象的还要顺利 就让两人先拼一个你死我活吧 到时候 我们再出来收拾残局 告诉妖妖 按照计划进行 黑袍笼罩之下 张清玉抬起苍老的脸庞 笑得有些甚人 好的 娘娘 她等这一天 已经等得太久了 终于让她等到了这个机会 足以颠覆整个盗盟的机会 想到能不再伪装 亲手拧下无数的脑袋 让她兴奋无比 尤其是盗盟高层的那几颗脑袋 张清玉势在必得 那是当年杀死自己弟弟的元凶 屠山 苦情据数下 苏浩独自饮酒 尽管几天后 就要与王权霸业决斗了 可苏浩依然像往常一样 该喝酒还是喝酒 没有丝毫面临大战前的紧迫感 空气中有着淡淡的香气 弥漫开来 苏浩抬头看去 就见到妖妖拿着一坛酒 向着她走了过来 含情默默 声音软默 公子 我知道你喜欢喝酒 特别为你准备了一坛 希望公子不要嫌弃 苏浩放下酒坛 看着妖妖突然说道 我一个人喝多没劲 不如你来陪我一起喝 公子 妖妖不胜酒力 担心在公子面前出丑 妖妖露出一脸为难的样子 话音未落 却被苏浩强势打断了 我让你喝 你就给我喝 苏浩看着妖妖 妖妖低头看着双手捧着的酒坛 那双明媚的眼睛里 仿佛晕着初春的露水 就要流淌下来 先前苏浩要妖妖拿出自己的本命灵木时 也是这样 柔柔弱弱的 像一个兽气包 但实际上妖妖并不是一个兽气包 只是用装可怜来掩饰骨子里的骚 看到装模作样的妖妖 苏浩的心中冷笑不已 只是现在还不到翻脸的时候 面对态度强硬的苏浩 妖妖觉得自己仿佛要实话了 只剩一颗心秃秃的跳 迟疑了一会儿 妖妖低眉顺眼的跪坐在苏浩的身侧 既然公子有这样的雅性 妖妖就陪公子喝吧 她挺直几倍 那双水润的眸子 柔软的像雨后的春泥 骤然收紧的小腹 和曲线动人的胸膛 让她看起来恶娜多姿 还没有喝酒 翘脸上就浮现出了醉人的陀虹 在苦情据述下 贵坐的妖妖 就像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第九十八章 都请她喝酒 苦情据述下 在苏浩的注视中 妖妖扒开了酒坛的泥风 一股浓烈的酒香 扑边来 沁人心脾 就连苏浩闻到这酒香 脸上都露出了陶醉之色 作为一个 拥有十多年酒灵的资深酒鬼 有的时候只要闻着味 就能分辨出酒的好坏 毫无疑问 妖妖在酒的品质上 没有糊弄自己 带来的确实是一坛好酒 她双手抱起酒坛 像苏浩一样 仰头猛贯 动作看起来十分豪迈 实际上是小口吞咽 声音出卖了她 这次不是如同苏浩一般的蹲蹲蹲 而是像小鸡啄米的咕咕咕 轻泪的酒水 顺着她的嘴角流淌而下 滴落在性感的锁骨上 可嗨嗨 刚喝了几口 妖妖就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翘脸上那一抹晕开的红润 更加深沉 就像是葡萄酒一般的色泽 苏浩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她 在旁边观看女妖精 尤其是一个长相娇媚中 带着清纯的女妖精饮酒 确实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不知道妖妖是真的不胜酒力 还是在继续装可怜 如果是后者 那么妖妖的心思就太深沉了 即便是苏浩都看不出来妖妖的伪装 她的一举一动 确实像不擅长喝酒的那种类型 正当妖妖抱起酒坛 准备再喝的时候 苏浩却蛮横的一把将酒坛抢了过来 看你喝酒 我都馋了 是不是给我呆的酒吗 只是我看着你喝 还有什么意思 不等妖妖回应 提起酒坛 苏浩仰头就是一阵蹲蹲蹲 妖妖眨了眨眼睛 有些诧异地看着苏浩 她确实是满口谎话 当才的不胜酒力是装出来的 游走在那些男人中间 以魅术蛊惑人心 不会喝酒怎么能行 对她居心不良的臭男人 总想用酒来灌醉自己 每次自己都表现出一副 随时都要醉倒的样子 让对方以为有机可乘 实际上非常的清醒 往往最后醉倒的都是别人 尽管黑袍人没有告诉她 娘娘给的药到底有什么作用 可妖妖心里猜测 不会是毒药 娘娘想看到的是 道蒙和屠山两败俱伤 不可能在屠山示弱的情况下 再将苏浩毒死 她就是再毒 觉得自己赌赢的把握很大 幸运的是她赌对了 喝完之后 身体没有任何异常的反应 很快 苏浩就将这坛酒给喝完了 她擦拭了一下嘴角 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不错 这酒不错 妖妖 你给我带来一趟美酒 是不是想要我为你做什么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还是能帮上忙的 妖妖顿时诚惶惶惶的 贵妇在苏浩的面前 公子 你收留妖妖就是对妖妖最大的帮助了 妖妖岂敢在要求公子 为我做些什么 执愿以后长久跟随公子左右 尽心尽力地服侍公子 看着浑身颤抖的妖妖 苏浩的眼里全是冷漠 伸手轻轻地搭在妖妖的肩膀上 嗓音温润 起来吧 你的意思 我听明白了 我可以让你留在我身边 当然 如果你有哪一天想走了 我也不会拦着你 谢谢公子成全 低着头的妖妖 嘴角掀起一抹淡淡的弧度 说不清是绩效还是嘲讽 想着自己走的那一天 就是手刃仇人的时候 等到妖妖走后 夜幕已经降临 苏浩站在满天星光下 深吸了一口气 走到山崖边 眺望夜空下的灯火璀璨的屠山城 对于黑狐 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嘴上总是说着做爱做的事情 可行动起来却谨小声微 没有绝对的把握 是不会先生的 如果今天他不喝这酒 不按照黑狐娘娘的计划来 他的计划也无法顺利进行 黑狐娘娘不出来的话 他不仅会失去王权霸业的信任 这次人妖之战 也是无可避免的 苏浩伸出手掌 细小的电弧在他手中跳跃 隐约可见其中有着丝丝的黑气 黑狐娘娘 这是想控制我吗 苏浩凝视着黑气 低声自语 这样的黑气 在屠山红红的身上也有 只不过这点黑气 与屠山红红的相比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他有雷法 可以湮灭黑气 倒是不怕被黑狐娘娘控制 这时候 有轻微的脚步声从背后传来 在寂静中异常的刺耳 喂 你能陪我喝酒吗 苏浩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胸怀宽广的小萝莉 抱着两个大酒坛 翘生生地站在面前 正是屠山雅雅 他感到有些意外 今天是怎么了 一个两个都找他来喝酒 看着有些局促的屠山雅雅 苏浩笑了 好啊 今晚不醉不归 看谁先被喝趴下 见到苏浩答应了 屠山雅雅顿时喜笑颜开 撸起袖子 豪气甘云地说道 来啊 谁怕谁 结果显而易见 没过多久 屠山雅雅就被苏浩喝趴下了 他乘大字形躺在地上 旁边放着几个空酒坛 坏家伙 屠山雅雅闭着眼睛嘟囔着 我在这里 苏浩伸出手 捏了捏屠山雅雅的小脸 粉嫩粉嫩的 手感还不错 只是听了屠山雅雅的接下来的话 手上的动作却是停顿了下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的 一晚上不见 还以为你当了叛徒 你能不能原谅我 就这样一直留在屠山好不好 眼泪慢慢地爬过了他的面颊 梦逸式地说着 我不想你走 要是你走了 谁来陪我喝酒啊 姐姐忙着修炼 荣荣忙着管那些琐事 整个屠山 没有一个妖怪愿意陪我玩 我好孤独啊 都说酒后土真言 即便是妖怪 也逃脱不了这一条定律 苏浩想着 在屠山雅雅清醒的时候 就算是打死他 也说不出这种话来 妖妖找他喝酒 给他在酒里下药 不怀好意 屠山雅雅找他喝酒 却是为了道歉 这个傻狐狸 如果他不说的话 自己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种事 歪了歪嘴 苏浩的脸上 露出那种渐渐的坏笑 谁说我要走的 屠山不倒 白嫖到老 第九十九章 约战之日 屠山不倒 白嫖到老 荣荣 何为白嫖 苏浩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番话 全被尾随屠山雅雅而来的 两姐妹听到了 本来他们只是担心 屠山雅雅 可能会和苏浩产生冲突 却无意间听到这么奇怪的话 对于不懂白嫖二字 意思的屠山红红 自然而然的 问起屠山荣荣来 旁边的屠山荣荣低着头 陷入了沉思中 大概是一直为屠山干活吧 姐姐 你是知道的 他欠了我们屠山很多债 那笔债还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 为屠山干活到老去 也可以理解 说起这个 屠山荣荣可就不困了 那叫一个神采飞扬 姐姐 我都想好了 如果他这辈子还不清 那就等到下辈子还 只要我们能找到 与他转世续缘的妖怪 他生生世世 就能留在屠山打工了 欠了我屠山荣荣的钱 我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 屠山荣荣双手背在身后 眉眼弯弯 他这么想不是一天了 今天终于是说了出来 是吗 屠山红红眉头微皱 他觉得 以苏浩的性子 不可能甘愿为屠山一直干活 如果苏浩知道了 屠山荣荣的想法 大概会直接离家出走吧 这世间哪有转世续缘 只是为了讨债的 思来想去都没有头绪 屠山红红索性就不去想了 既然荣荣都这么说了 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为了让他还债 去帮他找续缘的对象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只有真心相爱的人和妖 在苦情巨树下许愿 才能得到苦情巨树的承认 屠山荣荣见到屠山红红 有些生气了 连声答应 姐姐 我知道了 一时之间 姐妹都沉默了下来 看着苏浩的背影 苏浩站在陡峭的山崖边 一轮银色的月亮映照着他的背影 月光泼洒而下 像是扑进海岸的潮水 整个苦情巨树所在的山崖 都被笼罩在清冷如水的月光之中 半醉半醒的少年 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 嘴里不停地喊着 屠山不倒 白嫖到老 苏浩和王权霸业的约战在三天后 在这三天之内 道门和屠山都没有闲着 都在为这一天积极地备战 转眼间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当黑暗中迎来第一缕晨光 天空中就已经变得五光十色 像是下了一场绚丽的流星雨 这是法宝所散发的光芒 各个家族和宗派的人汇聚在一起 几万人的光驱散了黎明前的黑暗 在屠山戒碑前停留 形态各异的妖怪们站在戒碑的另一侧 眼中冒着悠悠的绿光 脸色不善地盯着那些人族 如果在黑夜中从远处看去 大概像是一只只萤火虫 可它们并不是什么萤火虫 在人族的面前露出了自己的獠牙和利爪 浓郁的妖气漫山遍野涌起 无边的沙翼如潮水般汹涌澎湃 这样的对峙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破了 人群自动分开 无数道狂热的视线汇聚到那道挺爬的身影上 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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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盗蒙弟子的千呼万唤下 一张如雕琢般的面孔出现 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带着一股沧桑感 但是线条依旧凌厉 从脸部的轮廓来看 能看得出这位盟主年轻时 也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 黑发中夹杂着几缕银丝 梳得很整齐 深邃的眼眸中 荡着微光 浅黄的盗蒙服饰 裹在他挺拔的身躯上 手上握着一把宝剑 在剑柄处刻着显眼的王拳二字 浑身上下透出冷硬的威严 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了 一个盟主应该有的风度 就连群妖见到这位盗蒙之主时 心脏都慢了半拍 人的鸣 鼠的影 王拳霸业成名多年 手握王拳剑 更是诛杀了不知多少妖怪 可谓是凶威赫赫 妖怪们都忍不住低声嘀咕了起来 这个就是盗蒙之主吧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九疯子能不能打得过呀 我看对方这气势 威武雄壮 还没出手就能震慑全场 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天地一见 王拳世家 绝不是徒有虚名 对于周围的那些谈论 王拳霸业质若闻 他只是一直看着某处地方 似乎对一切漠不关心 各位 让一让啊 结果 一个漫不惊心的声音 从妖怪那边传出 原本杂乱的绿光 突然分成了两半 一袭青衫的苏浩 走在最前面 并脚的发丝 还有宽大的袖口 随风飘扬 嘴角带着一丝冷峻的笑意 涂山的三个姐妹 都站在苏浩的身后 赤足的涂山红红 背着大酒壶的涂山雅雅 脆发的涂山茸茸 几十位妖王随行 气势汹汹 苏浩就像是月亮一般 被众星环绕 这样的出场方式 瞬间就盖过了 王权霸业的风头 等到苏浩出现 裙妖也扯着嗓门喊了起来 大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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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浩拥有很多称号 像是杀人不眨眼的剑魔 打妖不留情的九疯子 欠债不还的三等仆人 可此刻只有一个声音 那就是大护法 能算得上好听的 就只有这一个称号了 总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喊九疯子吧 能不能打赢先不谈 但气势上不能输 但当妖怪们高喊大护法的时候 对面却是虚声一片 什么大护法 不过 是一个人族的叛徒罢了 这个涂山剑魔 真是会为自己脸上贴金啊 今日我们盟主 必定会以手中 剑斩下你们大护法的头颅 听到那无情的讥讽 还有嘲笑 妖怪们都忍不住连声怒吼 啊 苏浩却不以为意地说道 等我打败你们的盟主之后 你们也可以对我发出挑战 但我已经准备好 嘲笑你们的自不量力了 他来的时候 锋芒毕露 群妖环绕 成为了人妖两族中最亮的仔 此刻用平淡的语气 说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来 就成功地激怒了数万的盗蒙弟子 每一人看向苏浩的目光 都带着冷冽的杀鸡 涂山的戒碑 就像是楚和汉戒一般 将两方分开 王权霸业和苏浩就隔着戒碑对视 一轮朝阳缓缓升起 有光洒落下来 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 两人突然笑了起来 眼眸里映着彼此的身影 戒碑的一边 是涂山以凶残出名的剑魔 另外一边是德高望重的盟主 第100章 认真一剑 啪 在万众瞩目下 苏浩打了一个响指 一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木剑 出现在他白皙的手掌中 这把小木剑 看上去有些粘头了 上面遍布斑驳的纹路 像是老树根一般纵横交错 拿着一把小木剑的苏浩 嘲笑苏浩 只是看到苏浩那双冷漠的双眼 画到嘴边却说不出来 像是被无形的大手 扼住了喉咙 苏浩拿起木剑的刹那 突然变得面无表情 像是被冰封了一般 缓缓地抬起手臂 停住 练过剑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标准的起手式 属于剑招中基础中的基础 可苏浩做出这个动作 配合那张冷漠的脸 让人感受到了刺骨的锋芒 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错觉 可很快发现自己错了 错得有点离谱 木剑自上而下挥出 剑光璀璨夺目 满月的剑壶 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而出 在这样的一道剑光下 众人都露出了骇然之色 心里泛起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不知道该如何去抵挡 只是剑光对着人群 可最后的目标却不一样 大地震战 烟尘弥漫 一道深深的裂痕 出现在王权霸业和盗蒙弟子之间 我在挑战的时候 不喜欢被人打扰 以此为戒 挑战结束前 越界折死 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众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看着地上的那道裂痕 眼中带着难以言喻的恐惧 王权霸业面色如常 只是眼中带着一抹惊讶 刚才那一剑 他也能挥出 可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不伤一人就难了 需要对自己的灵力 拥有极为精准的掌控力 索好跺了跺脚 当劲有力 身形拔地冲天而起 沿一条笔直的线 切入了云层之中 来战 声音震耳欲聋 犹如天雷滚滚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王权霸业目光漠然 冷哼一声 来就来 以为我怕你吗 那简单的两个字 却激起了王权霸业的战意 感觉自己身体里冷记已久的血 再度沸腾了起来 一颗心脏 砰砰直跳 手里的王权剑还未出鞘 都已经振战起来 法宝有灵 感受到主人的战意 发出铿锵有力的剑鸣 没有一个剑客 会拒绝另外一个剑客的邀约 王权霸业拔出了王权剑 剑锋直指头顶的苍穹 轻烈的剑光 如潮水般蔓延开来 浑身凌厉喷涌 王权霸业向着苏浩的方向 同样拔地而起 剑气冲销 所有人都忍不住后退了几步 不敢直面这锋芒 王权霸业的身影 化作一道流光 犹如一柄利剑 刺了出去 当王权霸业刺入云层的瞬间 众人的呼吸 不由得为之一致 妖怪们抬手望天 脸色也变得有些紧张 涂山戒杯周围 没了其他的声音 代表人妖两方的对决 这才真正的开始 由于有云层阻挡了视线 无论是人和妖 都看不出清楚两人的交手 无数的剑气纵横 搅动漫天风云 剑与剑交际的声音 震耳欲聋 连成一片 尽管什么都看不清楚 但大家都觉得 这必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实际上只是雷声大 雨点小而已 两人借助厚厚的云层 掩藏身形 隔着一段距离遇见 互相碰撞 营造出无比激烈的假象 这样的碰撞 持续了很久 黑狐娘娘却依旧没有出现 这让苏浩意识到 这样打势不会有结果的 苏浩对着王权霸业大喝一声 不愧是盗盟的盟主 竟然能在我手下 坚持这么多招 你要小心了 接下来 我要用出压箱底的绝招 这一招连我都不能控制 得到暗示的王权霸业 听到两人的对话 在下面观战的人和妖 神经都紧绷了起来 接下来 就是奋出胜负的时候 只听到云层中 传出一声震动天地的巨响 仿佛要将耳膜震破 厚厚的云层 被黄黄见光撕裂 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空中坠落而下 有眼见的人 不由得面露惶恐的失声惊叫 盟主 是盟主 还不能在场的 人和妖反应过来 一道更加瞩目的身影出现了 几乎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苏昊像一只从高空中 伏击下来的鹰 向着王权霸业追击而去 他的身影 用肉眼完全无法捕捉 那是因为高速的移动 让苏昊几乎是隐形的 这是要杀死一个人的剑 强硬 肃杀 带着强大的压迫感 这样一剑下去 无论是人还是妖 都产生了一种错觉 仿佛这一剑 连这天地都能劈开 尽管目剑无风 可王权霸业却能从中 感受到绝世的锋芒 连他手中的王权剑 不孝的风声 觉得一股灼热的气 从心口直冲上来 灼烧着 疼痛着 在那一瞬间 王权霸业 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脑海中不断地回想起那句话来 答应我 永远不要放弃 找回你失去的剑心 王权霸业猛然睁开了眼睛 在眼睛里闪烁的光 如同火炬般跳动 他握紧了王权剑 整个人停滞在空中 随后急速地旋转着 向着苏昊刺去 多年以后的今天 他再度用出了人剑合一 化作了一道百丈长的金色巨剑 见到王权霸业 突然这么生猛 苏昊的嘴角抽了抽 好啊 说好的假打 你跟我玩真的是吧 既然这样 那就稍微地认真一点吧 苏昊摒弃凝神 心中无悲无喜 处于一种旋之又旋的空灵状态 小木剑上 亮起一圈斑驳的纹路 散发着微光 这微光是那么渺小 与王权霸业 深化的金色巨剑相比 完全不起眼 可当金色巨剑 与这微光相撞 却寸寸无声无息地消散 最后一道身影 从破碎的金色巨剑中 砸落在地 可嗨嗨 王权霸业抬起头来 随即是一张惨白色的脸 他艰难地起身 捂着胸口不停地咳嗽 你刚才那一招叫什么 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偏着头想了想 苏昊说道 认真一剑 第101章 惊辩 认真一剑 这个临时想出来的赵世明 带着一股敷衍的意味 可王权霸业却笑了 原来刚才 我可是用尽了全力 屠山剑魔 果然厉害 话音未落 手中的剑落了下去 锋利的剑尖插入大地中 王权霸业仰头倒下 面容十分的安详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盗蒙的众人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王权霸业胸前淋漓下的鲜血 又在提醒他们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个无敌世间的盟主 在盗蒙弟子中 精神支柱般的存在 与屠山剑魔交手后 眼神涣散 出现垂死的征兆 胸口绽放的血花 带着一种妖艺的美 啪啪啪 掌声 有力的掌声 屠山红红 第一个鼓起掌来 他的侧脸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如羊之美 玉般的光泽 还有细细的泪痕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 上一刻见到那金色的巨剑 眼泪就控制不住的流下来 先前说好的什么 与盗蒙的盟主谈好的话 分明就是鬼扯 那一剑的威力巨大 确实是想要苏浩命 连他都没有把握接住 更何况苏浩的肉体繁胎 当苏浩不闪不闭 直奔那金色巨剑 屠山红红的一颗心 跌入谷底 坠入无边的黑暗 伸手不见无止 可当那道身影 完好无损地出现在面前时 一切都不重要了 大悲大喜 让屠山红红觉得 心底有某种东西 要破碎掉 跟着他 所有的妖怪都鼓起掌来 掌声像是一片暴风雨 直面暴风雨的青山少年 挺直几倍 高傲到了极点 苏浩看也不看那些 目瞪口呆的道蒙弟子 还有躺在地上的王权霸业 他转身向着屠山红红那边走去 脚步缓慢坚定 脸上带着灿烂如阳光般的笑容 红红姐 我回来了 伸出手来 苏浩轻轻地扶去 屠山红红脸上的泪痕 屠山红红迟疑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躲开着温暖的手掌 回来就好 他轻声说 漂亮的浅绿色眼眸中 忽然流过一层雾一般的朦胧 雾后却是无比绚烂的瑰丽 在屠山红红的身后 屠山红红对着苏浩眨了眨眼睛 那表情仿佛在说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苏浩也眨了眨眼睛 表示出了点意外 但是问题不大 坏家伙 你没事吧 屠山雅雅倒是一点不矜持 嗷嗷叫着就扑入苏浩的怀里 刚才我差点以为你回不来了吗 此刻他流露出的担心 没有一点作假 全是真诚 眼泪打湿了苏浩的青山 屠山雅雅的突袭 让苏浩有些猝不及防 让雅雅姐担心了 我没事 他揉了揉屠山雅雅的脑袋 群妖都以一种充满敬畏的目光 注视着这位归来的少年 先前出场的时候 犹如众星拱月 如今回归却低调至极 这一刻 似乎所有的人和妖都变成了背景板 只剩下笑容灿烂的少年 还有屠山的三姐妹 这是假的吧 盟主怎么可能被剑魔击败 剑魔一定是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一定是这样的 大家一起上 为盟主报仇 就在群情激愤时 苏浩转过身来 扬起眉毛 他刚才收敛的锋芒 突然又展露了出来 璀璨如冷力的剑光 令人悚然不敢靠近 环顾四周 目光所及之处 众人都不由地低下了头去 毕竟苏浩刚才强势击败了王权霸业 雄威赫赫 大家都不想被苏浩盯上 要是真的惹怒了苏浩 下一个躺在地上的 恐怕就是自己了 看了一圈 苏浩一无所获 在心里暗自嘀咕 他这么辛苦的 为黑狐娘娘 创造出大好的局面 黑狐娘娘 不会不来了吧 要是他不来 自己先前那么多努力 不就白费了吗 就在苏浩琢磨着 要不要再去盗盟中 动手打一圈时 突然 他的身上冒出了 丝丝的黑气 迅速地将他周身笼罩 终于来了 苏浩不禁反喜 任由黑气将自己吞噬 而不做任何反抗 只是用雷法护住石海 保持一点清明 苏浩猛地抱住了头 他的头剧烈地疼痛起来 像是在极深的地方 有什么要钻出来 眼前一片漆黑 一个海苔状的紫色幽影 浮现在面前 充满蛊惑的娇媚声音 在心底响起 苏浩 眼前就是一直奴役你的屠山红红 你还在等什么 动手杀他 只要杀了他 你就自由了 不需要继续留在屠山还债 加而我们 以后你就能做你爱做的事情 没有谁能束缚你 苏浩的瞳孔燃烧着 泛着诡异的黑色 那张俊逸的脸庞 还发出沙哑难听的怪笑声 姐姐姐 做爱做的事情 他伸手猛然向屠山红红袭去 竖着的手掌 凌厉如刀 面对苏浩的攻击 屠山红红像是傻了一般 不闪不闭 姐姐小心 身后的屠山茸茸 猛然撞开 还在发呆的屠山红红 张开了双臂 挡在他的面前 扑哧 在屠山茸茸的胸口 绽放出一朵刺目的血花 是那么的娇艳 带着一种妖艺的美 他和苏浩怀抱在一起 显得暧昧的动作 却带着致命的危险 苏浩松开了手 屠山茸茸那娇小的身躯 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 怎么回事 这剑膜疯了吗 这剑膜居然被屠山妖夫出手 难道我们一直误会了剑膜 其实他是我们盗蒙的人 无论是人还是妖 见到这种场面 都是目瞪口呆 为什么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到倒地的屠山茸茸 屠山红红的脸色变得煞白 难以置信地问道 屠山雅雅站在原地 瞪大了眼睛 似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妖妖撑着一把油脂伞 走到苏浩的身侧 嗓音软弱 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臣服于娘娘了 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将命都留在这里吧 说着妖妖露出一个娇媚的笑容 可笑容中却带着一丝狠辣和争鸣 哪里还有先前半点柔柔弱弱弱的样子 接二连三的变故 让对面盗蒙的弟子都感到茫然了 妖族这是发生了窝里斗 还不等盗蒙弟子幸灾乐祸 人群中突然响起一声大喝 动手 躬 一遍